明明拥有神级天赋不死之身 身体受到任何伤害都能瞬间复原 可我却靠此天赋海报 贩卖自己器官赚钱 肾皮肝脏半截蓝尾一对蛋蛋 只要不是让自己瞬间毙命的零件 我都要来回多次贩卖 原来这个世界 所有人都能通过转职仪式 觉醒各种超凡神 但转职仪式却极其费钱 正常人家要耗尽三代资产 才能有一次转职机会 无奈自己只能出此下策 快速积累财物 然而 自己最终最觉醒出了唯一隐藏职业 SSS即静咒师 却被众人嘲笑是徒有其表费 只因静咒师释放技能需要消耗大量兽 或者献祭自己部分肉体 通常极为短命 但在拥有不死之身的我面前 这个缺陷根本不算个事 此刻在倾城地下黑市 老板卖个肾 不对眼角膜也卖了 说完 我熟练躺在了脏兮兮的简陋手术台上 专营人体零件贩卖的黑心老板 忍不住脸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一三的肝脏 一节小肠半节大肠了 再卖一颗肾 你就没两天好活了 纵时 黑心老板当了这么多年的零件贩子 这么卖自己零件的他 还是头一次见 太丧心病狂了 我确定为了救我病重的妹妹 我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随后我双目流下热泪 见状黑心老板点了点头 他本来就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一颗年轻人的肾脏 只要肾圆匹配上 转眼就能卖出几十万的刀价 而他只需要给我三万块吧 眼角膜就更不用说了 那玩意对失明的人 就是西式珍宝 很快在没有任何麻醉消毒的前提下 我最后一颗肾脏被取下 眼角膜也被取出 随后 我强忍着腰部传来的剧痛 拿着黑心老板给的三万块 亮亮呛呛走了出去 虽然双目失明 但我之前早已记下了 黑市所有的 在小巷子里 左拐右拐 确定没人跟踪自己后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随后心念一动 原本缺失的那些零件 竟全部重新找了回来 就连浑浊的双目 也在此刻绽放出京 有了之前卖零件的那些钱 再加上这三万块 应该就够转制仪式的费用 至于什么病重的妹妹 这种鬼话 当然是我编出来 骗黑心老板的 第二天一早 我便早早来到了学校 参加转制仪式 交完费用后 我默默来到人群最后方 开始排队 为了不暴露不死之身的秘密 我平日里就沉默寡言 低调行事 加上贫困生的身份 我也没有任何朋友 叶琳你怎么在这 班主任压抑地看着 站在队伍后方的我 在他看来 身为贫困生的我 此刻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随后有些古怪地说道 你该不会去办转制贷款 我默默点了点头 既然班主任 替我想好了钱的来源 那我也不用费劲解释了 此话一出 班里不少人 都用怜悯的目光看向你 参加转制仪式的费用极高 所以 这也顺理成章地 催生了专门的贷款 名为转职贷 贷款转值 显然是一场豪赌 能转职出 强大的职业还好 若是转职出了一个废物职业 那高昂的贷款利息足 你让你下半辈子 都只能打工还贷 加油班主任叹了口气 目以成舟 他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在他看来 贫困生老老实实 参加普通高考 当个普通人就行了 即便转职成功 后续所需的资源 也不是一个无父无母的锅 能够负担得起的 伴随着转职仪式的开始 众人的注意 也从我身上收回 好像不太行啊 觉醒到现在 也有上百人了 最高等级 只有刚刚那个一级 战斗类转职者 更是少得可怜 下一个校长 脸上有了些许不耐之责 照这样下去 他肯定要被问走了 下一秒 一只火红色的凤凰 顿时从转职祭坛中 冲天起 恐怖的热浪 让最靠近祭坛的学生 头发都烧焦了不熟 这是SSS级职业 校长的呼吸 骤然急促起来 清晨高中 所有人目光 都忍不住聚焦在了祭坛之上 在那里 有着一个身材高挑的人影 宽松的校服 都挡不住他火爆的身材 庞大的火凤凰 在他头顶飞舞 诸葛你战斗类职业 SSS级火系法师 校长激动不已 出了一个SSS级的火系法师 哪怕其他学生 全部觉醒SG 生活类职业也无所谓 众多学生的眼底 都写满了羡慕 诸葛同学 你跟我来 我有事情要跟你商量 校长的一张老脸 如同菊花般盛开 王老师 你帮我主持一下转职仪式 随后 他便带着诸葛尼 转身离开 剩下的这些学生 在他眼里捆在一起 价值都不如一个诸葛 转职仪式继续 下一个夜灵 听闻我默默从人群中走出 众人的目光 也再次落在我的身上 带着王位与怜悯 贷款转职也就算了 偏偏还排在了诸葛尼 这个SSS级天交的后面 这不就是上去当背景板了吗 而我没有理会周围的窃窃私语 直接站上了转职祭坛 我也很好奇 自己究竟会觉醒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伴随着王老师启动祭坛 瞬间 一股奇异的能量进入了我的身体 下一秒 原本明亮晴朗的天空 瞬间黑了下来 无数乌云密密麻麻地聚集在一起 如同末日降临 紧接着狂雷天火避风若水 各式各样的天灾从乌云内涌出 宛若灭世 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变 惊呆在了原地 又是一想 王老师感觉自己的心脏 都仿佛要在这一刹那停止 连续两个SSS级职业 到底是这个世界疯了 还是他疯了 而原本带着诸葛你准备离开的校长 脚步也是一度 随后迫不及待地冲了过来 死死盯着转职祭坛上的我 快王老师 看看这位同学是什么职业 好王老师也从激动中缓过神来 查看起了我的职业 夜灵战斗类职业 SSS级静咒师 王老师愕然地张大了嘴巴 SSS级静咒师 好好好 不愧是我倾城高中的学子 今天你以清高为荣 明天清高以你为盾 校长也终于反应了过来 他的老脸顿时一黑 就跟被人强行为了三金翔一样难看 只要达到了SSS 任何一个职业都是极为强大的 但 SSS级里有一个被所有人嫌弃的职业 那就是静咒师 并非静咒师不强 恰恰相反 静咒师施展的技能 一个比一个威力恐怖 越界挑战对于静咒师来说 简直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但这个职业放技能却极其费力 要么浮出寿命 要么浮出身上的器官 或者手指胳膊之类 一些威力足够大的技能 甚至需要静咒师完全献出生命 才能施展 所以 静咒师这一职业也被吸成为自爆卡车 目前为止 转职成静咒师的人 就没有一个能活得过25岁 校长 原本还打算好好在我身上投资一份 当得知我是静咒师之后 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计谈下 原本义愤填膺的众人也瞬间喜笑颜开 SSS及静咒师废了 放俩技能都能给自己干成残疾的职业 贷款转值贷命放技能 不得不说这职业挺适合他的 众人一脸的幸灾乐祸 一道道目光如同利剑般 洞穿了我的身体 我也十分配合 脸色变得惨白 低着头走路也摇摇晃晃的 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唯有我自己才知道 不低头我就要消出声了 静咒师的放技能废命 那关我不死之身什么事 我默默查看起了自己的属性命令 职业静咒师天赋无静法咒 静咒师每提升一级 便可解锁一个静咒 静咒灭是狂雷静咒师 献祭自身 从九霄之上召唤灭是雷霆 献祭的身体部位越重要 召唤出的雷霆等级越高 助静咒师释放静咒 无任何消耗且无冷却 这个灭是狂雷静咒 看多我火热 无难怪静咒师号 称同皆无敌 一个混沌神雷批同等级 你拉个神仙过来都得被批死 更关键的是 无淡无冷却还不好懒 这也就意味着 只要命够多 神雷就能无限劈静咒 实加上不死之身 我都不敢想象 若是自己等级提升上去 该有多么可怕 虽然心底狂喜不已 但我很是清楚 自己现在不是得死的时候 静咒再强 也得把等级提升上来才行 现在该装孙子 还是得装 只见我静静攥着双拳 浑身颤抖 双目血红 河里演出了一个崛起后 光速陨落的天才 该有的不甘心 一样看到我的反应 校长忍不住叹了口气 脸上也有些惋惜 多好的孩子 可惜是个静咒师 同学你也别太激动 正所谓事在人为 静咒师这个职业 还是非常强大的 轰轰烈烈绽放 总好过怒怒无为过一辈子 不是吗 我缓缓地抬起头 声音沙哑无比 校长静咒师 真的活不过25吗 校长愣了愣 随后有些不忍地点了点头 不过很快 校长的眼光又亮了起来 静咒师命短归命短 一个SSS级的静咒师 外加一个SSS级的火系法师 那他们清诚高中 这次高考试炼 岂不是闻了 甚至都不用诸葛一出手 只要这小子发狠 献出一个腰子 放得静咒 都能横扫其他所有高中 想到高考试炼结束后 自己站在高台 发表着荣获第一的概念 校长不由地拍手称款 好孩子 你也一起跟我来 校长激动地把我和诸葛 一起带往了办公室 叶玲同学 诸葛一同学 想必你们也知道 本校长把你们单独叫来试 为了什么 校长目光灼灼地看着我俩 你们二人 就是我清诚高中 这次高考试炼的希望 所以明天的新手秘境 对你们来说就尤为重要 我希望你们两个 都尽可能将等级 提升到最少十级以上 你们放心 明天 我不会安排你们 带任何辅助职业的 同学给你们单刷的机会 所以希望你们 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校长我倒是没问题 但是叶玲 诸葛尼微微皱眉 让一个进咒 失去新手秘境 单刷 这不就是拿大炮轰蚊子吗 遇到个一级的怪物 放进咒 遇到个五级的怪物 也放进咒 单刷完 怕是半条命都搭进去了 那你的意思 是让叶玲和我组队吧 这样我们完全有把握 深入秘境 低等级的怪物来出手 碰到高等级的 再由他出手 这样升级速度 应该会更快 诸葛尼开口说道 有道理叶玲同学 你觉得呢 校长眼前一亮 校长我还是单刷吧 我独来独往惯了 我憨厚地挠了挠头 和诸葛尼组队的话 处处束手束脚 还要担心 暴露不死之身的秘密 我可没兴趣 真是不实好人心 诸葛尼的眸光 微微一冷 他本想着 看在同校同学的份上帮一下 毕竟转职成 静咒师这种短命职业 已经够倒霉了 却没想到 我竟还拒绝了他 也罢 等他进了秘境 缺胳膊断腿出来就知错 健壮校长也答应了下来 随后拿出了两枚戒指 递给了我俩 先制戒指 等级不入级 属性精神力加持 没有任何技能加成的普通戒指 不过好在能加十点精神力 好过没有 我默默收下 这是我 个人自掏腰包 给予你们的资助 好好加油 争取提升到十级以上 校长满怀期待地看着我和诸本 随后 我朝着校长到了升线 便起身准备前往副本 此时转职仪式也已经结束了 有人欢喜有人愁 而当他们看到叶琳的时候 脸上便浮现出了笑容 是啊 不管转职成什么职业 不管转职成功还是失败 至少他们还活着不是吗 总好过这个叶琳吧 转职成禁咒师 直接宣告命不久已了 人类的幸福感 是从比较中产生了 和叶琳一对比 他们忽然就觉得 生活好像也没那么糟 叶琳 就在叶琳准备回家的时候 诸葛尼叫住了他 迈着大长腿走到他身边 站在台阶上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 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 静咒师战斗得越频繁 死得就越快 我没有恶意 只是同学一场 不想你死太快罢了 诸葛尼的语气中 带着浓浓的怜悯 谢谢关心 不过组队的事还是算了吧 叶琳开口拒绝 你 诸葛尼怒目而视 他一而再地劝劫叶琳 没想到叶琳这家伙 却是油言不尽 真是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罢了 放下助人情节 尊重他人命运 诸葛尼在心底默默劝解自己 决定不再理会叶琳的死活 这是谁啊 哦 原来是我们的SSS职业拥有者 叶琳同学啊 一个业余的声音响起 继琳宇带着一群人 挡在了叶琳和朱葛尼面前 他是青城记事集团的少爷 平日里便在青城高中里称王称霸 更是高调追求了朱葛尼许久 这学校里 谁不知道朱葛尼是他继琳宇的逆琳 这小子转折的静咒师 还真以为自己能崛起了 一旁的朱葛尼本想将继琳宇赶走 但想到叶琳那副油盐不尽的模样 他又忽然决定监口不严了 让继琳宇教训一下这叶琳也好 说不定能让他改变主意 免得他真的以为 静咒师能和其他SSS级职业相提并论 那可是拿命换站立 看着继琳宇森寒的目光 叶琳一阵无语 女人果然是红颜祸水 他在青城高中三年了 都没招惹过任何人 朱葛尼两句话 就把麻烦给他引上门了 麻烦让让 我要回家了 叶琳不想惹事 回家 是回你那个污水横流的贫民窟吗 继琳宇姬笑出声 你现在高低也算个SSS级职业了 要不你求我一下 我帮你在我技士集团 安排个包吃包住保安岗位如何 这样你就不用再住贫民窟了 我对你好吧 继琳宇身后的几个狗腿子 文言也立马讥笑着附和起来 叶琳 你可真是走了狗屎运啊 居然还能进入技士集团当保镖 还不快谢谢继绍 再给继绍刻几个想头 面对着几人的嘲笑 叶琳攥紧了拳头 气喘如牛 一副遭受了莫大的屈辱的模样 你们不要弃人太善 叶琳嘶吼出声 继琳宇被吓了一跳 别的不说 现在的叶琳可是实打实的静咒师 不过很快 他又挑起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静咒师释放技能可是很费命的 难不成叶琳被说几句 就要跟他拼命吗 叶琳同学 我可是一片好心啊 这怎么能算欺负你呢 继琳宇伸出手 轻轻地在叶琳的脸上拍着 伤害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这让继琳宇心底产生了极大的快感 SSS及职业又如何 胆敢靠近诸葛尼 还不是一样要被他继琳宇羞辱 叶琳微微眯起眼睛 他很清楚 面对继琳宇这种人 一旦退让 换来的就是更加变本加厉的羞辱 想要让继琳宇以后不敢再来招惹他 那就要让继琳宇知道 自己不是一只小白兔 而是一只张牙舞爪的狮子 想到这里 叶琳的双目瞬间变得血红 继琳宇 你欺人太甚 这是你逼我的 静咒 灭世狂雷 叶琳嘶吼一声 抬起一只手 顿时乌云汇聚 汹涌的雷暴汇聚而来 银白色的雷弧在云层间穿梭 轰隆 一道大腿粗细的狂暴雷霆 从云层中劈下 与叶琳的手掌接嚷 这一刻的叶琳 宛若执掌雷霆的神明 耀眼无比 周围的无数人 都惊恐地望着叶琳 这种威势 真的是一个一级的转职者吗 伴随着叶琳抬起的手络下 恐怖的雷霆 直接轰在继琳宇的旁边 将其轰飞了出去 地面上更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叶琳 你踏马疯了吗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继琳宇 差点被吓得直尖尿裤子 他只是想羞辱一下叶琳 让叶琳以后自觉离诸葛尼远点 结果这小子命都不要直接放尽咒 神经病吧 如果不是叶琳的准头差了点 他现在已经是一具交尸了 然而 面对着继琳宇的质问 叶琳没有回应 而是再次抬起了手 尽咒 蔑视狂雷 操 疯了 叶琳疯了 救命 救救我 继琳宇彻底被被吓疯了 羞辱他两句他就要跟你同归于尽 这种疯子谁都怕 他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可是他的腿已经被吓软了 快拉上我 他朝着自己那些小弟求救 可是那些人光顾着自己逃命 哪里还顾得上继琳宇 你们这群狗东西 继琳宇气急败坏 这时伴随着轰隆一声 一道更恐怖的雷霆在他身旁落下 继琳宇愣在了原地 一股恶臭的液体沿着他的裤管躺出 这种游离于生死一线间的感觉 实在是太考验人类的阔约机了 不过好在 这盗雷也没批准 终于结束了 继琳宇眼角滑落一滴热泪 就在继琳宇这么响的时候 一个愤怒的声音再次响起 如同锁命羞罗 静咒 灭世狂雷 继琳宇惊恐地回过头 巨大的恐惧 扼住了他的咽喉 让他发不出半点声音 看着沐浴在紫色雷霆中的夜灵 他此刻脑海里 只剩下了一个念头 疯子 这个家伙真的是个疯子 你羞辱他两句 他连放三个静咒 这他妈不是疯子是什么 他此刻无比懊悔自己 为什么要来招惹夜灵 人生要是有后悔药 他保证看到夜灵就自动滚出800米外 静咒师不可怕 但一个不要命的静咒师 那简直就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存在 夜灵 快住手 一个焦急无比的声音响起 校长如同火烧屁股一般 从办公室里冲了出来 听到校长的声音 夜灵眸光一闪 这才收起了静咒 他当然不会傻到 在众目睽睽之下 去杀几家少爷 校长 我 夜灵默默攥着拳头 一副受了天大的委屈的模样 他脸色苍白 显然是接连释放静咒 导致身体遭受了反噬 放心 你不用解释 这是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校长愤怒无比 寄家少爷季灵语 在追求诸葛尼 这是他也是略有耳闻的 往日里 季灵语欺负同学 他也会看在他爸的面子上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这次季灵语实在是太过分了 居然能把一个静咒师 气得不顾性命连放三个静咒 可见叶灵是被欺负得多惨 他还指望叶灵 在高考试炼上 代表清晨高中大方一彩呢 叶灵要是出个好歹 他非得当场首任了季灵语 季灵语 你给我站起来 校长怒合出声 现在 立刻马上给叶灵同学道歉 校长本以为 按季灵语那桀骜不逊的少爷性子 让他道歉 肯定比登天还难 他刚准备等季灵语拒绝 便大声训斥 不料他话音刚落 季灵语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叶灵面前 叶灵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对不起 诸葛尼以后是你的了 我不跟你争了 当事关自己的性命时 季灵语是真的怕了 他是纪事集团的少爷 更是独生子 他还有光明的未来 穿鞋的怕光脚的 他可不想和一个疯子同归于尽 特别是这个疯子 真能杀了他 季灵语道歉的速度之快 态度之诚恳 就连校长都忍不住一愣 他甚至有些怀疑 这个季灵语 是不是别人假冒的 他记得 平日里季灵语不都是一副 天老大我老二的嚣张模样吗 叶灵 你看这 季灵语道歉这么果断 倒是把校长给整不会了 校长 我接受他的道歉了 季灵语 你记住 是可杀 不可辱 叶灵紧敏嘴唇 话语质地有声 是是是 我真正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随便羞辱人了 季灵语连连点头 他是真怕叶灵 忽然又一抬手 给他来个敬咒 校长 那我就先回去了 叶灵礼貌开口 不出意外的话 有了今天这档子是 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清城高中 乃至整个清城 应该都不会有人来找自己的麻烦了 毕竟自己的人设已经立起来了 一个随时可能和人同归于尽的疯子 谁会嫌得没事 去招惹一个疯了的禁咒诗呢 诸葛尼的表情十分复杂 他看着叶灵离去的背影 缓缓摇了摇头 喃喃自语到一点脑子都没有 被人稍微羞辱几句 就要拿命和人拼 完全是个猛夫 这样的人 即便职业不是禁咒诗 也注定走不长远 自古以来 但凡能够傲然时间的转职者 哪个不是实力与智慧并具 叶灵在他心中 已经彻底判了死刑 两人 只是碰巧在同一天 同一学校觉醒了 SSS及职业罢了 自己和他 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若是眼光放长远些 五年后 他必然会成为傲视一方的天之娇女 而以叶灵 这冲动的性格 加上禁咒诗职业的缺陷 估计五年后 已经成了一捧白骨了吧 推开家门 叶灵回到了贫民窟的小房子里 这里是青城最落后的地方 污水横流 鱼龙混杂 但也成为了叶灵这个不死之身 最好的藏身之所 献祭一节十二指肠 可以召唤出普通的雷霆 献祭一个膀胱 可以召唤出魁水阴雷 献祭出一颗心脏 可以召唤出生灭子雷 叶灵默默地计算着 施展净咒灭是狂雷 召唤出不同等级的雷霆 所需要献祭的器官 这都是 他刚刚从祭灵语身上 实验得来的数据 为了不被人看出端倪 他献祭的都是内脏 按照这么算的话 如果要召唤出 志强的混沌神雷 估计要将自己 整个人都献祭出去 难怪这玩意儿是静咒 叶灵摸了摸鼻子 忍不住苦笑 也就自己这个 不死之身敢这么玩 要是换个正常人 来施展这个静咒 没施展几次 就得半身不随了 不过这静咒的威力 他也极其满意 别看他现在只有一级 若是全力施展 灭世狂雷的话 估计五级以下的转职者 没有一个能活得下来 心念一动 施展静咒所献祭的器官 再次长了出来 叶灵的脸色也恢复了红润 随后倒头入睡 安详的就像一具尸体 有人欢喜有人愁 叶灵这边睡得香甜 另一边的季灵语 可就睡不着了 爸 你要为我报仇啊 一定要弄死那家伙 那家伙当着全校的面 让我丢光了面子 我还得给他磕头认错 这口气 我咽不下去啊 季灵语坐在季父对面 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地哭诉着 下午他道歉的时候 肯定是真心实意的 现在想弄死叶灵 也是真心实意的 季氏集团底下 养着不少实力强大的转职者 弄死一个只有一级的叶灵 可谓是手道擒来 季父叼着一根雪茄 生起的烟雾 模糊了他的脸庞 听着季灵语的哭诉 季父面不改色 灵语 你是爸唯一的儿子 爸从小到大教育过你无数次 伤人 不要意气用事 要学会权衡利弊 我问你 如果爸听你的 派人去杀了他 成功了 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 季灵语一愣 杀了叶灵的话 能得到什么好处 好像真没有 只能出一口气 季父将雪茄挥弹在桌子上 那如果失败了呢 我们将彻底得罪一个 SSS级的禁咒师 一旦他成长起来 死之前 他拿我们纪事集团 一起下地狱 还是没问题的 季灵语心头猛的一跳 所以 为了出口气去杀一个叶灵 这完全就是一件极高风险 且毫无收益的事情 以前与你有矛盾的那些人 都只是普通人 杀了也就杀了 但这次不行 明白吗 季灵语乖巧地点了点头 他也想明白了 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爸 我以后一定绕着那个叶灵走 不 季父摇了摇头 眼底闪过一道金芒 你非但不能远离那个叶灵 恰恰相反 你应该跟着他 以他马首是瞻 啊 爸 为什么啊 季灵语不解 因为被人羞辱几句 就能直接释放静咒拼命 这种人显然没什么脑子 且极其好面子 季父嘴角 挑起一抹蜘蛛在握的笑容 季氏集团的公子爷 给他当跟班 这还不够有面子吗 大丈夫能屈能伸 只要你当好这个叶灵的跟班 他就是你的保护伞 毕竟欺负他的跟班 不就是在羞辱他 打他的脸吗 只要付出一点 无关紧要的面子 就能收获一个 SSS级的静咒诗 免费保镖 何乐而不为 只有人说 静咒诗命短 可从来没人敢说 静咒诗不强 季灵语的眼神越听越亮 颇有一种毛色顿开的感觉 爸 我懂了 季父点点头 意味深长地继续说道 好面子 而且还是贫困声 记住这两点 若是操作得当 你会拥有一个 免费的静咒诗打手 我记家最不缺的就是钱 第二天一早 当叶琳出现在校门口的时候 不少学生一看到她 就惊恐地和她拉开了距离 显然是听说了 昨天叶琳发疯的事迹 叶琳也乐得清闲 她杀季灵语 这只鸡给这些猴看 不就是为了这个效果吗 和人接触的越少 她拥有不死之身的秘密 就能隐藏得越深 叶琳 正当叶琳安心等待着学校 带他们前往新手秘境时 却忽然有人 在她身后叫住了她 季灵语 叶琳一扭头 才发现 朝她跑过来的人 居然是季灵语 叶琳眼底 闪过一抹深邃的寒芒 这个二世祖 昨天还没被教训够吗 如果季灵语非要纠缠不休 叶琳不介意 等下进入新手秘境的时候 制造一点小小的意外 送她归西 叶琳 你还没吃早饭吧 这是我给你带的早饭 季灵语献保式地 递上了一个精美的饭盒 和一瓶新鲜的牛奶 打不过 我要给我下毒 叶琳狐疑地望着季灵语 她实在搞不明白 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这哪能啊 叶琳 我真没有下毒 季灵语为了自证清白 连忙打开饭盒 饭盒里装着的是一个巨大的三明治 季灵语撕下一点塞进嘴里 然后又打开牛奶凌空 往嘴里倒了一点 怎么样叶琳 你现在相信我 没有下毒了吧 季灵语抹了抹嘴说道 叶琳接过饭盒 三明治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味 掀开第一层的面包片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层牛肉 看起来确实不像是有毒的样子 但叶琳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 难不成这季灵语是个受虐狂 昨天被自己虐了一顿后 反而上瘾了 送上门的早餐不吃白不吃 叶琳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毕竟她是个连转职仪式的钱 都要去卖肾才能凑齐的穷鬼 自然不会拒绝这种白嫖的机会 见到叶琳接下自己送的早饭 季灵语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她的父亲曾经教过她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只要完成了第一步的破冰 接下来便能突飞猛进 这一规则对女人适用 对男人同样也适用 父亲说的没错 这叶琳果然没什么脑子 自己在拍拍她的马屁 用不了多久 就能拥有一个SSS级职业的免费打手了 叶琳 我季灵语长这么大 一直都是浑浑噩噩的混日子 是你的出现 像一道天雷一般惊醒了我 季灵语生情并茂地诉说着 叶琳咽下嘴里的三明治 纠正道 不是像 是确实有天雷劈下来了 你直接说要干嘛吧 季灵语 那个 我想任您当大哥 任我当大哥 叶琳愣了一下 这家伙 不会真的是个兽虐狂吧 他昨天发疯 是想让别人远离他 结果发疯疯出来的小弟 没错 昨天被你打了一顿后 我痛定思痛 深刻地反思了自己 想要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就必须要找个好的学习对象 季灵语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样 那既然是学习 那交点学费很合理吧 叶琳妈撒着下巴回答道 当然合理 大哥 你卡号多少 季灵语当场就从后屁股兜里 掏出了刷卡机 6216 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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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卡号往里头先打两千万 叶琳熟练爆出了卡号 好嘞 不是 等会 你先等会 两千万 季灵语愣住了 他既是集团再有钱 也不是这么挥霍的 一上来就是两千万 没钱 没钱那算了吧 叶琳用一种古怪的目光 上下打亮着季灵语 季灵语感觉那目光隐隐有些熟悉 思索了一阵后 他才反应过来 以前他看穷鬼的时候 不就是用的这个眼神吗 他堂堂集市集团的大少爷 居然被人看成穷鬼了 简直是岂有此理 季灵语的脸色当即战红 被当成穷鬼对他的羞辱 远比昨天被叶琳吓尿 还要更让他难以接受 你在这等我 我让我爸打钱 季灵语气急败坏 就走到了一旁去打电话 直开季灵语后 叶琳转身踏上了 前往新手秘境的大巴 他怕和季灵语待久了 智商会被一起拉低 伴随着汽车引擎的轰鸣声 大巴开往了新手秘境的入口 此刻入口处 已经排起了数条长长的队伍 那些是来自清城其他学校的转职者 整个清城高中 就只有这么一个适合新手的秘境 眼下又很快又要高考 自然是人满为患 朱格尼和叶琳这两个SSS级职业 排在了清城高中队伍的最前方 朱格尼脸色清冷 目不斜视 显然是不想搭理叶琳 叶琳也乐得清闲 远处的清城高中校长 一张老脸都笑成了菊花一般灿烂 他一边搂着其他几个高中的校长 不让他们走 一边凡尔赛的说道 唉 烦死了 我都跟他们说了 低调一点 转职出一个SSS级职业就可以了 你说说这群孩子 真让人不省心 一转职就转出来了两个 你说气人不气人 太气人了 哈哈哈哈 哥 其他几个高中的校长 脸色黑得像锅底一样 见过凡尔赛的 没见过凡的这么令人恶心的 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是天生不爱说话吗 清城高中校长满脸红光 老夫擅长舞斗 不善言辞 告辞 第一位校长拂袖离去 家里没气没关 我先走了 第二位校长黑着脸离去 第三位校长转身就走了 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老逼登 你明年最好也能转职出两名 SSS职业的学生 哼 最后一位校长也怒然离场 明年 明年我退休了 嘿嘿 清城高中校长黑黑一笑 气得最后一位校长 脚步都亮枪了一下 就在几位校长斗嘴的时候 队伍也在不停地移动着 很快就轮到了清城高中的队伍入场 朱格尼冷冷看了叶琳一眼 你现在跟我组队 还来得紧 明明已经下定决心 不理叶琳的事 但心底的善良 还是让朱格尼忍不住又问了一句 不用了 谢谢 叶琳越过挡在朱格尼 大步踏进了新手秘境 自大狂妄 既然你自己想早点死 那谁也拦不住你 朱格尼摇了摇头 显然是觉得叶琳没救了 白光一闪 叶琳眼前的景象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树叶将阳光切割成斑驳的光影 洒落叶琳身上 随机传送的吗 这也好 我还担心 要去跟其他人拉开距离呢 叶琳伸了个懒腰 随后就开始了自己的刷怪之旅 刚走出去没多远 她就碰上了一只 看起来像是猫一样 圆滚滚的可爱生物 浑身布满了粉红色的绒毛 就像是一个会动的玩偶一样 估计能将不少女生直接萌化 一击的粉红豹猫吗 叶琳没有被这东西迷惑 这小家伙只是看起来可爱罢了 这可是个实打实的魔物 可以轻而易举地咬断一个成年人的咽喉 粉红豹猫在地上打着滚 还发出呼噜噜的声音 想要吸引叶琳主动靠近她 从发动致命一击 而叶琳的回应也很简单 直接伸出了右手静咒 蔑视狂雷 轰隆 天雷滚滚落下 那粉红豹猫尖锐地瞄了一声 瞬间就吓风了 干什么呀 她就是肚子饿了出来狩猎 至于挨雷劈吗 面对着出手就是静咒的叶琳 粉红豹猫根本连逃都逃不掉 就被落下的雷霆劈成了焦炭 击杀一级粉红豹猫 奖励十点经验值 击杀一头一级魔物 只有十点经验值吗 那要击杀一百头一级魔物 才能提升到二级 这效率太慢了 反正我的技能全是静咒 或许可以尝试深入这片森林 叶琳转身消失在了茂密的树林中 静咒 灭视狂雷 击杀二级杀人风 奖励二十点经验值 静咒 灭视狂雷 击杀三级苍狼 奖励三十点经验值 静咒 灭视狂雷 击杀五级从灵阴身女妖 奖励五十点经验值 接下来的时间里 这片充满魔物的森林 被打破了久违的瓶颈 迎来了一次雷霆的洗礼 时不时就有一道天雷 从遥远的天际滚落 叶琳一路横推过去 无论遇到的是一级魔物 还是还是五级魔物 她的回应都是一样的 出手就是一个静咒 直接砸过去 主打一个众生平等 在不断的施法中 她对灭视狂雷 这个静咒的施法 越发熟练 甚至能够做到 无实法前摇 直接顺法 在这种近乎变态一样的 刷怪效率下 叶琳很快就升到了二级 要知道 她刚进入新手秘境 也就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平均一小时升级一次 这等升级速度传出去 不知道会惊呆多少人的下巴 升级完的叶琳 也解锁了一个全新的静咒 姓名 叶琳 职业 静咒师 等级 二 十三 百分之十四 力量 二十 敏捷 三十 精神 六十 职业天赋 无尽法咒 静咒师每提升一级 便可解锁一个静咒 技能 静咒 灭是狂雷 静咒 燃烧轮回 静咒 灭是狂雷 静咒师献剂自身 从九霄之上 召唤灭是雷霆 献剂的身体部位越重要 召唤出的雷霆等级越高 至高可召唤出混沌神雷 威力是咒术师 自身等级和精神力而定 静咒 燃烧轮回 静咒师燃烧自身生命力 大幅提升自身力量敏捷 及精神三大属性 助 静咒师释放静咒 无任何消耗 且无任何冷却 而在这个心解锁的静咒后面 还贴心地多出了一小型注视 助 燃烧轮回技能 极为耗费生命力 且生命力一旦消耗不可逆转 请谨慎使用该技能 谨慎使用该技能吗 叶灵乖巧地点了点头 紧接着大喝一声 静咒 燃烧轮回 只见叶灵的周身 都浮现了血色的火焰 那是因为 她的生命力正在不停燃烧 连带着身体内的血液 都被蒸发成了血液 与此同时 她的力量敏捷和精神力 都迎来了翻倍的提升 精神力更是直接攀升到了 120点的恐怖数据 好恐怖的静咒 在开启燃烧轮回的状态下 恐怕实际的魔物来了 也很难扛得住 我全力施展的灭视狂雷吧 叶灵沉浸在了兴奋中 丝毫没有注意到 她的头发正以一种 恐怖的速度变得花白 身上的皮肤逐渐变得松弛 原本清明的毛子 也变得浑浊起来 短短五分钟的时间过去 叶灵就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变成了一个老太龙中 白发苍苍的老头子 叶灵抬起手 看了看自己的 如同枯树皮一般的手掌 喃喃自语道 五分钟就会老成这样吗 那如果不想暴露的话 燃烧轮回这个静咒 最多开启一分钟左右 就必须停下 叶灵没有关闭燃烧轮回 而是放任自己的生命力 继续燃烧 紧接着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老太龙中的叶灵 竟然开始逆向生长 又从垂垂老蚁的模样 恢复了年轻 拥有不死之身的她 本就拥有无限的生命力 燃烧轮回这个技能的副作用 对她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不死之身缺陷明显 静咒师这个职业缺陷更明显 但当静咒师叠加 不死之身的时候 就该让全世界感受感受 什么是静咒满天飞的恐怖了 叶灵直接开着燃烧轮回 开启了新一轮的屠杀 以她自身120点的精神力 再加上校长给的天启戒指 精神力直接达到了恐怖的130点 哪怕是召唤最为普通的天雷 威力也极其恐怖 就像是蔑视雷龙一般 就直接冲下来了 叶灵现在完全有信心 直接将眼前的新手密尽杀穿 击杀五级双头蛇 奖励50点经验值 击杀六级铁甲蝎子 奖励60点经验值 但是这些强大的魔物 在面对着等级只有两级的叶灵时 却如同纸糊的一样脆弱 几乎是一见面就被秒杀 一道天雷劈下来 管你是几级魔物 一律只有化为焦炭的份 叶灵一路走过的地方 甚至都浮现了一股淡淡的肉香味 那是魔物被天雷的高温烧熟的味道 叶灵越杀越熟练 宛如雷神匠士一般 一抬手就是一发雷霆静咒砸出去 新手秘境果然危机四伏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力量 静咒 夜火焚天 夜灵怒吼一声 一股下子上红的火焰 自他手中浮现出 燃烧时宛若妖莲现实 随后 这股火焰就落在了一堆干枯的木柴之上 将其直接点燃 拿静咒来点火 这一幕要是让外人看到 估计眼珠子都得直接瞪出来 这就好比用核弹点烟一样离谱 一个白天的时间过去 在夜灵疯狂的屠杀下 他自身的等级也提升到了三级 而他达到三级后 解锁的静咒便是这个夜火焚天 这个技能和蔑视狂雷一样 只要限级自身 就能从九幽地狱中 召唤出无边夜火月到后面 等级的提升就越是困难 比如一级升到二级 只需要一千点经验值 而二级升到三级 就需要两千点经验值了 三级升到四级 则需要三千点经验值 一个白天的时间 能够提升到三级 夜灵已经极其满意了 现在估计大部分人 连二级都没升到 按照这个效率 他在新手秘境关闭前 升到十级 完全是小问题 夜灵十分熟练地 拖来一头死去三眼魔猪 将其包皮取肉后 放在了燃烧的篝火上制烤 肥瘦的后腿 在夜火的制烤下 很快就冒出了油花 滋滋作响 让夜灵食欲大动 虽然他是不死之身 不会被饿死 但挨饿的感觉也不好受 他又不是受虐狂 自然不会亏待自己的肠胃 夜火本就比普通的火焰温度更高 用来烤东西 更是效率极佳 很快整条猪后腿 就烤到外焦里嫩 夜灵撕下一块肉 油脂肆意横流 散发着腾腾的热气 感受着在口腔中爆开的肉香 夜灵一时之间有些热泪盈眶 三眼魔猪的肉极为劲道 远比普通的猪肉要好吃得多 之前他住在贫民窟 又穷又要隐藏自己 拥有不死之身的秘密 何曾吃过这种好东西 好在他现在已经是个转职者 等他拥有保护自己的实力 就再也不用过藏头鹿尾的生活了 就在夜灵大口吃肉的时候 在不远处的朱葛尼 忽然身形一顿 目光静怡不定地望向了夜灵所在的方向 他本就是火系法师 对于火元素极其敏感 第一时间就感应到了夜火的存在 清诚除了我 明明没有第二个SSS集火元素相关职业 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火元素波动 难不成是出现了什么火系的宝物 朱葛尼美眸里闪过一抹好奇 随后朝着夜灵所在的方向赶来 夜灵这边吃饱喝足后 他将篝火扑灭 又在上面尿了个尿 然后才转身继续开始了刷怪之旅 放火烧山老底坐穿 这个信念他一直紧急于心 待到朱葛尼赶到的时候 早已经没有了夜灵的影子 只剩下了一堆还在冒着青年的篝火 居然是人类弄出来的动静 这火元素的波动 恐怕丝毫不在我之下 朱葛尼的美眸里满是惊讶 他蹲下身子 抓起还没燃尽的木柴 放到穷鼻下嗅了嗅 这一嗅 他好看的秀眉就忍不住皱到了一起去 确实是传说中夜火的气息 可是怎么还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朱葛尼百思不得其解 但他也没有深究 而是站起了身 美眸里满是兴奋 青城荡真是卧虎苍龙 你等着吧 我朱葛尼一定会将你找出来的 比起夜灵那种固执又愚蠢的家伙 这种又有实力 又懂得韬光养会隐藏自己的人 显然更让朱葛尼感兴趣 朱葛尼分辨了一下四周 很快就朝着夜灵离开的方向追了上去 静咒 燃烧轮回 静咒 灭是狂雷 夜灵此刻正在森林深处横冲直撞 就像是蝗虫过境一样 扫荡着他能见到的一切魔物 用习惯了灭是狂雷后 即便有了新的攻击静咒 夜灵还是习惯用灭是狂雷来刷怪 毕竟雷劈一下 魔物死得毫无痛苦 一瞬间就没命了 用夜火焚天的话 还得烧几秒钟才能烧死 夜灵又不是什么魔鬼 自然不会做这种残忍的事 他感觉他这个人 还是比较善良 毕竟圣母心的 这一刷就直接刷到了深夜 眼看着马上就要升到四级 夜灵正打算一鼓作气 直接刷上去 这时身后却忽然想起了动静 夜灵微微眯起了眼睛 随后马上停下了静皱燃烧轮回 身上的血液瞬间消失 对于魔物的动静他很清楚 身后来的肯定不是魔物 而是人类 未见其人 先见其腿 先映如夜灵眼帘的是一条修长白皙的大长腿 紧接着才是朱格尼那张清冷的脸 漆黑如墨的长发 在月光的照耀下 如同银河瀑布一样 就连夜灵也不得不承认 这女人虽然脑子一根筋 但身材和脸蛋确实绝佳 不过新手秘境这么大 她怎么会碰上这娘吗 夜灵 怎么会是你 看到夜灵的一瞬间 朱格尼就皱起了眉头 原本的好心情瞬间消失 她要找的是那个掌控了夜火的无名天才 可不是夜灵 夜灵这个家伙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但很快 这才后悔了 这家伙估计是专门来找自己的 我早就跟你说过 静咒师这个职业很强 但根本不适合单说 你现在后悔已经太晚了 死缠烂打也没有用 我现在已经没空和你组队了 让开 我还有事 朱格尼的俏脸上没有丝毫温度 若是夜灵能坚持到底 她倒还惊夜灵是个汉子 现在这行为 只会让她看不起罢了 自己之前给了她那么多次机会 她不珍惜 现在遇到困难了 就又回来对自己死缠烂打 这种两面三刀的男人 朱格尼最是不喜欢 连一言计出 四马难追都做不到 还算什么男人 特别是夜灵现在还挡着她 去找那个掌握了夜火的天才 这就让朱格尼 更是对她生起了一缕厌恶 夜灵都被朱格尼的强盗逻辑整猛了 明明是朱格尼莫名其妙追上来的 现在变成她死缠烂打了 她算是明白了 这女人根本就不是脑袋一根筋 这女人是脑袋缺根筋 请便 慢走 夜灵侧开身子让开了路 懒得和朱格尼纠缠 人想要快乐地过完一生 有一个诀窍就是 不要去和傻子发生争执 更不要试图去和傻子沟通 夜灵一直紧记着这个原则 朱格尼瞥了她一眼 见夜灵这么配合 她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大步走了过去 正当夜灵以为送走了这个麻烦时 朱格尼却忽然脚步一顿 对了 我问你 你有没有看到别人从这路过 那个人 很强大 并且十分擅长火元素的使用 极有可能掌控了夜火 朱格尼说着 眼底还闪过一抹期待的声色 夜火 夜灵哭笑不得 她总算知道 为什么朱格尼会找上自己了 感情是因为自己 刚刚用夜火点了个篝火 这么说来 朱格尼要找的那个人 很可能就是自己 看到了 那是一个很帅气的男人 她往这个方向走了 夜灵连忙给朱格尼 随便指了个方向 想要将她打发走 她可不想被这个蠢女人缠上 看来以后夜火焚天这个静咒 能不用也肯定不能用了 谢谢 见夜灵真的没有纠缠自己 朱格尼对她的印象 也改观了一些 她朝着夜灵所指的方向走去 当她穿过树林的时候 天空上却忽然多出了两个月亮 整整三个月亮 悬挂在半空之中 看起来诡异无比 下一刹那 朱格尼的翘脸 骤然变得煞白 哪有什么三个月亮 多出来的那两个月亮 赫然是一头巨兽的双眼 伴随着一声恐怖的兽吼声 一只巨大的利爪 朝着朱格尼所在的方位 直接拍下 朱格尼往旁边一闪 和这巨兽拉开了距离 这才看清了这头巨兽的全貌 八级魔物 龙血巨兽 这里还没到森林核心之处 朱格尼想不明白 为什么八级的魔物 会在这种地方出现 她的等级刚刚突破三级 面对着八级的龙血巨兽 显然根本不够看 朱格尼忍不住转头 看向了夜灵的方向 若是夜灵跟她联手的话 不说击杀这头八级的龙血巨兽 两人一起全身而退 显然是没有问题的 可当她回头的时候 哪里还有什么夜灵的影子 夜灵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个胆小鬼 朱格尼咬紧了银牙 刚刚对夜灵改观了一些的印象 也瞬间跌落谷底 不用想也知道 夜灵肯定在龙血巨兽出现的一瞬间 就吓得丢下她逃之夭夭了 龙血巨兽再次朝着朱格尼袭来 显然是将她当成了自己的猎物 庞大的身躯 宛若一座山岳般 给人极其恐怖的压迫感 爆裂凤火 朱格尼不敢掉以轻心 当即释放了技能 树团高温弥漫的火球 在其身侧凝聚 朝着龙血巨兽砸了过去 高温的火球 落在龙血巨兽身上的一瞬间 便瞬间分裂爆燃起来 将其身上烧焦了数块 然而 这种程度的伤势 根本无法让龙血巨兽失去战斗力 反而彻底地激怒了这头龙血巨兽 那双如同月亮一般的毛子 变成了血红色 再次一掌拍下 朱格尼玉腿轻抬 躲开了这一击 随后立马施展技能 漫天凤火 朝着龙血巨兽袭去这一次 龙血巨兽没有在座椅待毙 他张开了血盆大口 发出了一声 好似龙鹰一般的兽吼声 吼 恐怖的音波 仿佛化为了实质 将朱格尼轰出的凤火 全部拦在了半空中 随后更是直接被掀飞了回来 什么 朱格尼大惊失色 他已经来不及躲避了 自己施展出的火球 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自己身上 衣服被烧焦 露出大片大片的雪白 几乎到了一不避体的地步 但朱格尼却来不及去管这些了 惊恐地望着这头龙血巨兽 他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了一个字 死 他会死 再这么下去 他肯定会被这头龙血巨兽吃掉的 这家伙太强了 根本不是只有二级的自己能对付的 在生死关头 朱格尼也没有了平时的清冷模样 脸上浮现了一抹惊慌 眼看着龙血巨兽的巨长朝着他抓来 朱格尼任命般地闭上了美眸 在这地方 没有任何人能够救他 开启新手秘境才第一天 这头八级的龙血巨兽 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战胜的天谦 朱格尼已经彻底绝望了 他也没想到 自己堂堂SSS级职业的转职者 竟然会憋屈地死在一头八级魔物手里 可是闭上眼后 想象中那种被龙血巨兽攥在手中的剧痛感 却迟迟没有传来 反倒是旁边传来了一个男人 低沉富有雌性的声音 夜火焚天 逼着双眸的朱格尼 感觉到了一股可怕的热浪 从自己的身侧呼啸而过 睁开美眸的一瞬间 朱格尼的美眸里写满了震惊 眼前的这一幕足以让他铭记终生 只见那头在他眼中 强大的根本不可战胜的龙血巨兽 竟然全身都被红紫色的火焰覆盖 连一声惨叫都没有传出 就被快速烧成了一堆飞灰 秒杀 这头八级魔物 直接被秒杀了 而在朱格尼身前 一个男人背对着他 全身都燃烧着血红色焰火 这个身影深深地刻进了朱格尼的眼底 烙印进了他的心底 看着看着 朱格尼的美眸中 不由地泛出一股迷离的神色 脸上也泛起一股异样的红润 夜火 又是夜火 这个男人 不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那个无名天才吗 哪个少女不怀春 哪个少女不期盼 自己陷入危难之时 有一个冷峻的少年挺身而出 拯救自己与水火之间 一击便轻松秒杀了一头八级魔物 这和刚刚夜灵那个胆小鬼二话不说 转身就逃的行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朱格尼都忍不住在心里感慨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有时候真的比人类和魔物之间的差距都要大 多谢这位同学的救命之恩 请问您如何称呼 朱格尼走上前去 声音也变得非常温柔 听得夜灵差点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他之前怎么没发现 这女人这么能夹 朱格尼见夜灵不说话 又往前了一步 想要看清 这个能够一击秒杀八级魔物 令他魂牵梦绕的男人究竟长什么样 但令他失望的是 夜灵脸上蒙着黑布 只能看到一双眼睛 夜灵想了想 开口说道 叫我灵夜吧 凌晨的灵 夜晚的夜 灵夜 灵夜 朱格尼喃喃着这个名字 眉眸中一彩连连 他人生中第一次对一个异性 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朱格尼清晰地听到了扑通扑通的动静 那是自己心跳加速的声音 灵夜同学 你是哪个学校的 你救了我 我还没感谢你呢 见夜灵要离开 朱格尼连忙追问 可惜夜灵根本不打算搭理他 摆了摆手 就往森林深处走去 不必谢了 举手之劳罢了 灵夜同学 朱格尼抬腿 想要跟上 夜灵却在这时候停下了脚步 冷冷开口道 别跟上来 前面强大的魔兽更多 不是你的实力能踏足的地方 还有 我建议你先把衣服穿好 朱格尼低头一看 这才发现 自己身上的衣服 被火焰烧掉了大半 暴露出大片大片雪白的肌肤 他惊呼一声 脸色瞬间羞得通红 赶忙捂住残存的布片蹲了下去 而这时 夜灵已经大步消失在了前方的夜幕里 灵夜 你等着 我一定会追上你的步伐的 我总有一天 会堂堂正正地站在你身边 朱格尼的声音 回响在森林中 却没有人回应他 朱格尼咬了咬银鸭 美眸里燃起了熊熊的斗志 与此同时 他的内心 还忍不住浮现出了一股挫败感 他向来自诩天之娇女 可是论天赋 他根本打不过的龙血巨兽 仅仅只是一个照面 就被灵夜给秒了 而且 他想跟上灵夜的时候 还被当成脱油瓶 论样貌身材 他的衣服都被烧掉了那么多 那个灵夜却根本没有多看他一眼 仿佛他根本没有任何吸引力 这就让朱格尼内心的挫败感 更加强烈 女人就是这么奇怪的生物 你看了他要说你流氓 你不看他 又要怀疑自己的魅力 朱格尼对自己的样貌 身材还是极其自信的 一直以来 身边都不停地有男生 向他表达倾慕之意 都被他冷言拒绝 可他第一次这么主动 却换来的却是灵夜的漠然 这让朱格尼极其难接受 这可是他第一次动心的男人 夜灵的漠然行径 显然激起了朱格尼心底的骄傲 他在心中暗暗下定决心 待到下次和灵夜见面 他定然要灵夜对他刮目相看 灵夜 我记住你了 新手秘境结束时 我们再见吧 我不会输给你的 朱格尼换上一身衣服 坚定地踏上了刷怪之旅 灵夜的身影 已经成了他心底的执念 成了他追赶的目标 更是化为了他变强的动力 他要在新手秘境关闭之前 刷到十级以上 让那个灵夜好好看看 他朱格尼才不是什么脱油瓶 呼 这样一来 应该就不用担心 那蠢妞在缠着我了 另一边森林深处 夜灵松了口气 卸下了脸上的伪装 演了这么一出戏 朱格尼的注意力 肯定就都放在了 那个虚构出来的灵夜身上 而自己这个灵阵脱淘的胆小鬼 朱格尼再见到自己 肯定会扭头就走 不屑与自己多说一句话 夜灵也自然乐见其成 他本来就不想 和朱格尼扯上太多关系 至于为什么会出手就朱格尼 是因为朱格尼这妞 脑袋在缺根弦 他也是个SSS级职业 这样的天才 要是死在了新手秘境内 定然会惊动青青城官方 彻查整个秘境内的所有人 到时候万一把自己的 不死之身给查出来了 那乐子可就大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夜灵还是选择了出手 另一个原因 则是因为他和朱格尼 也没什么深仇大恨 本来就是要刷怪的 刷龙雪巨兽也是刷 顺手的是 只不过这样一来 自己今后就不能再 轻易动用夜火焚天 和燃烧轮回这两个竞咒了 不过也没关系 刚刚死亡的龙雪巨兽 为夜灵补足了 最后一节经验值 他现在的等级 已经来到了四级 成功解锁出了新的静咒 姓名 夜灵 职业 静咒师 等级 四 零 零二百分号 力量 四十 敏捷 六十 精神 一二零 技能 静咒 灭是狂雷 静咒 燃烧轮回 静咒 夜火焚天 静咒 不死不灭 静咒 灭是狂雷 静咒师献祭自身 从九霄之上召唤灭是雷霆 献祭的身体部位越重要 召唤出的雷霆等级越高 至高可召唤出混沌神雷 威力是咒术师自身等级和精神力而定 静咒 燃烧轮回 静咒师燃烧自身生命力 大幅提升自身力量敏捷 及精神三大属性 静咒 夜火焚天 静咒师献祭自身血液 从九幽炼狱召唤出 可以焚烧一切的无边夜火 一旦沾染上敌人 夜火便不会熄灭 静咒 不死不灭 静咒师献祭自身两年半阳兽 免一次致死伤害 咒 静咒师释放静咒无任何消耗 且无任何冷却 夜灵迫不及待地查看了自己的新静咒 可这么一看 她的脸色当场就绿了 坑爹呢 这个静咒 对她来说一点用都没有啊 她本来就拥有 没有任何副作用的不死之身 再给她一个 需要消耗寿命才能生效的 不死不灭有什么用 这不就是纯纯废物技能吗 夜灵心底郁闷不已 她还以为自己好不容易刷到四级 能给她一个更强大的杀伐技能呢 可下一秒 夜灵的脚步忽然一顿 不对 这不是什么废物技能 这分明就是神技啊 夜灵一双七飞的毛子 渐渐亮了起来 她的思路逐渐畅通 心底也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虽然不死不灭 这个静咒的实际作用几乎为零 但是却能起到非常好的掩护作用 比如 她在战斗中 心脏突然被人捅了一刀 头都被砍下来了 可是她却没死 那样的话 她拥有不死之身的秘密 不就暴露了吗 可是有了不死不灭这个静咒存在 她受到了致命攻击 却没死的事 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我一个静咒师 施展静咒 消耗两年半的寿命 免疫了一次致命伤害 也很合理吧 时间就像是第一次去洗脚的少年 青涩而腼腆的岁月 总是转瞬即逝 眨眼睛 七天的时间过去了 今天将会是新手秘境的最后一天 每个人只能进一次新手秘境 也只能在新手秘境里待七天 七天时间一到 新手秘境就会将里面的人传送出来 各大高中的校长老师们 早早就聚集在了秘境的出口处 一些家长也来到了这里 等待着自己的孩子走出秘境 哎呀 各位老哥哥们 上午好啊 好久不见 我可想死你们了 哈哈哈哈 未闻其人 先闻其声 清澈高中的校长人还没到呢 兴奋的声音就已经远远传了过来 其他几个高中的校长 一听到清澈高中校长的声音 脸色瞬间就黑得如同锅底 这几天来 清澈高中的校长有事没事 就要拉他们出去吃饭喝茶 然后一坐下 就跟他们炫耀 清澈高中出现了两个SSS 及职业的学生这件事 他们听得耳朵都快长茧子了 不出门也没用 不出门 清澈高中校长就会拉个群跟他们炫耀 烦人得很 现在他们看到这个老小子 就烦得要死 别来沾边 和你不熟 前几天才刚见过 扯什么很久没见 一个高中的校长 忍不住开口目对 此言诧异 古人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这么一算 我们可是十几年没见了呀 清澈高中的校长 笑着凑了过去 他搓了搓手 神秘兮兮兮地问道 对了 你们怎么知道 我们清澈高中这次出现了两个SSS 级职业转职者 其他校长 有两个SSS级转职者又如何 别忘了 等级有时候可比职业等级重要 等级压三级以上 即便是A级转职者 也不是没可能战胜SSS级转职者 一个校长酸溜溜地开口 此话也瞬间引起了共鸣 就是 若是只看职业等级的话 其他没有SSS级职业的人 岂不是干脆一头撞死算了 历年来 也不是没有SSS级转职者 走出新手秘境的时候 被其他等级的转职者压制的事情 不错 我清澈的最高纪录是十一级 便是一个S级转职者创下的 至今未被打破 苏校长 我记得那个学生 便是你们育才高中的吧 几位校长的目光 都看向了面容威严苏校长 不错 苏校长淡淡一笑 天赋固然重要 但后天的努力同样不可缺少 那孩子 现在已经是65级的转职者了 几位校长文言 都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同时眼底也有着一丝羡慕 65级的转职者 那已经是能够叱咤风云的存在了 放在清澈 能够战胜 他的人不会超过一手之数 能培养出这么一位学生 那当真是死而无憾了 不知道今年记录会不会被打破 之前持平了很多次 但好像还从来没被打破过 我相信我的学生可以 清澈高中校长的眼里 燃烧着斗志 老高 可不止你们清澈高中有 SSS及转职者 苏校长淡淡开口 哼 等着瞧吧 清澈高中的校长 老高耿着脖子说道 他本就好面子 自然不可能低头 就在这时 一个人影翘无声息地 来到了几位校长旁边 几位校长当真是好雅兴 不知可否 让我也凑凑热闹 谁 几位校长都有些惊讶地扭过了头 来人竟然能翘无声息地出现在他们身边 简直是不可思议 来人披着风衣 气质儒雅 戴着一个金丝眼镜 脸上挂着人畜无害的温和笑意 原来是诸葛先生 请坐 快快请坐 几位校长连忙侧开身子 为诸葛千兴让出了一个位置 眼底隐隐还有着恭敬 清澈是个小地方 没有什么大人物 但诸葛千兴绝对算是一个例外 他的职业乃是SSS级的占星师 观星象可知天下事 据说诸葛千兴若是权力失为 甚至可以算出百年后会发生的重大事件 有不少大人物远道而来来到清澈 就为了求诸葛千兴占一挂 说诸葛千兴是整个清澈身份最尊贵之人 一点都不夸张 几位校长太客气了 我就是来看我家妮妮的 诸葛千兴温和一笑 应该的 哪有当父亲的不挂念女儿的呢 诸葛先生当真是爱与心切啊 清澈高中校长老高笑着说道 高校长说笑了 妮妮她没给您添麻烦吧 诸葛千兴问道 没有没有 她可是我们清澈高中的骄傲 高校长脸色红润 极为兴奋 当初不知道为什么 诸葛尼的成绩明明可以报考更好的育才高中 但诸葛千兴却非要让诸葛尼报考清澈高中 有人说是诸葛千兴算到了什么 但这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 诸葛尼是她高校长的学生 有人出来了 出口处忽然光芒一闪 这意味着有人走出了秘境 不对啊 即便是第一个进入秘境的学生 也应该等到中午才会出来 现在怎么会有人出现 难不成是受伤了 每年都有会学生因为受伤而提前退出 有些倒霉蛋自不量力去挑战等级过高的魔物 甚至会葬身魔物口中 这都不是什么稀奇事了 白色的光门中出现了一个高挑的身影 诸葛尼云淡风轻地踏了出来 她面色红润 看不出半点受伤的样子 爸爸 看到诸葛千兴 诸葛尼十分开心 立马就扑进了诸葛千兴怀里 诸葛千兴宠溺地揉着诸葛尼的脑袋 时间不是还没到吗 诸葛尼此话一出 不只是诸葛千兴 就连高校长苏校长他们那几个校长都实话了 新手秘境 可是每个人一生只能进一次的机缘 里面怪多实力低升极快 而诸葛尼居然说自己因为太无聊 所以就提前出来了 你几级了 诸葛千兴推了推眼镜 嘿嘿 十二 诸葛尼脚侠一笑 主动亮出了自己的等级 转职者如果刻意隐藏的话 别人是看不到具体等级的 诸葛尼 火系法师 十二级 几位校长瞬间倒吸了一口冷气 眼底满是震惊 清城最高纪录才十一级 诸葛尼直接达到了十二级 打破了最高纪录 而且他还是提前出来的 这简直是骇人听闻 其他几位校长都忧愿地看向了清城高中的高校长 真让他捡到宝了 嘿嘿 好好好 诸葛尼同学 你做得好 高校长激动得红光满面 然而 当看到面无表情的诸葛千兴后 高校长时去地闭上了嘴 妮妮 如果你带到时间倒在出来的话 你甚至有可能冲击一下十三级 你为什么要提前出来 诸葛千兴平静地开口问道 说了吗 太无聊了 诸葛尼有些心虚 真的是这样的吗 诸葛千兴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 却让诸葛尼心虚不已 哎呀 爸爸 我还能骗你吗 诸葛尼抱着诸葛千兴的手撒起了娇 他当然不会告诉诸葛千兴 他提前出来 是为了赌那个叫灵涅的家伙 那家伙一击就能秒杀龙雪巨兽 等级肯定不会太低 虽然那次他蒙着脸 但只要自己能再见到他 诸葛尼相信自己一定能把他认出来 阿秋 新手秘境中的叶琳打了个喷嚏 忍不住搓了搓鼻子 奇怪 这里也不冷啊 怎么会突然打喷嚏 算了 正是重要 叶琳摇了摇头 继续往新手秘境深处走去 经过七天的刷怪 他如今的等级已经来到了惊人的十五级 能使用的静周的数量 也来到了惊人的十五个 对于叶琳来说 一级的魔物和十级的魔物 没有任何区别 反正碰到了都是一道雷的事 他几乎是一路横推过来的 新手秘境里的魔物 根本无法阻拦他分口 只可惜越到后面 升级所需的经验值越多 升级也就越难 第一天他升了四级 第二天三级 第三天三级 第四天二级 第五天二级 第六天一级 第七天更是一级 都没有升 而且叶琳颖有种错觉 这新手秘境内的魔物 似乎都在躲着自己 因为他已经将近两个半个小时 没遇到任何一头魔物了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因为他已经来到 新手秘境的最深处了 这里可是十级魔物的活动区域 难不成是 自己这几天杀得太狠了 难不成真的是在躲着我吗 那你们也得躲得掉才行啊 叶琳眸光一闪 静咒 燃烧轮回 静咒 瞬息之舞 叶琳一连发动了两个静咒 燃烧轮回能大幅度地提升 他力量敏捷和精神力三个属性 而瞬息之舞的作用只有一个 那便是急速 静咒 瞬息之舞 静咒师献剂自身器官 根据器官的重要程度换取敏捷属性 最高可拥有十倍额外基础敏捷属性 持续一小时 很明显 这是一个生死危机时刻 逃命用的静咒 然而在叶琳这个不死之身手里 瞬息之舞 却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加速技能 他毫不犹豫 就把自己的脑子献剂了出去 换取了高达十倍的敏捷属性 毕竟论器官重要程度 哪还有比脑子重要的呢 等级达到15级后 叶琳本身的敏捷属性便有225点 加上燃烧轮回和瞬息之舞 两个静咒的加持 她的敏捷瞬间来到了恐怖无比的2475点 哪怕是很多高等级的刺客类职业 都不可能拥有这么恐怖的敏捷属性 叶琳脸上露出笑意 脚步轻轻一踏 就像是发生了空间跳跃一样 叶琳的身影眨眼间出现在千米开外 静咒多起来后 叶琳的作战能力和随机应变能力 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瞬一道百米开外后 叶琳终于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在哪 眼前的一幕让她目瞪口呆 只见三头暴风螳螂飞向在半空中 而他们还各自提着一头三眼魔珠 叶琳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 暴风螳螂拥有极快的飞行速度 但视力却很差 三眼魔珠速度慢 但他们的第三只眼却可以看得极远 甚至可以察觉到千米外的猎物动向 暴风螳螂提着三眼魔珠飞行 这就形成了最简单的监控系统 难怪自己连续两个半小时 都没遇到任何魔物 原来是有东西在监视着自己 然后给其他魔物通风报信 让他们提前逃离 叶琳表情古怪 暗自感慨 大自然真是神奇 低级魔物智慧低下 基本上是不存在互相合作的可能性的 但在自己这个生死危机的压迫下 低级的魔物自然也能学会合作 真是让人唏嘘 看在他们这么聪明的份上 善良的叶琳决定奖励他们 听雷霆第三协奏曲 静咒 灭世狂雷 轰隆 一道百丈大小的雷霆从天而降 将那三头暴风螳螂和三眼魔珠 都送去了天堂 没有了三眼魔珠和暴风螳螂的监视 叶琳的刷怪之旅 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一场屠杀再次开始 新手秘境外 不停地有学生被传送出来 在新手秘境内待了七天七夜 不少学生的脸上 都充斥着浓浓的疲惫质感 有不少人都是衣衫蓝绿 看起来跟流浪汉一样 但每个人的目光都是明亮无比 这种亲身实地 取得魔物战斗的经历 是听别人讲多少次 都无法感同身受的 唯有亲自去经历一次 才能明白 成为转职者多是一件美事 老师拿着本子走上前 开始轻点人数 登记着每一个学生的等级 这些都是要记录到档案里归档的 诸葛尼瞪大了美眸 仔细地观察着每一个 从新手秘境走出来的男生 他刚刚已经和各大校长都打听过了 他们根本没听说过灵夜这个人 这让诸葛尼十分不解 以灵夜那种妖孽一般的天赋 怎么可能是极其无名之辈 难不成他生怕 木秀于林峰必摧之 所以平时里隐藏的 连身边的人都不知道 他有多妖孽 无奈之下 诸葛尼只能采用了最笨的办法 那就是靠自己的双眼去寻找 他坚信 只要那个灵夜出现 他一定能够将其认出来 可是伴随着新手秘境内的学生 一个接着一个 陆陆续续地被传送出来 诸葛尼始终没有找到 自己熟悉的那个身影 这让他一颗方心 不由得有些躁动起来 诸葛尼盯着目不转睛的 新手秘境的出口 脸上写满了期待 灵夜啊灵夜 你到底在哪呢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新手秘境里的大部分学生 都已经出来了 甚至有的学生 已经登记完等级 被家长接回家了 但诸葛尼 还是没有见到 那个熟悉的身影 这让他的方心 越发地胶着起来 明明大部分学生 都已经从新手秘境中走出来 灵夜的身影 为什么还是没有出现呢 自己初见他时 他的等级 明显是要比自己高的 那灵夜进入新手秘境的时间 应该是要比自己更早的才对 如果是同时进入秘境 诸葛尼有自信 自己的等级 肯定不会弱于任何人 可这时候 清城高中的人 都有很多陆陆续续的出来了 灵夜怎么还没有出来呢 正当诸葛尼疑惑不已的时候 突然 远处的白色光门中 出现了一个 让诸葛尼极为熟悉的身影 诸葛尼的美眸瞬间放大 他可以肯定 眼前之人肯定就是 他日思夜想的那个人 灵夜 他不会忘记的 在面对着龙血巨兽 自己满心绝望之时 就是这个身影 挡在了自己的面前 给自己带来了生的希望 深深地在自己的心底 落下了痕迹 可当白光消失 看清了来人后 诸葛尼的脸色 由兴奋转为了惊恶 夜灵 怎么会是你 诸葛尼的表情 瞬间冷了下来 想起夜灵那天 抛下他单独逃命的行为 他就反感的厉害 如果不是夜灵把 自己一个人丢在了那里 自己也不至于 会被龙血巨兽逼入绝境 这个男人 简直连灵夜的一根手指头 都比不上 可偏偏两人的体型 还极为相近 这简直是对灵夜的一种侮辱 想到这里 诸葛尼看向夜灵的眼神中 多了一抹厌恶 时间到了我就出来了 有什么问题吗 夜灵皱眉看向诸葛尼 这女人怎么回事 别和我说话 离我远点 你让我觉得恶心 诸葛尼居高临下地 蔑视着夜灵 那眼神就像是在 看一个臭不可闻的垃圾 有病 夜灵不想和这女人争论什么 抬一脚就想走 高校长看出了 两人之间的气氛不太对劲 连忙快步走上前打圆场 夜灵同学啊 你可终于出来了 你几级了 作为清城高中 两个SSS级的转职者之一 他自然是对夜灵寄予厚望的 夜灵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直接亮出了自己的等级 夜灵 静咒诗 十六级 解决了被监视的问题后 夜灵又抓住最后的时间 升了一级 十六级 高校长难以置信的尖叫声 响彻了周围 让周围所有人的目光 都忍不住聚焦了过来 所有人就像是看怪物一样 看着夜灵 要知道 在诸葛尼出来之前 清城这么多年的最高纪录 就是十一级 短短七天的时间内 在新手秘境内 升到了十六级 这简直是骇人听闻 这升级速度 哪怕是放眼全世界 都是妖孽级别的 这个纪录 恐怕再过很多年 清城也无人能破了 从一级升到十六级 需要的总经验值是十二万 新手秘境内的 魔物等级最高是十级 我就估计算你猎杀的 全是十级魔物吧 击杀一头十级魔物 会奖励一百点经验值 也就是说 你在新手秘境内 杀了一千两百头十级魔物 高校长掰着 自己的手指头算了起来 可这么一算 他更是眼前一黑 额头处冷汗都渗了下来 也就是说 你平均每天都要杀 一百七十二头十级魔物 不吃不喝不眠不休 每小时也要斩杀 七头以上的十级魔物 这 这 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 周围的所有人 都被高校长算出来的 这个数据 吓得头皮发麻 那可是十级魔物 新手秘境内 最强大的存在 他们数人合作 也要半小时 才能猎杀一头十级魔物 而叶琳居然每小时 就能猎杀 七头以上的十级魔物 这家伙真的是人类吗 就连诸葛千辛 都忍不住多看了叶琳一眼 眼底露出了 饶有兴趣的神色 叶琳摸了摸鼻子 没有说话 其实还是新手秘境内的 魔物数量有点稀少 他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花在了寻找魔物上面 至于战斗耗费的时间 那玩意儿 不就是放在禁咒的是吗 这有什么费时间的 众人都沉浸在 震惊中无法自拔 他们亲眼见到了 一个奇迹的诞生 干得好 叶琳 你就是清晨高中的骄傲 高校长激动地 拍着叶琳的肩膀 眼神里满是赞赏之色 有词子存在 再加上诸葛尼 高考试炼他们 清晨高中 真没想到 他高震天在临近退休的 最后一年 竟然还能培养出 这么两个天才学生 也算是轰轰烈烈地落幕了 高校长咧开嘴 笑得就像一朵灿烂的菊花一样 其他几位校长 也纷纷朝他头去了羡慕的目光 可就在这时 一个冷冷的女生想起 十六级有什么奇怪的 你们别忘了 他可是禁咒师 如果他不要命 一直放禁咒的话 升级快不是很正常吗 诸葛尼忍不住开口 看着重心捧月的叶琳 他心里就不舒服 这种人怎么配 只有灵叶那种男人 才配享受这种 重心捧月的待遇 诸葛尼此话一出 不少人的脸色微微一变 看向叶琳的目光中 少了震惊 多出了一抹审视 和讥讽的味道 原来是禁咒师 那就难怪了 禁咒师这个职业 本就是极为特殊的存在 拿命换站立 这叶琳是疯了吧 新手秘境 就疯狂放禁咒刷等级 别的禁咒师 都活不过25岁 他这么搞怕是 人家拿命换来的 就让他威风几天哦 刚刚叶琳被捧得有多高 现在就摔得有多惨 他七天升到16级这件事 也彻底成了一个笑话 这就好比你得知 你的朋友突然报复了 但是他命不久矣 你还会羡慕他吗 仅仅只是一句话 诸葛尼就让叶琳 从众星捧月 变成了众人群巢 叶琳同学啊 你这又是何苦呢 玉才高中的苏校长 悠悠地叹了口气 痛心疾首地说道 我没猜错的话 是你们校长高振天 让你进了新手秘境 就快速刷集的吧 你被他骗了呀叶琳 他这是用你的命 去换学校的荣誉啊 高校长的脸色瞬间一变 被说中内心想法的他 声色内忍地大喝道 姓苏的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 我为人师长 怎么可能会拿 自己学生的性命来开玩笑 是真是假 我们问问叶琳同学 不就知道了 若是没人诱斗 我不相信 一个拥有大好青春的少年 会拿自己的性命去开玩笑 苏校长此话一出 不少人的眼底惊芒一闪 狐疑地打量起了高校长 看得高校长背后 都渗出了冷汗 诽谤 这是诽谤 他在诽谤我呀 高校长连忙辩驳起来 可苏校长却不理会他 目光灼灼地看向了叶琳 叶琳同学 将真相说出来 你放心 我保证没人敢打击报复 你对你们校长 到底有没有诱斗 你到新手秘境内刷集 他看高振天这老家伙 不爽已经很久了 只要叶琳今天 在众目睽睽之下 说出真相 那就是高振天 身败名列的时候 高校长瞬间紧张了起来 因为他确实 让叶琳他们刷集了 还一人给了叶琳 和诸葛尼一个戒指装备 若是叶琳将这件事 当众抖出来 高校长看向叶琳的眼中 隐隐多出了一抹杀机 叶琳抬起头的一瞬间 高校长感觉 自己的心脏都停跳了 其他人也将目光 再次聚焦到叶琳身上 迫切想要知道真相 苏校长 没有人逼迫我 在新手秘境内刷集的行为 都是我自愿的 叶琳话音刚落 高校长悬到了喉咙口的心 才终于放回了肚子里 吓死他了 高校长满意 苏校长可就不满意了 叶琳同学 你说这话 你自己信吗 苏校长 叶琳抬起头 盯着苏校长的眼睛问道 如果是您转职成了 静咒师这个职业 您会怎么选择呢 你是选择卫手卫脚的 当一辈子贪生怕死的懦夫 还是选择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在最璀璨的时候凋零吗 我选择后者 叶琳紧紧攥住了拳头 我叶琳宁愿只当一分钟的英雄 也不愿意当一辈子懦夫 叶琳的话震耳发聩 让全场的所有人 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刚刚嘲笑她的人里 有不少眼神中 也流露出了一抹静怀 没想到 叶琳竟然会有如此报复 而更多的人 依旧是保持着讥讽 死了就是死了 轰轰烈烈的死不也是死吗 苏校长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点什么 但是又不知道 应该如何去开口 啪啪啪 一个鼓掌的声音响起 诸葛千辛 饶有兴趣地看着叶琳 叶琳小友当真是报复远大 无论如何 叶琳小友的等级 高达16级 是这次新手秘境内 等级最高的学生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不是吗 他是第一 见诸葛千辛 都站出来替叶琳说话了 其他人也不敢再说什么了 不把叶琳放在眼里就算了 总不能不把诸葛先生 不放在眼里吧 可是见自己的父亲 向着叶琳说话 诸葛你一下子就不乐意了 爸爸 谁告诉你他是第一了 等林叶出来了 他的等级 一定不会比叶琳这家伙低的 哦 是吗 林叶是哪位青年才俊 诸葛千辛 看向了的大校长 各大校长 皆是茫然地摇了摇头 他们都没有听过 林叶这个人的名字 哎呀 你别管了 反正等他出来你就知道了 他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诸葛你一脸的坚定 你这么推崇的人 那我倒 确实有兴趣见一见了 诸葛千辛脸上挂着温和的笑意 随后他掏出一张名片 递给了叶琳 叶琳同学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诸葛千辛 是诸葛尼的父亲 以后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话 可以联系我 和诸葛千辛对视的一瞬间 叶琳心底一紧 他感觉诸葛千辛镜片后面的 那双深邃的眼睛 仿佛能将自己的秘密 全都看透一样 谢谢诸葛先生 那我就先走了 叶琳接过名片 不敢再和诸葛千辛对视 好 回家好好休息 我们应该 很快会再见面的 诸葛千辛笑着开口道 叶琳不敢回话 快步离开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 这个神秘的诸葛先生 仿佛什么都知道一样 叶琳 三天后别忘了 回来学校参加高考啊 高校长在叶琳身后 开口叮嘱 新手秘境结束三天后 可就是高考试炼的日子了 那可比新手秘境重要多了 叶琳离开后 原本其他人也想要离开 但是一想起诸葛你所说的 比叶琳还要厉害的天才 他们还是忍不住留了下来 毕竟叶琳别的不说 那高达十六级的等级 就足以让所有人望尘莫及了 目前第二名的诸葛尼 距离叶琳足足有四级的差距 比叶琳还要厉害的天才 那该恐怖到什么程度去 难不成已经达到二十级了 众人静静地等待着 诸葛尼也聚精会神地 盯着新手秘境的出口 天色渐完 太阳洒下了最后一抹余灰 在东方落下 新手秘境的大门缓缓关闭 这代表着里面所有的新生 都已经被传送出来了 等待了许久的众人 都忍不住看向了诸葛尼 不是说有比叶琳还厉害的天才吗 人呐 诸葛尼也是脸色沙白 不可能啊 他明明从头手到尾 每一个人他都看了 灵叶人呐 难道是 诸葛尼瞬间反应了过来 在叶琳出来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他因为叶琳而影响了心情 没有去注意出口的动静 难不成灵叶就是在那个时候 悄悄溜出来了 这个烦人的叶琳 又是他害的 想通了这一点的诸葛尼 恼怒不已 看到诸葛尼那个愈怒的表情 也没人敢上去质问他 毕竟 这可是诸葛先生的亲女儿 感觉到被欺骗的众人 只能灰溜溜地散了 怎么了 妮妮 你说的那个天才呢 回去的路上 诸葛千辛摸了摸 诸葛尼的脑袋问道 爸 连你也不信我 那个叫灵叶的天才 真的存在的 他还救了你女儿的命呢 诸葛尼十分激动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讲给了诸葛千辛听 诸葛千辛哭笑不得 所以 你就是为了把他认出来 才提前走出新手秘境的 嗯 诸葛尼声若闻呐 小心翼翼地抬起眸子 看着诸葛千辛 毕竟诸葛千辛虽然宠他 但原则性还是很强的 诸葛千辛推了推眼镜 眼底闪过一道金芒 淡淡笑道 妮妮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 叶玲就是你一直在找的那个灵叶呢 不吃 诸葛尼听了诸葛千辛的推测 直接笑出声来 吧 你就别侮辱灵叶了 叶玲那个家伙 怎么配合灵叶相提并论呢 他给灵叶提鞋都不配 那家伙看到龙血巨兽 就被吓得落荒而逃了 而且 灵叶对火元素的掌控程度极高 甚至还能操纵叶火 这些都是叶玲不会的 叶玲和灵叶要真是一个人 我诸葛尼 给他当牛做马 为奴为仆都行 诸葛尼嗤之以鼻 一个是令他春心蒙动之人 一个是令他厌恶至极之人 这两个人 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呢 这太荒谬了 诸葛尼宁愿相信 他当时是出现了幻觉 灵叶根本是一个不存在的人 也不会相信 这两个人是同一个 是吗 或许吧 诸葛千辛含笑推了推眼镜 没有再和诸葛尼争承 眼底闪过一抹精芒 一轮圆月高悬于夜幕之上 月光如同水银一般 在街道上缓缓流淌 呼 回到家的叶玲 尝出了一口气 虽然这个家 位于污水横流的贫民窟 但却是他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叶玲回家坐在椅子上 眼底满一眼盖兴奋的光芒 十六级的转职者 SSS级的禁咒师 身负十六个禁咒 从现在开始 他再也不是什么 手无腹机之力的普通人了 即便被人发现了 他有不死之身 他也能逃到城外 实在不行 往深山老龄人 即罕至的地方一钻 想找到他也绝对没有那么容易 拥有了自保之力这件事 绝对是最能让叶玲心安的 咚咚咚 可就在这时 门口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叶玲的心底骤然一惊 这里可是贫民窟 即便是小偷 也不会想来光顾这种地方 毕竟能住在这里的人 比小偷还要更穷 大晚上的 谁会在这时候 来敲他的门呢 叶玲暗中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随后起身拉开了门 出现在门外的是一个 西装革履的中年人 手里还夹着一个公文包 他那一身昂贵的西装 显然和周围脏兮兮的环境 格格不入 你是 叶玲疑惑开口 你是叶玲同学吧 我可算找到你了 中年人用手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伸向了叶玲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清城脑霸王 口服业有限公司的经理 我姓王 叶玲 看着那只水灵灵的手 叶玲实在没有握上去的欲望 哦 不好意思啊 你们这车开不进来 走竟然又太远了 出了点汗 王经理尴尬一笑 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你有什么事吗 叶玲开门见山地说道 是这样的 你不是转职成了SSS职业 还一举破了清城新手秘境的 最高等级记录吗 我是想问一下你 有没有兴趣拍个广告 王经理竖起了三根手指 广告费 我可以给你三十万 叶玲文言有些动容 他总算明白了王经理的来意 同时也按道 普通人的命当真是廉价 他之前把自己全身的器官 都快卖了得遍 才赚到了十万块 可成了SSS及转职者一举成名后 单单一个广告的费用 就高达三十万换做以前的话 他得卖十颗妖子 才能挣到这笔钱 见叶玲没有马上拒绝 王经理赶忙趁热打铁说道 三十万只是目前的价格 你如果成为我们脑霸王口服业的代言人 并且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的话 我们还能给你更多的费用 公司那边许诺给我的权限 是三百万 叶玲眯了眯眼睛 他确实很缺钱 转职者本来就是极其烧钱的职业 技能方面他不必担心 有无禁法骤载 只要提升等级 他就能有用不完的敬重 但是装备方面 可就只能用真金白银去买了 他到现在身上唯一的一件装备 还是清城高中校长高震天 给的那枚加十点精神力的戒指 那戒指甚至连等级都没有 看出了叶玲的异动 王经理侧开身子 叶玲同学在这站着也不是事 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吃饭详谈 也好 叶玲点点头 和王经理一起走了出去 一辆黑色的豪车停在了贫民窟的巷口 虽然叶玲不怎么认识车 但他也能看出这车不便宜 王经理主动打开了门 和叶玲一起坐在了后排 车子启动大概十分钟后 停在了一个有些偏僻的农庄前面 来来来 叶玲同学 快下车 王经理热情地招呼着叶玲 你别看这个小农庄其貌不扬 这里的菜可是一绝 这里的鸡都是真正的走地鸡 这里的菜都是老板自己种的 浇的鸡屎 纯天然无公害 这里的鱼都是掉过水的 你吃过一次就知道了 鸡有鸡胃 鱼有鱼胃 菜有 菜有屎胃 叶玲接过话说道 王经理的表情骤然一僵 叶玲同学 你还 挺幽默的哈 咱们快进去吧 王经理带着叶玲进了农庄 这农庄的东西看起来都很新 就跟刚开业不久一样 甚至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装修味道 两人在包厢坐下后 很快就有服务员开始给他们上菜 叶玲直接开始了炫饭 王经理确实没有骗他 这里的菜可谓是色香味俱全 鸡肉嫩滑 入口即化 带着一股鲜香风味 叶玲吃得十分开心 别看这农庄环境不咋样 这里的东西可一点都不便宜 之前的叶玲哪有机会吃上这种好东西 叶玲同学 你慢点吃 不着急 不够 我们再点 王经理乐呵呵地给叶玲加菜 嗯 谢谢谢谢 你可真是好人 叶玲吃得十分开心 王经理的脸上的表情越发诡异起来 我当然是好人了 好吃吗叶玲同学 好吃 叶玲一边点头 一边咽下一块鸡腿肉 你就没感觉到头晕吗 王经理冷笑着问道 好像 是有点 话音刚落 叶玲头一歪 扑通一声就晕倒在了饭桌上 哼 这么容易就上当了 真是个蠢货 亏我还准备了那么多备选计划 王经理擦了擦手 冷笑着看着已经陷入昏迷的叶玲 他踢了叶玲一脚 叶玲整个人瘫倒在地 不省人事 王经理又抬起脚 用皮鞋坚硬的脚跟 王经理拿出一个电话 喂 老板 搞定了 这小子已经现在跟头死住没区别了 挂断电话后 约某三四分钟过去 包厢的大门被推开 一个看起来十分精明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若是叶玲没被迷晕的话 一定能看出 这个中年人 就是那天他在黑市卖盛市的黑心老板 干得不错 黑心老板朝王经理满意的点了点头 不过老板 我不太理解 你费尽心思搞这么一个高考生干什么 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 我们可是要惹上大麻烦的 王经理忍不住说道 如果不是叶玲市的孤儿又没有任何背景 王经理也不敢接这一单 别问那么多 人知道的越多 死的就越早 黑心老板冷冷地看了王经理一眼 出去吧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靠近这个包厢 围着 杀 是 老板 王经理点了点头 灰溜溜地退出了包厢 帮黑心老板关上了门 王经理走后 黑心老板蹲下身子 目不转睛地看着昏迷的叶玲 就像是一个研究了一辈子外星人的老教授 忽然有一天 亲眼看到了真正的外星人一样 他伸出粗糙的大手 就开始在叶玲身上妈撒起来 肾脏 皮脏 肝脏 胆囊 篮子 眼角膜 关动脉 肝脏 大肠 小肠 黑心老板的表情越发争鸣 眼底的兴奋之意 难以言喻 回来了 我感觉到 全部都回来了 这小子之前卖给我的那些器官 居然全部又长出来了 不可思议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黑心老板轻轻妈撒着叶玲 就像在小心翼翼地 呵护着一件西式珍宝 若是我能掌握器官再生的秘密 黑心老板的眼底 筋芒闪烁 若你能掌握器官再生的秘密 哪怕那些真正的大人物 都得奉你为座上宾 一个声音 在黑心老板耳边响起 对对对 没错 到那时 不知道多少人 都得跪在我面前求我 黑心老板连连点头 一想到那个画面 他就兴奋地快要跳起来了 可紧接着 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个房间里 除了昏迷的叶玲和他 哪里来的第三个人 谁 他猛地转过身 却对上了叶玲那张 面无表情的脸 你醒了 怎么可能 你吃的菜里 加了三倍剂量的米药 就算是一头大象吃了 六个小时内 也不可能醒过来 黑心老板大惊失色 这个不是你该问的问题 我比较好奇 你是怎么追踪到我的 叶玲的脸上满是冷意 他明明记得 自己当时离开地下黑市的时候 还故意绕了好几圈 确认没有人跟踪自己 后才回的家 这个黑心老板 究竟是怎么找到自己的 哼 这个问题等我把你拿下后 我会慢慢跟你解释的 米药你只是怕麻烦罢了 你真以为你是我的对手吗 黑心老板鸣笑一声 手中出现一把锋利的长刀 叶玲这才发现 这黑心老板 居然也是一个转职者 而且等级赫然是二十级 极有良 幻影刀客 二十级 幻影刀客不但擅长速度 而且隐匿气息也极为厉害 来无影去无踪 幻影之名由此而来 叶玲恍然大悟 一个转职者跟踪自己 一个普通人 也难怪自己发现不了 小子 乖乖束手就擒吧 我出手的话 就不保证你会不会缺胳膊少腿了 黑心老板伸出了舌头 在刀身上舔了一口 叶玲的脸色有些古怪 这种感觉 就好比一个一年级小学生 比划着架势跟你说 你小心点 我的拳头可是很强呢 静咒 燃烧轮回 叶玲的身上冒出了血液 她本想一惊灭视狂雷 直接结束战斗 但考虑到这是在室内 静咒是献祭自己的眼球 在双眼失明之前 冻结目光所及的一切 由于在新手秘境内 碰到的魔物 都是一击秒杀的 叶玲从得到这个静咒以来 还一直没有机会去使用 涌动之眸发动的一瞬间 叶玲黑色的眸子 在一瞬间被染成了纯白色 金银剔透 美轮美奂 她避开了黑心老板的脑袋 朝着对方脖子以下的部位 看去 还没等黑心老板反应过来 她的身上就已经开始凝结出冰筋 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 黑心老板大惊失色 她提起刀 想将冰筋砍掉 可一刀砍下去 只见火星四箭 手中的刀筐当一声掉在地上 冰筋毫发无损 反而崩得她虎口开裂 鲜血直流 身上凝聚出的冰筋 就如同金石般坚硬 很快 黑心老板脖子以下的部分 就全部被冻成了冰雕 而叶玲的眼前 也在此刻陷入了一片黑暗 勇动之谋好用 确实好用 就是有点费眼睛 但这对叶玲来说 自然不成问题 心念一动 她的眼球就又长了出来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只有十六级 我可是足足有二十级的 哪怕你是禁咒师 你也不可能一击就解决我 你到底是什么怪物 黑心老板的脸上 写满了难以置信 她想挣扎 但叶玲用一双眼球为代价 才施展出来的禁咒乃是 那么好挣脱的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聊天了 叶玲转动了一下 还有些生死的心眼珠子 告诉我 有多少人知道 我的器官能再生这件事 黑心老板抿了名嘴 不愿意开口 身上的冰晶透出的寒意 将她冻得脸色紫青 不愿意说也没关系 但是这样下去 你脖子以下 肯定都会被冻坏 这样的话 你可就要从高贵的二十级转职者 变成一个瘫痪的废人了 叶玲慢悠悠地 走到桌子旁边 给自己倒了杯热茶 别喝 那茶也有迷药 黑心老板立马开口 她倒不是担心 叶玲喝完被迷晕 她是怕叶玲晕了 她就真的要在这栋瘫痪了 然而 面对着她的劝告 叶玲根本不为所动 猴头滚动间 就将一大杯 蕴含着大量名药的热茶 喝了进去 动得脸色铁青的黑心老板 眼睁睁地看着叶玲 喝下了一大杯 蕴含了大量名药的热茶 然后若无其事地擦了擦嘴 黑心老板的眼里 血满了震惊 为什么 为什么名药会对你无效 想知道 叶玲笑着问道 黑心老板点了点头 你先告诉我 有多少人知道 我的器官能再生这件事 叶玲反问道 黑心老板的嘴唇 已经动得发子了 就我自己 那天 我看你卖了两个肾和眼角磨走了 我寻思着你也活不了多久 不如废物力用将你带回去 把剩下有用的器官都摘下来 顺便还能把钱收回来 可是我没想到 你明明瞎了 却还能跟个没事人一样 快速在黑市里穿梭 我就对你来了兴趣 经过一番调查 发现你是孤儿后 我就让手下人给你做了个局 把你带到了这里 叶玲缓缓靠近黑心老板 真的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吗 我怎么觉得 你在骗我呢 因为 我想独吞器官再生的秘密 所以我 没有将这个事情告诉任何人 即便是我手下的人 他们也只知道要绑你 但不知道绑你做什么 黑心老板如实说道 好了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你也该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怕迷药了吧 黑心老板追问道 哦 你是想我讲给你听呢 还是想我讲给你背后的人听呢 叶玲拿着黑心老板的刀一刀 砍下了他的左手 动成冰块的手臂砸落在地 顿时就碎成了一地的冰茶子 一台被他攥在手中的 黑色的微型摄影机 也在这时候掉了出来 叶玲俯身 在黑心老板苍白的脸色中 捡起了那台摄影机 随后直接启用静皱 红紫色的夜火熊熊燃烧 将那台摄像机烧成了灰烬 你背后的人是谁 叶玲将刀架在了 黑心老板脖子上 呵呵 你杀了我吧 黑心老板认命似的 闭上了眼睛 不告诉你 只有我一个人会死 告诉你了 我家里人都坏 如你所愿 他话还没讲完 叶玲已经手起刀落砍了下去 黑心老板的脑袋 就如同一个西瓜一样滚了出去 脸上还带着难以置信的神色 似乎是没想到 叶玲居然会这么干净利落地出手 解决完黑心老板后 叶玲又将刀对准了自己的肚子 紧接着 他就表演了一个十分标准的切腹 将自己的胃拿了出来 只见他的胃里 赫然套了好几层塑料袋 他吃的带迷药的食物 都装在了塑料袋里 根本没有进入 胃部参与消化 他虽是不死之身 但是毒素对他一样有效 只是毒不死他而已 之前套的时候 怕塑料袋会漏 他甚至整整套了五层 至于为什么用塑料袋吗 一来因为塑料属于高分子化合物 不会被自然界中的物质降解 更不会被胃酸腐蚀 二来 这玩意儿便宜 将带迷药的食物 都从胃里取出后 叶玲又胡乱将自己的脏气 塞回了肚子里 让其痊愈 为了保险起见 这个农庄里的人 他一个都不准备放过 叶玲直接发动了禁咒 禁咒 死灵归界 禁咒 死灵归界 禁咒师的脑细胞 以每秒钟一翼的速度死去 形成一个由无数死灵生物 封印起来的结界 在禁咒师死去之前 这个结界无法被打破 住 若结界被攻击 将加速禁咒师脑细胞的死亡 死灵归界启动的一瞬间 无数的白森森的骷髅战士 从地底爬了出来 空洞的眼眶中 燃烧着清幽色的灵魂之火 紧接着 无头骑士 古龙 乌妖 各种各样的死灵生物 不停地冒出 将整个农庄包围了起来 除非杀掉叶玲 否则没有任何人 能从这个农庄内逃出 农庄内的人都吓懵了 他们哪里见过 这么恐怖的景象 这一幕宛如天灾 好在那些死灵生物 似乎没有攻击他们的意思 只是静静地 守在农庄四周 叶玲一只手提着刀 一只手提着黑心老板的脑袋 推开包厢门走了出来 啊 老板 守在门口的 王经理吓傻了 虽然他刚刚也有 听到一些奇怪的动静 但是想到黑心老板吩咐说 没有他的命令 其他人不许进去 他们就一直在门口守着了 可没想到这么一手 居然守出来了 黑心老板的尸体 给我上 把这小子拿下 王经理大喊一声 周围的保镖瞬间就冲了上来 他们都是转职者 但是等级都不怎么高 静咒 夜火焚天 夜灵一个静皱砸下去 靠近他的人 就死了个七七八八 你 你为什么能醒过来 王经理吓得跌坐在地 脸色惨白 他明明记得 自己再三确认过 夜灵已经昏迷了 托你的福 行了 对了 我问你个问题 夜灵笑着靠近王经理 你们幕后的人是谁 王经理瞳孔猛的一缩 猴珠上下滚动了一番 却没有开口 不说是吧 夜灵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 手起刀落 将刀捅进了 旁边一个还没断气的保镖胸口 那个保镖的脸上 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呆滞地盯着夜灵 他不说 你捅他 你捅我干什么 你是魔鬼 王经理眼中的惊恐更甚 眼前这个十几岁的少年 简直是恶魔的化身 杀人的时候 竟然如此轻描淡写 他哪里知道 夜灵之前在试验自己的不死之身的时候 可要比现在残忍得多 所以 现在可以说了吗 夜灵抽出刀 走到了另一个被夜火焚天重伤的保镖身旁 看向王经理问道 幕后的人你惹不起的 我劝你走吧 王经理咬牙说道 回应他的 是夜灵面无表情的又一刀 地上多出了一具尸体 杀完这个人后 夜灵这次没有再去祸害保镖 而是走到了王经理面前 幕后的人是不是我惹得起的 这并不重要 但你不说 你现在就会死 你自己想清楚 说着 夜灵举起了刀 王经理的惊恐瞬间放到了最大 我说 我说 老板幕后的人 是清城的地下之王 肯森 肯森 夜灵皱了皱眉 这个名字 怎么听起来那么熟悉 他刚被评为 清城市十大杰出慈善家之一 上过电视 王经理在一旁小声提醒 夜灵 他就说 怎么这么熟悉 表面上是清城十大杰出慈善家 背地里是所有地下势力的老大士吧 好好好 这么玩 同时 夜灵也有些头疼 被这么一个大佬盯上 他接下来的日子 可不好过啊 他现在只能希望 黑心老板说的是真的 还没有将消息 传给幕后的肯森 否则的话 肯森知道了 自己能够器官再生 未必不能顺势推断出 自己是不死之身 到那时就麻烦了 夜灵还没有自信到 觉得自己 能和整个清城的地下之王对抗 那太自不量力了 鬼知道肯森手下 有多少强大的转职者 实力 说到底还是实力 要是自己现在 有个五六十级 管他什么肯森 也就一个尽咒的事 可 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 你能放过我吗 王经理颤抖着问道 夜灵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滚吧 我夜某的刀下 不斩懦夫 谢谢 谢谢 王经理手忙脚乱地爬起来就要逃走 站住 夜灵的声音忽然响起 吓得王经理的扩约机 差点都架不住了 怎 怎么了嘛 哥 王经理颤抖着说道 身上有现金吗 都拿出来给我 夜灵说道 有有有 死里逃生的感觉 让王经理出了一身的冷汗 他颤抖着 掏出身上的几千块现金 都塞给了夜灵 好了 滚吧 你瞧你这么害怕干什么 我都说了 我夜某的刀下不斩懦夫 我还能骗你不成 夜灵美好气地 翻了个白眼 是是是 对不起哥 是我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我这就滚 王经理连忙离开 可他刚走出几步 就感觉到背后 袭来了一股滚烫无比的 热浪紫红色的夜火 瞬间将王经理整个人吞噬 王经理惨叫了一声 几个呼吸的时间 整个人就都被烧成了灰烬 夜某的刀 确实不斩懦夫 但不巧 比人还会点静皱 看着眼前的火光 夜灵善良地开口为 王经理解释起来 随后他缓缓地 抬起一只手 静皱 燃烧轮回 静皱 夜火分天 夜灵的脸色 肉眼可见的 变得惨白起来 一朵美轮美奂的恐怖火莲 在其手中不断酝酿 当火莲绽放的一瞬间 整个农庄都被 无边夜火笼罩 熊熊燃烧 或许这个农庄内 有些人是无辜的 但夜灵也没办法去分辨了 事关自己的生死 她也只能让这些人死的 不那么痛苦 在如此恐怖的温度下 人体甚至会被直接气化 也算是无痛死亡了 销毁完一切痕迹后 夜灵收起死灵归戒 转身消失在了黑夜中 只留下了一块 烧得焦黑的大地 回到家的夜灵洗了把脸 深呼吸了好几次 都没能平静下翻涌的心绪 她杀人了 和之前杀那些魔物之类 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同 这次她杀的是活生生的人 比起这个 更让夜灵心绪无法平静的 是接下来肯森的报复 不过好在 再过三天 自己就去参加高考了 去参加高考试炼的时候 自己就安全了 到那时 哪怕是肯森也动不了自己 问题是 这三天自己要去呢 待在家 肯定就是坐以待毙 正当夜灵发愁的时候 她的家门再次被敲响 夜灵心底咯噔一下 难不成肯森的报复 来得这么快吗 她没有直接开门 而是从窗边翻了出去 绕到了门前 同时手里掐着镜皱 若是门口是肯森的人 自己直接丢了镜皱就跑 看看能不能炸死几个 正当夜灵想要出手的时候 才借着月色看清 自家门口之人 竟然是继灵雨 这小子 跑来找自己做什么 不过 自己去出的问题 似乎能解决了 见识继灵雨 夜灵也收起了镜皱 重新从窗户翻了回去 打开了家门 老大 你总算回来了 继灵雨见到夜灵有些兴奋 丝毫没有意识到 自己刚刚已经在鬼门关上 走了一遭 我找我爸申请了下 两千万有 但是 啥也别说了 钱都是小事 你这个小弟我认了 季氏集团可是 青城数一数二的大企业 肯森再怎么牛逼 也不可能 跑到季氏集团里头 来把他抓了吧 啊 真的吗 继灵雨还有些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随后心底 更是升起了一股成就感 他爹说的果然没错呀 夜灵这家伙 又好面子又穷 自己三言两语 就忽悠到了一个免费保镖 对 你是我老大 跟我回家 两人勾肩搭背地走了 如同配合默契的好伙伴 两个各怀鬼胎之人 在这一刻的想法 完美地达到了一致 两人都觉得自己 真是转翻了 就在夜灵上了 季灵雨的车离开时 阴暗的拐角处 一个黑影闪身 消失在了黑暗中 青城地下黑市 一个叼着一根 大雪茄的男人 坐在沙发椅上 一个前凸后翘的美人 跪在他面前 嘴里同样叼着雪茄 这男人梳着一头大油头 有些发福 笑起来慈眉善目的 若是不说 谁也不会知道 眼前之人 就是青城地下黑市的 老大肯森 肯森抽了口雪茄 眉头微微皱着 随后又瞬间舒展开来 瞳孔失去了焦距 狮神地望着天花板 过了好一阵 才重新聚焦到一起 赤虎那家伙 怎么没消息了 抓个高中生 抓这么久还没抓完 美人站起身 抽出一张狮纸 金擦了擦嘴回应道 半小时前 他就联系不上了 我们派去的人到的时候 那处农庄已经烧成了废墟 看伙事是转职着做的 而那个高中生叶灵 在五分钟前 被济世集团的寄灵羽 接走了 济世集团 这背后 还有他们的影子 肯森的表情 阴晴不定 就在今天 他手下负责人体器官 售卖的许志虎告诉他 他在一个高中生身上 发现了异样 那个高中生身上 或许隐藏着一个大秘密 他问许志虎怎么回事 许志虎却没有详说 只说抓到了那个高中生 就马上回来汇报 紧接着 许志虎就失踪了 那个高中生叶灵的身上 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 竟然连济世集团都插手了 肯森缓缓靠在靠背上 眼底闪过一抹凶忙 看来是我太久没活动了 一个济世集团 都赶来出我的眉头 也是时候让青城所有人知道 谁才是青城地下世界永远的王 车辆开往了青城的富人区 停在了一栋独栋别墅的门口 叶灵不由的感慨 富人区和贫民窟就是不一样 他刚刚下车去 路边上了个公共厕所 发现这边连厕所都是香的 也难怪这么多人都爱钱 有钱确实好啊 一进入季家 季灵宇早已经为叶灵安排好了一切 入眼处便是整齐的两排 容颜俊俏的女仆朝着叶灵鞠躬 夜上晚上好 女仆装本就宽松 他们这一低头 美丽的风景更是展露无遗 叶灵看的眼睛都直了 这踏码就是有钱人的快乐吗 真该死啊 他穿越前是个穷鬼 穿越后更是穷得只能住贫民窟 如果不是有不死之身 他恐怕早就饿死了 可他在挨饿的时候 季灵宇在干什么 他在别墅里 作用这么多女仆 想到这里 夜灵看向季灵宇的眼神中 多了一抹忧怨 他第一次有些羡慕起季灵宇来 要是他能穿越成富二代 他还哪用这么费劲提升实力啊 老大 喜欢吗 看上那几个你跟我说 我今晚直接让他们去你房间里服侍你 季灵宇黑黑一笑 露出一个男人都懂得笑容 你放心 他们每个星期都定时体检 保证非常干净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叶灵指了指其中三个女仆 三个就够了 季灵宇有些讶异 不 我的意思是 这三个不要 其他的全部送到我房间去 叶灵说道 季灵宇 好了 逗你玩呢 你给我睡觉的地方就行 叶灵摇了摇头 还是没敢享受这等艳福 他可还是个楚男呢 把楚男之身给和自己毫无感情的女人 叶灵隐约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当然 过过手影还是没啥问题的 行 那我安排 季灵宇有些惊讶 面对这么多美女的诱惑 叶灵居然能扛得住 季灵宇领着叶灵 进入了季家的别墅 而叶灵也见到了季灵宇的父亲 对方是一个 看起来有些秃顶的普通中年人 只是眼底偶尔闪过一抹伤人的精明 都在说明 这个中年人的不普通 很快 叶灵就在季家内有了自己的房间 躺在三米城三米的柔软大床上 叶灵安详地进入了睡梦中 自己都躲到季家来了 那肯森难道还能跑来季家里头抓自己吗 想到这里 叶灵安心入睡 而她不知道的是 此时此刻 整个清城的地下势力 正在肯森的调动下 不停地聚集起来 谁都知道 肯森要有大动作了 第二天一早 叶灵睁开眼的一瞬间 就有一个女仆在床边后着了 她轻轻将刘海挽到耳后 净显温柔 叶绍 您醒了 洗把脸吧 一块热气腾腾的毛巾 第一时间递到了叶灵的面前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叶灵忍不住给了自己一巴掌 她以为自己做梦还没醒 在平民哭住了这么多年 从来就没有过什么 一睡醒 就有个漂亮女仆 给自己递热毛巾这种事 叶绍 你怎么了吗 做噩梦了吗 女仆连忙抓住了叶灵的手 不让她再伤害自己 巨大的车头灯 晃得叶灵有些头晕 迷迷糊糊中 叶灵洗完了脸 立刻就又有两个女仆过来 要伺候她刷牙 叶灵连忙回绝 不用了 我自己来吧 还是 叶灵还是不太习惯 这种被人照顾的感觉 她刷完牙的时候 季灵雨已经在门口等着她了 老大 怎么样 住得还习惯吗 还行 叶灵点了点头 嘿嘿 那就行 走吧 先去吃饭 季灵雨带着叶灵来到餐厅 只有他们两个人 桌子上却摆满了二十几道菜 八个貌美如花的少女 已经在这里等候着了 见到叶灵和季灵雨的一瞬间 八人整齐地低下头 季少夜少中午好 老大 快坐吧 季灵雨十分娴熟地 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一个少女 立马端起一碗温度 刚好的汤给她润口 季灵雨喝了一口后 立马就有另一名少女 将一只包了壳 踢了虾线的大虾 递到了季灵雨嘴边 她微微一张口 咬下虾肉最好吃的三分之一 这只虾就算是吃完了刚吃完虾 另一个少女 连忙夹起樱桃 递到季灵雨嘴边 刚好是两红两绿四颗 吃完樱桃后 两位少女一左一右 一个给季灵雨喂着虾 一个给她为着包好壳 取出肉的螃蟹 这一幕将叶灵 都给看傻在了对面 她原来那个世界的有钱人 虽然也奢靡 但也没有到这种夸张的程度 看来这个世界 由于有转职者的存在 普通人的地位显然十分低 就跟丫鬟差不多 老大 坐呀 这些菜不合你口味吗 你想吃什么 我让人马上坐 见叶灵雨还站着 季灵雨连忙问道 不用啊 这些挺好的 我只是没见过这么吃饭的 有些好奇 叶灵如实回答道 哈哈 慢慢习惯就好了 我花钱 他们服侍我 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季灵雨哈哈大笑道 吃饱喝足后 季灵雨拍了拍手 两排少女端着托盘 就走到了叶灵身前 每个托盘上 都放着一件衣物 衬衣裤子领带 应有尽有 这是 叶灵有些疑惑 老大 让他们伺候你换身衣服 晚上 咱们一起去参加一场拍卖会晚宴 到时候 清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来 季灵雨说道 这也是他爸交给他的 既然要认老大 那就要贯彻到底 他在清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面前 公开承认 叶灵就是他的老大 以后碰到点什么事 还担心叶灵不帮他吗 季灵雨甚至已经开始幻想 自己是高起强 而叶灵是老末了 只要自己一句想吃鱼了 叶灵就会为自己出手 晚宴 不去不去 叶灵摇了摇头 他现在就想在季家 躲到高考开始为止 叶灵转身走进了厕所 想要尿尿 可是刚进厕所就发现 厕所里竟然也有四个女仆 一个手上拿着干纸巾 一个手上拿着湿纸巾 还有两个空着手 他刚一进入厕所 那两个空着手的女仆 就靠过来了 叶绍 我帮您脱裤子 叶绍 我帮您扶着 叶灵的脸色瞬间就黑了 他桃一样地抛出了厕所 原本的尿液也消失了 老大 咋了 季灵雨有些疑惑 没事 我觉得这晚宴 还是有必要去的 叶灵忽然改变了主意 他怀疑在技家带下去 他能被尿憋死 老大 你改变主意可太好了 今晚的拍卖会晚宴 可是会有不少好东西的 包括装备技能那些的 季灵雨说道 嗯 还有这些好东西 叶灵愣了一下 有啊 清城每年都会在高考前 举办拍卖会晚宴 只是平民不知道而已 季灵雨解释道 叶灵沉默了一下 他连平民都不算 只能算平民 虽然决定参加晚宴 但是叶灵最终 还是没有穿季灵雨 给他准备的那身碗礼服 穿这玩意儿 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格应了 他还是觉得 穿自己的衣服 舒服时间很快来到了傍晚 季灵雨带着季灵雨和叶灵 前往了清城的 最豪华的云生酒店 云生酒店的门前 此刻已经停了不少豪车 一看到季灵雨 门口的保安顿时点头哈腰的 将季灵雨赢了进去 毕竟纪市集团 放眼整个清城 都能算得上是大企业了 一行三人乘坐电梯 来到了云生酒店的最顶层 这里别有洞天 两条长长的桌子上 摆满了各种名贵的食材 任由客人们自取 各种衣着华贵的人 三三俩俩地聚集在一起 有说有笑 他们有的是商界大恶 有的是到等级高超的转职者 有的是政界大亨 几乎整个清城 有头有脸的人都齐聚一堂 季灵雨一上来 就和他认识的老朋友 走到了一起去 季灵雨对此早已见怪不怪了 他们老一背一个圈子 我们小背一个圈子 走吧 我们去那边 季灵雨指了指对面的桌子 那边全是年轻人 没事 你忙你的 不用管我 叶灵早就饿了 中午在那几个女仆的簇拥下 她根本就没吃几口东西 叶灵无视了季灵雨 走到桌子旁边 就开始大块躲一起来 在场的人吃相都极为优雅 而且身上穿的 都是昂贵的定制礼服 叶灵这饿死鬼一样的吃法 顿时引起了周围不少人的注意 季灵雨的脚趾 已经开始扣地了 老大 要不咱们等一下再吃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朋友 不接 你等我先吃饱 老大 回家你想吃啥 我让人给你做成步 你先别吃了 季灵雨焦急地说道 她已经感觉到 周围看向她俩的目光越来越多了 可叶灵根本不理她 开心地炫着晚饭 心急之下 季灵雨竟然想动手 去抢叶灵的手里的龙虾 叶灵的眸光瞬间一凝 静咒 季灵雨将在了原地 脸上露出一抹尴尬的笑容 没事了 老大 你吃 你吃 季灵雨欲哭无泪地捂着脸 离开了叶灵身边 今天带叶灵来晚宴 是想介绍叶灵 给她的朋友们认识 好让叶灵长长脸的 可是 叶灵这副饿死鬼头胎的模样 季灵雨哪里还敢 把她介绍出去 这要是跟别人 说叶灵是她老大 她估计就要成为 青城二代圈子里的笑饼了 赶走了季灵雨 叶灵愉快地享受起了 自己的晚餐 至于旁边的人怎么看她 她才不在乎 吃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 可正当她吃得开心的时候 背后却忽然想起了 一个清朗的女生 叶灵 叶灵嘴里还嚼着 没吃完的龙虾 一转头就看到了 朱格尼那张错愕的脸 朱格尼的旁边 还跟着一个穿着白裙的女孩 这女孩身材娇小 比朱格尼挨了大半的头 但脸蛋丝毫不逊色于朱格尼 真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看清是叶灵后 朱格尼的脸上 明显流露出一抹闲物 你不会是偷偷跑进来 混吃混合的吧 叶灵不想理会朱格尼 心里暗道晦气 怎么到哪都能碰到 这个闹到缺根筋的女人 不过转念一想 以朱格尼会出现在这个晚宴上 确实不奇怪 妮妮 她是谁啊 白裙女孩有些好奇地问道 她还是第一次 在朱格尼的脸上 看到这么明显的厌恶情绪 之前就算那些追求者 对着朱格尼死缠烂打 她也不曾见过朱格尼 露出这种表情 记得啊 你说她掌控着夜火 实力强横无比 刚进入新手秘境第一天晚上 就一击秒杀了一头八级魔物 白裙女孩点了点头 在遇到灵夜之前 我先遇到的就是这个家伙 这家伙的实力不弱 若她当时肯和我一起出手 对付那头八级龙血巨兽 我根本就不会被逼入死境 可是这个家伙 贪生怕死得很 直接丢下我自己跑了 一讲到这个 朱格尼便咬牙切齿地盯着夜灵 可夜灵一心干犯 根本看都不看她一眼 啊 白裙女孩歪了歪头 可是 趋吉避凶是人的本能 虽然她确实贪生怕死 但也不至于惹你动这么大火吧 刘延威 朱格尼气鼓鼓地喊出了白裙女孩的名字 你到底是站哪一边的 你这边 你这边 刘延威吐了吐小舌头 如果不是她 我也不会被龙血巨兽逼入绝境 也就不会那么狼狈地见到灵夜 灵夜把我当成了拖腰瓶 这直接导致了 我现在还没找到灵夜的消息 你说我该不该生气 朱格尼反问道 那确实该生气 换我我也生气 刘延威点了点头 他可是清楚地知道 这位朱格大小节 这两天找那个灵夜 找得有多疯狂的 就差把整个清城绝地三尺 直接翻过来了 好了好了 既然生气 咱就不看他了 眼不见为敬 走 我们去那边 刘延威推着朱格尼 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避免了他继续和夜灵起冲突 但朱格尼走的时候 还是恶狠狠地瞪了夜灵一眼 正在吃着饭的夜灵心底 忽然生起了个恶趣味 原来自己假扮的灵夜 给朱格尼留下了 这么深刻的印象 他忽然有点想知道 直到灵夜是自己假扮的时候 朱格尼会是个什么表情 不过这个想法 也只是在夜灵心里 一傻是罢了 他可不想被朱格尼 那小妞缠上 他巴不得离他越远越好 吃饱喝足后 夜灵就找了个地方 静静地坐着 等待着拍卖晚宴开始 对于继灵语说的 拍卖行上出现的装备技能啥的 他还是有点感兴趣的 他肯定不能像在新手秘境一样 碰到啥都是 直接一个静皱丢过去 那样肯定会被人怀疑 但是问题又来了 他没有钱 装备他想要 但是钱他又给不起 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夜灵看向了继灵语 或许可以给继灵语 画个饼什么的 从他那里白挑 继灵语就像是夜灵肚子里的蛔虫一样 夜灵刚生起这个念头 继灵语就带着一大帮人走了过来 各位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继灵语的老大 夜灵 好不容易等到夜灵吃完饭 继灵语这才敢带人过来 他这一介绍 身后那些人的脸上 都露出了狐疑的神色 将信将疑的看着继灵语 继绍 你再跟我们开玩笑吧 他认你当老大还差不多 你认他当老大 众人打量着夜灵 眼底满事不解 这家伙一身的便宜货 和整个晚宴都格格不入的 继灵语怎么想的 继灵语神秘一笑 他这群朋友 基本都是清澄的二代 非富即贵 看不上夜灵也很正常 随后他才神秘兮兮地笑着说道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凉 普通人自然没有资格 当我继灵语的老大 但他不同 你们可知道 我老大现在是多少级 多少 16级 而且是职业等级是SSS级哦 在场的众人 瞬间倒吸了一口凉气 看向夜灵的眼神中 也没有了一开始的轻视 无论在哪里 强者都能轻松获得别人的尊重 我就说 夜灵这名字怎么听起来有点熟悉 他就是这次新手秘境的第一名 而且刷新了清诚的记录 有人惊叹出声 新手秘境出来 能刷到八级九级 都能够称得上是天赋一柄了 可是眼前的夜灵 足足刷到了16级 简直是恐怖如斯 看着众人的反应 纪灵语背负起双手 一脸的得意 这不就是他要的效果吗 现在哪还有人感觉得 他纪灵语认得老大不好 看纪灵语装逼装得差不多了 夜灵也准备好 开始给他画饼了 纪灵语啊 这次高考 试炼你有把握 获得取得一个好成绩吗 夜灵问道 不怎么有 我才七级 能考个普通的一本 就很不错了 纪灵语如实回答道 如果能去城外就好了 我就可以带着你刷刷等级 让你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了 夜灵叹了口气 这怎么可能 为了防止找强者 带着刷级的情况发生 新手试炼结束后的三天内 是严禁出城的压老大 纪灵语将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是吗 那我怎么听说 前往高考试炼的通道 就在城外呢 夜灵语有所指的说道 老大你的意思是 纪灵语的呼吸 骤然急促了起来 高考试炼开始的时候 清城的四个城门都会打开 考生需要自行穿越 城外的一段路程 前往高考试炼通道的入口 这也是高考的第一道考核 靠近城墙处的魔物虽然不多 但并非是没有 每年的所有考生 在面对这一关卡的时候 都会用最快的速度 直接冲过去 而夜灵的意思 似乎是想带着他在这刷刷级 那可是城外啊 可不是新手秘境能比的 新手秘境的魔物 最高等级也就只有十级 而且还是在秘境最深处才会出现 但城外出现的魔物 最低等级都有十级 那可是一不小心 就会丢掉性命的地方 每年在城外死于魔物口中的转职者 数不胜数 你别忘了 我已经十六级了 只是在城墙外一小段距离 应该不会碰见我对付不了的魔物 但只可惜 我没有装备 不然的话 说不定 我确实能带你在那里刷刷等级 再进入高考试炼 老大 我主要是担心咱俩的安危问题 毕竟那可是城外 纪灵宇还是有些担忧 如果纪事集团能派出强者保护他 他自然不怕 但光有一个十六级的叶灵 一声老大 一声老大 叶灵的声音铿锵有力 你尽管放心 我敢做 说明我有把握 即便真的碰到我打不过的魔物 我也保证我一定会死在你前面 你难道不想再提升一下等级 好考进更好的顶尖学府吗 你要知道 这些东西可是钱买不来的 老大 纪灵宇的眼底 流露出一丝愧疚 叶灵这么尽心尽力地替他着想 可他却只是想利用叶灵 白嫖一个免费的禁咒诗保镖 但很快 他的眼神就坚定了起来 一步经商 这是很久之前 他的父亲就教给他的道理 禁咒诗本就短命 他不也让叶灵在死之前 体验到了更加奢靡的生活吗 算下来 他其实也并没有坑害叶灵 伤人嘛 肯定要将利益放在第一位 叶灵说的没有错 有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 但是买不进高级学府 想进入高级学府学习 就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通过高考试炼考进去 除此之外 在大夏古国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老大 你放心 今晚的拍卖会 你看中什么东西就跟我说 我一定将其拿下 纪灵宇坚定地说道 好好好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我不是 你放心 有装备傍身 我保证带着你将等级 刷到十级以上 叶灵同样承诺道 只要等级能达到十级以上 高考试炼再努努力 基本就可以预定 大夏古国内 任意一座顶尖学府了 两人相视一笑 彼此都在心底 觉得自己真是赚大了 此刻 纪灵宇那群二代朋友们 看向纪灵宇的眼神中 也写满了羡慕 一个十六级的SSS 即进咒诗 舍命带纪灵宇去刷等级 这究竟是什么逆天机缘 他们从一开始的觉得 纪灵宇脑袋有炮 到现在 发自心底的觉得 纪灵宇这个老大认得太直了 如果不是拉不下脸皮 他们甚至都想问问叶灵 还缺不缺小弟了 任个老大 就能从七级白嫖到十级去 这等好买卖 谁会不乐意 老大 你先等我 这是 我得先跟我爸通通气 纪灵宇朝着季父走了过去 拍卖回晚宴大老云集 光凭他自己 可拿不下什么好东西 得到了季父的手肯后 纪灵宇的底气 也是充足了不少 老大 放心吧 搞定了 今晚你看中的装备 我保证替你拿下 叶灵点了点头 一个转职能 同时使用的装备 只有六件 类型上却没有限制 只要你开心 你甚至可以同时装备六枚戒指 或者拿着六把剑 这都是你个人的自由 对于普通人来说 凑齐六件装备 都是难如登天的事情 更别说六件装备 都要适合自己了 所以 转职者一直都非常烧钱 没钱的转职者 就只能给有钱的转职者打工 虽然还是凌驾于普通人之上 但本质上没啥变化 就是从普通打工人 变成高级打工人罢了 不过有了纪灵宇这个大款 叶玲暂时应该是不用 为了装备的事情发愁了 啪大 就在这时 全场的灯光忽然全部关闭 整个晚宴都陷入了一片黑暗中 但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 根本没有任何骚乱 而是静静地等待着 一束光在正中央的舞台上亮起 一个穿着古典气袍 身材凹凸有致的绝美女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站在了那里 她脸上略是淡妆 美艳不可放物 一凭一笑间 仿佛能够勾人心魄 不少男性的眼底 都闪过了一抹贪婪的神色 各位晚上好 我是今晚拍卖会晚宴的拍卖师 青青 我在此代表珍宝斋拍卖行 欢迎各位的到来 祝愿各位今晚 都能拍下新衣的拍品 女人微微一躬身 身前的饱满呼之欲出 看得不少男人直了眼睛 但却无人敢造次 连出口调戏的人都不曾有 毕竟珍宝斋拍卖行 可不是什么软柿子 这可是大厦谷国最大的拍卖行 分店几乎开到了 大厦谷国的所有城市里 每年的拍卖会晚宴 也都是由珍宝斋拍卖行 牵头举办的 开口调戏青青 那便是得罪了珍宝斋 在场之人都是 青城有头有脸的人物 自然不会为了区区一个女人 去做这等傻事 以他们的身份地位 要女人不就是招招手的事情吗 话不多说 和往年一样 今年一样会有一百件拍品 前五十件是技能卷轴 后五十件是装备 首先请出我们的第一件拍品 青青浅浅一笑拍了拍手 很快就有一捆技能卷轴 摆放在托盘里 被端了上来 第一件拍品 是一个史诗级技能卷轴 火系技能 适合法师类职业 抵价五十万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万 青青话音刚落 现场便一片哗然 技能等级分为普通 稀有史诗和传说四个等级 史诗级的技能 已经是极为罕见了 一上来就是史诗级技能卷轴 看来今年的珍宝斋 确实是有备而来啊 一个转职者 只能同时持有六件装备 但技能数量可是完全不限的 这同样是转职者烧钱的原因 有钱的转职者装备好技能多 技能等级还高 战斗力自然也就更强 有专家曾经做过实验 同等级的情况下 一个神装的转职者 可以轻松掉打十个白板的 同等级转职者 我要打十个 真不是说说而已 五十一万 五十五万 现场的大人物们 很快就开始了竞价 史诗级技能卷轴的价格一路攀升 很快就突破了百万大关 看得夜灵惊讶不已 在这里 钱仿佛就单纯 只是一个数字 还好他的职业是竞仇师 不需要任何技能卷轴 只要升级就能解锁新的技能 要不然 他这个穷鬼肯定会更加难熬 当然 他这个职业也使用不了技能卷轴 竞仇师出手 只能是竞仇 最终 当诸葛千辛喊出三百万的价格后 这个史诗级卷轴 也被诸葛千辛收入囊中 没有人在开口竞价 一来三百万这个价格已经够高了 二来在清城这一亩三分地 除非迫不得已 不然谁也不愿意去得罪诸葛先生 恭喜诸葛先生拍下史诗级技能卷轴 接下来请出我们的第二件拍品 稀有级技能卷轴 内涵一门剑技 适合与剑相关的职业 底价十万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万 清清先是熟练地恭喜了诸葛千辛一番 随后又请出了第二件拍品 第二个技能卷轴的等级 虽然没有第一个高 但却是一门剑技 瞬间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 最终价格定格在了八十万 看了几件拍品后 叶灵便失去了兴趣 直接靠在椅子上假魅了起来 前面的五十个全是技能卷轴 即便出现传说级技能也不关她的事 倒是季灵语期间拍下了两个心仪的技能 她的职业是A级的成影剑客 第二个稀有级的技能卷轴 就是被她拍下的 好了 我们今年的五十个技能卷轴 已经全部拍卖完毕了 没有拍到技能卷轴的客人 也不要灰心 因为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装备的拍卖 轻轻笑得十分妩媚 伴随着她拍了拍手 今晚的第一件装备也被端了上来 上面盖着红布 看不清形状 但从大小来看 应该是戒指项链 或者手镯一类的装备 众人的都伸长了脖子 等待着轻轻介绍 轻轻也没有掉人胃口 而是盈盈一笑 一把扯下了红布 今晚的第五十一件拍品 是一件稀有级装备 黄龙如一件 属性效果 增幅30%的精神属性 且附带一个被动技能 龙气附身 起拍价800万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万 轻轻话音刚落 全场一片哗然 和技能的划分不同 装备被划分了低级 中级 高级 稀有 史诗 传说 神级七个等级 而且装备的珍贵程度 可要比技能珍贵多了 唯有转值成S级以上的 锻造类相关职业 才有能力打造装备 生活类职业的等级提升 可不是战斗类职业能比的 战斗类职业 只要你坚持别死 不停地去刷怪 等级自然而然就能一直提升 但生活类职业可不同 就拿锻造师职业来说 分为低级锻造师 中级锻造师 高级锻造师 锻造大师 锻造宗师 以及传说中的神将 想提升等级 就只能往里砸钱 不停地锻造 熟能生巧 锻造的多了 等级自然就上去了 普通人根本负担不起一个 锻造师成长所需的庞大资源 即便放眼整个清城 最高等级的锻造师 也只有高级罢了 这也意味着 清城出品的装备 最高也只有高级 而且 一百次锻造里 还不一定能成功一次 稀有级的装备 唯有锻造大师 才能打造出来 这也意味着 眼前这枚黄龙如意界 必然是出自一位锻造大师之手 叶琳此时的嘴角 也忍不住一抽 一枚戒指 能加百分之三十的精神力 装备 对转制者的提升 实在是太大了 要知道 它的静肘燃烧轮回 虽然能提升百分之一百精神力 但那可是燃烧生命力换来的 如果有个富家子弟 一个人身上 套六枚黄龙如意界 光精神力加成 就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一百八十 它燃烧生命力 都赶不上人家 难怪一个神装的转职者 能够轻松掉打十个白板呢 不过这黄龙如意界的价格 也是让人望而却步 足足八百万的价格 还只是起步价 按之前拍卖技能卷轴的经验来看 成交价肯定不会低于两千万 两千万 叶玲掰着手指算了算 自己大概要卖掉666颗妖子 才能够凑够这笔钱 这个数字 他这个不死之生看了都觉得离谱 但好在 他有寄灵语 九百万 继父当即爆出了价格 瞬间将黄龙如意界的价格 抬高了一百万 但这个价格 显然还不足以下退其他竞争者 不少人纷纷出价 九百二十万 一千万 一千两百万 众人都很清楚 一件稀有级的装备有多么珍贵 这在清城 可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宝物 因为清城根本就没有锻造大师 就在这时 继父再次爆出价格 一千五百万 全场一片哗然 一下子将价格抬上了三百万 众人都看出了 纪氏集团对这枚黄龙如意界势 势在必得了 场上还是有人报价 但报价的人已经少了很多 当继父将价格抬到一千八百万的时候 全场都寄进了 一千八百万 买一件稀有级装备 这个价格也算合理 再去加价 就没必要了 继父嘴角露出淡淡的笑意 一千八百万换一个自己儿子 进入顶级学府的资格 值 毕竟自己就这一个儿子 不把钱花他身上 还能花在哪 虽然这枚黄龙如意界拍下来 是要送给叶玲的 但禁咒师这职业短命得很 过几年叶玲一死 他身上的装备啥的 不还是自己儿子继续女的 一千八百万一次 一千八百万两次 一千八百万三次 让我们恭喜纪氏集团 就在珍宝斋的拍卖时 轻轻准备宣布 继父成功拍下黄龙如意界的时候 一个慵懒而嚣张的声音响起 两千万 这个声音一响起 众人都有些讶异地回过了头 竞价很正常 但是卡在最后一刹那才出嫁 这摆明了 是要往死里得罪纪氏集团 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继父的脸色也是骤然一尘 目光凌厉如鹰 可当看到出嫁之人 所有人都愣住了 那是一个梳着大油头的男人 看起来有些发福 嘴角还挂着慈祥的笑意 地下之王 肯森 他是故意的 还是不小心的 既是集团和肯森八竿子 打不到一块去啊 不好说 但看起来 两人似乎有过节 众人议论纷纷 都嗅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 肯森近几年 虽然没有什么大动作 但谁都知道 这清城地下世界 永远的王只有一个 那就是肯森 继父此刻也是一脸猛逼 他从来就没有得罪过肯森 甚至面都没见过几次 对方这是什么意思 肯森先生 季总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拍卖会 肯定是嫁高者得 我肯森也看上了 这枚黄龙如意界 不行吗 肯森笑得慈眉善目 没有任何架子 眼睛不动声色地 在叶玲身上扫了一眼 心底却在暗道 好你个既视集团 现在还在 跟我装傻充愣是吧 那个叶玲都站到你身后去了 叶玲此刻也在打量着肯森 如果不说的话 他也不会猜到 眼前之人居然会是 清城地下之王 两人的目光隔空交汇 彼此眼底都有了一丝冷意 唯有季父 一脸茫然地夹在中间 难道肯森真的只是 也看上了黄龙如意界 2100万 季父试探性地 又出了个价格 但还是一模一样的剧情 在轻轻宣布 价格的一瞬间 肯森又喊出了2200万 季父心里咯噔一下 他现在可以确定 肯森是真的 在针对既视集团了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肯森先生 我既视集团 哪里得罪您了 还请您明示 季父十分恭敬地说道 倒不是他怕了肯森 只是莫名其妙地 去得罪这么一个家伙 实在是不符合他的利益 明示 肯森一听这话 目光顿时冷了下来 他凑到季父耳畔低声说道 杀了我的人 还敢让我明示 你是条汉子你的战书 我肯森接下了 我保证 要让你家破人亡 叶玲前脚将他的几十个手下 连带农装一把火烧了得干净 后脚就被既视集团的 大少爷纪灵羽 亲自接走了 要说背后 没有既视集团在推波助澜 肯森是绝对不幸的 季父这装疯卖傻的行为 在肯森的眼里 那就是赤裸裸的挑衅 季父更猛逼了 啥 战书 他怎么就给肯森下战书了 但后面那四个字 他是听懂了 家破人亡 季父的脸色顿时一寒 他一而再而三地退让给肯森面子 肯森却拿他家人的命威胁他 他要是还继续退让 那他就真窝囊到家了 他既视集团 也不是什么好拿捏的软柿子 既然肯森先生不肯明示 那便按照拍卖会的规矩来吧 三千万 三千万 这个价格一出 全场一片哗然 一件稀有级装备 竟然拍出了三千万的天价 简直是骇然听闻 这价格在家点 甚至都能拍到品质较刺的史诗级装备了 然而季父的脸上 却没有丝毫波澜 论财力 他既视集团在清城何曾怕过 你肯森是地下世界的王友如何 论财力 在季氏集团面前 两个肯森都不一定够看 好好好 三千万 肯森的目光也阴冷了下来 三千万买一件稀有级装备 即便是他也会肉疼不已 这可是珍宝斋举行的拍卖会 即便是他是肯森 也绝对不敢在这里乱报价 季父此举一出 季氏集团和肯森的仇 就算是彻底结下了 最终 黄龙如意界也被季父成功收入囊中 他骂的 这个肯森是疯了不成 我什么时候杀了他的人 虽然成功拍下了黄龙如意界 但季父的眼中却没有丝毫喜色 在清城得罪了肯森 绝对是个大麻烦 关键是他根本没想去得罪肯森 是肯森一上来就跟疯狗一样追着他咬 季叔说 我们要透过现象去看本质 当别人想对你动手时 有个士兵走丢了也能成为借口 肯森的人有没有死 还不是他说了算 叶灵头头是道的 为季父分析了起来 他可不敢让季父知道 肯森是因为他才针对季氏集团的 但清城的市场早已饱和 根本没有他入场的机会 但只要拿下季氏集团 他就拥有一个现成的大企业了 叶灵的话让季父陷入了沉思 眼底金芒闪烁不定 细思极恐 季父额头的冷汗刷的一下就流了下来 他本以为肯森只是发疯乱咬人 但如果肯森是表面发疯 实则暗中图谋季氏集团的话 那不动手 所以肯森一动手必然是雷霆万钧 自己若是没有提前做好准备 肯定会被肯森打得措手不及 毕竟论手下强者的数量 纪氏集团确实是比不过肯森的叶灵 谢谢你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若不是你提醒 叔叔还真想不到这一层去 季父看向叶灵的目光满是感激 没事的叔叔 你是季灵雨的父亲 我和季灵雨是兄弟 我自然也把你当父亲 叶灵笑容灿烂 露出了八颗大白牙 这 季父有些愕然 看着一脸真诚的叶灵 他心底也生起一抹愧疚 你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你若不嫌弃 以后就在季家常住吧 好的叔叔 叶灵点了点头 这时 服务生也将黄龙如意戒 送到了季父面前 一枚戒指安静地躺在托盘里 戒指上雕刻着精致的龙纹 流转着淡淡的光芒 仿佛蕴含着无尽的秘密 拿着吧 看看喜不喜欢 季父笑呵呵地 将黄龙如意戒递给了叶灵 叶灵将黄龙如意戒 喜有 属性 精神力增幅30% 可喜恋 技能 龙气附身 龙气附身 黄龙如意戒的佩戴者 拥有龙气庇佑 可提升10%的气韵值 叶灵心底咯噔一下 气韵值这个东西 旋之又旋 运气好的掉下山崖 都能捡到绝世秘籍 运气不好的坐个地铁 都能被小仙女污赖你偷拍 虽然气韵这东西 看不见摸不着 但有总比没有好 况且 黄龙如意戒的精神力增幅 就已经配得上 稀有这个等级了 毕竟这可是百分比增幅 谢谢叔叔 叔叔你放心 我就算是抬 我也要将凌羽 抬进顶尖学府 叶灵一脸认真地说道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讲这些就太生分了 你还有什么看重的 你告诉我就行 继父呵呵一笑 老怀大卫 他花那么多钱 等的不就是叶灵的这句话吗 见到叶灵和继父两人 有说有笑的模样 一旁的肯森 眼底寒芒涌动 他更加确定 他手下的死 必然就是纪氏集团所为 接下来的拍卖会上 没有再出现稀有级的装备 大部分以高级装备为主 还有小部分是中级装备 但无论是什么装备 只要继父一出价 肯森必然会更价 继父往往要超出 50%以上的价格 才能拿下一件拍品 肯森这种恶意台价的行为 让继父愤怒不已 但台上的拍卖是轻轻 却没有要阻止的意思 毕竟拍卖的价格更高 他们珍宝摘债赚的就越多 他们自然不会多管闲事 期间 继父又为叶灵拍下了一枚戒指 两枚手镯 一条项链 皆是高级装备 天青悬雷剑 等级 高级 属性 精神力增幅15% 可洗练 技能 雷霆强化 雷霆强化 佩戴者施展的雷系技能 威力增幅20% 双生阴阳灼 等级 高级 属性精神力增幅40% 可洗练 技能 阴阳双生 阴阳双生 当同时佩戴阴卓和阳卓时 阴阳焦和声声不息 可快速治愈佩戴者身上的伤势 焚月项链 等级 高级 属性 精神力加200 可洗练 技能 5 这四件装备里 每一件都有增幅精神力的效果 加上黄龙如意见 此刻叶灵的精神力增幅 已经达到惊人的85% 还有固定的200点精神力加成 这也意味着 16级的她 现在哪怕不启动燃烧轮回 精神力也能达到惊人的1088点 夜灵轻轻抹扎着双生阴阳卓 虽然双生阴阳卓 相当于两件装备 会占用两个装备槽位 但她最满意的 就是这件双生阴阳卓 因为有了双生阴阳卓 身上的伤势 能够快速愈合这件事 她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了 夜灵 这最后一件装备 你应该选择一件保命的装备了吧 这压轴的三件排瓶里 有一件软甲 防御力极强 我觉得还挺适合你的 继父呵呵笑道 夜灵前五件装备 都是增加战斗力的 最后一件装备 若是不选择一件保命装备 那太容易被人袭杀了 活着才能有输出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夜灵抬起头 看向了拍卖台上 剩下的最后三件压轴拍品 分别是一把刀 一件软甲 和一个手镯 这三件装备 皆是稀有吉 也是这次拍卖会的最后拍品 吉叔说 那软甲你拍给灵语吧 我不需要 夜灵摇了摇头 先不说他有不死之身 他本身的静咒里 也有个不死不灭 可以免疫致死伤害 去穿戴保命装备 实属多此一举 灵语他早就已经有了 你不想要软甲 难道是想要那手镯 继父疑惑道 也不是 吉叔说 我想要那把刀 夜灵目光炯炯的 看向了台上的刀 啊 刀 继父满脸疑惑 就连继灵语 都有些疑惑的开口问道 老大 你不是静咒师吗 你要刀干嘛 我有一个静咒 恰好需要一把刀才能施展 夜灵没有给 吉家父子解释太多 他在新手秘境 刷到了十集时 解锁了第一个 需要武器 才能施展的静咒 这个静咒名为 阳兽刀法 静咒 阳兽刀法 静咒师每批出一刀 消耗一年阳兽 每一刀的威力 皆是前一刀的一倍 最高可叠加99层 只有夜灵自己才知道 这个静咒 有多么变态 虽然他的力量属性不高 只有160点 但若是 他先开启燃烧轮回 以阳兽刀法 跌到第99层的话 那就是 足足31680点的伤害 而且 是每一刀都有 31680的伤害 一刀9999 完全不是梦 在不死之身的加持下 夜灵根本不用担心 阳兽耗尽的问题 不需要释放任何技能 没有任何技能 前摇技能后摇 和施法时间 每一下普通攻击 都能劈出将近312的伤害 若是在新手秘境内 给他两把西瓜刀的话 夜灵估计 整个新手秘境内的魔物 都得被他砍死这个技能 若要说唯一的缺点 那就是 需要手里 有把刀才能施展了 而且普通的刀 承受不住 阳兽刀法的威力 夜灵之前用菜刀试过了 挥两刀就断了 这 继父虽然不理解 夜灵一个禁咒师 为什么想要把刀 但他还是选择了 尊重夜灵的想法 那软甲和镯子继父 都没有选择出手 最终 软甲 被另一个清城的大人物 拍到手中 而那个西友级的镯子 则是被诸葛千辛拍下 等到开始拍那把刀的时候 继父才全力出手 虽然有肯森台价 但最终 继父还是以2800万的价格 拿下了这把西友级的宝刀 星云天恒 等级 西友 属性 力量加300点 可洗炼 技能 星辰之灰 星辰之灰 在星光的照耀下 星云天恒的力量加成 可以不断提升 最高可以提升100% 星云天恒 静静地躺在夜灵面前 刀身长约三尺 通体流转着深邃的星光 仿佛星空中的银河倾泻而下 刀身上雕刻着复杂的纹路 每一条都仿佛蕴含着 无尽的宇宙奥秘 刀背厚重 刀刃却异常锋利 透出一股凌厉之气 当夜灵伸手握住刀柄时 刀身上的星光 似乎更加明亮 仿佛在与星辰对话 刀刃上反射出的光芒 如同天边的流星划过 留下一道耀眼的天恒 这一刻 星云天恒刀 仿佛与整个宇宙产生了共鸣 散发出令人星际的气息 好刀 夜灵的眼底满是惊喜 这个拍卖会晚宴来得太直了 她从一个白板 瞬间摇身一变 拥有了整整六件装备 这对她的战斗力 可谓是有了翻倍的提升 虽然等级依然只有16级 但有了六件装备傍身 夜灵完全有底气 横扫20级以下的所有人 若是放开手脚 不用顾忌不死之身被人发现 哪怕是三十级的转职者 夜灵也敢和对方掰掰手腕 在星云天恒这最后一件拍屏 被继父收入囊中后 在拍卖师轻轻甜甜的笑声中 这场盛大的拍卖晚宴 也正式宣告结束 临走时 肯森冷冷地扭过头 对着继父做了一个抹猴的手势 随后大步离开 继父微微眯起眼睛 她和肯森的两子算是彻底结下了 自己必须早做准备才行 灵雨 你先和夜灵回去吧 爸还有点事情要忙 好的爸 继灵雨乖乖听话 她在外面虽然是个二世祖 可在继父面前 她可不敢有丝毫的造次 自己这个父亲有多么严厉 她是心知肚明的 走吧老大 继灵雨朝着夜灵招了招手 夜灵快步跟上 虽然她一直在算计继家父子 但知恩图报这个最基本做人的道理 她还是明白的 继家父子对她这么大方 她自然也不会吝啬 有了这身装备 她完全有把握 在出城的时候 快速帮继灵雨 把等级提升到十级 甚至更高 毕竟城外的魔物虽然更强 但相对的 掉落的经验也会更多 甚至还会掉落各种材料 甚至技能装备 看着夜灵离去的背影 诸葛尼冷冷地哼了一声 眼底满是嫌恶 真不知道 继家看中这个贪生怕死的家伙什么了 还花那么多钱给她买装备 纪事集团今晚光买装备丢出去的钱 都将近一个亿了 这对纪事集团来说 也绝对不算是一笔小钱 甚至算得上是大出血了 看到夜灵这个他讨厌的人得了好处 诸葛尼心里就难受得厉害 这时 旁边的刘延威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紧接着脸色骤然变得古怪起来 妮妮 你一直在查的那个灵业有消息了 不过 不是好消息 什么 有灵业的消息 他在哪 快告诉我 听到心上人的消息 诸葛尼也顾不上去管夜灵了 连忙拉着刘延威追问道 是调查局那边有消息 清城内的一个农庄被焚毁 几十人丧生火海 现场勘察到了残留的夜火 疑似就是你说的那个灵业干的 调查局那边希望你去配合调查 刘延威观察着朱葛尼的表情变化 小心翼翼地说道 灵业他 杀人 为什么 朱葛尼的美眸里满视不解 不可能 他如果是个杀人狂 当初他就不可能会救我 喂喂 你带我去现场看看 朱葛尼和刘延威两人驱车 很快就来到了夜灵之前来的那间农家乐 这里已经被夜火烧得空无一物 连大地都呈现一股焦褐色 这里 确实是夜火的气息 朱葛尼的脸色惊异不定 朱葛尼对于火系元素极为敏感 这股力量的气息 和当时新手秘境内的灵业如出一辙 焚毁这里的人 定然就是灵业无遗 但是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城内有城内的规矩 即便是转职者在城内 也不能随意杀人 否则一样会被逮捕 犯下的是太严重 甚至会被当场击杀 调查局便是负责维护城内规则的组织 现场早已经被调查局封锁 两人刚到不久 一个中年调查官就主动迎了上来 朱葛小姐 刘小姐 你们好 很抱歉 这么晚还拔 你们叫过来 我姓黄 你们可以叫我黄调查官 黄调查官昨晚自我介绍后 就熟练地拿出了纸笔 我就开门见山了 朱葛小姐 你是说 之前你在新手秘境内 见到一个叫灵业的人 能够使用夜火 且一击 轰杀一头八级魔物室吗 是 朱葛尼如实回答 那你能找到他吗 黄调查官继续追问 我也在找他 但是他 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根本找不到 朱葛尼说道 好 那换一个问题 你认识夜灵吗 黄调查官平静地 望着朱葛尼的眼睛 却充斥着一股坚定的力量 仿佛能刺穿人的心理防线认识 一个贪生怕死的家伙 朱葛尼脸上闪过一抹 不加掩饰的厌恶 找到突破口 毕竟夜灵又是高考生 此刻在济世集团里头 如果没有十足的证据 就去抓人的话 要是抓错了人 后果他们也承担不起 夜灵和灵夜是一个人 黄调查官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朱葛尼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冷笑 那个家伙 当着我的面逃走的 他根本不可能是灵夜 他也不会什么夜火 嗯 你这么肯定吗 黄调查官皱起眉头 这显然 和他们调查的结果不相符 当然 我是唯一亲眼见到过灵夜的人 他绝不可能是夜灵 那个贪生怕死的家伙 朱葛尼坚定无比地说道 黄调查官沉默了一下 随后拿起笔 在夜灵的名字上 画了一个插号 他也是一个转职者 职业是生活系的测谎师 以他的阅历 神威一个朱葛尼 完全是信手拈来 他可以确信 到目前为止 朱葛尼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的 如果夜灵不是灵夜 那么继续调查这条线索 就是在浪费时间 没有任何必要 黄调查官有些头疼的 揉了揉眉心 如果灵夜不是夜灵 那线索就完全断了 这把火烧得太干净了 而且烧得还是肯森的底盘 死的也都是肯森的人 肯森那个家伙 完全不肯配合他们调查局 他们现在连死者是谁 都根本无法确定 看来这里 也只能成为一宗悬案了 转职者的能力千奇百怪 每年都会有好几起 无头悬案根本无从破获 黄调查官也已经习惯了 朱葛小姐 谢谢你的配合 你还有其他线索能提供吗 黄调查官礼貌性地询问到了一句 没有了 朱葛尼摇头道 黄调查官心里咯噔一下 因为这句话 他察觉到了朱葛尼的情绪波动 朱葛尼 撒谎了 他显然还知道一些 那个灵夜的消息 没有告诉自己 好的 谢谢你 你现在可以走了 黄调查官啪哒一声 点燃了一根烟 虽然明知道朱葛尼是在骗他 但他也无可奈何 毕竟这可是朱葛先生的亲女儿 这个世界有时候 并不是永远都需要真相的 即便他们调查局 真的抓到了那个灵夜 这时朱葛尼请出朱葛千辛 要硬保灵夜 他们最终大概率 也只能选择妥协 喂喂 快走 我可能马上就能找到灵夜了 朱葛尼红扑扑的小脸蛋上 满是兴奋 啊 那你刚刚为什么不告诉黄调查官 灵夜可是杀了几十个人 刘延威捂住了小嘴惊讶道 他肯定有他的苦衷 我必须先找到他问清楚才行 你放心 如果灵夜真的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杀人狂 我肯定不会包庇他的 朱葛尼眼神坚定地说道 妮妮 你这是妥妥的恋爱脑啊 还没在一起呢 你就先替他着想了 刘延威嘴角一抽 你别乱说 我怎么可能是恋爱脑 朱葛尼沿着一条道路追赶着 若是夜灵在这里的话 定然能够发现 朱葛尼走的道路 就是他当时杀完黑星老板 和王经理等人的逃跑路线 妮妮 你到底要怎么找到他 跟在身后的刘延威忍不住问道 我对火元素的气息极为敏感 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两天 但我依旧能感应到 夜火留下来的淡淡气息 朱葛尼的眼底满是兴奋 整个清城 也唯有他这个SSS级的火系法师 能够感应到了 也好在这两天没有下雨 否则的话 朱葛尼也无能为力 他很庆幸 觉得这肯定是上天注定的缘分 朱葛尼一路追踪着 夜灵残留下的夜火气息 直接追到了平民窟里 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平民窟 朱葛尼和刘延威 这两个穿着高贵长裙的女孩 显得和这里格格不入 两人的眉头忍不住皱了起来 他们长这么大头 一次见到这么脏万差的地方 期间还有面露贪婪的色中恶鬼 想要对两人下手 但在朱葛尼一个火球丢过去后 就再也没人敢打他俩的主意了 转职者可不是普通人能惹得起的 两人走走停停 很快朱葛尼就在夜灵家门口停了下来 夜火的气息就在这间房子里消失的 看来这里就是灵夜的家 朱葛尼激动地望着眼前的大门 他心心念念日思夜想的灵夜 就在这扇门后 他想上前敲门 但是又忍不住顿了顿脚步 好好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和头发 又看向刘延威问道 喂喂 我的妆没有花吧 没有 可好看了 刘延威美好气地说道 那就好那就好 朱葛尼深呼吸了好几次 随后才鼓起勇气走上前 怀着小路乱撞的心情 敲响了夜灵家的门 咚咚咚 清脆的敲门声在夜空里回响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大门却没有丝毫打开的意思 朱葛尼不信邪 又抬起手用力敲了敲 这次 门却自己打开了 夜灵一直没有锁门的习惯 因为他家里头啥都没有 小偷来了 都得含泪丢下两百块再走 灵夜 你在家吗 见到门突然打开 朱葛尼吓了一跳 连忙压低声音询问道 空无一人的房间里 没人回应他 灵夜 我进来了 朱葛尼鼓起勇气 走进了夜灵的家 家里的陈设很简单 一张发黑的桌子 一张只有三只脚的凳子 一张铁架床 一套洗得发白褪色的被褥和枕头 除此之外 家里什么都没有 朱葛尼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又看了看夜灵那家图四壁的房子 忍不住抿起嘴 眼眶也微微有些泛红 原来灵夜 他从小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吗 难怪他身上会有那种 巨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 他长大的过程中 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即便这样 在我遭遇危险的时候 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出手了 他身处黑暗 却一直心想光明 朱葛尼不由地心疼了起来 他更加坚信 灵夜杀人一定是逼不得已的 这么善良的一个 这么一个出于你而不染的人 又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去杀人呢 夜灵还不知道 朱葛尼在无形之中 给他挡了个大灾 更不知道 自己是灵夜的事情 差点就暴露了 如果不是他碰巧搬到了技家 那他绝对会跟朱葛尼撞个满怀 此时的夜灵 正沉浸在获得了一身新装备的喜悦中 有了这一身装备 他的战斗力最少翻了一倍不止 他迫不及待地 想找个地方试验一下 这身新装备的战斗力 只可惜 现在封城 无论是秘境还是城外 夜灵都去不了 唉 老大 我知道一个地方 可以让你是新装备 季灵雨听了夜灵的诉求后 开口说道 哪里 夜灵连忙追问 转职者工会啊 那里有专门的训练包厢 可以提供给转职者 做实战训练 季灵雨说道 在季灵雨的科普下 夜灵也终于知道了 这转职者工会 是个什么东西 转职者工会 是由大夏古国官方开设的 在每一个人类城市 都有转职者工会的存在 他们及材料交易 装备买卖 任务揭取 实战训练等等 一系列功能为一身 是专门为转职者服务的一个机构 得知转职者工会 可以实战训练 夜灵也坐不住了 连忙让季灵雨掉头 带她前往了转职者工会 转职者工会 位于青城的城门口 夜灵两人刚踏进转职者工会 就有一个穿着黑丝的小姐姐 主动出来接待了他们 二位晚上好 请问是要进行实战训练吗 我不用 主要是我老大 季灵雨连忙摆手说道 好的 可否告知一下您的等级 小姐姐看向夜灵问道 16级 好的 我将为您安排 适合二十级以下 转职者的训练室 价格是每小时二十万元 小姐姐甜甜地笑道 夜灵文言有些折舌 一个小时就二十万 当转职者 当真是烧钱啊 还好她有季灵雨 那个 能不能安排 适合四十级以下的 夜灵问道 小姐姐的脸上 先是闪过一丝恶然 随后连忙点头道 当然可以 不过适合四十级以下的训练室 价格可就高达 每小时八十万元了哦 没事 就要四十级以下的 夜灵点了点头 转职者工会的小姐姐 虽然不知道 夜灵为什么要用到 高达四十级以下的训练室 但既然人出得起价格 她负责安排就是了 她踩着高跟鞋 哒哒哒哒地离去 您的训练室准备好了 请跟我来 过了一会后 小姐姐手里拿着一张卡 去而复返 你在外面等我吧 我怕误伤你 夜灵看向季灵雨说道 季灵雨想起 夜灵拿面试狂雷劈她的场景 连忙打了个哆嗦 这件训练室乃是特制材料 并且是由SS级的建造师 建造而成的 可以抵御四十级以下 转职者的权力攻击 包括那些假人也是 四十级以下的转职者 想在假人身上留下痕迹 都不是一件一事 请问您需要陪练吗 小姐姐问道 不用了 让我自己待着就行 夜灵可不想 被别人看到自己 全力出手的场景 好的 祝您训练愉快 小姐姐走的时候 贴心地帮夜灵关上了门 夜灵走上前 将门反锁后 又仔细在训练室里 检查了一遍 确定这里面没有监控 摄像头之类的东西后 她才松了一口气 随后抽出了她的心允天痕 阳兽刀法 一刀消耗一年寿命吗 先批一百刀试试水 静皱 燃烧轮回 静皱 阳兽刀法 夜灵深吸一口气 紧握心允天痕 瞬间进入了一种玄妙的状态 她的眼神变得坚定而深邃 她挥刀 第一刀批出 训练室内顿时响起一声 震耳欲聋的轰鸣 仿佛有什么东西 被彻底撕裂 心允天痕的刀刃上 闪烁起一抹璀璨的光芒 那是夜灵正在燃烧的寿命 第一刀批出后 紧随其后的第二刀 更加灵力 更加强大 训练室内的空气 仿佛被切割开来 形成一道无形的刀器 紧接着是第三刀 第四刀 第五刀 夜灵的挥刀速度越来越快 一刀也比一刀更加强大 夜灵挥舞到第九十九刀的时候 整个训练室仿佛都在颤抖 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能量波动 那一刹那 石破天惊 心允天痕的刀刃上 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训练室 一道无形的刀器 从刀刃上喷波而出 瞬间斩向了前方的假人 在假人的脖梗上 留下了一道浅浅的刀痕 若是此刻有外人在这里 定然会惊掉下巴 要知道 这可是足以抵抗 四十几以下转职者 全力攻击的假人啊 夜灵一个只有十六级的转职者 竟然能在假人的身上留下痕迹 然而这还没完 第一百刀 第一百零一刀 第一百零二刀 夜灵一刀接着一刀批出 杨兽刀法叠加刀九十九层之后 他的每一刀都恐怖到了极致 这一刻的夜灵宛如一个战神 当他批出接连批出几百刀之后 哐当一声 那号称能够挡住四十几以下转职者 全力攻击的假人头颅 竟然直接被夜灵给劈的断裂 咕噜噜地滚落了出去 好刀 夜灵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看向星云天恒的眼神 越发喜爱起来 有了这把刀 配合着燃烧轮回和杨兽刀法这两个禁咒 他完全可以化身刘华强 一路从蓬莱东路砍到南天门去 接下来的时间里 夜灵又实验了一下自己 得到了黄龙如意界 天青玄雷界 阴阳双生灼和粉月项链后 全力施展的静咒有多么恐怖 只见他一个陷阱全身器官的静咒砸下去 眼前那个被他劈成两半的假人 瞬间崩裂成了一地的碎片 这等可怕的威力 让夜灵自己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看来他对自己的实力估算还是有错误 如果放开手脚 不用担心不死之身暴露的话 他甚至能跟35级左右的转职者较较劲 紧接着 夜灵又将自己的静咒 轮番在这些假人身上试了一遍 对自己现在的实力 有了个大致的估算后 这个我知道 对了 打坏你们训练室里面的东西 不用赔吧 夜灵问道 先生您说笑了 这个训练室可是适合40级以下的转职者使用的 您一个16级的转职者 若是能将里面的东西损毁 那就说明是质量不过关 怎么可能还要您赔钱呢 小姐姐笑着说道 那就好那就好 我就先走了 夜灵松了口气 连忙拉着寄灵与开溜 夜灵走后 小姐姐也进入训练室内检查了起来 结果发现 训练室内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完好无损的 他顿时忍不住笑了笑 我就说嘛 一个16级的转职者 怎么可能损坏40级以下的转职者使用的训练室呢 他转身就准备关上门离开 可看着空旷的训练室 忽然他又觉得 好像哪里不太对劲 不对 我靠 假人哪 训练室里那一排假人 怎么全都没了 就在夜灵这边 试验着自己的实力的时候 另一边的技家也在发生着惊变 嘶 这天可真冷啊 兄弟 来个烟布 技家门口 一胖一兽两个转职者 正在哆嗦着抽烟 他们虽然是转职者 但是等级也不过就十来几 也没有勇气去城外面对凶猛的魔物 技家门口的护卫 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岗位了 又安全又高兴 没事还能摸摸鱼 也就冬天晚上首夜的时候麻烦点 要挨动 不过总的来说 还是挺不错的 妈的 不行 我一抽烟就想上大号 你先守会 我去方便方便 胖转职者眉头一皱 起身朝远处的草丛里走去 你这家伙 公共厕所不用 非要去拉野使是吧 兽转职者脸上满是嫌弃你懂什么 喜欢在野外这叫情趣 胖转职者不屑地说着 走到远处就直接一屁股蹲了下去 可这一蹲下去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众所周知 一个男人再怎么强大 拉屎的时候也是脆弱的 而就在他蹲下的一瞬间 惊恐地发现 茂密的绿花袋里 居然蹲满了人 他刚想开口提醒同伴 一只大手就捂住了他的嘴 让他发不出任何声音 紧接着一把刀就沿着他的后腰 捅进了他的体内 他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生命力正在不停地流逝 不过受转职者 看到草丛里的烟头赫然熄灭 他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胖子 你怎么了 你拉个屎怎么还看不见人了 此时草丛里 那些黑衣人也愣住了 他们本打算突然出手突袭的 哪知道这胖子 突然跑过来草丛里拉屎了 这让他们的计划 强行朝着大门处冲了过去 有嫡妻 受转职者见状大惊失色 连忙拉响了警报 他实在想不明白 怎么会有人来袭击纪事集团呢 这清晨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受转职者拉完警报转身就跑 他才不会留下来和对方火拼 一个月才几万块钱 他玩什么命啊 不过这已经足够了 原本处于一片黑暗的技家别墅 瞬间亮起了灯 整个技家别墅的所有人 都在这一刻被惊醒 伴随着刺耳的警报声 刚刚躺下的继父直接被惊醒 一个擅长速度的转职者 风风火火地冲进了继父的卧室 继总 外面全是转职者 他们本想潜入 被发现后此刻 直接选择强攻进来了 对方太猛了 我们顶不住 您快跟着我走吧 什么 继父又惊又怒 肯森的报复 比他想象的还要更快 而且还要更加粗暴之间 他刚刚在技士集团布局完 接下来的针对肯森的计划 肯森的报复就到了 这个家伙 竟然直接带人 进攻自己技家的别墅 他难道就不怕 引起整个青城 所有人的联合针对吗 简直是岂有此理 继总 快走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那名擅长速度的 转职者催促道 可下一秒 寒忙一闪 一把锋利的尖刀 就从他的心脏处捅出 肯森不知道什么时候 叼着雪茄出现在他身后 小脸 继父瞠目欲裂 眼底满是愤怒 曾几何时 一个小小的孩子倒在路上 饿得皮包骨头 就快要活活饿死了 路人熙熙攘攘来来往往 有人看他 却无人为他驻足 自己动了恻隐之心 端着一碗热乎乎的面条 递到孩子面前 看着对方狼吞虎咽地 吃着自己喂过去的 那一块紫面条 纪总决定 将这个孩子收养在身边 而对方也没有让自己失望 长大后 成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小李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生命力 正在随着鲜血不停地流逝 但他还是强忍着 剧痛用力地转身 抱住了身后的肯森纪总 快走 重伤的小台农 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怒吼 你不怕死吗 肯森有些惊讶 我的命 是纪总用一碗面换来的 不值钱 小李露出一抹争鸣的笑容 绅士感人的主仆情啊 我肯森最近中有情有意志呗 我给你留个全世 肯森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随后抬手咔嚓一声 直接扭断了小李的脖子 肯森 纪副双目血红 显然已经怒到了极致 他从旁边的抽屉里 抽出一把黑色的手枪 对着肯森就直接扣动了扳机 可还没等枪响 一把犯着航弓的长刀 犹如闪电般划过 在继父不可思议的目光中 他那只握着枪的手 已经高高飞起 用枪对付转职者 你是什么蠢货 肯森脸上不屑地笑了笑 枪这种东西 对付对付刚转职成功的 转职者还行 一旦实力达到30级以上 枪在转职者面前 就跟玩具没有任何区别 下辈子 记得别跟我肯森作对 我只是低调了 不是死了 肯森举起刀 就准备结果了继父 这时 一个手下却快步跑过来 在肯森的耳边说了什么 什么 让他俩跑了 废物 肯森一巴掌 就扇在了那个手下的脸上 原本准备结果 继父的刀也收了起来 继总 肯森露出了笑容 恭喜你 你儿子和那个叶琳跑得够快 你可以多回一段时间了 既然继灵宇和叶琳跑了 那继父就先不能杀了 杀了 就相当于邦继灵宇断了软肋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肯森可不想再过个十年二十年的 突然回来个人找自己复仇 他肯森要不做 要做就会把事情做绝 他要利用继父 将这两个人引出来 再一并铲除 你休想 继父也是老狐狸了 一看肯森的反应 立马就知道 他打的是什么主意 继父一头猛地 朝着旁边的墙角撞去 儿子是他唯一的牵挂 他绝不允许自己 成为害死儿子的诱因 但肯森又怎么可能 会让继父如愿 他还没碰到墙角 就被肯森一记手刀 直接辟运 带走 短短半个小时不到 继家别墅里所有人 除了继父之外 全部都成了 一具具冰冷的尸体 肯森这个地下之王的 名头过了今夜 定然会再次名声打造 叶琳试验完自己的战力后 刚刚回到继家门口 他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叶琳瞳孔剧症 哪怕自己躲到了继家 肯森还是不肯放过自己吗 哪怕灭掉继家 也要抓住自己 叶琳严重怀疑 肯森已经知道了 关于自己的一些秘密 所以才会如此丧心病狂 这个肯森 或许留不得了 继灵语刚准备开门进去 叶琳就拦住了他 意味深长地说道 你 最好做一点心理准备 老大 你说啥呢 继灵语还没察觉到不对劲 直接推门走了进去 他刚踏进家门 就整个人棱在了原地 叶琳顺势看去 眼前是如同修罗炼狱一般的恐怖场景 到处都是继家雇佣的转职者 和家仆佣人的尸体 遍地残肢断壁 不少人的脸上写满了惊恐 仿佛死前遭遇了最恐怖的恶鬼 老 老大 我们是不是走错了呀 这好像不是我家呀 继灵语脸上扯出一抹难看的笑容 往后退了几步 他尝试从叶琳身上 找到一个否定的答案 但是叶琳严肃的表情告诉他 这就是继家 他生活了十几年的家 继灵语和疯了一样 踩着血水湿海冲了进去 爸 爸 你在哪 继灵语惊恐地大喊起来 他想要快点找到自己的父亲 可是又害怕在这湿山血海中 见到继父的尸体 找到继父卧室门口的时候 继灵语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他视死如龟般推开了房门 房间里很干净 像是被清洗过了一遍 只有一只握着枪的断手 静静地躺在桌子上 继灵语快步冲了过去 他已经认出 每过六个小时 我就会从你爹身上 割一块肉下来 继灵语看完 整个人都疯狂了起来 肯森 我要杀了你 继灵语尖笑着 就要去找肯森拼命 地下黑市有能力绑架继父的 只有地下之王肯森 可他刚到门口 就被叶灵一脚踹了回来 滚开 别拦着我 继灵语看向叶灵的眼底满身怒火 现在谁拦着他去救继父 谁就是他的仇人 见继灵语已经失去理智 叶灵懒得废话 直接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 叶灵这一巴掌 没有丝毫留守 啪的一声 继灵语半边脸直接肿了起来 继叔叔现在还活着 是因为你还没被肯森抓到 你信不信 只要你落入肯森手里 你和继叔叔 马上就要一起死 继灵语紧咬着牙关 眼泪不争气地滑落 啊 他用力地垂击着地面 像是要将心底的愤闷 全部发泄出来 那我应该怎么办 那我能怎么办 继灵语发出了绝望的嘶吼 如同一头 被逼进穷途陌路的困手 你安心找个地方躲起来 别被找到 接下来的一切 就交给我吧 叶灵安慰道 交 交给你 继灵语茫然地抬起了头 你忘了吗 一声老大 一声老大 继叔叔有危险 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叶灵笑着说道 老大 继灵语的眼泪夺矿而出 一股浓烈的愧疚感 充斥着他的心头 他一直在算计叶灵 可叶灵却以一颗真心带他 这让他怎能不愧疚 别哭了 我会带着继叔叔回来的 我会让肯森知道 当一个禁咒师不要命的时候 会有多么可怕 清城 地下黑市 这里是清城最黑暗的角落 充斥着各种邪恶与肮脏 只要有足够的钱 你几乎可以在地下黑市 买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杀死外界的人 会引起转职者调查局的调查 但死在地下黑市的人 却根本无人问津 因为这个地方 属于地下之王 肯森 嗖 一道黑影 如同鬼魅般划过夜空 悄无声息地 朝着一个守卫席去 整个地下黑市 遍布肯森的眼线 想要悄无声息地救出继父 叶灵就必须先将 外围的眼线解决 他穿着黑衣黑鞋 脸上裹着黑布 头顶也裹着黑色的头巾 整个人都彻底 与叶木融为了一体 即便有人视线 从他身上扫过 也很难发现 这黑乎乎的一团 是一个人 开启了瞬息之舞后 他的速度快若闪电 借着强大的惯性 手中的心允天恒 直接贯穿了首位的心脏 为了避免血腥味扩散 叶灵又快速用 涌动之谋 冻结对方的伤口 如此一来 以此完美无暇的暗杀 便在黑暗中 悄无声息地完成 叶灵松了口气 计划比自己想象的还要顺利 若是自己能 悄无声息地潜入进去 打肯森的措手不及 说不定真有机会 把肯森弄死 可正当叶灵抱着 这个想法的时候 下一秒 无数肯森的手下 便将叶灵给团团围住了 你们怎么发现我的 叶灵百思不得其解 她明明已经做得极其完美了 为何还会这么快被发现 为首的一个虎口上 纹着蝎子的黄毛 嚣张地指了指叶灵的头顶 一个十分隐蔽的摄像头 大人 时代变了 我们这的监控 带红外线夜市的 什么年代了 还搞夜行一这一套呢 叶灵 果然 自己还是有些大意了 不过没关系 只要把人杀光了 那就没有人能发现她潜入 静咒 燃烧轮回 静咒 夜火焚天 在五件带有精神力 加成的装备的加持下 夜灵本身的精神力 就有惊人的1088点 在开启了燃烧轮回后 高达2176点的精神力 让她几乎能够用精神力 触手探亲 眼前这群人到底有几个痔疮 在这种恐怖的精神力加持下 这一发夜火焚天 就如同点亮了整个夜空一般 这一刹那 以黄毛为首的 这群肯森的手下 亲眼见到了光 他们根本不知道 自己要面对的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可怕怪物 一道炽热的火线 自夜灵掌心喷涌而出 那紫红色的火焰之恐怖 仿佛能眼前焚烧一切 火焰蔓延的速度极快 转眼间便吞噬了 所有肯森的手下 所有的惨叫声 哀嚎声 呼救声都被火焰吞没 只留下了烈火燃烧时 噼里啪啦的声音 火焰中的黄毛 一头黄毛已经被烧完了 他惊恐不已 试图逃离这一片夜火火海 但紫红色的火焰 仿佛拥有生命一般 紧追不舍 黄毛在扑腾了几下后 同样化为了灰烬静皱 死灵归界 夜灵发动死灵归界 无数亡灵生物 顿时从地底爬出 将整个地下黑市团团围住 狮子多了不怕养 反正灵夜这个身份 已经被了不少黑锅了 也不怕在杯上 暗杀肯森的这口锅 前提是 今天不能有任何一个火口 从这地下黑市逃出去 否则夜灵不死之身的秘密 也就瞒不住了 既然已经被发现 夜灵也懒得在伪装 他直接开启了杨兽刀法 抡起星运天恒 就开始叠层树 就是这小子 抓住他 肯森老大说了 要抓活的 这地下黑市 本就是肯森的地盘 夜灵前脚刚刚杀完黄毛那群人 就又有肯森的手下出现 这次出现的人 不再是黄毛那种虾兵蟹将 而是真正的转职者 来的十几个人 全都达到了二十级以上 一个身影率先出手 朝着夜灵袭来 这个家伙显然是个 擅长速度的转职者 身影闪动间 犹如一头矫健的灵猫 可他快 夜灵比他更快 在瞬息之舞的加持下 夜灵刹那间 便刚好拦在了 他的必经之路上 看着那张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脸 这个转职者吓了一跳 但他的反应也极快 起手就是一个左刺拳 一个右边腿 一个左正蹬 面对着这凶猛的攻势 夜灵根本不闪不闭 但他不是大意了 他是故意的 与此同时 夜灵也被这个 转职者的攻势击伤 他倒退了术步 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 那名转职者 捂着自己不停肾血的喉咙 眼底满是惊骇 他没有想到 夜灵居然狠到了这种程度 直接以伤换命 这小子不太对劲 别留手 先把他打个半死 然后再抓回去 同伴的惨死 让其他人瞬间警惕了起来 他们立马明白 若是小乔夜灵 绝对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不过这家伙 究竟是什么职业 怎么刚刚又是丢火 现在又是耍刀的 不知道 但要小心就是了 他那个火焰 也极其恐怖 行 老六 你想办法干扰他 老八 你找机会偷他屁股 其他人 跟我一起上 给老六和老八争取机会 肯森的手下商议着 如何对付夜灵 然而夜灵根本不管他们 只是专心叠着 阳兽刀法的层数 一个转职者 率先冲到了夜灵的面前 他猛的一拳轰出 宛若猛虎出拢 拳头像一把重锤 狠狠地砸向了夜灵的胸口 然而夜灵的选择 依旧是不闪不避咔嚓 这一拳下去 夜灵的胸口瞬间塌陷 并且传来一阵 令人牙酸的鼓裂之声 显然是不知道 断了多少根肋骨 那名转职者脸上一洗 刚想说自己已经成功 重创夜灵 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结果只见一道寒芒闪过 他的眼前在此时 出现了一片美轮美奂的 耀眼星空 有流星划过 在星空上留下了一道白痕 下一秒 他就感觉这片星空天旋地转 眼前还出现了一具 站着的无头尸体 鲜血狂勇 原来 是我的头被砍下来了 伴随着脑海中 浮现出最后一个意识 他眼前的世界 彻底陷入了一片黑暗 老九 一个麻脸转职者 发出一声悲好声 一脸痛苦地望着 那个被夜灵斩杀的男人 都给我上 那小子已经被老九的铁拳中创 他蹦跋不了多久了 很快就就又有人 一马当先冲了上去 这次的家伙 是个剑类职业 一把长剑在黑夜里 闪烁着意义寒芒 他出剑又快又狠 直接从夜灵的肺部斜斜刺入 贯穿了夜灵的肺炎 放心吧 我的剑很准 这样的伤势 不至于让你死去 却能让你失去所有战斗力 你只要乱动 肺部便会传来剧烈的疼 他还没说完 夜灵的刀就已经到了 此时的阳兽刀法 已经叠加到了七十层 威力更加恐怖 一刀下去 持剑的转职者 就从一个变成了两个 老七 马连转职者 再次发出背后 快上 这小子 依旧被老七的剑刺伤 他不可能继续坚持了 刷 一点寒芒先到 随后枪出如龙 一个枪系职业的转职者冲来 一枪将夜灵捅了个透心凉 夜灵的回应也很简单 叠加了七十五层 阳兽刀法的一刀猛地捅出 同样将这名转职者捅穿 鲜血不停从嘴里一出 很快就失去了生机 老十一 快上 又被剑筒 又被枪筒 这次他肯定不行了 马连转职者 再再次背后 风法 风刃连斩 另一名转职者 双手迅速结印 夜灵周围的空气 骤然狂暴起来 仿佛一头怒受在狂吼 看不见的力量 不停地汇聚在一起 形成一刀锐利的风刃 切割着夜空 直奔夜灵而来 夜灵的身影 在风刃的映照下 显得异常孤独 面对着致命的风刃连斩 他却依旧没有躲闪 扑齿 利润切割肉体声音响起 风刃在夜灵的身上 留下无数道 身可见骨的伤痕 其中一道 更是切割在了夜灵的腹部 连肠子都差点流了出来 遭此重创 夜灵再也坚持不住 软软地倒了下去 哼 我就说他肯定不行了 绑起来 交到肯森老大那去 马连转职者 兴奋地大叫起来 其他人也松了一口大气 受了这么重的伤 夜灵要是再不倒下去 他们就要疯了 三个转职者 上前想将夜灵五花大绑 可这时夜灵却忽然蹦了起来 大喝一声 为了皮尔特沃夫 为了大黑马 他抡起星陨天恒 猛地旋转一圈 叠加到八十五层的杨兽刀法 瞬间将靠近他的三个转职者 直接腰斩 老五 老六 老十 马连转职者 又一次发出悲惨的嚎叫声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夜灵受了那么重的伤 还能有反抗之力 此时的夜灵浑身都是鲜血 整个人就像一个血人一样 身上更是插着一把剑和一把长枪 按常理来说 寻常人受了这等伤势 直接就躺ICU里喝小米粥了 可是夜灵居然还能跟没事人一样 活蹦乱跳的 简直是不可思议 他这一定是死前的回光反照 给我上 将他拿下 马连转职者大叫道 这一次 没有人再敢逞能 三个转职者同时出手 从三个方位朝着夜灵攻来 其中一人 正是刚刚那个风系转职者 锐利的锋刃再次袭来 另外两个 一个拿着刀 一个是火系法师 封住火势 一锋一火两个转职者 一起出手 顿时火势漫天 但此刻 夜灵的阳兽刀法 已经跌到了满层的99层 他已经不准备再坐以待毙了 静咒 瞬息之舞 夜灵陷进了一颗心脏 直接换来了十倍敏捷 整个人化为一道流光 冲进了眼前的漫天火海 等那两个转职者反应过来的时候 夜灵已经提刀 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宛如死神将士 刷 刷 两刀盲闪过 一风一火 两个法师就成了两具温热的尸体 面对着99层阳兽刀法的加持 被近身的他们 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老二 老四 马连转职者 再再再次背后 紧接着 两个黑影出现在了夜灵的身后 正是那个拿刀的转职者 和潜伏已久的老爸 那个拿刀的转职者 一刀劈在了夜灵的背上 而老爸手中 则出现一把锋利的匕首 瞬间洞穿了夜灵的腰子 刹那间 夜灵又又一次遭到重创 哈哈哈哈 你觉得你呢 杀死我 夜灵反手一刀 直接结果了 这两个偷袭 他的转职者的生命 干净利落 老三 老爸 马连转职者 第六次发出背后 此刻他身边 只剩下了他一个活人了 看着蹊跷流血 满身伤痕 左边胸口插着一把剑 右边胸口插着一把枪 背上镶嵌着一把刀 腰子上捅着一把匕首 还在一步一步 朝着自己走过来的夜灵 马连转职者下风了 怪 怪物啊 你是怪物 为什么你受了这种程度的伤势 还能活着 你到底是人是鬼 夜灵微微一歪头 怪物吗 这个称呼倒也没错 我现在还保持着人形 完全是因为个人兴趣爱好吧 夜灵从很久之前就发现了 悠悠不死之身的自己 即便切割成数块 再拼接成一个非人形的生命体 也依旧能够存活 但当人当久了 夜灵还是觉得 保持人形比较习惯一点 手起刀落 夜灵直接挑断了 马连转职者的手筋和脚筋 听着对方的惨叫声 夜灵面无表情地垂下眸子 将刀架在了对方的脖子上质问道 现在 告诉我 肯森他在哪里 这地下黑市里 等级最高的转职者是多少级 你休想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说的 我绝不可能背叛肯森老大 关键时刻 马连转职者闭上了眼睛 一副誓死如归的模样 哦 没事 那你是烤肉吗 夜灵歪了歪头问道 如同一个不安事事 毕竟现在的情况再怎么看 也和烤肉扯不上什么关系 夜灵文言露出了一个和善的笑容 随后手起刀落 就从这名马连转职者的身上 割下了一片肥瘦相间的肉 马连转职者张开嘴 刚想发出凄厉的惨叫 夜灵就已经将他下额骨泻了 夜灵打来的响指 红紫色的夜火熊熊燃烧 很快就将那片肉烤黑了 散发出一股焦糊味 抱歉 我不太会烤 烤得有点焦 不过没关系 你身上还有很多肉 次数多了 我肯定能烤好的 说完夜灵就将马连转职者的下额骨 又转了回去 马连转职者吓得体弱筛糠 他这才明白 夜灵说的吃烤肉是什么意思 恶魔 你是恶魔 眼看着夜灵就要将那片烤的焦糊的肉 喂进他嘴里 马连转职者彻底崩溃了 我说 我说 我全都说 见夜灵还是没有停手的意思 做事还要将那块肉往他嘴里塞过来 马连转职者吓得跟竹筒捣豆子一样 地下黑市等级最高的转职者 就是肯森老大 但我也不知道他多少级了 因为肯森老大已经很久没有出手过了 去年的时候他就已经48级了 做饭 夜灵有些疑惑 就是 凿动 马连转职者解释完 扯着已经断裂的脚筋就给夜灵求饶道 求你了 给我个痛快吧 剑已经打听到自己想要的消息了 夜灵也懒得在这马连转职者身上 在浪费时间 他手起刀落 直接给了他一个痛快 马连转账者临死前 脸上露出一抹解脱的笑容 随后 夜灵又一把火 将所有的尸体复制一具 销毁了所有的证据 48级吗 有点棘手啊 夜灵皱起了眉头 他现在不顾一切全力出手的话 大概撑死也就能对付个40级的转职者 肯森去年就已经是48级 现在说不定都已经突破50级了 自己想弄死他的话 正面对抗肯定是不太能行得通的 必须得想办法 赢那老小子一波才行 不对 好像有搞头 夜灵骤然反应过来 肯森如果正在和那个什么倩解凿动的话 那自己是有机会的 不管多么强大的男人 在会当灵绝顶的那一刻 警惕性定然都会降到最低 如果自己能抓住机会 在肯森那家伙关键的刹那出现 别说48级了 就算是58级 自己也不是没有机会 不过这是有个前提 那个肯森不能是个快枪手 如果肯森是个快枪手的话 自己的计划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思路通达了之后 夜灵就再次踏上了杀戮之旅 这一夜对于整个青城地下黑市来说 什么样的才是一个合格的狩猎者 在99层杨兽刀法和瞬息之舞的加持下 20级以下的转职者根本扛不住他一刀 便成为了他的刀下亡魂 至于20级以上的转职者 那就多来几刀就完事了 夜灵就如同刘花强附身一样 目光所及的一切活物都要挨上他一刀 砍完他就顺手丢一个夜火焚天 主打一个火化一条龙服 一路砍过来 路上非但一具尸体都没有 更是看不见一滴鲜血的痕迹 有的只是一处处人形的焦黑印子 落在地上 印证着这里刚刚躺着个人 期间夜灵也不是没遇见过 30级以上的转职者 只不过面对着一个根本打不死 而且一出手就镜咒满天飞的镜咒师 即便30级以上的转职者也无能为力 在夜灵以命换命的打法下 即便是30几级的转职者 也会被他硬生生给换掉 当然夜灵也付出了代价 他的身上多出了无数到 足以致死的可不伤痕 插满了无数把武器 多出了无数到冰冻火烧的伤痕 此刻的夜灵 就如同从阴曹地府里 爬出来的索命修罗一样 夜灵就这么一路杀了进去 一边杀一边打听着肯森在哪 但很快 他就遇到了真正的麻烦 一个等级高达42的转职者 犹如拦路虎一般 拦在了夜灵的面前 那是一个男人 高大魁梧 仿佛一座巍蛾的山岳 他的脸上布满了杀鸡 眼中闪烁着锐利的光芒 身穿一身黑色的战甲 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 仿佛能穿透人的灵魂 夜灵停下了脚步 他望着眼前的男人 心中不禁生出了一股警惕 他知道 这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自己必须要小心应对 看着身上插满了各种 刀枪棍棒剑挤的夜灵 翟修奇的心里 也忍不住泛起了嘀咕 作为地下黑市有名的打手 他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跟着肯森了 期间也见过了 无数难缠难对付的对手 但是像眼前这么诡异的家伙 他从来没见过 夜灵身上的伤势 若是换一个人 怕是死二十次都不够 受了这么严重的伤势 这家伙 为什么还活着这不合理 你为什么还没死 动手之前 翟修奇忍不住 问出了自己心底的疑惑 你把斧头放下 我就告诉你 夜灵看了看翟修奇手里的斧头 露出一抹巨色 那算了 你还是别说了吧 这问题的答案 我自己来寻找吧 翟修奇握紧了手中的战斧 他在战斗的时候 绝对不会放下手中的战斧 就如同牛战士 就朝夜灵冲了过来 每一步踏出 脚下的大地 都在不停地震展着 夜灵的脸色极为凝重 面对翟修奇 他也不敢有丝毫的轻敌 静咒 燃烧轮回 静咒 瞬息之舞 一连两个静咒施展 瞬间将整个人的状态 拉伸到了最佳 哼 燃烧自己的生命力 来换取战力 你又能坚持多久呢 翟修奇对于夜灵的行为 嗤之以鼻 手中战斧猛地砸向夜灵 夜灵轮起心运天恒 和翟修奇的战斧碰撞在一起 却被震得连连后退 口中更是直接喷出一口鲜血 夜灵的脸色凝重无比 42级的转职者 果然非同反响 哪怕是跌到99层的杨兽刀法 再配合燃烧轮回 和瞬息之舞 都不是对方的对手 不过她的优势 就是 打不死 虽然被翟修奇一斧子震退 但夜灵马上就跟没事人一样 轮着心运天恒 就冲了上去 殊不知 翟修奇此刻心底也满是震惊 夜灵看起来年轻得很 就是个十几岁的矛头小子 结果竟然能挡住 他的权力一斧 翟修奇也不敢大意 战斧上绽放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随后带着一股 比刚刚更加恐怖的力道 就朝着袭来的夜灵 一斧子劈了下去 夜灵抬刀格挡 却连刀都被劈飞出去 战斧去世不减 劈飞了夜灵手中的心运天恒后 又届是狠狠砸在了夜灵的肩头上 咔嚓 一阵令人牙酸的鼓劣声传出 那是夜灵的肩骨和锁骨 在翟修奇攻击下断裂的声音 夜灵喷出一口血 整个人如同炮弹一样飞了出去 重重地撞在了不远处的墙壁上 但就在翟修奇想要上前补刀的时候 夜灵却忽然一跃而起 左手抬手 就是一发恐怖的紫红色火焰 右手指向天际 直接照雷 静咒 夜火焚天 静咒 灭世狂雷 这一次的灭世狂雷 夜灵直接把能献祭的全献祭了 为的就是召唤出传说中的混沌神雷 静咒也不是万能的 再强大的静咒 也要释放者本身的实力够强才行 夜灵的实际等级只有16级 若是普通的雷霆 肯定很难对翟修奇造成太大的伤害 紫红色的夜火 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球 朝着翟修奇砸去 翟修奇目光一鸣 他看出来眼前火焰的不简单 不想被沾染 手中战斧直接凌空披下 宛若开天允日胜负 战斧绽放出耀眼的光泽 朝着面前狠狠披下 眼前的夜火火球 直接被劈成了两边 半点都没有落到翟修奇身上 更是没能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然而下一秒 整个夜幕仿佛都被撕裂 只剩下一道混沌之气弥漫的雷霆 在空中肆虐 他只有手臂粗细 颜色却是变幻莫测 一会儿是深邃的紫 一会儿是狂暴的红 仿佛包含了所有的色彩 又仿佛超越了所有色彩的而存在 雷声震耳欲聋 仿佛整个天地都在为之颤抖 翟修奇瞳孔一缩 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他全力挥动战斧 试图抵挡这道神雷 然而那神雷却如同有灵性一般 绕过了他的战斧 直接劈在了他的身上 翟修奇只感觉 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 瞬间贯穿了他的全身 仿佛要将他整个人都撕裂开来 啊 他手中的战斧脱手飞出 人也向后扬倒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他的眼中充满了震惊和不敢置信 他怎么也想不到 一个这么年轻的小子 竟然能让他如此狼狈 叶琳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 他捡起心蕴天恒 身形一闪 就到了翟修奇的面前 手中的心蕴天恒狠狠地劈了下来 想要直接夺走翟修奇的生命 就在叶琳以为要得手的时候 翟修奇却忽然抬起双臂横挡在身前 直接挡下了这一刀 碰 叶琳的刀势被翟修奇双臂硬抗 强大的力量震得他整条手臂都麻木了 他震惊地看着翟修奇 只见对方身上的黑色战甲 此时散发着淡淡的黑光 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保护着他 这是 叶琳瞳孔一缩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洗练过的稀有级装备 翟修奇冷冷地看着他 眼中闪过一丝寒芒 不错 这件神光黑甲跟了我许久 被我洗练到了七星 扩其眼底浮现一丝杀机 随后抬手一招 那把飞出去的战斧就回到了他的手中 他用力一轮 直接将叶琳开膛破肚 脏气洒落一地 叶琳连连后退 口中鲜血狂喷 他知道自己这次是真的遇到麻烦了 装备是可以被洗练的 通过洗练 可以不断地提升装备的属性 洗练成功一次 便会增加一颗星 最高可以洗练至九星 一件洗练到七星的稀有级装备 甚至都已经可以和史诗级装备相媲美了 难怪他一记混沌神雷砸下去 居然都没能对翟修奇造成什么伤害 如果破不了翟修奇的神光黑甲 他根本就不可能打得赢翟修奇 他们两个人只能这么干耗着 一个打不死 一个打不动 你究竟是什么怪物 为什么这样都没死 翟修奇震撼不已 他亲眼看到 叶琳五脏六腑都留得只剩二点五脏和三腑了 可叶琳还是活蹦乱跳的 这完全不符合常理 你先别说话 让我想想 叶琳没有管自己身上的伤势 而是低头沉思 自己目前掌握的静咒 有没有能破局的 很快他就眼前一亮 因为他掌握的静咒里 确实有一个专门破高防御力的 洗练到七星的西友级装备 神光黑甲吗 我来试试 他有多硬 静咒 永恒更精 叶琳念动着静咒的咒语 随后身为静咒师的他 体内开始闪烁起金色的光芒 那光芒璀璨却温和 将叶琳整个人都染成了金色 那些金色的光芒 不停地从叶琳的体内涌出 没涌出一点 叶琳的脸色便苍白几分 他身前的金色光芒急速旋转 不停地碰撞在一起 最后凝聚成了一把 璀璨夺目的金色长枪 这长枪有理到外 一股古老而神秘的气息 枪间闪烁着永恒更精 特有的锐利寒芒 仿佛能够洞穿这世间的一切防御 叶琳抬起手握住长枪 眼中闪过一丝坚定 他猛地挥动手臂 金色长枪带着呼啸的破空声 直接朝着翟修奇刺去 静咒 永恒更精 静咒是陷记身体内所有的金属元素 凝聚出一把 由永恒更精铸造而成的长枪 无物不破 无坚不摧 自从得到这个静咒后 叶琳还从来没使用过 因为这玩意儿是单体杀伤 而且还有严重的施法前摇 实在是不如灭视狂雷和夜火焚天好用 但在面对翟修奇这个 如同乌龟一般坚硬的敌人时 叶琳还是想起了这个静咒 看到那呼啸而来的金色长枪 翟修奇闪过一抹惊怡不定的神色 那朝他袭来的金色长枪 让他有些捉摸不透 但他还是选择了相信自己 这件洗练到了七星的稀有级装备 翟修奇握紧了手里的战斧 随后全力催动起神光黑甲的防御力 准备硬生生扛下这一击 神光黑甲上散发出来的光芒 更加耀眼夺目 仿佛形成了一层光盾 将翟修奇完全笼罩在内 当金色长枪与神光黑甲接触的瞬间 没有震耳欲聋的巨像 没有惊天动地的波动 就像是一根银针扎破了一个气球一样 金色长枪已一点破面 翟修奇引以为要的神光黑甲 在永恒更经凝聚成的长枪面前 根本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瞬间就被冻穿 刹那间光盾被破 神光黑甲连带着翟修奇的身体 都出现了一个前后贯穿的血洞 这个血洞并不大 只有指尖大小 也并不致命 却让翟修奇整个人都恍惚了起来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翟修奇脸上 写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神光黑甲伴随着他南征北战这么多年 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 从来就没有损坏得这么严重过 在他恍神期间 叶灵已经扔着心运天恒杀过来了 叠加到99层的羊兽刀法刀刀致命 劈得翟修奇连连后退 此刻的翟修奇心神已乱 根本无力抵抗 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件更为夸张的事情 那就是 叶灵和他战斗了这么久 身上一直燃烧着血液 这也意味着 叶灵一直都在开启着 静咒燃烧生命力 可燃烧了这么久 叶灵为什么一点事情都没有 小子 你难道真是不死之身吗 翟修奇又惊又目 肯森老大这一次 究竟是招惹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非但能够开着静咒 燃烧生命力燃烧这么久 自己在他身上留下了那么多伤势 他更是活蹦乱跳的 一点快死的迹象都没有 简直是骇人听闻 叶灵没有回答他 而是抬手间 又是一个静咒砸了出去 静咒 灭世狂雷 又是熟悉的混沌神雷直接砸下 叶灵没有丝毫留守 全力进攻 神光黑甲 虽然依旧能抵御混沌神雷的攻击 但毕竟已经是破损状态 混沌神雷不停地从破损处涌进 大肆破坏着翟修奇的身体 翟修奇又惊又怒 再这么下去 他真的会死在叶灵的手里 但他也是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 面对着死亡的威胁 翟修奇非但没有恐惧 反倒是更加冷静了下来 回过神来的翟修奇 轮动战斧 再次将叶灵压制在了下风 每一斧头都是势大力尘 叶灵也不惯着他 抬手间又是一发永恒跟精 金色长枪再次朝着翟修奇袭去 翟修奇这次可不敢在头铁应接 他眼底闪过一抹金芒 随后身形一闪 速度骤然暴增 急影盾 翟修奇的速度骤然猛增 难以想象 他那么健壮的身躯 居然会有这么快的速度 他在原地留下一抹残影 直接躲开了叶灵袭来的金色长枪 素质之快 叶灵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翟修奇就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陨日圣服 只见一道浮影 如同雷霆闪电般闪过 一股凉意便从脖梗处袭来 叶灵的头颅高高飞起 随后滚落在地上 脸上还带着金锯 只留下一具无头尸体 呆呆地站立在原地 翟修奇吭哧吭哧地喘着粗气 别看他一斧子就秒杀了叶灵 这已经是他全部的底牌了 呼 我都把头砍下来了 我就不信你 这次还不死 翟修奇松了一口大气 这场战斗的惊险程度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他差点就死在了叶灵的手中 正当他以为 已经将叶灵解决了的时候 一把带着星光的长刀 却在这时毫无征兆地 捅穿了他的心脏 摧毁着他体内的生机 翟修奇难以置信地扭过头 大战刚刚结束 此时的他根本没有任何的防备 只见出手的 赫然是叶灵的那一具无头尸体 一刀捅穿了翟修奇的心脏后 那具无头尸体 走向了掉落的头颅 将其捡起来 对准几下后重新 将其安装在了脖子上 你很强 只可惜 你还是太大意了 叶灵平静地抽出刀 鲜血不停地从伤口涌出 预示着翟修奇的生命 即将走到终点 临死前的翟修奇 惊怒交加地望着唐出 我大意你骂 你他妈果然是不死之身 想明白了这一点后 翟修奇清楚地知道 自己死得不冤 面对着一个拥有不死之身 战斗力还极其强悍的怪物 自己简直是死得其所 毕竟有谁能想到 被你把头砍下来的敌人 还能走过来 从背后给你一刀呢 翟修奇没有在跟叶灵多说什么 而是强撑着身体 翻了个身 看向了黑室内的一个方向 目光中满是担忧 肯森老大 快 快逃 怪 怪物 一个有着不死之身 抬手就是静咒的怪物 足以令任何人胆寒 翟修奇说完最后的遗言 叶灵就顺手一刀 了结了他的生命 解决了翟修奇后 接下来的路上 叶灵没有再遇到什么太棘手的对手 想来整个地下黑市 除了肯森之外 最强者就是这个翟修奇了 根据打听来的消息 叶灵很快就摸到了一个房间外 听着房间内传来的淫迷之声 等待着肯森警惕性放到最低的那一刻 这家伙估计也不可能想到 居然会有个十六级的矛头小子 敢单枪匹马地过来暗杀他 蹲在墙根下的他 将肯森和那个倩姐的对话 听得一清二楚 倩倩 我肯森玩过那么多女人 还是你最深的我心 是吗 那肯森爸爸 今天想不想尝点新奇的呀 人家这两天除了喝水之外 可什么都没吃呢 干净得很 嗯 房内的肯森先是轻恩了一声 随后呼吸都粗重了起来 身为老司机的他 自然明白女人所说的意思 翻个身 在一阵嬉嬉嬉嬉嬉翻身的动静响起后 墙内又响起了一阵 穿拖鞋快速跑步的声音 叶玲静静地等待着 甚至手指还跟着肯森的节奏 一起打起了节拍 如同一位耐心的老猎手 终于房内的声音戛然而止 紧接着响起的 就是肯森的大喝声 狠急 快张嘴 听到这句话 叶玲握紧了心韵天恒 开启燃烧轮回和瞬息之舞 就提刀冲了进去 谁 肯森一声大喝 地下之王不愧是地下之王 明明还处于导弹发射阶段 但警惕性依旧是极高 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叶玲 回应他的 是一剂犹如流星划过夜空一般的美丽心狠 刷 快到极致的刀芒闪过 即便肯森的反应已经很快了 但正在进行新离子输出的他 还是没能躲得开这一刀 左手自小臂处旗杆断 切口光滑如镜 鲜血直流啊 肯森发出一声惨叫 连连后退 眼底满是惊骇 倩姐已经吓傻了 她张大了嘴巴 一脸的惊恐 换了好一会 才闭上嘴巴 做了个吞咽的动作 随后起身偷偷逃走 夜灵没有理会逃走的倩姐 反正有死灵归界在 这女人也跑不远 她皱起了眉头看向肯森 对于这一刀 没能砍死肯森她有些失望 不过没有关系 断了一臂 肯定能极大程度的 削弱肯森的战斗力 既然一刀不行 那就多来几刀就是了 当她准备再次出手时 肯森已经啪哒一声 打开了灯 借着灯光 她终于看清了刺客的模样 你是夜灵 那个杀了许志虎的高中生 肯森又惊又怒 她怎么也没想到 砍掉她一条手臂的 竟然会是一个高中生 你为什么能出现这里 宅修奇呢 其他人呢 肯森百思不得其解 地下黑市可是自己的大本营啊 自己那么多的手下守在外面 居然让一个高中生 潜入进来给了自己一刀 都死了 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夜灵抬起星云天恒 毫不犹豫地 就朝着肯森砍了过去 死 这个字眼离我太遥远了 想杀我的人太多了 你个矛头小还不配 肯森也是个狠角色 虽然被夜灵偷袭砍掉了左臂 但她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要不也不会被人称为地下之王 面对着夜灵袭来的大刀 肯森紧剩的右臂猛的一挥 重重的一拳连人带刀 直接将夜灵轰的整个人都 镶嵌在了墙上 肯森的眼底 闪过冰冷的杀意 他可是等级高达五十级的狂战职业 即便失去了一条手臂 也绝对不是一个高中生能够碰瓷的 咳咳咳 夜灵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眼底满是惊骇 这肯森的实力显然宅修奇 还要恐怖 如果不是自己偷袭断了他一臂 自己今晚跑来刺杀他的结果 绝对是被活捉 那一拳下来 自己的胸腔已经被打碎 断裂的肋骨扎进了肺部 为了避免继续咳嗽 影响自己的战斗力 夜灵直接将自己的肺部献祭了出去 静咒 灭是狂雷 一道羹筋劫雷瞬息而至 劈向了肯森 可面对着袭来的金色雷霆 肯森面目猙獰 再次抡起一拳 就将金色雷霆 直接轰碎成了漫天的雷弧 随后肯森暴冲向前 整个人如同一座大山 朝着夜灵袭来 在夜灵惊恐的目光中 轰隆一声 就将夜灵整个人砸得跌倒在地 在地上砸出了一个人形的深坑 随后肯森又猛地补上一脚 直至听到夜灵的头盖骨 发出碎裂的声音 肯森这才罢手 眼看夜灵是死的不能再死了 肯森走向了自己的酒柜 取出一瓶白酒 倒在了伤口上 剧烈的疼痛 让他的额头青筋暴跳妈的 玩了一辈子的鹰 被阴着了眼睛 肯森将一根雪茄 塞进嘴里点燃 在尼古丁的作用下 疼痛总算是缓解了几分 他走向了掉在地上的左手 只要找到治疗相关职业的转职者 他的断臂 还是能够接上恢复如初的 正当肯森弯腰 想要捡起自己的左手时 一把金色的长枪 闪耀着璀璨的光芒瞬息而至 将他的右手钉死在地上 紧接着又是一道刀芒划过 肯森的右臂 旗盖断 什么 你为什么还活着 肯森面目争鸣无比地看着叶灵 他清晰地记得 自己已经将叶灵的头盖骨给踩碎了 这家伙为什么还能活蹦乱跳的 他是不死之身吗 抱歉 我的职业是静咒师 有一个静咒 因为不死不灭 献祭自身两年半阳寿 就能够免疫一次致死伤害 叶灵贴心地为肯森解释了起来 两条手臂都断了 他就不相信 在这种情况下 肯森还能打赢单 这个想法刚刚升起 已经失去双臂的肯森 就忽然飞起一脚 精准无误地命中了叶灵的下巴 将他踢的凌空高高飞起 不死不灭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个不死不灭法 虽然失去了双臂 但肯森的战力 已经强悍得令人发指 他先是一脚将叶灵踢飞到半空中 随后又一跃而起 一记势大力尘的鞭腿 直接抽下 将叶灵抽得 如同一颗炮弹一样 砸向地面 轰隆 阉尘滚滚间 肯森再次冲了下来 一脚跺在了叶灵的身上 50级狂战职业的他 即便不使用任何技能 一拳一脚都足以对16级的叶灵 造成致命伤害 小子 你还是太年轻了 战斗的大技之一 就是将自己的底细 告诉给还没失去战斗力的敌人 我肯森即便失去双臂 也不是你一个高中生能够对付的 我倒要看看 你有多少阳兽 来躲避致命攻击 砰砰砰砰 面对着已经失去反抗力的叶灵 肯森这次丝毫不留情面 每一脚都往心脏脑袋上招呼 叶灵手上的双生阴阳灼 散发出光芒 开始修复叶灵身上的伤势 可是修复的速度 根本比不上肯森破坏的速度 往往叶灵身上的伤势 刚刚修复完一般 肯森的攻击就再次降临 在肯森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下 叶灵的身体 很快就被肯森给剁成了一滩鲜血模糊的烂肉 混着白色的骨头茬子 看着骇人无比 双生阴阳灼还在散发着光芒 但是已经修复不了叶灵的身体了 肯森松了一口大气 累得满头大汗 他刚刚至少也给叶灵造成了上百次致命伤害 再怎么样也该死了 他就不信 叶灵还能两百多年的阳寿 肯森气喘吁吁地走开了 双臂被斩断的疼痛 让他忍不住倒吸冷气 骂的 静咒师这个职业简直太诡异了 难怪短命该 肯森忍不住地咒骂着 被一个高中生砍断了双臂 这是要是传出去 他这个地下之王的脸面都要彻底丢光 当着他的面肯定不敢说什么 但背后指不定怎么议论他呢 想起这个肯森就烦得不行 正当他气门不已的时候 感觉一股寒一字背后袭来 肯森猛地转过头 一道心横滑过 一条健壮的大腿高高飞起 肯森愣住了 呆滞的单腿站立在原地 直视着叶灵 脸上写满了茫然 似乎是没有想到 叶灵居然还没死 巨大的冲击 使得他甚至暂时都忘记了断腿的疼痛 没想到吧 我骗你的 你太年轻了 怎么连敌人的话也信 叶灵黑黑一笑 肯森断了两条手臂一条腿 他就不信 在只有一条腿的情况下 肯森还能打赢单 碰 肯森凶狠地给了叶灵一记重重的头锤 将叶灵撞得眼冒惊心 但这次 他却没有选择继续攻击叶灵 而是迈着毒腿 快速地逃跑 肯森的眼底冒出了惊恐 他真的害怕了 眼前的叶灵就如同一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再这么下去 只有一条腿的他 说不定真的会死在叶灵的手里 想跑 静皱 勇动之谋 叶灵献计出了自己眼球 眼球顿时一黑 市民前的最后一眼 他朝着肯森紧剩的那条腿看了一眼 肯森刚跳出去没几下 紧剩的那条腿便开始有冰筋凝结 最后更是将他整个人都冻结在了原地 不 不 肯森想要挣扎 但是他已经没了双臂 也没有了另一条腿 根本无法挣脱 眼睛复明之后 叶灵提着星云天 横走向了肯森 刀尖在地面上摩擦 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 摩擦出一系列的火花 说 纪叔叔在哪 叶灵在来这里之前 已经找遍了不少地方 但一直都没有找到继父的踪影 想必人肯定是被肯森关到某个秘密的地方去了 肯森咬紧了牙关 不肯开口 叶灵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打了个响指 一抹紫红色的火光 就落在地面上 将肯森的左臂烧成了灰烬 不 肯森瞠目欲猎 若是能带着断臂 找到治疗系相关职业的话 他还能有恢复正常可能性 但若是这种连手都没了的 就真的没办法了 那种能让断臂再生的大佬 也不是肯森能够接触到的 叶灵这箱当于断掉了他的后路 以后 你只能当独臂肯森了 叶灵表情平静 你 肯森气得双目发红 我说了 你难道就会放过我 肯森 肯森 你知道的 我爱说实话 叶灵淡淡一笑 我来这里 只是想救纪叔叔 我杀你的手下不会有事 因为你会摆平 但是我若是杀了你 那问题可就大条了 我还不至于蠢到 去杀青城的地下之王 那可是捅破天的大事 但我忌惮 不代表我不敢做 纪叔叔对我有大恩 所以你自己想清楚 别把我这个老实人逼急了 说到这里 叶灵眼底闪过一抹寒芒 一副煞有其事的模样 肯森犹豫了一番 但现在的他 四肢断了三肢 最后一肢被冻成了冰雕 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他也只能选择选择叶灵 你放心 信计的 那个老家伙没死 就是断了只手而已 他就关在外面的牢狱里 肯森说道 闻言叶灵也是松了口气 若是继父死了的话 他多少也会有点愧疚和难过的 不管继父是出于什么目的 但至少 对方是实打实地 花了真金白银对自己好 这就是嗯 自己得成 刷 锋利的星云天恒 化为一抹流光 带着心芒 展向了肯森的脖梗 要将其直接斩首 感受到了冰冷的杀意 肯森浑身寒毛炸裂 你果然是在骗我 畜生 肯森此刻也顾不上 自己的最后一条腿了 他虎腰奋力一扭 最后被冻结的毒腿 硬生而断 整个人滚落在地 狼狈不堪 但也躲过了夜灵的必杀一击 好强的求生欲 但是没用 夜灵抡起星云天恒 肯森的笑容 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没想到 自己堂堂地下之王 最后竟然要死在一个 高中生的手里 正当夜灵要收割 肯森的生命时 一声娇和 从门口传来 住手 放了他 不然我现在 马上就杀了这个性计的 刚刚逃走的倩姐 去而复返 还多带回了一个男人 继父的精神状态很差 显然是遭受过毒打 脸色也因为失血过多 显得惨白 他被捆成了粽子 嘴里也被堵上 发不出半点声音 倩姐手中拿着一把 黑色的手枪 正指着继父的脑袋 森哥 看到肯森被 消成人质的惨状 倩姐惊呼一声 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 你不是跑了吗 你回来干什么 滚 我还不需要一个女人 来救我 肯森又惊又怒 不 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 倩姐摇了摇头 将手枪死死地 顶在了继父的太阳穴 放了森哥 否则 我现在就杀了他 你这个蠢货 你就是我的发泄工具 可看到倩姐冒着生命危险 回来救她的时候 她的眼眶忍不住泛红 人只有在陷入困境的时候 才知道身边的人 究竟是人是鬼 她怎么也没想到 回来救她的人会是倩姐 叶玲眯了眯眼睛 手指轻轻在心云天横上敲击着 开启燃烧轮回和瞬息之舞后 凭借着暴涨的速度 她有60%的把握 在那个女人开枪之前 把她的手砍下来 她在犹豫 要不要赌这个概率 想了想还是决定放弃 虽然60%的成功率不低 但毕竟是士官继父的生命 你想怎么办 我们呼唤人质吗 叶玲询问道 不可能 如果我手里没有人质 你肯定会马上杀了我们的 你先让森哥的手下把她带走 我带着人质留在这里 倩姐咬着牙开口说道 叶玲皱了皱眉头 这妞不愧是跟着肯森的 可一点都不好骗 但她不可能放过肯森的 今天若是没弄死肯森 那就相当于放虎归山 自己会面临天大的麻烦 今晚若不是打了肯森 一个出其不意的话 她甚至连接近肯森的机会都没有 就会被直接拿下 听了倩姐的话 肯森惊怒交加 她哪里还看不出 倩倩这女人 是要用她的自己的命 来换她的命 她不可能放过我的 你快走 你平时不是最听我的话了吗 走啊 肯森的嘶吼声 听得叶玲心烦 她随手从肯森的床上 拿起一条双头笼 堵住了肯森的嘴 将肯森呛得不停干呕 无法再开口 随后抬起毛子 看向倩姐 我不可能答应你说的条件 肯森一走 肯定马上会掉击人马 对我进行围剿 那样的话 我和纪叔叔都活不了 你有你想救的人 我也有 所以 如果你担心我追杀你和肯森的话 我可以让你安心 叶玲掉转心运天恒的刀刃 对准了自己 四道刀芒闪过后 叶玲的双手手脚的手筋脚筋 都已被挑断 鲜血淋漓 她整个人瘫倒在了地上 连爬都爬不起来了 这还没完 她又在自己的肚子上 剖了一刀 肠子疯狂流出 怎么样 你现在可以相信 我不会再追杀你和肯森了吧 叶玲脸色苍白 神情虚弱无比 叶 倩姐捂住了嘴 难以想象 叶玲竟然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纪叔叔对我来说 很重要 我是个孤儿 他就像一位慈父 忽然闯进了我的生活 我必须保证他的安全 叶玲的话质地有声 让被堵住嘴的继父眼中 都泛起了泪光 再没有人情味的商界 摸爬滚打久了 这种真挚的情感 远比堆积如山的金钱 更能令她动容 见叶玲直接将自身 重创到这种程度 倩姐也顺势放下了枪 肯森见状 疯狂地想要大喊 叶玲刚刚被她 踩成了肉泥都没死 这等伤势对她来说 根本就不值一提 但叶玲早就用双头龙 堵住了她的嘴 让她开不了口 提醒倩姐 倩姐看到肯森在那挣扎 还以为她是在呼喊自己 连忙放开继父 朝她跑了过去 森哥 我在倪森哥 倩姐快速跑上前 将双头龙取出 见到倩姐放开了继父 肯森面如死灰 果不其然 一扭头 她就看到叶玲 一边把肠子往肚子里塞 一边朝这边走了过来 你想杀我 我没意见 但是 你能不能放过倩倩 她什么都不知道 也不是转职者 她对你造不成威胁的肯森 连忙开口 我肯森这辈子什么都干过 就是没有求过人 算我求你的 你 你怎么还能站起来 倩姐此刻也吓得花容失色 她不明白 一个人手筋脚筋都断了 怎么还能站起来 而且还能拿刀 叶玲目光复杂地看着肯森 从某些方面来说 肯森也算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汉子 只可惜 自己也没得选 不死之身的秘密若是暴露 她的下场 只会比肯森惨一万倍 叶玲面无表情地 举起了心运天恒 求你 放过倩倩 求你答应我 你要钱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只要你放过倩倩 刀芒泛着心灰闪过 肯森的声音戛然而止 这位倾城的地下之王 瞪大了自己的双眼 死不瞑目 森哥 倩倩发出一声惨呼 满脸泪痕地看着肯森的尸体 哭得歇斯底里 对不起森哥 是我没用 是我太傻了 随后 他一脸猙獰地拿起枪 朝着叶玲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碰碰碰碰碰碰 六声枪响过后 枪里的子弹已经被打空 枪管冒着白烟 可惜的是 他打出的子弹 都被心运天恒全数挡下 未能伤到叶玲分毫 叶玲本来是不想挡的 反正也不会死 但考虑到有继父在场看着 他还是做了个样子 你杀了我呀 你连我一起杀了呀 倩姐歇斯底里的大吼起来 抱不了仇 他现在只想和肯森死在一起 叶玲摇了摇头 开口叹息道 别傻了 大嫂 我不杀女人 你走吧 不杀女人 倩姐愣住了 叶玲的话 让他一时之间 不知道说点什么好 是啊 肯森生前也是个体面人 你活着 刚好能给他收拾 若不是他绑架了纪叔叔 我当真不想与他为敌 叶玲叹了口气说道 孙哥 一提到肯森 倩姐的泪水 再次犹如绝了滴的水库一样 狂流不止 叶玲没有再理会倩姐 而是转身走向了继父 纪叔叔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叶玲解开继父身上的枷锁 又将他堵在嘴里的毛巾抽出 没事孩子 你能冒这么大的危险来救我 他难以想象 叶玲究竟是吃了多少苦 费了多少劲 才成功将他营救出来的 纪叔叔 我们走吧 叶玲搀扶着继父往地下黑室外走去 叶玲 这一路打进来 吃了很多苦吧 继父心疼地说道 纪叔叔 你太小看我了 我才十六级 即便我是禁咒师 我也不可能对付肯森这么多手下 他们光是好 都能活生生把我号死了 叶玲忍不住摇头道 哦 那你是怎么进来的 又是怎么将肯森伤成那副惨状的 纪父好奇道 肯森刚刚的模样 他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整个人的四肢都被削去 直接成了人质 是我的一个朋友 叶玲犹豫了一下 说道 我这个朋友 不让我公布他的身份 所以说我不能告诉您 纪叔叔 纪父点了点头 眼底闪过一抹 专属于商人的精密 静咒师的成长是很快的 别看叶玲 现在只有十六级 高考一结束 往野外一钻 用不了一两年 叶玲就能成为镇压一方的强者 看来不止自己看上了叶玲的天赋 这清城还有其他人打着这个主意 想明白这一点 纪父也没有在追问什么 毕竟今晚他能活下来 就已经是万幸了 今晚被肯森绑架 也让他看明白了很多事 叶玲 你不要嫌纪叔叔啰嗦 这个社会 人和人之间 最核心最本质的关系 就是利益 你有利用价值 别人才会主动靠近你接近你 你要小心一点 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 包括 我 纪父眼神复杂 最开始 他让纪玲宇去接触叶玲 也是抱着利用叶玲的心态去的 好 我记住了纪叔叔 您教给我的东西 叶玲一定会铭记于心 叶玲乖巧地点了点头 既然你认我这个叔叔 那还有件事 纪叔叔得和你说说 要不然 你以后一定会吃大亏的 纪父忍不住严肃到 他现在已经彻底将叶玲 看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 叶玲现在 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仅次于纪玲宇 纪叔叔您说 叶玲洗耳恭听 叶玲乖乖硬核道 你太善良了 也太仁慈了 纪父的眼神中 闪过一抹寒芒 这是大戒 慈不长兵 义不养财 善不为官 情不利事 人不从政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就比如 刚刚那个肯森的女人 纪叔叔承认 他们两个的真情实感 确实很打动人 但也正您如此 你才更不能放过他 否则的话 等他反应过来 以他肯森女人的身份 肯定能召集不少肯森的残部 来找你寻仇 到那时 会给你造成大麻烦 甚至会让你有性命之忧 叶玲做出一副惊恐的模样 连忙说道 纪叔叔 那现在怎么办 要不我现在回去结果了他 不必了 地下黑市的善后问题 我会帮你处理妥善的 我只是让你改一改 心软这个毛病 纪父摇了摇头 随后和蔼地对着叶玲说道 叶玲 心软可以 但是只可以对身边人心软 一旦明确对方是敌人 那对方便已有了取死之道 叶玲 谨遵纪叔叔教会 叶玲乖巧地说道 他们一边说 在黑市的边缘 空洞的眼眶中 燃烧着青幽色的灵魂之火 在骷髅战士的后方 甚至还有无头骑士 古龙 乌妖 各种各样的死灵生物 那骷髅战士生锈的短剑上 甚至还有着温热的血迹 显然是刚刚有倒霉弹想冲出去 被一剑劈了肯森的报复来得这么快吗 纪父胆战心惊 随后眼底闪过一抹狠色 叶玲 若是等下实在没办法 你就把我丢下 自己跑 纪叔叔 这怎么能行呢 叶玲大惊失色 纪父还想说什么 但他已经看到有一具骷髅战士 捏手捏脚的出现在了叶玲的身后 叶玲 小心 纪父连忙推开叶玲 那骷髅战士一拳抡在他的脸上 一拳就将他抡晕了过去 叶玲摸了摸鼻子 有些愧疚地看着昏迷的纪父 喃喃自语道 纪叔叔 抱歉啊 我也不想的 但是你不晕过去 我不好操作啊 不死之身这个秘密实在是关乎重大 叶玲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至于今晚地下黑市的所有人 他都不准备放过 静皱 燃烧轮回 静皱 夜火焚天 叶玲抬起了手 他全身的血液瞬间被抽走 整个人都成了一具干枯的皮尸 可这还没完 他心面一动 不死之身立即将血液再生 他又再一次陷阱 叶玲就这么在正常人和皮包补的状态下 不停地切换着 而随着每一次切换 他手中那团紫红色的夜火 也越来越强大 到最后 更是犹如一轮紫红色的小太阳一般耀眼 紫红色的夜火形成的小太阳 在夜灵手中跳动 仿佛随时都会挣脱束缚 坟尽一切 夜灵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他已经快要掌控不住这股力量了 这一次释放的夜火焚天 远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要更加强大 他深吸一口气 猛地将手中的夜火太阳 朝着眼前的黑市扔去 紫红色火球 在空中划出一道长长的轨迹 宛若一颗划过夜幕的彗星 带着灭世一般的气息 落入了黑市深处 紫红色火球 接触到黑市地面的瞬间 哄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过后 黑市的上空 升起了一朵蘑菇云 恐怖的夜火 瞬间爆发开来 火焰熊熊 温度极高 仿佛要将周围的一切都焚烧殆尽 黑市中原本还活着的生物 在这恐怖的高温下 发出淒厉的惨叫 但转眼间就被火焰吞没 连灰烬都不剩 整个黑市被夜火笼罩 看着眼前的熊熊火海 夜灵的心绪复杂不已 他打开一包捡来的烟 用夜火点燃一根放进嘴里 又将整包烟丢进了火海 尼古丁的气息 侵蚀着口腔与胸肺 让夜灵的心绪 缓缓变得平静起来 遇到时就想先抽根烟 似乎是刻在每个男人基因里的记忆 一个刚转之完没多久 等级只有16级的高中生 单枪匹马 杀了青城地下之王肯森 还一把火把 整个黑市给烧了 这恐怕他自己说出去 都不会有人相信 即便是官方 也不可能会怀疑到他身上来 这就好比现在大漂亮国的老大 被人暗杀了 没人会来调查屏幕前的你一样 这一把火烧完 所有的一切都会推到 那个并不存在的灵涅的头上 夜灵垂下眸子 透着香烟的白雾 看着还在昏迷的继父 现在唯一的问题 就是继父 他是今晚唯一一个亲眼看到 自己杀了肯森的人 如果先把继父给弄死 再送继灵语归西 自己重伤垂死 倒在继灵语旁边 这样一来 自己肯定就完全和这件事 撇清了关系 有人来调查 也只会认为 是肯森袭击了继世集团 灭了继父满门 随后 肯森又被神秘人灵液灭门 自己只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 想到这里 夜灵缓缓举起了心蕴天恒 眼底寒芒一闪而逝 恰在这时 继父缓缓睁开了眼睛 一睁眼 他就看到了心蕴天恒上 淡淡流转的心灰 夜 夜灵 你要干什么 夜灵没有回答他 而是直接手起刀落 伴随着树道寒芒闪过 一颗红彤彤的苹果 就完美地被削去了外皮 纪叔说 你恰苹果吗 夜灵一脸人畜无害地眨了眨眼睛 继父这才松了一口大气 惊魂未定地说道 夜灵 你吓死我了 这种时候吃什么苹果呀 继父转过头 看着眼前的熊熊火海 惊恐地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刚当那些骷髅想要杀我们 好在林业哥 我不是 哦 继父的眼底闪过一抹精芒 心里暗道 夜灵还是小孩子星星 心里话都能不小心出来 说出来的 那还能叫心里话吗 回头有空 他得好好教教夜灵才行 灵业 这是哪来的神秘强者 自己怎么从来没听过 没事 我们都平安就行 快走吧 调查局的人应该很快就来了 我必须回去早做准备 继父神色凝重 夜灵点了点头 调查局专门是处理转职者的官方组织 肯森的死 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权力追查 他刚刚确实想过杀了继父 但这个想法最终还是被他压了下来 若他真的为了能高枕无忧地活着 而下手杀了于自己有恩的继父和继灵羽 这就代表着他彻底抛弃了 作为一个人的人性 人类是人性与兽性的结合体 通常表现为精明且利己 但有时候又会忍不住无私奉献 他想活着是兽性的本能 他就继父 是因为继父与他有恩 这是人性 若是他真的抛开了人性 那即便一直活着 也不过是一头长寿的人形禽兽罢了 继父爸 爸你终于回来了 我差点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人生最美的事情莫过于失而复得 傻孩子 哭什么 爸这不还在吗 放心吧 只要爸还活着 这天救他不下来 继父宠溺地揉了揉继灵羽的脑袋 眼眶也忍不住泛红 继母走得早 继灵羽是他一手拉扯大的 可以说继母走后 继灵羽就是继父的全部 好了 哭哭啼啼的 一点都不像男子汉 让开吧 爸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继父的眼底 闪过一抹灵力 这一刻 他又成为了那个 在商界叱咤风云的继组 肯森的事情 应该马上就会引起 整个清城的震动 到那时 调查局的人 肯定会倾巢而出 调查这件事 他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保证 叶玲和继灵羽 两人能够顺利去参加高考试炼 只要两人进了高考考场 哪怕是调查局 也无法再动他们分后 今夜 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对继父来说是 对于清城其他人来说 更是 清城调查局 黄调查官坐在自己的桌前 他刚整理完 许志虎农庄事件的案卷 许志虎 清城地下之王肯森的手下 肯森那边已经打过招呼 让他们调查局 不要再追查这件事 因此 黄调查官也 直接将此事作为悬案结案了 整理完案卷抬头一看 才发现 不知不觉 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他抬起双指 揉着自己的眉心 清城地下之王 清城有这么一颗毒瘤 当真是令人头突 话音刚落 门外忽然有个人 砰的一声闯了进来 深夜的推门声 犹如一声惊雷 将调查官黄立田吓了一跳 抬起眸子 才看清 推门的人是局里 安排他带的小徒弟许秀 许秀的脸上 此刻写满了惊慌失措 什么事 怎么毛手毛脚的 我不是教过你吗 遇到是要冷静 保持情绪稳定 慌乱和激动 解决不了任何事情 黄立田教训道 是是是 师父你说的对 但是 真的是有天大的事情 许秀的猴猪 忍不住上下滚动了一番 额头上满是冷汗 哦 黄立田淡淡一笑 一副宠辱不惊的模样 拿起桌上的杯子 喝了一口水 你倒是说说 是什么天大的事 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 屁大点的事 都能激动得不行 师父 我说出来 你可千万别害怕 许秀惊恐说道 放心吧 你师父我做调查官这么多年了 什么事情没见过 巨人官 人体无功 啥能吓到我 黄立田十分淡定 继续喝着水 肯森死了 整个地下黑市 被人一把火烧成了灰烬 手法手段 和之前那个农庄一模一样 看到黄立田的老神 丁丁的样子 许秀也跟着冷静了下来 丛容说道 不料他话音刚落 黄立田就扑的一声 一口水喷了出来 直接喷了他一头一身 什么 你说谁死了肯森 WDNMD 黄立田快速冲上前 抓住许秀的肩膀 就开始剧烈摇晃起来 谁死了 你再说一遍 是谁死了 许秀感觉自己的脑僵 都要被黄立田晃均匀了 师父 你不是说 御事要沉着冷静 情绪稳定吗 啪啪 黄立田文言上来 就是两个大嘴巴子 立声吼道 别他妈废话 快说 怎么回事 是谁死了 肯 肯森啊 许秀委屈地说道 同名同姓吗 黄立田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轻声问道 不是 就是那个地下之王肯森 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连带着他地下黑市那些手下 应该全死了 许秀如实说道 黄立田文言 放开了许秀 整个人连退了数步 撞到办公桌上 才堪堪稳住身子 黄立田的职业是测谎师 他清晰地知道 眼前的小徒弟没有再说谎 可这一刻 他无比地希望许秀说谎了 死的可是肯森啊 而且还是死在城内 并且一整个地下黑市的 所有人都死了 这简直是捅破了天的大事 你别管肯森背地里 是不是什么清城地下之王 至少表面上 人就是清城十大杰出慈善家之一 清城有头有脸的人物 这个人一死 搞不好清城是会出现动乱的 走 我们去现场 黄立田的额头青筋暴跳 再过一天 高考试炼就要开始了 这时候的清城 不能出现任何的意外 当黄立田试图二人赶到现场的时候 夜火还没有完全熄灭 时不时还有紫红色的火苗窜出 黄立田快步走了过去 许秀赶忙拉住了他 师父 你别激动啊 这火焰很诡异的 一沾染上就扑不灭 很危险 我知道 你不用拦我 黄立田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一模一样场景 一模一样的夜火 一切的证据都复之一句 什么都没了 连尸骨都被烧成了灰 只留下一片焦褐色的大地 那次的农庄也是这个样子 这次的黑市 不过是一个放大了无数倍的农庄罢了 这个该死的肯森 黄立田忍不住低声骂道 若不是肯森阻挠他们 调查农庄的真相 说不定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一幕了 他现在相信 诸葛尼所说的 叶灵和灵叶不是同一个人了 毕竟一个高中生 怎么可能有能力屠杀整个黑市呢 别人不清楚 他们调查局可是一清二楚的 肯森实际上 可是一个高达五世纪的转职者 这一切 难道又是那个神秘的灵叶干的吗 可是不对啊 按诸葛尼所说 他在新手秘境内见过那个灵叶 这样一来 灵叶就不可能是凶手了 难不成灵叶只是负责销毁证据的 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 黄立田头疼无比 就在这时 徐秀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再次给他带来了一个消息 让他眉头紧促 十分钟后 清城调查局内 黄立田见到了继父 继总 黄立田伸出了手 想要和继父握手 这时 继父却苦笑一声 举起了自己已经被肯森砍下了左臂 黄立田的嘴角微微一抽 继总 世纪从全 我就不搞那些虚的了 你是继家别墅 在十点多的时候 遭到了肯森带人围攻士吗 是的 继父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技能读心术感应了一下 发现继父并没有说谎 于是皱眉问道 继总 你能解释一下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 但据我所知 您只是个普通人 并不是转职者 黄立田的意思很明显 转职者都死了 你一个普通人还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 是小李 继父啪哒一声点燃了一根烟 眼底满是哀伤 小李是我收养的孤儿 也是我的贴身保镖 他拼了自己的命 换我一个逃跑的机会 那后面的事情呢 黄立田追问道 后面我晕过去了 是我儿子的同学叶灵发现 并救了我 然后我就来调查局报案了 继父抽了口烟说道 那肯森死了 你知道吗 黄立田死死地盯着继父 知道 我刚刚来调查局的路上 听到有人说了他的死讯 死得好 他不死 我都要想办法弄死他 操 继父恶狠狠地说道 黄立田皱了皱眉头 他发现继父目前为止所说的 居然句句属实 没有一句假话 也就是说 继父根本没有说谎 看着继父轻轻弹着烟灰的模样 黄立田可以肯定 肯森的死 继父肯定知道点什么 真正高明的骗子 在骗人的时候 是不会说谎的 他们每一句话都是真话 但当这段话组合到一起的时候 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谎言 就比如 国足举世闻名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足球队 能在世界杯正面击败国足 再比如 我女朋友被她最好的闺蜜绿了 我很生气 便去把她闺蜜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这便是蒙太奇谎言 用真话去说谎 这样的老狐狸 即便是她这个拥有测谎技能的调查官 也是无能为力的 好的 纪总 谢谢你的配合 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我打算再和你儿子纪灵宇 还有你儿子的同学叶灵聊聊 你应该不介意吧 黄立田问道 当然不介意 黄调查官您请便 继父笑呵呵地说道 她在家的时候 早就和纪灵宇和叶灵对好了口供 她相信 黄立田不可能调查得出任何东西来 很快 纪灵宇和叶灵就被带进了调查局 叶灵左右观望着 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 这让黄立田瞬间就将目光锁定在了她的身上 这两个人都只是高中生 城府肯定没有祭父那种老狐狸那么深 黄立田自然将她俩当成了突破口 再加上叶灵之前就是农庄事件最大的嫌疑人 黄立田早就想和她好好谈了谈叶灵同学你好 我姓黄 你可以叫我黄调查官 黄立田伸出大手与叶灵握了握 叶灵的脸色十分认真 黄调查官你好 我去二仙桥要走城华大道 只能拉一点点 不能拉多了 黄立田 我是问你 这个车能不能走 黄立田头腾道 能走 到二仙桥 叶灵认真地点了点头 不是 我他妈 黄立田发现自己被叶灵给带沟里了 叶灵 在 我要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 你回答就行了 其他的话不用讲 明白吗 黄立田说道 明白了黄调查官 对不起 我只是看你太严肃了 想开个玩笑活跃一下气氛 叶灵憨厚地挠了挠头 我谢谢你 黄立田沉声道 你认识许之虎吗 不认识 听都没听过这个名字 叶灵如实回答 他确实不知道 那个买他器官的黑心老板 叫许之虎 黄立田确认叶灵没有说谎 但还是不死心地追问道 那你去过农庄吗 去过 说到这个 叶灵的表情忽然变得惊恐起来 农庄里有什么 黄立田死死地盯着叶灵的眼睛 线索要来了 那个农庄里 有机 黄立田差点气得给叶灵一拳 废话 农庄里肯定有机 不是啊 黄调查官 不是一般的机 是那种一百来斤的机 叶灵一脸认真地说道 说到一百来斤的机 周围的人瞬间就不困了 伸长了耳朵 想听听叶灵接下来要说什么 那个机还问我玩不玩 说我条件好 可以不收我钱 我很害怕 就跑了 叶灵眨了眨眼睛说道 她说的可都是实话 之前住平民窟的时候 时不时就有上了年纪的坏女人 要骗她昆昆吃 黄立田 她沉默了 因为她发现 叶灵说的句句属实 现在有两种可能 一 叶灵是个比继父 还要更加老谋深算的老狐狸 在装疯卖傻 二 叶灵确实和许志虎的死没有关系 黄立田更倾向于后者 所以她没有再问农庄相关的事情 而是转而问起了 今晚叶灵在哪 可是问这个 就更问不出结果了 因为叶灵今晚确实和纪灵羽 在转制者工会那边练刀 这个转制者工会那边都有记录 一查就能查得到 黄立田也很快调出了那边的记录 当看到叶灵破坏了 能扛住四十级以下 转制者工机的假人时 黄立田目光微眯 叶灵 你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只有十六级 却能破坏足以扛住四十级以下 转制者工机的假人吗 黄立田似笑非笑地问道 我天生神力啊 叶灵脸不红心不跳地说道 天生神力 我劝你说实话 要不然 我可能要留你在这过夜了 黄立田的指尖 轻轻敲击着桌面 叶灵心底暗道该死 其他人想要调出 转制者工会的详细记录 肯定是不可能 但调查局自然是有这个权利的 早知道今晚要去杀肯森 他就不在那边 表现得那么张扬了 得益于纪叔叔 给我买下了一身好装备 加上我静咒师的身份 爆发之下 就达到那种程度了呗 毕竟假人又不会躲闪 叶灵如实说道 黄立田眯起了眼睛 手指轻轻敲击桌面 真要这么说的话 其实也没有问题 毕竟静咒的威力 本来就极其恐怖 配合一身好装备的话 16级也未必不能破坏 40级的假人傀儡 你不顾身体健康 释放静咒 就为了在假人身上 试一试自己的实力 为什么 黄立田皱眉问道 不太想活了 犯法吗 叶灵眨眨眼睛问道 不犯 黄立田没有继续追问这个 而是话锋一转 忽然说道 你认识肯森吗 认识 我是十大杰出 慈善家之一 不过 我没怎么在电视上见过他 哦 这从何说起 黄立田谋光一宁 我家穷 买不起电视 黄立田 叶灵 看来肯森的死 你真的知道点什么 黄立田的眼底 闪过一缕金芒 你从一开始到现在 一直在打岔分散我的注意力 很显然 你不想 我继续问下去 与此同时 黄立田的心里 还浮现出一个大胆的猜测 静咒师 能破坏40级的假人 眼前这个叶灵 或许就是那个神秘的灵液 而灵液未必只是一个人 也有可能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组织 心里浮现出这个想法后 便再也挥之不去了 这么一来 很多事情 就都能够说得通了 许志虎的农庄事件发生后 叶灵就被接到了纪家 紧接着 纪家就遭受到了肯森报复 再紧接着 肯森就被灭口了 你身上有什么东西 能引起肯森和纪氏集团的注意 许志虎首先发现了这样东西 所以他就被你灭口了 连带农庄和农庄里的其他人 也被你一把火烧了得一干二净 随后 肯森压下了这件事 暗中蓄力报复纪氏集团 将纪家别墅的人都杀了 纪总也被砍下一只手 或者说你背后的势力出手 将肯森灭门 我说的对吗 灵液 黄丽田目光炯炯地 盯着叶灵的眼睛 似乎要从他的眼底 看到慌乱的神情 但他失望了 叶灵虽然心底慌得要死 但表面上依旧是一副呆萌的模样 甚至还冲黄丽田眨了眨眼睛 黄调查官 你在说什么 没有证据不利于团结的话 可不要乱说啊 叶灵一句话 黄丽田顿时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萎抿了下去 是啊 没证据 无论是农庄还是地下黑市 所有东西都被夜火烧了得干干净净 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即便他猜测的就是真相又能如何 没有证据 他照样无法将事情定性 黄丽田深吸了一口气 他坚信自己所猜测出来的 即便不是真相 也八九不离十了 唯有这样 才能解释得通最近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 不过还有一点 他想不明白 记家别墅被灭门 发生在晚上十点多 地下黑市的大火 在凌晨三点多 间隔的这五个多小时 发生了什么 若是地下黑市 发生大规模的转职者对轰 他们调查局肯定会第一时间收到消息 可那五个多小时 一片寂静 仿佛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紧接着大火 就突然燃起 将整个地下黑市 烧了个一干二净 黄丽田深深看了叶灵一眼 他明白 再问叶灵 也不可能问出任何东西来 他看了一眼手表 开口说道 叶灵 现在是凌晨五点 距离高考试炼开始 还有二十七个小时 你最好盼着 这二十七个小时内 我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叶灵被黄丽田扣留在了调查局 关进了一间特制的监牢 调查局的监牢 都是材料学大师和建筑学大师 两大职业联合打造的 想强闯出去 就是吃人说梦 不出意外的话 叶灵家要在这里 度过高考前的二十七个小时的时间 即便继父百般阻挠 甚至还动用了济世集团的关系 也一样没有作用 毕竟这次死的人太多了 还有肯森这位清城地下之王 清城不知不觉 出现了一个 能够直接覆灭肯森的可怕势力 而调查局的人却毫不知情 当黄丽田 把这个消息报告上去的时候 直接将清城调查局 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 清城是他们的底盘 结果在他们眼皮底下 冒出了这么一个势力 他们都不知情 这简直是骇人听闻 说句不好听的 若不把这个神秘势力给查清楚 哪天他们调查局也跟肯森一样 被人一锅端了都不知道 这件事 立马引起了清城调查局的高度重视 上面甚至 直接给了黄丽田最高等级的调查权限 让他全权负责 还派了两个强大的转职者 贴身保护黄丽田 看着黄丽田带人离开 叶灵反倒是松了一口气 缓缓地靠在了椅子上 嘴角缓缓挑起了笑容 肯森虽然死了 但肯森的势力 可远不止地下黑市那一点 这位地下之王的势力 遍布整个清城 那些人可不像黄丽田 还讲究证据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肯定是宁杀错误放过 他现在要做的事 就是找个安全的地方 等到高考试炼开始 而在清城 有什么地方 是比调查局更加安全的呢 在这个世界 转职者 特别是天赋优秀的转职者 拥有足够的特权 只要进入高考试炼 引起省城的大学重视 哪怕是黄丽田 找到他杀了肯森的铁证 也没有任何作用 对于自己的实力和天赋 叶琳有足够的自信 肯森的是 他做得很干净 所以他根本不担心 黄丽田往下查 短短27个小时 黄丽田不可能找得到任何铁证 叶琳安心地躺在了小铁床上 开始睡起了觉 养精蓄锐应对高考 试炼另一边 天刚蒙蒙亮 黄丽田带人来到了青城的诸葛家 诸葛家的小楼超然室外 仿佛一座独立于城市的古老庭院 地矮的院墙在朝阳的照耀下 闪耀着灿金色的光芒 每一块砖石都仿佛在诉说着 青城历年来的秘密 诸葛先生 青城调查局七级调查员 黄丽田求见 黄丽田恭敬地敲了敲门 即便他是调查局的人 也不敢在这里造次 因为这个院子的主人 名为诸葛千兴 原来是黄调察官 请进 院门无风自动 嘎吱一声打开了来 诸葛家的庭院内 古墓参天 翠竹摇曳 青石扑旧的小径蜿蜒曲折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茶香 每一缕香气都让人心旷神疑 在这里 时间仿佛凝固 让人忘记了世间的纷扰 而诸葛千兴不知何时 就坐在了庭院中沁茶 似乎早就知道了黄丽田会来 黄调察官 请坐 诸葛千兴加起一杯茶 递到了黄丽田的面前 是有要事相伤 诸葛千兴微微一笑 找我是假 找小女才是真吧 你是为了肯森之事 嘿嘿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诸葛先生 黄丽田善善一笑 上次在农庄的时候 他就察觉到 诸葛你肯定知道点什么 但诸葛你不肯说他 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毕竟那许之虎 本来也不是傻好人 死了也就死了 但这次可不一样 事情太大了 黄丽田不可能放过这条线索 他将肯森身亡 及倾城出现神秘事例的事情 向诸葛千兴详细导来 诸葛千兴听完 轻轻放下茶杯 淡淡道 此事我也有所耳闻 我可以让小女配合你 不过 也要麻烦黄调查官一件事 可好 黄丽田急道 诸葛先生严重啊 你有什么事说就行 能帮的 我一定帮 诸葛千兴微微点头 轻声道 倾城将有大便 我希望你能保护好小女 有你们调查局的人 护送她进入高考试炼 并且对外宣布 小女已经是你们调查局的 九级调查员 毕业后 就正式进入调查局工作 黄丽田一愣 随即明白过来 诸葛千兴 这是想借助调查局的力量 保护诸葛尼 毕竟在强大的转职者 除非彻底疯了 要不然不可能 对调查局的人下杀手 这会遭到整个大厦谷谷的通缉 她想了想 郑重地点头道 诸葛先生放心 有我在 没人能动诸葛小姐一根头发 表面上虽然不动声色 但黄丽田的心底 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诸葛千兴竟然让他保护诸葛尼 进入高考试炼 这其中的含义 简直令人细思极恐 诸葛千兴若是在的话 给其他人一万个胆子 也没人敢动诸葛尼一根毫毛 究竟是什么样的大便 居然能让诸葛千兴 也需要借助他们调查局的力量 见黄丽田答应下来 诸葛千兴满意地点了点头 命人将诸葛尼叫了出来 爸 干嘛呀 这么早 天才刚亮呢 刚起床的诸葛尼 穿着小熊睡衣 显然对于诸葛千兴 这么早喊他起床的事 十分不满 你不是一直想找那个灵液吗 他有消息了 诸葛千兴笑着说道 嗯 真的吗 睡眼朦朦的诸葛尼 闻眼眼前瞬间一亮 这位是黄调查官 你换身衣服跟他走吧 黄调查官会跟你讲清楚的 诸葛千兴笑着说道 好 诸葛尼看到黄丽田 脸色有些不自然 他自然是记得黄丽田的 目送着诸葛尼和黄丽田离开小院 诸葛千兴这才悠悠地叹了口气 他从怀中掏出一把钥匙 诸葛千兴轻轻抹撒着 这把古老的钥匙 他的表面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仿佛诉说着无尽的往事 这是一把看似普通的青铜钥匙 上面还有着斑驳的锈剂 却蕴含着一股神秘的力量 能够揭示世间万物的起源 咳咳咳 诸葛千兴忽然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腥红的血液喷溅在钥匙上 显得触目惊心 诸葛千兴的脸色却依旧平静 叶玲啊叶玲 真没想到 你居然能单枪匹马解决了肯森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愿意 来求我出手帮你呢 我的时间 不多了呀 清城调查局监牢 咚咚咚 正在呼呼大睡的叶玲 被一阵敲铁声吵醒 一杯勾兑豆浆 和一根吕超标的油条 附带两个淋巴肉包子 摆到了叶玲的面前 叶玲 吃饭了 黄丽田的徒弟许秀 将一份早餐递到了叶玲的门前 这瞬间 引起了另一个被关押之人的不满 不是吧 阿瑟尔 同样是被关起来的 凭啥他吃豆浆油条包子 我吃馒头白粥啊 他是高考生 明天高考 你是高考生你也可以 许秀美好气地瞪了那人一眼 那人瞬间缩了缩脖子 不敢再说话 叶玲抬眸望去 才发现 他对面的监牢 关着的是一个体型瘦小 像猴子一样的男人 眼窝深陷 看起来就一副洋气不足的模样 发现叶玲在看自己 那猴子男忍不住 和叶玲打了声招呼 阿 兄弟 你一个高考生 怎么会被关到这来的 这不合理啊 你是犯啥大事了 我 他们怀疑我杀了肯森 叶玲如实说道 什么 猴子男的声音 顿时尖锐了起来 就你 一个高中生 还杀掉肯森 兄弟 我走南闯北 见过那么多人 你绝对是最能吹牛逼的一个 老哥你呢 你是因为啥事进来的 见对方不相信 叶玲也没有解释 拿起包子咬了一口问道 能关在调查局监牢里的 可都是转职者 我 我没干啥坏事 我只是个诗人罢了 我抨起紧致白皙的硕果 细袖盛开的薰衣草花海 探索潮湿温暖的深谷 为干涸的河床 灌溉覆满生命力的甘铃 然后我就被抓进来了 猴子男双手一摊说道 说人话 叶玲皱眉 我是个采花贼 叶玲 唉 说起这事我就来气 他娘的 本来没啥事的 我转制成了训林影客职业 干啥事速度都快得很 很有多女人 甚至压根都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我得手了 直到我不小心 搞到了一个大人物的老婆 这才给我逮进来的 猴子男哀声叹气道 叶玲的嘴角微微一抽 他头一次见有人 能用这么轻心脱俗的角度说 自己是个快枪手 而且训林影客 据他所知 可是S级的稀有职业 以极快的速度和敏捷著称 能够在一瞬间消失在原地 来无影去无踪 等级高起来的训林影客 是最好的斥候和刺客 可这个猴子男 觉醒了训林影客职业 居然利用这个职业的速度 来当采花贼 果然是360行行处状元 哪个职业都有人才 兄弟你就不好奇 是哪个大人物吗 抓我的时候 可是出动了将近 十位四十级以上的调查员 猴子男黑黑笑道 叶琳微微一愣 心中生起一抹好奇 在清城这个小地方 四十级以上的调查员 已经算是最顶端的强大存在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大人物 会让调查局如此大动耽搁 说来听听 叶琳将最后一个包子吞入腹中 认真地看着猴子男 猴子男眼中闪过一丝得意 仿佛是在回忆着当时的美妙情景 那个女人的皮肤 真的就跟牛奶一样白皙滑嫩 那大腿 那子奈 那小手 嘖嘖嘖 说那个大人物 没让你说他老婆 叶琳提醒道 嘿嘿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 那女人就是 清城调查局副局长的老婆 猴子男得意地说道 清城调查局副局长的老婆 叶琳的脸色古怪了起来 难怪调查局要出动 十个四十级以上的调查员 抓这小子呢 没直接弄死 他已经算是宅心人后了 老哥你也真是色胆包天 什么人的女人都敢碰 叶琳忍不住摇头说道 嘿 那调查局副局长 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吗 我当时躲在他家柜子里 可听到他和肯森通电话来着 肯森还说 有东西要孝敬给他 猴子男不屑地说道 你说什么 叶琳瞬间站了起来 静怡不定地看着猴子男 调查局副局长和肯森通电话 他俩如果是一伙的 那自己岂不是送羊入虎口 刚刚站起来 叶琳就感觉到了一股血运之感 很明显 刚刚他吃的早饭里 有某种不知名的药物 哐当一声 叶琳因为站不稳跌倒在地 他感觉自己浑身都没了力气 兄弟 你咋了 猴子男问道 别担心我了 担心担心 你自己把叶琳苦笑道 若是对方要对自己下手 那正对面的猴子男 绝对活不了 毕竟他那个位置 可是可以一清二楚地 看到自己这边的 我 我有啥好担心的 再关个两年半 我就起满释放了 猴子男有些疑惑不解 下一秒 一把长刀就犹如流光般袭来 直接将他钉杀在了墙壁上 猴子男根本没想到 在调查局的监牢里 还能有人袭杀他 因此根本没有防范 鲜血不停地从他的嘴里一出 他不甘地举起手 似乎想说什么 紧接着头一歪 直接没了气息 咔嚓 猴子男一死 叶琳的监牢门便被人打开 一个戴着帽子口罩墨镜 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 高寿男人走了进来 他揪着叶琳的头发 将其提了起来 冷声贺问道 说 东西在哪 东西 什么东西 叶琳疯狂献计自己的肠胃 和血液清扫毒素 碰 高寿男直接将叶琳的脑袋 撞向了栏杆 叶琳只觉得脑海中一阵轰鸣 眼前惊心乱舞 差点没昏厥过去 少给我装算 肯森死在你手里 钥匙肯定在你这 高寿男的声音冰冷而残忍 他手中的匕首 在叶琳的眼前晃动 闪烁着寒光 你把从肯森那得到的钥匙交出来 肯森的死就此结果 你继续装傻 我就先把你的两颗眼珠子挖出来 叶琳有苦难言 为了避免留下证据和痕迹 他根本就没有从地下黑市 取走任何东西 即便真有什么钥匙 也被他一把火烧成灰烬了 但是现在 他不能表现出任何异常 否则这个高寿男 绝对会下狠手 到时候 自己要么暴露不死之身的秘密 要么当一辈子的瞎子 你挖一个试试 叶琳发了狠 死死地盯着高寿男 钥匙在我这 但不在我身上 你若是动我 我保证 你们永远也找不到那把钥匙 虽然叶琳不知道 高寿男所说的钥匙什么东西 但他很清楚 这东西 是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 果不其然 高寿男文言 顿时眯起了眼睛 他本来还只是 本着宁杀错误放过的想法 来找的叶琳 没想到 还真让他赌对了 钥匙果然在你身上 说吧 你要怎么样才肯 将钥匙交出来 先带我离开调查局 原本叶琳是 准备在调查局 带到高考开始的 但现在看来 调查局才是真正的 龙坛虎穴 他怎么也没想到 调查局的副局长 居然和肯森也有联系 你确定吗 高寿男冷冷地 看了叶琳一眼 如果你这时候 离开了调查局 你就会变成通缉犯 连高考试炼都参加不了 叶琳鸣起了嘴 眼前仿佛真的是一个死局 根本没有半点破局的机会 在他的感觉中 眼前这个高寿男的实力 甚至比肯森还要更加可怕 无论是战是逃 他显然都不可能有任何机会 那我想联系一个人可以吗 在绝境之下 叶琳想到了一个人 如果是那个人的话 或许可以帮他 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可以 我给你一分钟 高寿男淡淡开口 他当然不会觉得 肯森是叶琳这个高中生 单枪匹马杀掉的 叶琳的背后 必然有着一个庞大的神秘势力 在高寿男看来 叶琳此举 肯定就是要联系背后 那个神秘势力了 这样也好 他也能顺藤摸瓜 知道几分那个神秘势力的底细 高寿男的眼底精芒一闪 与此同时 叶琳也拨出去了一个电话 看着响起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诸葛千辛 露出了笑容 他推了推眼镜 哑然笑道 可算是等到你了 诸葛千辛接起了电话 片刻后 清城调查局的监牢里 一个披着风衣 气质儒雅的男人出现 当高寿男看到来人的时候 瞬间愣在了原地 您是 诸葛先生 高寿男心神俱正 眼底写满了惊骇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叶琳居然能将诸葛千辛请来 难道叶琳背后的那个神秘势力 和诸葛千辛也有牵连吗 你是要自己离开 还是要我动手 诸葛千辛推了推眼镜 平淡的语气中 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道 诸葛先生 您 高寿男呼吸急促 死死地盯着诸葛千辛 随后咬牙道 他们都说诸葛先生无心权势 所以才隐居清城 可现在看来 诸葛先生似乎野心不小啊 如果背后有诸葛千辛出手的话 那地下黑市连带肯森一夜被覆灭 也就合情合理了 谈不上野心 谋生罢了 诸葛千辛忽然从怀里 拿出了一把古朴的钥匙 那钥匙散发着一股奇特的波动 来 这是你要的东西 高寿男愣住了 看到自己要找的钥匙 出现在诸葛千辛手里 他更加确定了 叶琳背后的人就是诸葛千辛 因为这把钥匙 本来应该在肯森手里的 可是这就让高寿男更想不明白了 诸葛千辛既然不要这把钥匙 那他为什么要弄死肯森 似乎是看出了高寿男的疑惑 诸葛千辛推了推眼镜笑道 肯森会死 是因为他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事情一马归一马 你们要钥匙 我要他的命 很合理 高寿男闻言心神俱正 他看了看叶琳 又看了看诸葛千辛 我明白了诸葛先生 这件事是肯森自己找死 我会汇报上去并结案的 既然钥匙已经到手 他也没必要去得罪诸葛千辛这尊大佛 别看肯森地下之王的名头响亮 在真正的大人物眼里 肯森也只不过是一颗好用的棋子罢了 高寿男一个闪身 消失在了监牢里 见高寿男离开 叶琳这才松了一口大气 他恭敬地朝着诸葛千辛行了个礼 多谢诸葛先生 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 叶琳确实不想求这个人 他总感觉诸葛千辛 像是能看穿他身上所有的秘密一样 诸葛千辛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转身 走到了死去的猴子男旁边 踢了他一脚 别装死了 猴子男搜的一下就跳了起来 嘿嘿笑道 诸葛先生真是神机妙算 装死都骗不过你 叶琳有些震惊 他可是亲眼看到 猴子男被一刀穿心的 这都能活 这猴子男和诸葛千辛认识 高寿男药的钥匙 本应在肯森手里 却莫名其妙出现在了 诸葛千辛的手里 他总感觉 自己好像卷入了一个 不得了的事件里头 在这里关了两年 反省完了吗 诸葛千辛问道 反省完了诸葛先生 我郭琴 现在最讨厌的就是女人 我看见女人就烦 我发誓 猴子男竖起三根手指说道 那你跟我走吧 诸葛千辛点了点头 好嘞 郭琴利落地 跟在了诸葛千辛后头 诸葛千辛抬起手轻轻一滑 眼前的空间 就出现了一道裂缝 他带着叶琳和郭琴 就走了进去 裂缝对面的 是一座古墓参天 翠竹摇曳的庭院 古色生香 郭琴 你去外面等我 别让任何人靠近这边 是 卓琴利索地消失在了原地 速度之快 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庭院里 只剩下了诸葛千辛和叶琳两个人 叶琳 好久不见 请坐吧 诸葛千辛毫无架子地 坐在了石桌旁 多谢诸葛先生 如果不是诸葛先生出手相救 小子可能真的就危险了 叶琳恭敬说道 危险吗 确实是 诸葛千辛意味深长地 推了推金丝眼镜 毕竟 如果不死之身的秘密 公之于众的话 大概整个大厦的顶尖强者 不 乃至海外 都会有顶尖强者 会对你下手 诸葛千辛的话 就如同一柄重锤 重重地砸在了叶琳的心头 不死之身 诸葛千辛知道了 自己不死之身的秘密 一直以来 这个密码都是叶琳最后的底线 无论是谁他都没有告诉过 因为他深知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的道理 许之虎也好 肯森也罢 叶琳拼尽一切 也要将他们斩杀 不就因为他们 有可能泄露自己不死的秘密吗 现在诸葛千辛也知道了 自己要怎么办 杀了他 这么近的距离下 若是自己趁其不备 以最强的威力 召唤混沌神雷 应该能将其重创 甚至杀死 可是杀死之后呢 自己又要怎么办 哦 你的眼里有杀机 是对我的吗 看来我猜对了 你果然是不死之身 灵叶两个字倒过来 不就是叶琳吗 正当叶琳思索 要不要出手的时候 诸葛千辛的声音再次响起 他忍不住感慨道 果然啊 排除一切不可能的 剩下的 即使在令人难以置信 那也是真相 你拥有不死之身 却这么孱弱 看来那个传说 也是真的了 诸葛千辛神色复杂的 喃喃自语着 叶琳明明感觉 她的身上满是破定 但她的直觉又告诉她 如果她对诸葛千辛出手 不可能有任何胜算 同时 叶琳也极为傲懊 早知道诸葛千辛是在炸自己 自己不该那么大反应 就在叶琳傲懊不已的时候 诸葛千辛忽然垂下眸子说道 叶琳 你可愿拜我为师 啊 啊 叶琳直接愣住了 她这下是真不知道 诸葛千辛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了 诸葛千辛知道了 她不死之身的秘密 不把她切片研究 就算了 还要收她为徒 那我需要做什么 叶琳反问道 诸葛千辛淡淡一笑 等你强大起来了 你就知道 自己背负着什么了 我的要求吗 就一个 诸葛千辛的眸子中 多出了一抹淡淡的哀伤 在我死后 照顾好妮妮 别让别人欺负她 诸葛妮 那母暴龙一样的女人 还有人能欺负她 叶琳在心底小声嘀咕道 好了 言归正传 你可愿拜我为师 诸葛千辛笑道 愿意 虽然不知道诸葛千辛 打的什么算计 但是拜这么一尊大人物为师 对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害处 自己最大的秘密 已经被诸葛千辛知道了 叶琳也就破罐子破摔了 反正诸葛千辛也没害过自己 在新手试炼的时候 帮自己说话 刚刚还帮自己 喝退了高寿男 叶琳恭恭敬敬地 朝着诸葛千辛 行了个拜师礼 看着叶琳行完拜师礼 诸葛千辛的脸上 露出了诚挚的笑意 放心 我不会害你的 既然你拜我为师 那我也应该有 见面礼给你 这要是你拿着 诸葛千辛带着笑意的 眨了眨眼睛 随后又掏出了一把 和刚刚一模一样的钥匙 递给了叶琳 啊 叶琳愣住了 他刚刚亲眼看到 诸葛千辛 将钥匙给了高寿男 男不成钥匙 有两把 似乎是看出了叶琳的疑惑 诸葛千辛笑着解释道 他那把是假的 是我一个锻道师老友 亲力打造而成 这把 才是真正的天奇古药 天奇古药 叶琳忍不住 打量起了手上的这把钥匙 整把钥匙由青铜打造 上面还有着斑驳的锈迹 却蕴含着一股古朴 又神秘的气息 你听说过 起源骨气吗 诸葛千辛 气了一杯热茶 开口问道 叶琳心里光当一声 他当然听说过 这个世界 原本是没有什么魔物副本 和转职者存在的 直到有一天 天奇之门降临 从天奇之门的门后 掉出了七件起源骨气 散落世界各地 每一件起源骨气 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力量 第一批得到起源骨气的七个人 各自成为了强大绝伦的禁忌存在 而天奇之门开启后 整个世界的一变也开始了 人类开始能够成为转职者 各种诡异又强大的魔物 以及各种副本 也接连出现其间 人类和魔物 人类和人类之间 都爆发了无数次恐怖的大战 甚至有起源骨气被打得崩碎 如今起源骨气的存在 也只是传说罢了 据说大夏的人黄 便掌控着一件起源骨气 不过无人知道真假 可以说 起源骨气 便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装备 哪怕是将全世界神将级别的锻造师 集合起来 也无法打造出一件起源骨气 叶琳的猴珠 忍不住上下滚动了一番 诸葛先 哦不 老师 这天起骨药 不会是能找到起源骨气吧 当然不行 诸葛先兴将一杯茶 递到了叶琳面前 不过 天起骨药 能够打开天起之门 里面说不定 会有比起源骨气 更厉害的存在哦 叶琳的呼吸 骤然急促了起来 他这才明白 诸葛先兴送给他的 这把天起骨药 有多么贵重 七件起源骨气 都是从天起之门里调出来的 那里面会不会有第八件呢 但很快 叶琳就反应过来不对劲 老师 既然这起源骨药这么厉害 你为啥不自己用啊 因为我找不到天起之门在哪啊 诸葛先兴双手一摊 如实说道 天起之门每次都是随机出现 可能在野外 可能在无人区 可能在副本里 也可能在人类的城池正中心 哪怕是以他诸葛先兴的占卜能力 也占不出天起之门出现的地点 不过你放心 那调查局的副局长 得到了那把假的天起骨药 他应该很快就会发动官方的力量 去寻找天起之门 我们守住呆兔就行了 诸葛千兴笑着说道 叶琳这才知道诸葛千兴 把药是给高寿男的深意 和诸葛千兴为敌的话 当真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可是老师 我拿着天起骨药也没用吧 即便天起之门出现了 我肯定也抢不过那些人 叶琳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以他的实力 能杀掉肯森 都是靠着偷袭加上运气后 若是天起之门出现 来的人绝对会比肯森更加可怕 诸葛千兴抿了口热茶说道 这个你不必担忧 你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在高考试炼中 被至尊书院录取 至尊书院 大厦谷国最强的转职者学院 不是大厦学院吗 叶琳有些疑惑 至尊书院这个名字 他连听都没听过 如果说 能进入大厦学院的 都是一等一的天才 那能进入至尊书院的 就都是天才中的妖念 诸葛千兴推了推眼镜 我这么跟你说吧 至尊书院 每年只招收一百人 整个高考试炼里 最顶尖的一百人 叶琳文言倒吸了一口冷气 毫无疑问 如果能进入至尊书院 定然能得到 整个大厦谷国的资源清泄 我明白了老师 我一定会进入至尊书院的 叶琳认真的点了点头 原本他还打算 高考试炼 随便混一混的 但现在看来 应该是混不了了 整个大厦谷国那么多考生 想要进入前百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 是尽力而为便是了 将那把钥匙好好收起来 自己找个房间休息吧 记总那边 我帮你打过招呼了 诸葛千兴指着 庭院内的小楼说道 好的老师 叶琳点了点头 随后拿起诸葛千兴的茶刀 将自己的肚子 划开了一个洞 小心翼翼地 将天气鼓药放了进去 再让伤口愈合 诸葛千兴 诸葛小姐 你确定是这边吗 确定 我对夜火的气息很敏感 不会有错的 诸葛尼点了点头 黄丽田带着他 前往地下黑市的残址后 诸葛尼果然从残留的夜火 追踪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可当看到诸葛尼追踪的方向时 黄丽田的眼神微微一凝 因为诸葛尼追来的方向 刚好就是调查局所在的方向 黄丽田的心底一阵兴奋 看来马上 他就能有实质性的证据 指控夜灵了 这就说明 他之前的猜测都是对的 肯森即便不是夜灵所杀 地下黑市的事 也肯定和夜灵脱不了干系 诸葛尼一路追踪 他的脸上也满是兴奋 因为他马上就可以见到 惺惺念念的灵业了 可当两人追踪到 调查局的监牢时 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望着空荡荡的监牢 诸葛尼有些失望 可又有些开心 失望的是没有见到灵业 开心的是灵业逃出去了 没有被调查局抓到 在他看来 肯森这种金银地下黑市的家伙 就是实打实的恶人 灵业杀了他 也不过就是为民除害罢了 人哪 人哪去了 黄丽田瞪大了眼睛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身色 黄丽田的徒弟许秀 很快就赶了过来 师父 人放走了 许秀怯生生地说道 放走了 黄丽田冲上前 揪住了许秀的衣领 口水都喷到了许秀的脸上 谁让你放走的 没有我的命连 你怎么敢放人的 我不知道啊 师父 是副局长亲自签的名 不带人放了 肯森的事已经结案了 不用再继续调查下去了 许秀一脸苦涩地说道 结案了 不用再调查了 黄丽田像是被抽掉了 全身的骨头一样 软软地瘫坐在地 他感觉自己这两天的努力 就是个笑话 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草 黄丽田重重一拳打在墙面上 腥红的血液 顿时染红了白皙的墙面 在大人物的眼里 他们不过 都只是一群灰动的棋子而已嘛 这位调查官 你可以告诉我 放走的人去哪个吗 诸葛尼朝着许秀追问道 抱歉 我也不知道 许秀摇了摇头 他刚刚发现了叶灵消失 就火急火燎地上报了上去 可是回应他的是一张 副局长签名的文件 上面写着 肯森一案 按意外失火结案 叶灵自然也就无罪释放了 好吧 朱葛尼心情有些低落 朱葛小姐 多谢你的配合 但我想 事情已经到此结束了 黄丽田露出了一抹苦涩的笑容 不过你放心 我答应朱葛先生的事情 一定会做到的 明天一早 我会亲自胡送你去考场 并宣布你大学毕业后 就会成为调查局的一员 好的 谢谢 朱葛尼点了点头 那我就先走了 走出调查局的朱葛尼 怅然若失 灵叶 你可真是个神秘的家伙 朱葛尼眼中感兴趣之色 越发浓厚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越是见不到灵叶 他就越是对灵叶更加的好奇 灵叶这个名字 就如同小猫在挠他的心底一样 让他心仰不已 可当朱葛尼回到家的时候 他便直接愣住了 因为他居然在自己家里 看到了一个最厌恶的人 叶灵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朱葛尼顿时皱起了眉头 此时的叶灵 正在帮朱葛千兴 打扫着院子里的落叶 面对着朱葛尼的质问 他耸了耸肩说道 我说朱葛尼文言 暴跳如雷 我爸爸怎么可能 说你这种贪生怕死的家伙当徒弟 看来你不仅贪生怕死 还满嘴谎话 你说是 那就是吧 叶灵双手一摊 也懒得再和朱葛尼解释什么了 人生哪有一帆风顺的呢 他都拜朱葛千兴为师 还得到传说中的天气鼓药了 被朱葛尼骂几句也是应该的 反正挨骂又不会少块肉 这一点叶灵看得很开 在贫民窟长大的那十几年 他不知道挨过多少辱骂和毒打 那些人骂得可比朱葛尼难听多了 出口即是生殖器官 相比之下 叶灵甚至觉得 朱葛尼骂人都像是在撒娇 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立刻马上 朱葛尼指着门口声音尖锐地说道 这个你说了恐怕不算 若是朱葛先生开枪 那我马上就滚 叶灵平静地回应道 你口中的朱葛先生就是我爸 你觉得我爸会偏心外人吗 见叶灵还敢忤逆自己 朱葛尼更生气了 爸 爸 怎么了我的小公主 怎么一回家就发脾气 朱葛千辛一脸无奈地走了出来 你快把他赶出去啊 这个家伙贪生怕死满嘴谎话 你留他在我们家干嘛 朱葛尼焦急道 啊 叶灵没骗你 爸爸和他现在确实是图关系 朱葛千辛话音刚落 还没来得及继续解释 朱葛尼就直接炸毛了 你说什么 爸 你老糊涂了吧 你收他做徒弟 你疯了吗 朱葛尼指着叶灵激动地说道 好 即使抛开 他的人品不说 光说他的天赋 一个静咒师 你要教他什么 静咒师是活不过25岁的呀 他指不定就死你前面了 爸 你图傻啊 啊 聪慧如朱葛千辛 此刻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他总不能将叶灵不死之身的秘密 都给朱葛尼听吧 你你 话别说得这么难听 叶灵其实没你想象的那么不堪 而是他就是你一直在苦苦找寻的灵液 叶灵和灵液是同一个人 朱葛千辛本以为朱葛尼听完会对叶灵有所改观 不料朱葛尼听完 只是冷笑一声 目光冰冷地撇向了叶灵 没想到啊 你不但贪生怕死 满嘴谎话 还是个欺世道明之徒啊 连我爸都能被你骗过去 那天 他亲眼看到叶灵转身逃跑 也亲眼看到 灵液犹如救世主一样降临到他面前 这两个人 怎么可能是一个人 人就是这样的 一旦认定了某件事 陷入了某个执念里 就很难再绕出来 此刻的朱葛尼便是如此 这个家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朱葛尼甩手而去 在路过叶灵旁边的时候 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等着吧 我一定会找到真正的灵液 揭穿你虚伪的面具 朱葛尼的话 听得叶灵脸色古怪 碰 院门被朱葛尼重重关上 他直接跑了出去 老师 要我跟着保护他吗 叶灵问道 不用了 在清城 还没人敢动我朱葛千兴的女儿 朱葛千兴苦笑着摇了摇头 叶灵 你别往心里去 妮妮这还子本性不坏 就是性格偏执了点 我明白的老师 叶灵点了点头 算上穿越前的岁数 她都活了快四十年了 自然不会跟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怄气 哎 这也怪我 是我平时太宠她了 我带她向你道个歉 这个你拿着 朱葛千兴掏出一个木盒 递给了叶灵 老师 使不得 使不得呀 叶灵一边说着使不得 一边用力 把木盒往自己兜里拽 朱葛千兴 叶灵打开木盒一看 发现里面躺着的 是一张薄如禅意的面具 看着木盒里中的面具 叶灵只感觉一阵头皮发麻 这哪里是什么面具 这分明是一张人脸 栩栩如生的人脸 就如同刚刚包下来的一样 老 老师 这 这是 叶灵结结巴巴的问道 这个是我那个段到 失老友弄出来的小物件 名曰幻言 只要你戴上这张面具 就能变成另外一个人 无论是声音还是气息 都会截然不同 朱葛千兴推了推眼镜 有了这个 你以后如果想全力出手的话 可以先戴上 幻言再动手 也能减少几分暴露的几率 叶灵眼前顿时一亮 这东西 虽然对战里没有增幅 但对她来说 确实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大用 多谢老师 叶灵忽然觉得 被朱葛尼骂一顿 还挺划算的 挨一顿骂 就能换件好东西的话 她倒是希望朱葛尼能没事 就多骂骂她 第二天一早 天刚蒙蒙亮 叶灵就醒了过来 今天是高考失恋的日子 对于转职者来说 进入一所顶级大学的重要性 就好比潘金莲 不能失去西门庆叶灵 换上了朱葛千兴 为她准备好的衣服 精神饱满地来到了院子里 朱葛千兴已经准备好早餐 在这里等着她了 快过来吃饭 吃完饭 让郭晴送你去学校 朱葛千兴笑着说道 此时的朱葛千兴 穿着一身睡衣 拿着一个勺子 正在一锅粥里轻轻搅着 若是不说 谁也不会想到 这个家伙就是 明镇大厦的朱葛先生 老师你不去吗 叶灵接过一碗粥问道 不去了 妮妮现在肯定还在动我怄气 看到我她会不开心 反而影响她高考的状态 朱葛千兴苦笑着摇了摇头 老师 此言诧异 叶灵咕咚一声 喝下半碗粥 女人这种生物呢 她生气你哄她 她虽然还是会生气 但若是你不哄 她就会更生气的 朱葛千兴愣了一下 那 以你所见呢 老师你要出现 但是不能太早出现 最好是在她觉得 你肯定不会出现 心底失望又生气的时候 恰好出现 直接拿捏 叶灵自信说道 好像 有点道理啊 先制造气带落差 再给予更强的满足感 朱葛千兴眼前一亮 如此可较也 叶灵点了点头 一旁的郭琴 也听得眼前一亮 我懂 我懂 这就跟酒浅一声一样 让对方琢磨不准 没错 但郭琴老哥 你这话也太操了 虽然她和郭琴认识的时间 并不久 但她已经彻底认清了 郭琴是个什么人 这家伙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大色篮子 任何东西 任何话 郭琴都能联想到 奇怪的方面去 吃饱喝足后 叶灵就准备前往青城高中 考生要统一前往学校 然后再由学校领导 统一带到城门的出口处 她刚出院门 就发现郭琴半蹲在门口 等着她了 愣着干啥 应该是护送的意思吧 咱要不开个车也行啊 叶灵嘴角一抽 拉倒吧 车哪有我快 你听我的 郭琴不由分说的 就将叶灵背了起来 可她本来就瘦 又比叶灵矮了半个头 这么一背 就显得特别的滑稽 像是小马拉大车一样 走了 让你见识一下 采花贼的速度 郭琴背着叶灵 化为一抹流光 穿梭在大街小巷上 速度之快 让叶灵都为之吃惊 她感觉 即便自己开启了 静咒瞬息之舞 也根本追不上郭琴 两人的速度 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况且 郭琴现在还背着她 属于负重前行 郭琴一边狂奔 一边还能悠闲地 给叶灵介绍起了沿途的风景 这家住的是一个 刚满18岁的少女 喜欢穿JK和黑丝 有点飞机场 但是腿完年没问题 而且平归平 认识真的嫩 能掐出水来 这家住的是一个 微胖少妇 未婚 所以技术一般 位置如火纯青之静 哦 还有那个花心玫瑰族余会所 你要是去的话 9点8号技师 人美身材好 还不推销你冲卡 只关心你的水温 会不会烫脚 非常棒 这家就不得了了 里面住的是个人妻 说到人妻两个字 郭琴的眼底 都亮起了强光 听着这个家伙 对青城街道内的各种女人 如数家珍 叶灵觉得 这家伙被关进调查局的监牢 好几年一点都不冤枉 话说 这些女人跟你都是什么关系 叶灵忍不住问道 他们跟我的关系 郭琴嘿嘿一笑 他们跟我的关系 就像是酒店和停车场的关系一样 啊 叶灵有些猛逼 酒店和停车场能有什么关系 酒店内设停车场 酒店内设停车场 叶灵原本还没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可当她自己念了一遍后 脸色顿时变得古怪了起来 郭琴老哥 我觉得你还没改造完 你最少得再进去牢里蹲个十年 是吧 我也这么觉得 郭琴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好了 到了 聊天间 郭琴已经将叶灵送到了 清城高中门口 不得不说 郭琴色归色 速度确实快地令人没话说 整个清城都很难找出 比他快的交通工具 就是下车的时候有些尴尬 校门口的人 几乎是骑刷刷地 将目光投了过来 其他人要么是坐车来的 要么是骑电动车摩托车来的 要么是自己走过来的 叶灵这个骑人过来的 确实独树一致 好在叶灵脸皮够厚 倒也不怎么在乎这些 叶灵 高考好好加油啊 等你高考结束 我把我外甥女介绍给你 她之前年纪小不懂事 做过牢礼 算算日子 现在应该已经出来了 郭琴热情地说道 你外甥女 那今年都多大了 叶灵看着郭琴那张脸 这家伙怎么说 也有三十多了吧 放心 也就比你大十五岁 今年三十三 年纪大好 会疼人 而且是我自己的外甥女 知根知底 郭琴说道 因为啥做得牢 叶灵疑问道 嗨 缺钱 想买最新款的苹果十三 就去卖自己的十三 然后就被抓了呗 女孩子骂 爱慕虚荣一点也正常 现在都改造好了 郭琴摆摆手说道 叶灵 没啥事 我们以后还是别联系了 有时更不要联系 叶灵头也不回地 走进了清城高中 黄金矿工挖了一辈子 都挖不出郭琴这么纯种的神经 看到叶灵抵达考场 清城高中校长高震天 总算是松了一口大气 十六级的SSS级竞咒师 这可是他们清城高中 今年高考试炼的排面选手 再加上一个十二级的 SSS级火系法师诸葛尼 他们清城高中 今年稳拉老大 一看到叶灵 继灵宇就激动地冲了过来 自从那天晚上叶灵 将继父从鬼门关 硬生生拉了回来之后 继灵宇就从心底 认可了叶灵这个老大 老大 我听我爸说 你被诸葛先生收为弟子了 继灵宇急忙问道 嗯 叶灵点了点头 诸葛千辛收他为弟子的消息 很快就会传开 他也没必要隐瞒 原来如此 我说 怎么连肯森都被灭了 原来是诸葛先生出手了 继灵宇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叶灵淡淡一笑 却并没有解释什么 老师这次 倒是给自己结结实实地 背了一口大黑锅 你放心 我之前答应你的事 依旧管用 等下出了城 你就跟在我身边 好的老大 我都听你的 继灵宇立马说道 继灵宇 你堂堂祭市集团的大少爷 竟然也这么没眼光吗 任这么一个人当老大 诸葛尼的声音 不合时宜地响起 他冷冷地瞥了 叶灵和继灵宇一眼 喂喂喂 诸葛尼 你骂我可言 你怎么连你自己的爹都骂呢 你爹还受我老大当徒弟了呢 你爹不是个没眼光 继灵宇反驳道 我爸那是 被这个卑鄙小人蒙骗了 他叶灵 不过就是个 欺世道明的家伙罢了 诸葛尼冷哼道 诸葛尼此话一出 周围的人脸色纷纷一变 看向叶灵的眼神 也变得古怪了起来 原本他们还在羡慕叶灵 被诸葛千兴收围的弟子 毕竟诸葛先生 那可是放眼整个大厦 都声明赫赫的强大占心事 但现在听诸葛尼的意思 其中似乎还另有隐情啊 诸葛尼 你讲话可得有证据 继灵宇咒没到 我会找到的 到时候 我会在所有人面前 揭穿你的真面目 诸葛尼冷冷地瞪了叶灵一眼 转身就走 本来他就看叶灵不顺眼 因为叶灵 他高考都是黄历田送他来的 诸葛千兴都没有出现 这就让他更加不爽叶灵了 等他找到灵夜 和叶灵当面对峙 一切就都真相大白了 操 这女人 我以前怎么会喜欢她 还把她奉为白月光呢 我真是瞎了眼 还好老大你三道雷 把我劈醒了 继灵宇怒骂道 还白月光 你不就是见色起义吗 加上爱而不得 你就给她套上了一层神性的光辉 她成了白月光 你成了光的奴仆 叶灵耸耸肩说道 白月光起码真真切切 救过老猪一条命 你这种连碗边都没碰过的 只能算是小丑 叶灵双手一摊 老大 有没有人说过你讲话很伤人 继灵宇捂着心口哽咽道 伤人只是一点点 我这人还是很亲切的 走吧车来了 叶灵看向了校门口 十几辆大巴 整整齐齐地排成一列 停在了青城高中的门口 这十几辆大巴 将把他们送到城门处 校长高震天 已经站在了校门口处 脸色严肃 各位同学 首先 恭喜你们都已经成为了 一名强大的转职者 今天就是高考试炼的日子 能否进入一所号的大学 决定了你未来的前途 高考试炼的规则和往年一样 试炼入口设在城门之外 你们需要穿越 大概十公里的野外无人区 才能抵达高考试炼的入口 期间 如果你们遇到了 无法抵抗的危险 切记 第一时间弃全 高考固然重要 但一次试炼 决定不了你未来的人生 命永远是最重要的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好了 上车吧 叶玲和季灵宇上了同一辆大巴 整个青城都在为高考试炼让路 青城的街道上空旷无比 看不见一辆车 唯有街道两边挤满了人 人生顶沸 不少家长在路边 为自己的孩子加油助威 有的身材好的女家长 更是穿上了凹凸有致的开刹旗袍 寓意骑开得胜 不过叶玲不是很能理解这种行为 所以她反复观摩研究盯着看 试图理解 大巴车很快就开到了城门处 一座巨大的城门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 城门高达数十米 宽度足以让几辆大巴车并行通过 巍额而庄严 其上雕刻着复杂的纹路和图案 每一笔每一画都显得深邃而神秘 在阳光的照射下 城门的轮廓在天空中清晰可见 给人一种无法言喻的震撼感 不少人都是第一次见到青城的城门 此刻都被这犹如一堵城墙一样的大门给惊呆了 就是这扇大门隔绝了青城和野外 将那些强大恐怖的魔物 全部隔绝于城门外 其余几所高中的大巴车也陆续赶来 十分钟后 青城所有高中的英界考生 便已经全部齐聚于城门处 高考试炼对于整个大厦来说 都是最为重要的国之大事 除非脑袋缺根弦 要不然一般不会有人 在高考的时候选择迟到 他们准备了那么多年 不就是为了最终高考开始的这一刻吗 众多考生眼底燃烧着斗志 静静地等待着城门打开的瞬间 诸葛尼左右张望着 似乎是在等着什么人 在寻觅无果后 他眉毛里不由得闪过一抹失望 你你 是不是在找爸爸呢 诸葛千兴翘无声息地 出现在了诸葛尼旁边 见诸葛千兴出现 诸葛尼先是一喜 随后立马拉下了脸 谁找你了 你爱来不来 见状 诸葛千兴立马明白 诸葛尼的气已经消了 只是面子上过不去罢了 他不由地感慨 叶灵教的这些东西 确实管用啊 果然是活到老学到老 那小子显然比自己更懂女人 自己这个当老师的 有空还得跟他多请教才行 我的宝贝女儿参加高考 我这个当爹的 怎么可能不来呢 你要好好加油哦 诸葛千兴宠溺地伸出手 想要揉诸葛尼的脑袋 却被诸葛尼直接躲开 哼 别碰我 摸你的好徒弟去 怎么还在生气呢 你真的误会叶灵了 诸葛千兴苦笑道 我才没有 既然你这么相信他 那我跟你打个赌吧 若是这次高考 我的排名在他前面 你就跟他断绝关系 赶他走 怎么样 诸葛尼昂起了 修长白皙的脖梗 如同一只骄傲的白天鹅 好啊 爸爸跟你赌 那你要是输了呢 诸葛千兴笑道 我输了 以后我就不管你俩的事 你别说收他为徒 你嫁给他我都不管 诸葛尼认真地说道 你这孩子 怎么跟爸爸说话呢 诸葛千兴苦涩一笑 他嫁给叶灵 这像话嘛 关键大下的律法 你扬长而去 看着诸葛尼的背影 诸葛千兴张了张嘴 但还是没舍得打击诸葛尼 只是在原地喃喃自语道 妮妮 你可知道 你要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怪物啊 朝阳洒下万道金光 天边渐渐泛起淡淡的橙红色 如同画家的调色盘 色彩层次丰富而细腻 太阳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世界 也照亮了人们心中的希望与梦想 在这个美好的时刻 一切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与生机 清城的几位校长 屹立于城墙之上 看着这一批 如同朝阳一般 散发着勃勃生机的考生 高考试炼终于要开始了 如果是新手试炼试炼练手 那么高考试炼 就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 猜猜看 今年我们清城 会有多少人考入大夏学院 去年有五个 我猜今年最少会有七个 别的不说 姓高的王八蛋那两个 SSS级职业的学生 只要不出意外 考入大夏学院是板上钉钉的 过奖过奖 清城高中校长高振宇 嘴上谦虚 但脸上的表情 却是抑制不住的开心 实验高中的王正林 SSS级的红光刀锋职业 这人必然也能锁定一个名额 还有老苏 你们育才高中的罗军 也是SSS级的暗影龙枪职业 他应该也能夺得一个 大夏学院名额 这就已经四个了 再来两三匹飞马 七个名额 我觉得不成问题 有校长说出了自己的猜想 苏校长淡淡一笑 罗军的目标 可不只是大夏学院 而是清城状元 几位校长文言 却没有丝毫惊讶 毕竟这几年来 清城的状元狼 几乎都是出自狱才高中 只不过 他们都将目光看向了高振宇 毕竟清城高中 今年不但出了一个 打破纪录诸葛尼 更是出了夜灵 这么一个等级高达16级的怪物 苏校长瞥了高振宇一眼 淡淡说道 转职者的战斗力 不仅仅是看等级的 还要看装备和实战经验 若是等级高 便一定能取胜 那还举办高考试炼 做什么 直接按等级排布就好了 哼 苏校长可知道 一力破万法 等级够高 其他东西就不重要了 高振宇冷哼道 两位校长互不相让 暗暗较劲 就在这时 嘎吱一声 庞大的城门 像是两堵墙一样 朝着两边缓缓打开 这也意味着 高考试炼开始 只要穿越十公里的野外无人区 便能进入高考试炼之中 这也是高考的第一道关卡 城门一打开 不少考生就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 其中就有夜灵和寄灵语 诸葛尼为了战胜夜灵 决定留在野外刷集 于是 他也在第一批考生里 甚至还冲在了最前方 更多的考生 则是留在了后方静静地等待着 一点都不着急 第一批冲出去的考生 不一定能更快抵达入口 但一定能更快碰到凶猛的魔物 因此 若是对自己的实力不够自信的话 一般都不敢第一批冲出去 第二批再走的话 遇到的阻力会减少很多 踏出城外 扑面而来的是一股腥臭的气息 那是魔物身上散发出来的臭味 混合着发酵过后的血腥味 不少考生一闻到这个味道 哇的一声就吐了出来 众人都是第一次出城 他们没想到 这城外和城内 居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在城内生活久了 他们甚至都忘了 这个世界是被无数魔物环绕着的 这些人刚刚出城 一声售吼声便响彻云霄 魔物的出现 打破了原本紧张有序的气氛 那是一头身高三米多的巨型蜥蜴 仿佛一头从地狱深处爬出来的恶魔 让人看一眼就不寒而栗 是嗜血摩西 十一集的嗜血摩西 考生们顿时吓得惊慌失措 四处逃窜 想要避开这头怪物 嗜血摩西的速度却快地出奇 一跃便是几米的距离 眨眼之间就追上了几名逃窜的考生 他的力爪犹如钢刀一般锋利 一爪下去 鲜血似箭而起 啊 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旷野 这突如其来的血腥一幕 让众多考生都吓傻了 甚至连逃跑都忘记 他们根本没想到 一出城就会立马见到如此血腥的一幕 城墙上的几位校长倒是显得极为平静 唯有经历过鲜血的洗礼 才能真正成长起来 否则永远都只是温室的花朵 除非是出现二十级以上的魔物 否则 他们是不可能插手考核的 看着考生们逃窜的逃窜 吓傻的吓傻 有位校长忍不住失望的摇了摇头 今年这一届不太行啊 一头十一级的嗜血魔兮就吓成这样 这么多人 一人丢一个技能都把嗜血魔兮灌死了 就在这时 一道黑影逆着人流冲向了嗜血魔兮 正是叶灵 叶灵面无表情地 提着星云天横冲了过去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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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阳兽刀法 一连四道璀璨的星光闪过 那头下的众人四处逃窜的嗜血魔兮 就被削去四肢 成了一条蠕动的肉虫 好恐怖的刀 这刀最少是稀有级装备了 城墙上一位校长感慨出声 这就是那个静咒是叶灵吗 十六级配合一件稀有级装备 对付一头十一级的嗜血魔兮 确实是手道青睐 不过他怎么不杀那头嗜血魔兮 正当众人疑惑的时候 只见叶灵朝着身后招了招手 继灵宇 过来收尾 来了老大 继灵宇兴奋地提着剑冲了过来 此时的嗜血魔兮早已没有了半点反抗能力 继灵宇一剑下去 就直接结果了嗜血魔兮的生命 组队击杀十一级嗜血魔兮 奖励四十点经验值 一头十一级魔物能提供的经验值应该是110点 由于组队的关系 经验值被瓜分 所以缩减到了四十点 剩下的七十点经验值应该是 加到继灵宇身上去了 看着眼前这离谱的一幕 众人皆是目瞪口呆 他们这才明白 为什么叶灵只是斩去嗜血魔兮的四肢 却不杀 那头将众人下得四处逃窜的嗜血魔兮 在叶灵的面前 居然成了用来给继灵宇刷集的工具 此刻 众人都有了一种冲动 那就是 冲上去抱紧叶灵的大腿 问问他 还缺不缺小弟 只要认个老大 就有人带你刷等级 这种好事谁不想要呢 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 叶灵和继灵宇 两人没有着急进入高考试炼 而是朝着右边一路扫荡了过去 叶灵 你等着吧 这次我不会再输给你了 诸葛尼瞪了一眼叶灵的背影 随后朝左边冲了出去 在他看来 自己在新手副本等级会被叶灵碾压 纯粹是因为自己没有认真 这次 自己不会再给叶灵任何机会了 他也选择了 在野外扫荡魔物提升等级 这两个超强战力一左一右扫荡了出去 最开心的 就要数和他们同一批冲出来的考生了 他们骤然压力大减 忍不住朝着叶灵和诸葛尼 投去了羡慕的眼光 世上还是好人多呀 他们也顾不上其他的 赶忙冲向了高考试炼的入口 组队击杀十二级齐美拉 奖励五十点经验值 组队击杀十一级海马战士 奖励四十点经验值 组队击杀十三级海骨弓箭手 奖励六十点经验值 路上遇到任何魔物 叶灵都是直接挤刀劈出 将棋屁的掩掩一袭后 直接离去 跟在他后面的继灵雨 慢慢地也和他配合得十分默契 重伤一头 他就上去补上一件 在叶灵的带领下 组队击雨的等级提升得极快 不一会就提升到了八级 老大 啥也别说了 以后 你就是我的亲生老大 组队击雨激动不已 照着这个速度下去 在太阳落山之前 他最少能提升到十二级 甚至是十三级高考试炼的入口 会开放一整天 只要他们在太阳落山之前 赶到就行了 别开心得太早 城墙附近的魔物本就不多 我们可能要更加深入了 叶灵扫了一眼周围 魔物显然少了很多 可是老大 更深入的话 会碰见二十级 三十级我们就跑 叶灵提着刀 继续往野外深入 不止继灵雨要提升等级 他也要继续提升 毕竟他的目标 可是至尊书院 叶灵提着刀 缓缓消失在几位校长的视线中 叶灵太乱来了 他怎么能带着继灵雨 去到如此深入的地方 高震宇皱了皱眉 以叶灵的等级 考入大厦学院 是板上钉钉的事 他到底想干什么 别担心高校长 父亲早已经有监考员围起来了 不会出现意外的 另一位校长安慰道 但愿如此吧 高震宇的右眼皮狂跳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一路上 叶灵边走边刷 他甚至不用释放其他禁咒 光凭一个阳兽刀法 二十级以下的魔物 完全随便杀 顶多也就是多砍几刀的事情 继灵雨跟在他身后 吃得盆满钵满 叶灵还没升级过 这小子已经连升两级 达到九级了 正当他们想要继续往前刷的时候 前方忽然出现了一个 带着监考员牌子的男人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不要善离考场范围 会有危险 不能再往前了吗 叶灵皱眉道 行吧 正当叶灵准备换一个方向的时候 他忽然脚步一顿 看向了监考员认真提醒道 看你后面 监考员文言冷哼一声 头也不回 想骗我回头 好趁机跑出考场范围吗 我没猜错的话 你们安排的人 应该在考场外等着接应你们 带你们去刷集吧 我劝你放弃这个可笑的念头 我已经做了二十年的监考员了 没有考生能骗得到我 不是 你回头啊 叶灵焦急道 休想 我不会上当的 快点走 要不我判你们违规 取消你们的考研 监考员的话还会说完 一声低沉的咆哮 忽然自监考员的背后响起 监考员脸色一变 刚想回头 只见一个体型庞大的魔物 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的背后 他一爪子拍出 监考员甚至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整个人便如炮弹一般 被拍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了十几米外的地上 生死不知 魔物身高四米 全身覆盖着坚硬的盔甲 手持一根巨大的狼牙棒 每走一步 地面都会颤抖几分 33集 哥布林勇者 纪灵语 吓得脸色惨白 这个绝驴 叶灵也是一头黑线 他都跟监考员说了 好几次回头了 这家伙就是不听33集的魔物 除非他暴露不死之身 全力出手 要不然 他也打不过这个哥布林勇者 纪灵语 你跑 我来引开他 老大 这怎么行 要跑一起跑 纪灵语连忙说道 别废话了 你速度没我快 叶灵一脚踢在纪灵语屁股上 将其踢飞了出去 随后他一刀 劈向那头哥布林勇者 心灰闪耀 那家伙果然被他激怒 大步朝着他冲了过来 叶灵连忙开启了瞬息之舞 不过为了避免引起怀疑 他只献祭了蓝尾和一节大肠 换取了三倍的敏捷 这带来的后果 就是他根本甩不开这头 哥布林勇者 对方和他的距离 正在不停地拉近着 雷霆万军 一道耀眼的雷光 忽然爆发而出 雷电之力 瞬间凝聚成一道粗壮的雷霆 带着毁灭的气息 狠狠地砸在了 哥布林勇者的身上 监考员挣扎着 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的脸色苍白 但眼中却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快 快逃 这里交给我 我绝不会让任何一个考生 在我的眼前受到伤害 话音刚落 能站起来放的技能 已经算是意志坚定了 不过好在 对方已经将球员信号发了出去 很快就有另外两位监考员 朝着这边赶了过来 考生远离这里 避免误伤 其中一人轻声喝道 好嘞 叶玲十分听话地往旁边一躲 两位监考员 立马开始着手 对付那头哥布林勇者 在两人的围攻下 哥布林勇者 没有丝毫反抗能力 完全就是被压着打 其中一位监考员 一斧子批出 体型庞大的哥布林勇者 直接被批翻在地 掀起漫天烟尘 这时 叶玲眼底精芒一闪 他掀起心脏 开启十倍瞬息之舞 朝着那个昏迷的健康监考员 冲了过去 接着烟尘的掩护 他上来就开始扒对方的衣服 再快速套到自己身上 然后再将监考牌子 也套在脖子上 紧接着 叶玲从木盒中 拿出诸葛千辛 送给他的幻炎 放在脸上 薄如禅翼的面具 和他的脸型完美贴合 戴上幻炎之后 叶玲完美变成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 甚至脸上 都有了细腻的胡炸 一个崭新的监考员 就这么横空出世了 这时 那头哥布林勇者 也重新爬了起来 挨了一记重斧的他 摇头晃脑的 身上的盔甲破碎不堪 显然是受了重伤 聂畜 竟敢扰乱高考考场 我饶你不得 二位同事 我来助你们 叶玲声音低沉 随后单手凝聚更金之气 金色光芒不停地 从他体内涌出 到他的手心汇聚 面对着三十三级的 哥布林勇者 叶玲没有丝毫留守 静咒 永恒更金 一把游里到外 透露着一股古老 而神秘气息的金色长枪 出现在叶玲手中 叶玲抬起手握住长枪 他猛地挥舞手臂 金色长枪带着呼啸的破空声 直接朝着哥布林勇者刺去 金色长枪 直接贯穿了重伤的 哥布林勇者的脑袋 将其直接击杀 组队击杀三十三级 哥布林勇者 奖励二百二十点经验值 获得道具共生服 咦 爆东西了 叶玲有些惊讶 击杀魔物是有概率 会掉落道具装备 技能卷轴之类的东西 但是概率极低 没想到 居然在这头 哥布林勇者身上爆出来了 不过现在不是查看的时候 他转身就跑 没有丝毫犹豫 曹 畜生 你他妈是谁 你哪个部门的 哪有这么抢人头的 手持巨斧的监考员 鼻子都差点气歪了 他们两个打半天 这家伙一出现 直接一击给哥布林勇者弄死了 简直是岂有此理 叫我好人 叶玲的声音摇摇传来 我好你妈的大戏挂 那监考员拎着斧头就要追 另一个监考员赶忙拦住了他 算了 不用着急 维持考场秩序最重要 我已经记住了这家伙的脸了 后面 我们再找他算账 好 太气人了 大家都是监考员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他居然抢人头 手持巨斧的监考员骂道 另一边的叶玲先是绕了一圈 将衣服和监考证 都还给了那个昏迷的监考员 然后才转身离去 试了服衣去 深藏功与名 不得不说 换言面具是真好用啊 面具一摘 那两个监考员 打死都别想找到自己 这时候的叶玲才 查看起了自己刚刚得到的道具 共生服 执子之手与子共生 两名等级差小于十级的转职者 食指向扣后使用共生服 接下来六个小时内 二者猎杀魔物所得的经验值 完全共享 住 同一时间内 只能与一人使用共生服 祸 这可是好东西啊 叶玲眼前一亮 他本来还打算带继灵羽刷到十级 就把他丢掉的 但有了共生服 即便是继灵羽弄死的魔物 自己一样能得到满额的经验值 就是这共生服的使用方式 多少有点变态 居然要食指向扣 当叶玲找到继灵羽的时候 这家伙正在被一头十三级的 阿努比斯士兵追杀 那阿努比斯士兵浑身黑烟环绕 布满尘埃的盔甲底下的 也是一团黑影 看到叶玲的时候 继灵羽瞬间大喜 老大 你没事 太好了 那头哥布林勇者呢 放心吧 那哥布林勇者 已经被其他监考员斩杀了 叶玲淡淡一笑 随后走上前 伸出温暖的大手 如同灵蛇般缠绕而上 和继灵羽紧食指向扣 继灵羽浑身一震 整个人都呆愣在了原地 瞳孔猛缩 虽然他和女孩子 食指向扣过很多次 但是和男的食指向扣他 真的是头一次啊 就连对面的那头阿努比斯士兵 似乎也看愣了 正在努力地理解 发生了什么事 继灵羽的猴猪 忍不住上下滚动了一番 难怪叶玲在他家的时候 一个女仆都看不上 原来他好的是这口 继灵羽在心底 做着天人交战 想起叶玲拼命就回了继父 又不嫌他是累赘 带着他刷急 还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让他先跑 自己去引开怪物 继灵羽垂下了头 甚至还带着一抹小女生 特有的腼腆羞涩 叶玲愣了一下 金仪不定地看着继灵羽 哦对 给 继灵羽将一个栏盖的 小塑料盒子递给了叶玲 这是啥 叶玲反问道 樊世林啊 继灵羽脸色一白 老大你不会响应来吧 没润滑不行的 叶玲 他光速使用了共生服 随后将继灵羽推开 滚 滚远点 随后叶玲一刀 披向了那个阿努比斯士兵 伴随着一阵心灰闪烁 原地就只剩下一堆 破烂的盔甲 而在共生服的作用下 叶玲和继灵羽 都获得了130点经验值 这是 共生服 老大 你哪来的这种好东西 这可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宝贝 继灵羽激动到 随后他的脸上 也闪过一抹失望 原来是共生服啊 他还以为叶玲有龙羊之吼呢 别叫我老大 你离我远点 哪个男的会随身携带樊世林 祭灵羽大声叫驱 别管是怎么回事 反正咱俩分头行动就对了 这样才能发挥共生服最大的效果 叶玲扭头就走 没有丝毫犹豫 拎着星云天恒的他 展开了一场屠杀 有监考员挡在外围 25级以上的魔物 根本就进不来考场范围 因此 叶玲根本不需要动用其他竞咒 光是一个阳兽刀法 配合着星云天恒附加的300点力量 就足以让叶玲叱咤诈考场 不过他也没有 做得太隐人瞩目 碰到等级比他低的魔物 他就一刀劈死 遇到等级比他高的 他就装模作样的地打斗一番 然后再一刀劈死 期间他也受了不少伤 不过在双生阴阳卓治愈技能的掩护下 他直接动用不死之身恢复 紧接着便继续开始刷怪 另一边的季灵羽已经愣住了 因为从刚刚开始到现在 他的等级就一直在蹭蹭蹭地往上涨 不用想他也知道 另一边的叶玲肯定是杀疯了 因为在共生服的作用下 叶玲负责乱杀 快跑 那头嗜血牛头人快要追上来了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我不需要跑得比嗜血牛头人快 我只要跑得比其他人快就行了 妈的 我们怎么怎么倒霉 第一批出发的 都有人冲进入口了 怎么还会有一头嗜血牛头人在这等着 十几个考生脸色煞白 拼命地逃窜着 在他们身后穷追不舍的 是一头手持双手巨斧 浑身赤红 直立而起的牛头怪物 这牛头怪物约莫三米高 浑身筋肉球节 鼓起的肌肉如同染血的花钢炎一般 让人不寒而栗 等级更是高达十五级 跑在最后面的是一对小情侣 他们紧紧牵着彼此的手 竭尽全力奔逃着 若是在这里被淘汰 甚至连参加高考试炼的资格都会被剥夺 两人自然不肯放弃 可跑着跑着 那女生却忽然脚下一滑 整个人扑倒在地 真真 那男生发出一声惊呼 脸色一白 他若是回头 去救自己的女朋友 肯定会一起失去高考的资格 可若是他现在自己跑 没有了女朋友的拖累 还有女朋友帮他挡着嗜血牛头人 他肯定可以冲进入口 一边是自己的心上人 一边是光明的未来 这让男生陷入了犹豫 阿兵 你快走 不要管我 女生泪眼朦胧 他知道 自己已经跑不掉了 好 这句话 就像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男朋友 阿兵头也不回地跑了 看着阿兵离去的背影 真真感觉自己的心里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 轰然破碎了一样 望着如同一堵山一样 朝着自己压迫而来的嗜血牛头人 他苦笑一声闭上了眼 仿佛已经认命了 可就在这时 一个愤怒的声音传来 什么狗屁国王游戏紫阳花轮舞曲 牛头人都该死 刷 一道寒芒闪过 漫天星辉飞扬 正在找怪刷的夜灵一刀斩出 直接将那牛头人一踢为二 当场秒杀 真真愣住了 呆呆地望着手持心允天恒的夜灵 直到夜灵提刀离开他才反应了过来 真真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我们又可以考同一所大学了 见是血牛头人死在夜灵的刀下 阿斌去而复返 激动地抱住了真真 可这时 真真却一脸冷漠地将阿斌推开 刚刚的一幕 已经让他彻底看清了这个男人 抱歉 我忽然不是特别想和你考同一所大学了 珍惜我 才配拥有我 真真转身离去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与此同时 相似的一幕 正在城外不停地重复上演着 不少魔物都是刹那间就丢掉了性命 有的长得像羊的魔物 耳边更是会响起恶魔的低语 倒上老妈家的满口香椒盐 烫烫的菜籽油 再来一点醋 灵魂芝芝 交给 交给两字一出 长得像羊的魔物便会被一刀斩首 有考生正被魔物追杀得上蹿下跳 忽然一道心芒闪过 那魔物就被劈成了两半 他们甚至连出手的人是谁都没有看到 还有考生被一个怪人给拦了下来 问他们怎么找到魔物的 简直就是神经病 他们躲着魔物还来不及 哪里还敢主动去找 城墙上 几位校长和清城的大人物们 全都看傻眼了 高考试炼每年都有 他们也看过了无数次的高考试炼 确实有实力强大的考生 会选择在进入口之前刷一下等级 可这种提着刀到处找魔物杀的情况 他们也是第一次看见 哎 这孩子要不是静咒师该多好 如果他不是静咒师 我清城可就真的出了一头真龙了 有校长遗憾地摇了摇头 一个能在野外横扫魔物的转职者 只要成长起来 必然是镇压一方的强大存在 但静咒师根本就活不过25岁 没事 至少我们清城 今年进入高考试炼的考生 会比往年多很多 另一位校长汉手说道 托叶玲的福 今年被魔物袭击 导致没法进入高考试炼的考生数量 明显少了很多 叶玲所到之处 但凡肉眼所及 一头魔物都跑不掉 他就犹如一台全自动扫地机 清扫着考场范围内的所有魔物 而此时 那些专门等前面的人 先走了才出城的考生 看着空空荡荡的城外 脸上也是露出了 志得意满的表情 一个摇着俯膳的青年 更是咧嘴一笑 看吧 我就说 晚点出来有好处 魔物那些冲得快的解决了 我们不就走得轻松得多了 不少跟在他身后的人 也是连连点头 出城到高考试炼入口 一共十公里 他们都走了一半了 一个魔物都没有碰到 果然 还是得晚点出发 而另一边的叶玲 也停下了脚步 好像 真的一个魔物都没了 此刻才刚到下午四点 而整个考场里头的魔物 似乎都已经被他 清扫得一干二净了 此时的他等级 也停留在了十八级 姓名 夜灵 职业 静咒师 等级 十八 二 百分之三十三 力量 一百八十 加三百 敏捷 二百七十 精神 五百四十 加六五九 职业天赋 无尽法咒 静咒师每提升一级 便可解锁一个静咒 技能 静咒 灭视狂雷 瞬息之舞 燃烧轮回 夜火分天 不死不灭 永动之谋 死灵归界 阳兽刀法 永恒更金 等级越高 提升起来 当真就越是困难 算了 进考场吧 夜灵摇了摇头 自己从一级升到 十六级所需的经验值 跟十六级升到十八级 所需的经验值 差不了多少 距离十九级 还有一大截 与其大费精力 去扫荡那仅存的几头魔物 还不如直接进考场来得实在 高考试炼的传送门 犹如一座巨大的光门 静静地悬浮在天际 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走进传送门 他能感受到 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波动 那是空间魔法的波动 能够将人瞬间 传送到另一个地方 夜灵跨步走了进去 眼前的画面瓦解开来 待到画面重组时 他已经出现在了 一个巨大的青石广场上 青石广场四周 矗立着十根巍峨的石柱 每根石柱上 都镌刻着古老的符文 透着一股沧桑与神秘 广场中心 有一座巨大的石碑 上面刻着高考试炼场 五个大字 字迹古朴 犹如龙蛇起舞 这就是高考试炼场 夜灵环顾四周 只见广场四周 密密麻麻的 到处都是人头 看得夜灵头皮发麻 好多人啊 夜灵心底有些后悔 早知道会有这么多人 刚当他在外面的时候 就应该放任魔物 先淘汰掉一些人再出手 哎 说到底 自己还是太过心软善良了 老大 纪灵宇大喊一声 就冲过来死死地抱住了夜灵 老大 你真是我的亲老大 俺了个亲娘来 你太猛了 纪灵宇激动得语无伦次 原因无他 只因他现在的等级 赫然达到了恐怖的十五级 这可是十五级啊 若是不出意外的话 以他十五级的等级 进入大厦学院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夜灵倒是没有觉得奇怪 在共生服的作用下 纪灵宇的经验值 和自己是共享的 提升到十五级 也不是啥怪事 好了好了 放开 公共场合不要搂搂抱抱的 夜灵嫌弃地说道 不 你以后就是我亲老大 纪灵宇激动地 抱住了夜灵的大腿 滚啊 夜灵一投黑线 他已经发现 有不少人将古怪的目光 往这边投来了 不过说实话 他还挺享受这种 能和朋友打得闹闹的感觉的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后 为了隐藏自己 不死之身的秘密 夜灵一直都在 贫民窟身居检出 纪灵宇算得上 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后的 第一个朋友 友情这个东西 夜灵已经很久 没有体验过了 过了一阵后 诸葛尼黑着一张脸 也出现在了高考试炼场里 他的等级只有14级 仅仅提升了两级 一开始还挺顺利 他本来还想追上夜灵的16级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莫名其妙的 他就突然一头魔物 都找不到了 该死 诸葛尼有些懊恼 不过也没关系 区区两级的落后罢了 未必不能靠着操作 和能力来弥补 诸葛尼的美眸里 写满了斗志 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那太阳洒下 最后一抹余晖的瞬间 那扇高大的传送门 就彻底关闭 这也意味着 没有进入高考试炼场的人 将彻底无缘此次高考 传送门关闭后 一个看起来有些 和蔼的老者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 青石广场中央的那块石碑前方 与此同时 上百名监考员 出现在了青石广场的各个角落 监控着青石广场 所有考生的动向 各位青城的考生们 你们好 欢迎参加第886届的高考试炼 我是青城的主考官 林源 老者的声音并不大 却仿佛是在每个人的心底 直接升起的一般 青石广场上的 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接下来 我会宣读今年高考试炼的考核内容 在我宣读期间 请你们仔细聆听 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违反者将被取消考核资格 话音刚落 所有考生都是时序地闭上了嘴 高考试炼分为两部分 综合能力考核跟擂台战 将分为两天进行 明天进行的是综合能力考核 每个考生将根据职业不同 安排不同的考核内容 考核共分为10个关卡 可以提前退出 也可以全部完成 考官将根据你们 在关卡中的表现 给予分数评定 每个关卡的满分为10分 只有通关10个关卡 且评分在85分以上的考生 才有资格参加后天的擂台战 擂台战同样用11天 胜利一场可获得10点额外分数 最高150分封顶 擂台战将会绝出今年的高考状元 在综合能力考核和擂台战中 可以使用任意装备 但不得使用任何特殊道具 为者取消考核资格 考核内容宣读完毕 林园呵呵一笑 今天晚上 你们好好休息 明天一早 开始综合能力考核 众考生的表情都变得极其凝重 他们很清楚 明天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不少考生直接从自己的背包里头 掏出了睡袋 显然是早有准备 老大 你没准备睡袋什么的吗 看到叶玲啥都没掏出来 祭林语有些惊讶 不过是睡石板地而已 完全小儿科 那怎么能行 不好好休息 怎么能有充足的精神 应对明天的综合能力考核 祭林语皱起了眉头 随后将自己的名牌睡袋 递给了叶玲 老大 你用我的 叶玲有些感动 忍不住问道 那你呢 我 我随便就行了 祭林语故作无所谓地摆了摆手 他拍了拍手 两名检考员 就抬着一张席梦丝豪华大床 放在了他身旁 叶玲 不是 你等会 你先等会 叶玲人傻了高考试炼礼 居然还提供豪华大床服 提供 不过死贵了 这张床比不上我家的就算了 一晚上足足要二十万 跟抢钱一样 要不是老大你没带睡袋 我才舍不得呢 祭林语一脸肉疼地开口说道 二十万租一张床 即便是他 也有些接受不了 他虽然有钱 但他不傻 叶玲有些沉默 这就是该死的有钱人吗 即便参加高考 试炼待遇都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都是睡青石板睡睡袋 第二天一早 叶玲精神饱满地醒了过来 时间一到 林园准备出现综合能力考核开始 请所有考生有序排成十队 依次进入考核室 林园话音刚落 青石广场上矗立着的 那十根巍峨的石柱 便各自打开了一道传送门 想来综合能力考核 便是在那石柱中完成 密密麻麻的人群 很快便有序地分成了十个队列 谁都不敢有丝毫愉悦 众人都很清楚 高考试炼是大下谷国最重要的考试 也是决定他们命运的一道分水岭 叶玲排在了第六个队列中 跟着人群朝着前方走去 每个人在踏入传送门后 便直接消失 很快就轮到了叶玲 她往前一踏 下一秒便出现在了一个 封闭的全金属房间中 一道光芒从她身上扫过 叶玲的等级和职业 便自动浮现了出来 叶玲 静咒师 十八级 所有的考生依次进入了石柱 林园作为这届高考的主考官 静静地站在青石广场上 望着那十根十柱 在她身后 出现了数个气息强大的中年人 他们都是这届高考的副考官 其中还有一位身穿青色长裙的女子 她的出现仿佛春风拂过湖面 带来一丝丝清新的气息 虽然已经上了年纪 但这女子却保养得极好 面容轻力脱俗 长发如瀑布般披在肩上 随风轻轻飘动 她的身材苗条 仿佛一位端庄的仙子降临人间 她走到凌渊身边 微微躬身 轻声说道 林主可 与几位副考官看向这女子时 也忍不住流露出敬重之色 因为这女子 名为苏承兴 乃是至尊书院的负责人 普通考生 可能根本没听过至尊书院的名字 但他们这些考官 可是很清楚的 这可是大厦境内最强的学院 从至尊书院走出来的学生 每一个都是镇压一方的妖面 几人还准备在寒暄几句 其中一根石柱骤然亮起 旗上的雕塑 仿佛都在这一刻活了过来 嗯 十八级 林园的眸光 微微一明 能达到十级 便可以保证 进入一所一流的大学 能达到十二级 便能去争取顶尖的大学 而十八级 唯有一个词可以形容 妖孽 就连苏承兴也来了兴趣 目光灼灼地 往叶林所在的方向看得过去 十八级 已经有资格被至尊书院录取了 可当他看清了叶林的职业后 就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怎么是个静咒师 十八级 随便换一个职业 哪怕职业等级只有A级 他也能放宽条件 让对方进入至尊书院 但 唯独静咒师不行 静咒师虽然是SSS级职业 但所有人都知道 静咒师这个职业 根本活不过二十五岁 几位考官 此刻也是唏嘘不已 哎 可惜了 要不是静咒师 清诚真就出一条真龙了 静咒师这个职业 好像也挺久没出现过了 上一次出现 还是在十年前吧 嗯 十年前那个静咒师 只活到二十三岁 就寿终正寝了 可能连二十三岁都活不到 那第一关等级测定 怎么给分 就按正常给吧 他都十八级了 不给满分属实说不过去 赤处 就在几位考官商量完后 金属房间内的叶琳耳边 再次想起了那道机械化的女生 考生叶琳 综合能力考核第一关 等级考核 满分 十分 话音刚落 叶琳正对面的那道金属墙 缓缓打开 露出了一个晶莹的水晶球 综合能力考核第二关 三维属性考核 考生叶琳 请将手放置于测验球上 叶琳走上前 思索了一番 要不要使用燃烧轮回 但想了想还是算了 直接将手放了上去 力量480点 敏捷270点 精神1199点 考生叶琳 综合能力考核第二关 三维属性考核 满分 十分 轻视广场上 一位考官忍不住吐槽道 别的我理解 只是他的力量 为什么会有480点 这家伙还搞了件 加攻击力的装备 他一个静咒师 要力量干嘛 释放静咒 本来就伤身体 他还要跟人肉搏 叶琳都18级了 第二关三维属性考核满分 也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叶琳那480点的 力量还是让几位考官 忍不住嘴角一抽 480点的力量 这都超过很多 战士系职业的转职者了 叶琳在他们的眼里 简直处处透着 一股不合理 看下去就知道了 第三关开始 就是需要开始动手了 林园平静开口 叶琳所在的金属房间里 已经出现了一个假人 这假人和转职者工会 练习室里面的假人 长得差不多 只不过要更加精致一点 综合能力考核第三关 攻击能力考核 考生叶琳请施展 自己最强大的技能 攻击面前的假人 假人将会根据你的攻击强度 显示你的分数 没有感情的机械化女生 再次想起 最强大的技能 叶琳第一反应 就是献祭所有器官 才能召唤出来的混沌神雷 但她感觉施展这个 未免太惊世害俗了 高个考而已 应该用不着那么夸张 但威力肯定也不能太小 因为自己要进的 可是至尊书院 自己每一关都 必须拿到满分才行 思索之下 叶琳有了决断 直接抬起了自己的手 静咒 蔑视狂雷 她陷进了自己的扁桃体 召唤出了最普通的雷霆 轰隆 一到雷劈下 只见那假人 直接炸成了漫天的激愤 啊 叶琳愣住了 这已经是她威力最小的静咒了 这假人 未免也太脆了吧 而且考核内容说 假人会显示她的分数 现在 她把假人都劈碎了 那她的分数怎么算此时 青石广场上的几位考官也愣住了 这假人可是能扛得住 25级以下转职者的攻击的 这小子才18级 一击下去 假人居然直接炸了 她施展的可是静咒 静咒威力大致不是公认的吗 那现在怎么办 假人都没了 分数算多少 要不再 给她换一个假人 算了 别浪费教学器材了 算她满分吧 林源忍不住摇了摇头 这小子也真够拼命的 参加个高考 居然她娘的放静咒 林源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其他几位考官 也是身以为然的点了点头 施展静咒 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参加个高考释放静咒 这就好比拿自己的杨兽 去抽游戏道具 考生叶灵 综合能力考核第三关 攻击能力考核 满分 十分 听到这个声音响起 提心吊胆的叶灵 这才松了一口大气 她就怕因为弄坏了假人 直接把她成绩取消了 此时 她也清晰地认知 到了静咒师这个职业的弊端 那就是 根本没办法手下留情 一出手就是静咒 再怎么手下留情 也留不到哪去 她通过第三关后 接下来的三关 分别是施法速度考核 瞬间爆发能力考核 持续输出能力考核 这些根本就拦不住叶灵 在考官们惊骇的目光中 很快叶灵就全部满分通关 而在第七关 叶灵终于见识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在她的正前方 出现了一个特制的囚笼 囚笼里 一个怪物嘶吼着 眼睛赤红 像是被烈火烧过 透露出疯狂的杀意 身躯庞大 肌肉囚结 仿佛一座移动的小山 她的利爪 在囚笼上 划出一道道刺耳的金属刮擦声 仿佛在向叶灵全是她的愤怒 综合能力考核第七关 逃生能力考核 请在二十五级魔物 赤火魔狼的追杀下 坚持三分钟 三分钟后未受伤 视为满分 一个计时器 出现在走廊尽头 考核开始 机械化女生落下的一瞬间 那个囚笼缓缓地打开 高达二十五级的赤火魔狼 缓步踏出 赤红的眼底 满是贪婪的嗜血之意 她已经被饿了许久了 看到叶灵的这瞬间 她就像是看见了 绝世美女的老光棍一样 猛地窜了出来 静咒 灭视狂雷 轰隆 耀眼的银白色雷蛇席卷而出 眨眼间 赤火魔狼就变成了一具焦黑的狼狮 计时器开始计时 由三分钟开始倒数 然而这时候 负责追杀叶灵的那头赤火魔狼 已经成了一具尸体 伴随着倒计时结束 机械化的女生再次响起 考生叶灵 综合能力考核第七关 逃生能力考核 满分 十分 观看着叶灵这边考核情况的考官 都沉默了 这种情况 他们闻所未闻 二十五级的魔物 对于任何高考考生来说 绝对是强大且无法战胜的可怕对手 面对着这种等级的魔物 考生只能选择释放技能拖延时间 直到三分钟一到 他们就通关了 每一年在这一关 都会有考生 依靠着亮眼的操作 无伤通关 但今年显然出现了一点意外 考核开始的第一秒钟 叶灵一个静咒 直接把二十五级的魔物给秒了 接下来的二分五十九秒 叶灵纯纯 就是在那坐着发呆等 倒计时结束 我说回我刚刚的话 静咒这样子乱甩 别说二十三岁了 这小子能活过二十岁 都是个医学奇迹 一位考官忍不住摇了摇头 虽然叶灵的表现极其惊艳 但考官们显然都不认同叶灵 觉得他这样 就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 透支自己的未来 考场中的叶灵 已经进入了第八关 领考官 是否要提高考生叶灵 最后三关的难度 一位考官忍不住朝着灵源问道 因为接下来的三关 都是实战考核 考生分别要面对 和自己等级相同的魔物 比自己高两级的魔物 二十五级的赤火魔狼 都被他给秒了 二十二级的 更不可能是对手 灵源皱起了眉头 此刻他也犹豫不决 如果不提升难度的话 那叶灵百分百会满分通关 但是提升难度的话 对叶灵来说 似乎又很不公平 苏老师 我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若是提升难度后 这个叶灵还能满分通关的话 就请你至尊书院收下它如何 灵源朝着苏承兴的问道 若是苏承兴同意的话 那提升难度就没有问题了 也顺便能看看 苏承兴摇了摇头 看向了另外几个考生 在我看来 罗军 王正林 朱耿尼 还有那个继灵宇 这几人都比那个叶灵 更有资格进入至尊书院 叶灵是个敬奏师 他此刻拥有的实力 是他透支自己的生命 和未来换来的 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 这样的人 不是我们至尊书院需要的 培养他 只会浪费资源罢了 灵源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 但很快 他又闭上了嘴 苏承兴所说的这四个人 确实是实打实的天才 只不过有叶灵这个怪物 作为参照物 这才显得他们不太出众 最终 叶灵的考核难度 并没有被上调 面对着18级 20级和22级的魔物 战斗没有任何意外 基本都是秒杀 通过了最后一关后 叶灵的身影 重新出现在了青石广场上 他也是第一个 通过十道关卡的考生 过了段时间后 其他考生也陆续通过了考核 青石广场上 再次人声鼎沸 不少考生激动的 和好友交流着自己考核的情况 老大 季灵宇朝着叶灵跑了过来 老大 我96分 稳了 我这次真的稳了 季灵宇激动不已 按照这个成绩来看 只要擂台站在迎上三场 他就百分百能够进入大夏学院 你没满分 叶灵有些好奇 季灵宇的等级可都有15级了 虽然战士类职业的综合考核内容 应该和法师类的有所不同 但难度应该是差不多的才对 别提了 实战考核被扣分了 不过离开考场 视为放弃明天的擂台赛 林元化音刚落 朱格尼瞬间就瞪大了眉眸 脸上满是错愕的神色 他明明拿到了满分 可为什么 他还是排在了叶灵的后面 既然他们两人都是满分 那应该是并列第一才对 凭什么他要排第二 朱格尼举起手 大声开口说道 考官 我对这次成绩有意义 一样是满分 凭什么我是第二名 朱格尼化音刚落 瞬间也引起了不少人的疑惑 对啊 都是满分 为啥不是并列第一 一样是满分 凭什么难保就排在前面 这个世界对女性的恶意 还要有多大 这不公平 这是对女性的歧视 是对女性的压迫 若是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们就去上诉 对 我们要公平 面对着考生们的群情激愤 林元脸上的表情 没有丝毫动容 只是分别调出了 叶灵和朱格尼的通关录像 请看VCR 只见朱格尼和叶灵 参加综合能力的考核的录像 被轮流放出 朱格尼这边 可谓是操作性拉满 观赏性极佳 身材本就丰满火辣的朱格尼 穿着一身修身的运动服 将他前突后翘的身材 衬托得更加亮眼 在场不少难考生 都看直了眼睛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而朱格尼的通关过程 更是极为令人惊叹 等级高达14级的他 可谓是展现了一名 火系法师转职者 在这个等级下能做到的极限 朱格尼如同一只 翩翩起舞的灵蝶 十个关卡 每一个关卡 朱格尼都给众人掩饰了一遍 何为完美通关 特别是第七关 面对着25级的赤火魔狼时 朱格尼充分展现了 什么是人类的智慧 虽然实力不如赤火魔狼 但朱格尼却将赤火魔狼 当成狗溜 整整三分钟的时候 赤火魔狼未能碰到朱格尼以下 甚至都未曾靠近 朱格尼半米的范围 众人看得惊叹连连 朱格尼不愧是 朱格先生的女儿 果然是虎父无犬女 更像是在完成一场完美的艺术展 朱格尼的满分 简直是当之无愧 这凭啥不是第一名 果然是对女性有恶意 众多考生议论纷纷 看向朱格尼的眼中 也写满了钦佩 与此同时 他们也更加怀疑起 这次综合能力考核的公平性 朱格尼都已经做到完美通关了 凭啥叶琳排在他前面 众人看向了叶琳的考核录像 和朱格尼的极限操作比起来 叶琳这边的表现 就显得平平无奇了 从第一关卡第二关卡 分别测完等级和三维属性后 接下来的第三关到第十关 叶琳做的都是同一件事 放进咒 过关 放进咒 过关 放进咒 过关 这个过程 足足重复了八次 期间的叶琳悠然自得 闲庭若步 仿佛不像是在参加高考试炼 而是一个小学生 没事出来春游踏青 看着叶琳的考核录像 众人都沉默了 特别是看到第七关 叶琳第一秒 就把赤火魔狼给杀了 接下来的两分多钟 都在坐着发呆的时候 众人的情绪彻底被引爆 他骂的 坑爹呢 这家伙一个静咒 直接把二十五级的赤火魔狼给灭了 好好好 考核逃生能力 把追杀的魔物弄死了 就不会有东西追杀我了 满分理解 这家伙根本不是人 他就是个披着人皮的怪物 太夸张了 我突然明白 为什么明明都是满分 朱葛尼却要排在第二名了 朱葛尼满分 是因为他的能力能够拿满分 而叶琳满分 是因为满分只有这么多 话而言之 如果综合能力考核改成千分制 朱葛尼还是一百分 叶琳最少得飙升到七八百 众多考生看向朱葛尼的眼中 多了一抹怜悯 放在网阶高考中 朱葛尼这操作 这等级妥妥的状元之姿 但是今年 有叶琳这个一个怪物在 朱葛尼肯定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朱葛尼紧抿着红唇 沉默不语 死死地盯着叶琳的考核录像 看了一遍又一遍 白皙的玉手紧紧攥在一起 他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自己居然输给了一直看不起的叶琳 而且还输得这么惨 还有人对这次综合能力考核成绩 有意义的吗 主考官林园平静地开口说道 青石广场上寂静一片 没有人再敢吱声 开玩笑 叶琳一个技能丢过去 二十五级的赤火魔狼都死得不能再死了 这样的一个怪物 排第一谁还敢有意义 他们都面对过赤火魔狼 深深知道 二十五级的魔物究竟有多么可怕 既然没有意见 那八十五分以下的考生 就请有序离场吧 八十五分以上的好好休息 专心准备明天的擂台赛 林园开口道 很快 分数不够的考生便撤离了青石广场 而此刻还能留在青石广场上的考生 只剩下了一百零四个人 清城的考生有将近十万之数 却只留下了一百来个人 可见淘汰率之高 而综合能力考核的成绩 很快便公布到了外界 密切关注着高考的几位校长 一看到这份成绩 瞬间呼吸急促了起来 第一名叶玲 第二名朱格尼 我靠 老高 你们清城高中要逆天啊 今年两个满分 全是你们清城高中的 你这老小子 今年真是走了狗屎运啊 不止呢 你们看那个第四名 那个季灵宇也是清城高中的 前五名 清城高中包揽了三个 老高 最近想吃啥就吃点啥吧 我怀疑你运气都用光了 几位校长丝毫不掩饰自己 对高振宇的羡慕 出了这么三个学生 清城高中明年肯定会成为报考热门 高振宇激动的整个身躯都在颤抖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 叶玲和朱格尼 居然会带给他这么大的惊喜 而且还附赠了季灵宇这匹飞马 当真就是天佑他清城高中 考场外的继父 在看到成绩后 也是腾的一下站了起来 好 好啊 继父激动的热泪银矿 96分的成绩 季灵宇最少能预定一所 全国前二十的学府 只要擂台战营上两场以上 季灵宇甚至能够冲刺一下 顶尖的大夏学院 朱格千兴静静地看着成绩 嘴角轻挑 波澜不惊 叶玲三人取得了这么惊人的成绩 让清城高中的学子也余有荣烟 忍不住昂了起头 然而就在高振宇沉浸在惊喜中的时候 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忽然响起 老高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明天的擂台战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毕竟那才是清城壮远的角逐之战 开口的赫然是玉才高中的苏校长 他和高振宇一直不对付 自然看不得他这么春风得意 哦 高振宇笑得肆无忌惮 你是觉得 你学校的那个罗军 能对付一个十八级的禁咒诗 呵呵 这谁知道呢 苏校长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随后转身直接离开 看着苏校长的笑容 高振宇感觉到了一丝不安 随后他摇了摇头 老东西装模作样罢了 十八级的禁咒诗怎么可能输呢 时间就像是你传的彩礼钱 船的时候很慢 花的时候很快 眨眼睛 一个晚上的时间悄然是 不得不说 成绩好确实是有特权的 考场昨晚 甚至每人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单独的房间休息 睡得精神饱满的叶玲 来到了青石广场上 却迎面撞上了朱耿尼 朱耿尼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 显然昨晚根本没有睡好 我不会在擂台上输给你的 朱耿尼咬着银牙说道 啊 叶玲有些无语 这女人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从转职仪式开始的那天 今天要举行的是擂台赛 其他考生的高考试炼已经结束了 而你们的高考试炼才刚刚开始 擂台赛规则很简单 赛事采取抽签制 每个人最少要比上五轮 赢一场加十分 并晋级下一轮 输一场不扣分 但一旦输了一次 就会进入败者组 这就意味着你和状元无缘了 而从投赢到尾的 就是今年清晨的高考状元 顺便提醒你们一句 擂台赛是会实施直播的 这也意味着 你们亲朋好友父母亲戚此刻 好了 现在抽签开始 共有104个考生 这里有104写着编号的小球 1号的对手是104号 2号的对手是103号 以此类推 抽到对应标签后 依照监考员的引导前往擂台 林源话音刚落 一个监考员便抱着一个 盖着黑布的大箱子走了过来 夜灵听明白了规则 每个人最少比上五轮 而若是要争夺状元的话 则要比上第六轮第七轮 甚至第八轮 这个规则看起来虽然有些漏洞 但实际上却没有任何问题 哪怕第一轮抽到了 比自己强的对手 只要实力没问题 肯定还是能赢下 接下来的四场 拿到高分 说到底 还是实力说话 夜灵眼底闪过一抹金芒 为了进入至尊书院 这个状元 他志在必得 考生轮流抽着自己的编号 轮到夜灵的时候 他摸索着 从里面抽出了一个 写着18的小球 老大 你的号码是什么 季灵宇忍不住问道 18 夜灵说道 18 嘿嘿 我是24 太好了 看来我肯定没那么快遇到你了 吓死我了 季灵宇松了一口大气 要是第一轮就遇到了夜灵 他肯定要当场自闭 而只要不是碰上 夜灵诸葛尼罗军这几个人 他15级的等级 足以横扫擂台 夜灵在监考员的引导下 走上了一座擂台 依照规则 他的对手是抽中 86号小球的考生 只见一个体型娇小的少女 一脸倔强地 站在了夜灵的对面 双方考生请站在圆圈内 我没宣布开始之前 请不要有多余动作 监考员面无表情地宣布着规则 现在 请双方考生 展示自己的职业和等级 夜灵 静咒师 18级 贝贝贝 水系法师 十级 职业和等级展示完毕 比试开始 看了一眼对方的等级和职业 夜灵的嘴角忍不住一抽 同学 你还是认输吧 不 我不认输 虽然你很强 但是你也别看不起我 出手吧 贝贝贝的表情十分倔强 巴掌大的脸上 写满了坚定 能在综合能力考核中 拿到85分以上的成绩 任何一个都不适宜于之辈 好不容易走到擂台上 她自然不愿意轻易认输 其实真不是夜灵看不起对方 主要是她除了静咒 别的技能她也不会啊 以两人的等级差 加上法师的脆皮身板 夜灵可以肯定 自己无论施展哪一个静咒 对面肯定擦到就是重伤 碰到就是死 看来她是不见黄河星不死了 夜灵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陷进了自己的一颗智齿 静咒 蔑视狂雷 夜灵轻贺一声 举起右手指向天空 汹涌的雷云顿时汇聚而来 耀眼的银白色雷弧 如同灵蛇一般 在云层间穿梭 轰隆 一道一人核爆粗细的狂暴雷龙 从云层中席卷而来 与夜灵的手连接在一起 宛若一条雷霆锁链 这一刻的夜灵 如同一尊指掌雷霆的神奇 这恐怖的一幕 不但引得观看直播的人 将视角都切换了过来 更是引得现场的考生 都忍不住驻足回头观望 我靠 一上来就放静咒 直接照雷 对面那个小女生 是触犯天条了吗 这么可爱的妹子 这家伙召唤这么粗的雷霆 来劈人家 她那小身板怎么受得了 别人玩命是形容词 这家伙是真玩命啊 打个高考擂台放静咒 这就好比科捷去参加 中小学生围棋比赛一样离谱 这种比赛把战鹰派过去 都是绰绰有余 监考员更是吓了一跳 随后惊恐地大喊道 考生叶玲 擂台赛严禁杀人 否则将取消你的高考资格 我也不想 那你倒是让她认输啊 叶玲无奈道 此时的贝贝贝 已经吓得呆傻在了原地 昨天观看叶玲的录像的时候 她已经知道了叶玲很强 但看视频 远没有亲身体验来的震撼 真正站在叶玲对面 成了叶玲的对手后 她才真正明白叶玲有多么恐怖 贝贝贝感觉自己 就像是一个刚刚走上拳台的新手 结果对面走来了巅峰泰森 随后 巅峰泰森和她握了握手 一脸笑容地告诉她 你好 我是今天的裁判泰森 你的对手是来自M78星云的赛罗奥特曼 在这种恐怖的压力之下 贝贝贝双腿发软 扑通一声 一屁股跌坐在地 下一秒 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擂台赛上 战斗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诸葛尼手中 出现一本厚厚的点击 这显然是某件极为强力的装备 点击翻动间 恐怖的炽热火焰呼啸声腾 将她的对手逼得连连后退 她的每一个技能都释放得极其精准 根本没有给对手操作的空间 很快 诸葛尼便战胜了对手 拿下了第一轮的胜利 继琳宇挥舞着长剑 等级高达15级的她 面对着只有8级的对手 根本没有任何压力 击剑下来便把对方批得当场认输 欲才高中的罗军手握一把黑色长枪 枪身之上缠绕着一条栩栩如生的暗影巨龙 每一次长枪挥舞间 都有龙银之声响彻擂台 她脸上带着细血 不停地戏甩着对手 直到最后一刻 才将对手一脚踢下了擂台 实验高中的王正林 则要迅速许多 SSS及红光刀锋职业的她 速度快如鬼魅 一个闪身便直接解决了对手 每个擂台上 此刻都进行着 让人热血沸腾的战斗 唯有夜灵所在的擂台 画风十分不对劲 当真是闻者落泪 听者伤心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个娇小的少女 遭受了夜灵怎样的气凌 所有人都傻眼了 就连夜灵也呆愣在原地 一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 手中捏着的静皱 更是放也不是 收也不是 她也没想到 对方心理承受能力这么差 居然能被直接吓哭了 最终 贝贝贝被监考员扶下了擂台 这场擂台赛 也以夜灵取胜而告终 贝贝贝更是被直接扶去了 心理辅导师那里 足足开倒了半个小时 哭声才渐渐停止 18号考生夜灵 第一轮胜 分数加十 监考员脸色古怪的宣布了结果 当监考员这么多年了 擂台上殊死相搏的有 当场认输的有 一招秒杀的有 还未出手 就把人吓哭的 她还是头一次见 夜灵这也算是开创了一次历史的先河 在高考上将对手吓哭 夜灵也是全场唯一一个 没有进行任何战斗 便取得胜利的 畜生啊 那么可爱的妹子 她居然给人整个哭成那样 真就一点连花惜玉的心思都没有 我以前一直以为 吓哭是个夸张的形容词 没想到 居然是个动词 她是不是悄悄对那个妹子 说了什么虎狼之词 才把人吓哭的 听着周围的窃窃思欲声 夜灵一阵无语 天杀的 她真的啥都没干 她甚至碰都没碰到对方一下 十分钟的休息时间过后 第二轮的擂台赛也正式开始 这一轮 夜灵的对手 是一个背负着常见的剑修 这人剑眉心目 身形修长 气质让人不由地为之侧目 看到夜灵走上台 这剑修的脸色微微一变 随后眯起了眼睛 淡淡开口 喃喃自语般说道 如果对手是你的话 可能会有点棘手 不过 会赢的 我可是最强的 这剑修喃喃自语地拔出了 自己背后的长剑 耀眼的剑光照耀了整个擂台 夜灵的脸色 顿时变得凝重了起来 郑重其事地对待其眼前这个对手 狮子薄突一须全力 这点夜灵深有体会 对方这么自信 肯定是有着不凡的手段 监考员的脸色 也变得认真起来 双方考生请站在圆圈内 我没宣布开始之前 请不要有多余动作 现在 请双方考生展示自己的职业和等级 夜灵 静咒诗 十八级 陈诚诚 踏云剑修 十一级 夜灵眸光一鸣 十一级吗 确实有自信的资本 职业和等级展示完毕 第二轮比试开始 在监考员宣布开始的一瞬间 陈诚诚一个转身 潇洒地将剑放回剑翘 随后走下擂台 与此同时 陈诚诚自信而淡然的话语 传入夜灵和监考员的耳中 我弃拳 夜灵 监考员 就这 有一种五星级酒店吃习 压轴踩上了平老干妈的感觉 他们看这家伙 装逼装得这么自然 还以为他有什么绝招底牌 可以对付夜灵呢 结果一上来直接认输 你不是说你会赢的吗 夜灵忍不住问道 是 我会赢的 不过不是今天 不是现在 陈诚诚自信一笑 风轻云淡 岁月静好 夜灵沉默了 高考试炼里 果然个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 不过不用动手也好 在众目睽睽之下 能少动手 还是少点动手 以免引起有心之人的猜忌 18号考生夜灵 第二轮胜 分数加十 监考员一脸古怪 再次宣布了夜灵的获胜 他第一次发现 原来当监考员 可以这么轻松 别人都要精神紧绷 随时关注考生的战斗情况 防止考生出现性命之危 而他呢 基本除了念念规则 就啥事都没有了 很快便来到了第三轮 鉴于前两位前辈的前车之鉴 这次的考生 再抽到夜灵的一瞬间 心里就已经有了决断 他妈的 真倒霉 怎么会抽到你这个怪物 监考员 我弃拳 他根本没有丝毫 和夜灵动手的欲望 看刚刚那雷霆肆虐的场景 他就知道 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反正也赢不了 万一受伤太重 还会影响下一轮的状态 倒不如痛快弃拳 就这样 夜灵一次手都没动过 就挺进了第四轮 分数更是来到了惊人的130分 此时 不管是考场内的考生 还是考场外观看实况直播的观众 都已经看傻眼了 坑爹呢 这家伙从头到尾就放了一个静咒 放一半还收回去了 相当于根本没战斗过 却连赢了三场 高考原来这么简单的吗 这些人也太傻了 和他动手呗 怕什么 静咒施放技能 可是要费命的 高个考而已 他难不成还真敢把命搭进去 他费不费命我不清楚 但被他那个雷霆禁咒来一下 我肯定要没命了 哎 这家伙不会一次手都不用动 就直接拿个满分吧 不会的 能够挺进第四轮的 有哪一个会轻易认输 又有哪一个会比别人弱很多 这夜灵想要挺进第五轮 肯定是要和人动手了 不对 你们快看 这畜生轮空了 进入擂台赛的高考生 一共有104人 经过了三轮之后 一共有91人进入了败者组 也就是说 能够争夺本届青城状元的人选 只剩下了13个人 第四轮 没有按照号数最小 对决号数最大的规则 而是重新抽签 将有一人轮空 轮空的人不增加积分 直接进入下一轮 而抽签的结果 轮空的人赫然是夜灵 若是换一个人轮空 其余人可能要羡慕这家伙的运气真好 可轮空的是夜灵 其他考生几乎都是松了一口大气 感慨自己的运气可真好 夜灵轮空 意味着第四轮里面 他们谁也不会碰到夜灵这个怪物 不管是谁 碰上夜灵 基本就都意味着 要进入败者组了 夜灵轮空 显然是个好消息 而其他人的抽签结果 也很快出来了 其他两场都显得平平无奇 唯一一场观赏性比较强的 就是罗军对上了王正光 两个SSS级职业 终于还是站在了同一个擂台之上 双方考生请站在圆圈内 我没宣布开始之前 请不要有多余动作 这一场的监考员 也是由一个变成了两个 任谁都知道 这场战斗必然是一场龙争虎动 现在 请双方考生展示自己的职业和等级 罗军 暗影龙枪 十四级 王正光 红光刀锋 十三级 两人的等级赫然是十四级和十三级 若不是今年出了夜灵这个怪物 罗军和王正光 显然都会是青城最耀眼的星星 罗同学 看来你得经败者组了 王正光手中出现两把匕首 随后被他反手握住 笔手上闪烁着悠悠寒芒 令人不寒而栗 而罗军手中的黑色长枪 往地上一震 整个擂台甚至都产生了一丝震动之感 这一手 显然是展示了罗军那近乎恐怖的力量 就凭你 还不够 罗军贴了王正光一眼 眼底有着轻面 王正光顿时眯起了眼睛 刺客职业对上战士职业 本来就不好打 他情愿碰上诸葛尼 也不愿意面对罗军 但既然抽到了 他也只能全力以赴了 职业和等级展示完毕 第四轮比试开始 监考员话音刚落 王正光便犹如鬼魅一般 消失在了擂台上 红光刀锋这个职业 速度之快 可谓是令人眼花缭乱 而罗军的眼神 瞬间变得凌厉 他挥舞着手中的黑色长枪 捂出树道枪影 擂台上顿时响起了一阵 叮叮当当的金铁交鸣之声 众人都知道 王正光正在全力出手 但他们都捕捉不到 王正光的身影 看起来就跟罗军一人 在擂台上表演枪法一样 好可怕 这就是两个SSS 及职业交手的场景吗 我甚至看不到 王正光在哪 我要是上台 估计第一秒 就会被王正光秒杀 太可怕了 同样是转职者 我感觉 我和他们 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 看着擂台上 时不时见起的耀眼火花 不少人的眸光 都是写满了忌惮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有时候真的比 人和狗之间的差距都要大 明明都是一样 参加了转职仪式 进入了新手秘境 然后就来参加高考 但是罗军和王正光 两人跟众人 完全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苏老师 你觉得他们两人谁会赢 主考官林园 看向苏承星问道 罗军 苏承星毫不犹豫地开口说道 林园呵呵一笑 哦 苏老师觉得 王正光会输 现在王正光 可是全程压着罗军在打的 擂台之上 罗军不停地防御着 连王正光的衣襟 都摸不到布一下 不是我觉得 而是他一定会输 一开始便全力出手 短时间内拿不下罗军 他的体能一下降 便是罗军反击的时刻 而罗军虽然看起来 一直在龟缩防御 但他全程都游刃有余 利用手中长枪的坚固 来抵挡攻击 每一枪都是恰到好处 此消彼长之下 王正光必败 苏承星毫不避讳地 发表着自己的意见 林园看向他的目光 也变得凝重了许多 至尊书院的负责人 目光确实毒辣 他的看法 也是和苏承星一样的 果不其然 就在苏承星 说出自己的判断后不久 擂台上的局势 便开始变换起来 长时间保持高速移动 对于王正光来说 是一种不小的消耗 他的速度 忍不住慢下来了一丝 而就在他速度下降的一瞬间 罗军如同一头 折服已久的猛虎 瞬间爆起 他握紧了手中的黑色长枪 捂出了无数道黑色的枪影 朝着王正光周身要害此去 这一击 是罗军等了许久 才等到的机会 长枪如同一条黑色巨龙 朝着王正光张口咬来 王正光将其挑飞至半空 可罗军却顺势握住了枪尾 暗影重破机 黑色长枪如同一根晴天巨主 朝着王正光 直接抡了下来 王正光抬起两把匕首抵挡 却被砸得 直接跪倒在了地上 咔嚓 一声令人牙酸的清脆之声响起 那是王正光的膝盖碎裂的声音 啊 王正光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整个人抱着膝盖蜷缩在地 众人心头微微一沉 皆是没想到 罗军下手居然这么重 很快两个医生就上台 将王正光抬了下去 他的伤势太重了 必须马上进行救治 否则可能会影响以后的转职生涯 罗军面无表情地走下台去 而这也宣告着 第四轮的结束 加上叶灵 如今剩下了七个人 这也意味着 这一轮 又会有一个人轮空 直接进入四墙 不会这么邪门吧 站在抽签的箱子前方 叶灵的表情有些古怪 他将手伸进箱子 摸中了一个小球 直觉告诉他 这个小球很可能就是轮空的那一个 但叶灵不信邪 直接将其拿了出来 可事实证明 叶灵的直觉确实还挺准的 林元看了一眼他的球 便直接宣布道 考生叶灵 第五轮 轮空 叶灵沉默了 他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能接连轮空两轮 正在关注着高考直播的众人 也都梦了 他们愿称呼叶灵为抽签的神 这届高考最大的黑马已经出现了 一次手都没有动过 直接进入四强 这已经是前无古人的记录了 至于以后 恐怕也很难有来者 第一轮下哭对手 第二轮第三轮对手直接弃拳 第四轮第五轮轮空 写小说都不敢编得这么离谱 老大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季灵雨忍不住感慨 你喜欢轮空的你话 你轮空也行 叶灵无所谓的说道 别别别 我可不要 季灵雨连连摇头 轮空是好事 也是坏事 因为轮空并不增加积分 假设你在第四轮轮空 那么下一轮你要面对的 就是本届高考里最强的六个人 唯有战胜他们其中一个 你才能再拿十分 叶灵足足轮空了两次 此时她的分数只有130分 第六轮是四强赛 第七轮是决赛 这也意味着 她如果想拿到150分满分的话 就必须赢下接下来的全部两场战斗 拿到倾城状元才行 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 轮空两轮的结果 绝对是去四强送人头白给 你第五轮的对手是谁 叶灵问道 纪灵宇此刻已经拿到了136分的成绩 这个成绩 国内的顶尖学府已经任她挑选了 因此 无论是第五轮是舒适赢 对纪灵宇来说影响都不大 除非纪灵宇想争夺青城状元 你猜 纪灵宇眨了眨眼睛 笑得十分猥琐 看着纪灵宇这个笑容 叶灵眉头一挑 不会是朱格尼吧 老大你真聪明 一猜就猜对了 纪灵宇点了点头 她不太好对付 如果不行的话就弃拳 叶灵开口劝道 虽然纪灵宇的等级 比朱格尼还高一级 但她的等级是怎么来的 叶灵比谁都清楚 现在的纪灵宇 还没法完美地掌控 突然等级暴涨带来的力量 况且 她的职业等级也只有A级 因此 虽然纪灵宇等级更高 但她 对上朱格尼的话 胜率其实很低 弃拳 这娘们老针对你 我打不过她 我也要给她一点教训才行 老大你放心吧 纪灵宇拍着胸扑说道 叶灵还想说点什么 恰巧这时主考官凌运的声音响起 好了 第五轮擂台赛准备开始 请各位考生上台 等我好消息 纪灵宇竖起大拇指 头也不回 朝着擂台走去 第五轮除开叶灵这个轮空的 只剩下了六个考生 而最引人瞩目的一场比赛 显然就是朱格尼对上纪灵宇的这一场 此时双方已经进入了展示职业和等级的环节 朱格尼 火系法师 十四级 纪灵宇 成瘾剑客 可今年 甚至还没进四强 就已经出现了十四级对十五级的战斗 这让众人不由的一轮纷纷 成瘾剑客 我记得 这不是个A级职业吗 一个A级职业 居然能刷到十五级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我就曾经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 倒了二十次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 我亲眼看到 那个叶灵把魔物打残后 丢给这个寄灵鱼补刀 他的等级全靠那个叶灵 才提升到这么高的 啊 还有这种好事 我有个朋友想问问 原来这里面居然还有这种猫腻 此时的擂台上 诸葛尼冷漠地看着寄灵鱼 精致美丽的脸庞上 没有任何表情 寄灵鱼 我实在不明白 叶灵究竟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能让你对他马首是瞻 诸葛尼捧着点击说道 不用你明白 一声老大 一声老大 呛 寄灵鱼拔出了一把闪烁着寒芒的长剑 眼神变得认真起来 等你有一天彻底认清了 叶灵是一个怎样的人之后 你肯定会后悔的 诸葛尼摇了摇头 显然是对寄灵鱼的选择极为不鲜 在他看来 寄灵鱼就是个被叶灵骗了的蠢蛋罢了 在检考员宣布比试开始的一瞬间 诸葛尼直接释放了技能 爆裂凤火 手中点击亮起光芒 紧接着无数团火球 从诸葛尼恶挪的曲线旁升腿起 朝着寄灵鱼砸了过去 恐怖的高温 令得整个擂台的温度都在不停地攀升 攻击还未抵达 纪灵鱼的额头上就渗出了汗珠 纪灵鱼紧握长剑 身形如一团幻影般闪动 他并非盲目地应接火球 而是巧妙地利用着擂台的边缘和角落 巧妙地规避着诸葛尼的攻击 火球在他身边炸裂 火焰四箭 却始终无法触碰到他分后 你能躲几次呢 诸葛尼平静地翻动手中点击 所有的火球 瞬间凝聚成一道巨大的火墙 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冲向纪灵鱼 面对着这种无差别的攻击 纪灵鱼眼神一鸣 他知道这一击必无可避 必须正面迎击他 深吸一口气 身体内的力量瞬间爆发 长剑上闪耀着寒光 他朝着迎面来的火墙 直接斩出一剑 剑剑 斩击 剑气纵横 与火墙在凌空激烈碰撞 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火墙被剑气瞬间撕裂 化为无数流火四箭 宛如盛开的火帘在空中绽放 纪灵鱼的身影在火光中若隐若现 流火落在他身上 当即就会将他的皮肤灼伤 但他却不管不顾地朝着诸葛尼冲了过来 他很清楚 面对着身为火系法师的诸葛尼 唯有近身作战 自己才能有胜算 诸葛尼见状 美眸中闪过一丝惊讶 他没想到 纪灵鱼竟然能够正面接下他这一剂强大的攻击 与此同时 他的心里也生起一股恼怒 他可是要战胜叶灵 向父亲证明自己的 若是连纪灵鱼都对付不了 他又何谈对付叶灵 想到这里 诸葛尼美眸里闪过一抹灵力 面对着正朝自己袭来的纪灵鱼 他并未因此慌乱 反而更加冷静地应对 手中的点击再次翻动 一道道流火箭矢升腿而起 朝着纪灵鱼急速射去 纪灵鱼身形如风 如同一道暗影 快速穿梭在火焰箭矢之间 他时而跃起 时而俯冲 巧妙地躲避着诸葛尼的攻击 当遇到夺不开的箭矢时 纪灵鱼便会挥出手中的长剑 发出灵力的箭气 直接将火焰箭矢斩斩断 几个闪身后 纪灵鱼来到了诸葛尼的面前 成功近身 而这时 诸葛尼非但没有慌乱 反而挑起了笑容 那笑容让纪灵鱼心里瞬间咯噔一下 下一秒 诸葛尼手中的点击 无风自动 快速翻页 一头长发 也自动飞舞了起来 赤岩火海 擂台之上 空气骤然变得灼热 纪灵鱼只觉得 一股恐怖的热浪扑面而来 让他几乎窒息 每呼吸一下 鼻腔都有种被灼伤的感觉 他抬头望去 只见诸葛尼周身火焰熊熊 那火焰不再是普通的红色 而是呈现出一种深邃的赤金色 仿佛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 紧接着 火焰迅速汇聚 化作一片恐怖的火海 将他笼罩其中 那火海蕴含了的恐怖炽热能量 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吞噬进去 火海升腾的同时 整个擂台都在剧烈的阵战 仿佛无法承受 这股恐怖的力量 传说级技能 才十四级 便能释放传说级技能 此女的天赋 确实极佳 主考官凌渊的眼底 闪过一抹惊艳的神色 有些取巧的成分 他手中那本魔法书 是一件史诗级的装备 不过也确实是天赋一柄了 他这才明白 刚刚诸葛尼是故意让他近身的 为的就是现在这一刻 弃拳吧 你破不了的 我的赤眼火海诸葛尼浑身欲火 长发飞扬 如同一尊女火神 此刻只要诸葛尼心念一动 周遭的无尽火海 便会将纪灵羽直接吞噬 明明已经稳操胜券 但诸葛尼心底 却没有丝毫的喜悦 这一招本来是他 准备留着对付夜灵的 没想到在对付纪灵羽的时候 就被逼得屎了出来 嘿 你还没赢呢 别说的你已经赢了一样 纪灵羽眼底闪过一抹狠色 此刻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索性一条路走到黑 下一秒 他竟然迎着漫天的火海 朝诸葛尼冲了过来 完全不顾火焰对他的威胁 愚蠢 诸葛尼微微皱眉 洁白的呕臂一台 火海瞬间凝聚到一起 形成了一道恐怖的火焰巨浪 朝着纪灵羽迎头拍下 在赤眼火海的笼罩下 纪灵羽根本没有任何靠近他的机会 火焰巨浪宛若若蔑视般 狠狠地砸向纪灵羽 这一刻 纪灵羽的身影在火海之中 显得无比渺小 仿佛随时都会被那无尽的火浪吞噬 然而 面对着如此恐怖的攻击 纪灵羽却根本不躲 直接朝着火焰巨浪迎头撞去 这突如其来一幕震惊了所有的人 纪肤更是吓得疼的一下站直了身子 这小子疯了吗 监考员 准备救人 林园大喝一声 随后身形一闪 朝着擂台冲来 火焰与肌肤接触的瞬间 纪灵羽只觉得一阵剧痛传遍全身 仿佛有无数把火焰之刃 在切割他的肉体 他的衣服在瞬间被引燃 化作灰烬 露出那被火焰烤的焦黑的肌肤 可他却没有丝毫地退缩 作为一个富家公子哥 死是纪灵羽最怕的事情 但这一刻 纪灵羽直接将生死置之都外 刷 但纪灵羽的剑极快 还是划伤了他的左臂 鲜血开始渗出 嘿嘿 剑成功伤到朱格尼 纪灵羽发出一声冷笑 此时的他已经被火焰 烧成了一个黑色的焦炭人 唯有一双眼睛依旧明亮 警告你 我老大是 除了我爸以外 我最敬重的人 以后你再敢说我老大的坏话 别怪我不客气 话音刚落 纪灵羽就由于伤势过重 两眼一番白 直接晕了过去 叶琳毫不犹豫地冲上台 动用阴阳双生酌的力量 开始为纪灵羽治疗 纪灵羽全身都是烧伤 有些肉甚至都已经熟了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知道 他会拼到这种程度 看着叶琳那阴沉的脸色 诸葛尼不知道为什么 鬼使神差地解释了起来 我知道 不管你是 叶琳冷漠开口道 看着叶琳这副冷漠的态度 诸葛尼瞬间感觉 心底又升起了一股无名之火 你装什么装 如果不是你欺骗了纪灵羽 他又怎么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说到底 他还不是被你给害的 纪灵羽看了诸葛尼一眼 随后收回了目光 懒得再开口 这个女人脑子不好的标签 已经深入了叶琳的脑海 他懒得再跟她废话 如果不是诸葛尼 是自己老是诸葛千辛的女儿 叶琳已经一个尽咒杂过去了 带到高考的医护人员 将纪灵羽抬走 叶琳便投也不回地走下了擂台 诸葛尼看着叶琳的背影 紧咬着银牙 美眸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 他突然想起了纪灵羽之前的话 那个被他视为贪生怕死的小人 竟然能让纪灵羽如此拼命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纪灵羽要为了叶琳 这么一个贪生怕死 欺世道明的小人 做到这种程度 自己的爸爸相信他 纪灵羽也相信他 为什么就是没有人相信自己呢 他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 是羡慕 还是嫉妒 卓葛尼不清楚 但此时此刻 他渴望击败叶琳的情绪 已经达到了顶峰 他就是看不惯叶琳明明贪生怕死 欺世道明 却还要装作一副淡然自若的模样 唯有一场堂堂正正的胜利 才能彻底冲刷他心底的郁节 还有他和父亲的赌约 他要将叶琳赶出父亲的门下 这种人不配当自己父亲的徒弟 诸葛尼的脸上满是冷意 叶琳 我一定会揭穿你的真面目的 第六轮擂台赛 此时只剩下了四名考生 叶琳 罗军 诸葛尼 和一个叫000的考生 其他的考生早已经比完五轮 结束了自己本次的高考试炼 而今年清城的高考状元 也将在这四人之中产生 诸葛尼迫切想要对上叶琳 可一番抽签过后 诸葛尼对上了000 而叶琳对上了罗军 这个抽签结果 也让无数人为之振奋 他们都知道叶琳很强 但是叶琳究竟有多强 谁也没见过他真正实际出手过 而罗军刚刚可是无伤 击败了同为SSS几职业的王正林 同样也是极为强悍的存在 刚刚朱葛尼和季灵宇的战斗 已经给他们证明了 等级低的不一定就弱 因此 还是有不少人更加看好罗军 清城高中的几位校长 此刻也激动了起来 对于他们来说 罗军和叶琳的这场比赛 甚至远比决赛来得更加重要 000那边除非突然暴肿 否则不可能是朱葛尼的对手 而一旦叶琳战胜了罗军 就意味着决战会是两个 清城高中的学生对轰 无论如何 清城状元都在清城高中诞生 你觉得罗军的胜率大吗 有校长忍不住问道 那是自然 他是我的学生 我对他很有信心 苏校长淡淡一笑 充斥着一股难言的自信 那可是18级的禁咒师啊 禁咒师的战力本就恐怖 更何况对方等级还比罗军更高 罗军当真能胜另一位校长 有些吃惊 那又如何 苏校长有些不屑 一场未台赛 他还真能不要命的 不停放禁咒补成 几位校长身以为然的点了点头 世人就知道禁咒威力大 但禁咒可是极为伤身体的 除非是到了生死关头 要不除了禁咒师这个职业 基本没人会想释放禁咒 就怕他一个禁咒都扛不住啊 高震宇悠悠开口 哼 比过不就知道了 苏校长冷哼一声 擂台上 叶玲和罗军两人 已经各自展示过自己的等级了 罗军 暗影龙枪 14级 叶玲 禁咒师 18级 罗军手中的黑色长枪直指叶玲 黑色长枪在阳光下 闪耀着悠悠黑光 仿佛一条真龙在其中潜伏 罗军眼底满是汹涌的战役 隐隐可以听见一阵龙银之声 叶玲 总算让我碰到你了 在所有的人里 你是唯一一个 能被我视为敌手的 只要击败了你 这届高考状元 就必然是我 这话让诸葛尼的脸色忍不住一尘 这罗军这话 显然就是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 叶玲沉默无言 只是默默握住了心韵天恒 而在所有人的期待中 伴随着监考员宣布开始 这场战斗也拉开了帷幕 这也是叶玲 自进入擂台赛以来的首战 罗军身形猛的一闪 如同猛虎般朝叶玲扑来 手中黑色长枪 带着雷霆万军之势 直刺叶玲的心脏 叶玲面不改色 身形微动 手中的心韵天恒 划出一道璀璨的心轨 影响罗军的黑色长枪 他没有动用那些乱七八糟的劲咒 而是用了最简单 刀法 叶玲不用担心 不小心把罗军打死 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用刀 罗军有些震惊 他只看过叶玲动用蔑视狂雷 因此早就做好了防备 却没想到叶玲居然直接掏出了一把刀 静咒师还擅长进展 他怎么不知道 而且伴随着黑色长枪 和心韵天恒不断的碰撞 罗军也是越打越是心惊 叶玲的刀法看似简单 可每一刀却都蕴含着强悍无比的力量 而且这种力量还在不停的叠加 心韵天恒在空中划出一刀到璀璨的轨迹 与罗军的黑色长枪碰撞在一起 发出金属般的清脆声响 摩擦出一系列的火花 一开始 黑色长枪是占据了绝对的上风的 可随着叶玲挥刀次数的增加 罗军却越发感觉力不从心 额头上已经有冷汗渗出 一力破万法 虽然叶玲只会简单的劈砍 但阳兽刀法叠加的力量实在是过于恐怖了 擂台周围的观众们看得目瞪口呆 这哪里是敬咒师在对决一个战士职业 这看起来分明就是一个战士 在和另一个战士对轰了 敬咒师 都是这么作战的吗 不是 他不是敬咒师吗 为什么他一个敬咒都没有放 就能和罗军队砍了 这么离谱的吗 我也很好奇 我本来以为会是敬咒漫天飞 结果却是这么一幅场景 观看着直播的观众们 皆是傻眼了 这场战斗 好像和他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而青城高中的几位校长 已经看出了端倪 是那个敬咒吗 应该是 消耗自己的寿命 使得自己的挥出的每一刀 都比上一刀更强 他挥出了几刀了 拿自己的寿命 去换一场擂台赛的胜利 值吗 几位校长议论纷纷 而苏校长的脸色 已经是难看无比 他怎么也没想到 叶玲居然真的这么拼 而且是拿寿命再拼 苏校长 你不是说罗军不一定会输吗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是输定了呀 高震宇笑得极其开心 你别高兴得太早 苏校长咬牙切齿 背台上 叶玲的阳兽刀法 已经叠加到了十五层 每一刀都带着恐怖的距离 罗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就连他的虎口 都已经被阵裂 鲜血淋漓 不行 再这样下去 肯定会说 罗军的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叶玲的每一刀的威力 都在成倍增长 仿佛无穷无尽 自己必须放手一搏 才能有赢的机会 暗影重破机 罗军握紧枪身的末端 黑色长枪 犹如一根巨柱 朝着叶玲狠狠抽来 叶玲不想挡 但为了避免 自己显得太惊世害俗 他还是横置刀身挡了一下 这一挡 他整个人就被抽得连连后退 见一击得手 罗军的眼底 闪过一抹狠力之色 叶玲 你以为 只有你会静咒吗 静咒 暗黑龙女 罗军的枪间 凝聚起一团璀璨的光芒 那是 他全力施展的尽咒 在这一枪之下 整个擂台都仿佛颤抖起来 空气中充满了肃杀之意 仿佛这一枪刺出 连真龙都要叠血 黑色长枪刺出的瞬间 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和震耳欲聋的巨响 叶玲只感觉 一股巨力传来 身体不受控制地倒退了树部 而在他胸口 一个血洞正在缓缓扩大 鲜血染红了他的衣精 他低头看去 只见黑色长枪的枪间 已经洞穿了自己的心脏 而罗军正冷冷地屁腻着他 眼中满是得意与嘲讽 这一刹那 整个清城寂静无声 就像是有人按下了 时间暂停的按钮 这突如其来的荧幕 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没人能想到 罗军会直接施展敬咒 更没想到 罗军能将叶玲一枪穿胸 罗军 赢了 真是没想到 敬咒师不是号称 同等级无敌的存在吗 这叶玲居然被 比自己第四级的罗军击败了 罗军也真是活得出去 居然直接施展敬咒 众人议论纷纷 眼中写满了震撼 苏老狗 你这个老东西 为了赢 你居然将敬咒传授给学上 高震宇怒不可遏 冲过去就想和苏校长拼命 罗军天赋虽高 但以他目前的实力 还不足以掌握一门敬咒 唯一的解释 就是苏校长为了拿下清城状元 哪怕不顾罗军的未来 也要让罗军学会敬咒 眼间大局已定 苏校长嘴角挂着一抹得意的笑容 淡淡开口说道 怎么了 又没有哪条规定说 不能将敬咒传授给学生 说了就是说了 怎么 你不想认 无耻 高震宇怒骂出声 其余几位校长的脸色 也有些不太好看 施展敬咒 对于身体的负担可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罗军 还是SSS级职业 前途无可限量 为了拿下状元 居然选择去牺牲一个未来的天才苗子 这显然与他们教书育人的理念相悖 罗军自己也同意 就不劳你操心了 苏校长老神定定 意气风发 敬咒诗又如何 今年的状元 还是他们育才高中的 诸葛尼呆呆地望着擂台上 此刻的心情说不出的复杂 他没想到 叶玲居然会败给罗军 不过罗军那一枪 确实极为恐怖 诸葛尼也没有把握可以躲开 原本他迫切地希望打败叶玲 可现在 看到叶玲马上要死了 诸葛尼也忍不住叹了口气 人死灯灭 他也没必要再去揪着对方不放了 他早就劝过叶玲 敬咒诗这个职业的力量 都是透支未来和生命换来的 只可惜叶玲没有听进他的话 若你能听劝的话 或许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 诸葛尼摇了摇头 低声难难 擂台上 罗军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脸色惨白 很显然 施展暗黑龙允这个敬咒 对他的消耗也是极大的 十八级又能如何 还不是一样 要拜在我的枪下 罗军得意地开口说道 谁告诉你 我拜了 叶玲平静地抬起毛子 心脏都被冻穿了 还在这嘴硬 罗军不屑冷哼了一声 看来是敬咒诗太久没有出现了 以至于世人都忘了这个职业的恐怖 叶玲平静地张开双臂 没有人能杀死敬咒诗 敬咒诗只会死在自己的敬咒之下 敬咒不死不灭 随着叶玲施展敬咒 一股神秘的力量 从他身上迸发出来 擂台周围的空气 仿佛都凝固了 明明已经被冻穿了心脏 可是叶玲此刻 却跟没事人一样 轮起星陨天恒 就继续披向罗军 罗军脸色骤变 被刺穿了心脏 居然还能这么恐怖的力量 这家伙真的是人类吗 与此同时 叶玲手腕上的双生阴阳灼 亮起了光芒 一股强大的能量 正在迅速恢复叶玲的身体 暗黑龙允造成的伤口 在一个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直至完全消失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令所有人一片哗然 他们从未见过 有人被刺穿心脏还能活着的 这家伙 难道是不死之身吗 唯有少数人看出了是怎么回事 其中就包括了 灵愿他们这几位考官 不死不灭 这个静咒 不是早就失传了吗 没想到有生之年 居然还能亲眼看到 静咒师这个职业太恐怖了 天生便能将静咒融会贯通 以自己寿命为代价 免疫致死伤害 这个静咒 确实算得上是最强大 最实用的静咒 可以直接免疫一次必死伤害 先以不死不灭免疫致死伤害 再发动装备治愈伤口 这小子太冷静了 他如果不是静咒师 将来必定大有一番作为 有考官忍不住摇了摇头 眼底写满了惋惜 静咒师就意味着短命 这是铁打的事实 夜灵步步紧逼 每一次挥舞星运天恒 都带着恐怖的力量 罗军被逼得节节败退 他原本以为一枪穿心 已经奠定了胜局 但现在看来 完全就是自己异想天开 眼看着自己就要落败 罗军的眼底闪过一抹凶力 反正都已经施展了一次了 他也不介意再来上一次 静咒 暗黑龙女 罗军再次施展静咒 这一次他瞄准的 是夜灵的脑袋 眼看着黑色长枪 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再次朝自己袭来 夜灵皱了皱眉 他可不想再当众施展一次 不死不灭 这玩意儿施展多了 指不定哪天就露馅了 于是乎 夜灵直接抬起了手 静咒 蔑视狂雷 既然这小子这么喜欢静咒 自己就和他来的静咒对哄好了 夜灵的手掌朝着前方一压 顿时天空之中乌云密布 一道道雷霆疯狂闪烁 仿佛要将整个擂台都淹没 哄 随着夜灵的动作 一道粗壮的雷霆 直接从乌云之中披露而下 直接轰向了罗军 不可能 罗军惊恐的尖叫声响起 明明同样是静咒 为何夜灵施展出来的静咒威力 竟然如此恐怖 他疯狂地想要躲避 但是那雷霆的速度太快 他根本就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雷霆狠狠地轰击在了罗军的身上 直接将他的身体轰得飞了出去 狠狠地砸在了擂台边缘 罗军浑身焦黑 身上时不时还有电弧冒出 若不是他躺在擂台边缘 身体还在不断地抽搐着 众人甚至都要怀疑 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看着罗军那凄惨的模样 全场一片寂静 谁也没想到 罗军上一秒还处于必胜的局面 下一秒 就被夜灵一道雷轰成了焦炭 这突如其来的反转 令得众人一时之间 不知道应该做何反应 夜灵平静地站在擂台上 忽然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突然口中刻出鲜血 跌坐在地 脸色更是惨白无比 演戏就要演全套 他刚释放了威力巨大的敬咒 要是一副啥事都没有的模样 那岂不是引人怀疑吗 以夜灵的胜利而告终 夜灵的分数也来到了140分 这也意味着 本届高考的决赛 将会使诸葛尼对上夜灵 这是清城高中的内战 不论谁赢 状元都会是清城高中的 高振宇已经提前开始开香槟庆祝了 而要说 谁是最接受不了罗军落败的 自然要属玉才高中的苏校长 他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死死地盯着擂台之上的夜灵 为了赢 他不惜传授罗军禁咒 哪怕毁掉罗军的未来都在所不惜 可是即便如此 最后还是输了 这让苏校长如何能接受 我要检举 我一定要去检举 清城高中的夜灵 存在故意杀害对手的行为 他一个18级的转职者 对一个14级的转职者 使用威力如此强大的尽咒 这就是在谋杀 苏校长站起身大吼起来 擂台上是绝对不允许故意杀害对手的 但凡能进入擂台赛的 每一个都是天之骄子 未来只要成长起来 都是能独当一面的存在 无论是死掉哪一个 对于大厦来说 都是巨大的损失 因此 高考试炼有一条规定 只要造成对手死亡 便会被取消资格 同时取消所有成绩 若是放在其他时候 看到罗军那奄奄一息的惨状 众人必定会被苏校长说动 但想到 当刚罗军对夜灵一枪穿心得很辣 众人的脸色都是极其古怪 要说故意杀害对手 罗军那个才真的是谋杀吧 若夜灵不是禁咒师 而是其他职业 不死也得残废 检举你去找高考考官 在这还没用 高震宇吃笑一声 像是看小丑一样 看着苏校长 高震宇 你等着 这是没完 苏校长咬牙切齿 随后转身就走 不愿再继续看下去 接下来的 就是清城高中内战了 他看了 也只是给自己添堵 一言为定 双喜临门 高震宇咧嘴一笑 脸上的皱纹 都在这一刻舒展开来 本以来我清城高中决赛内战 就已经够令人开心了 没想到碍眼的 还识相自己走了 太好了呀 走到一半的苏校长 文言一个亮抢 差点没忍住 回头和高震宇干一家 哎 好嘞 高个考 怎么比打肯森都嘞 走下擂台的叶玲 小声的自言自语着 对付肯森的时候 他能火力全开 想几个尽咒 就用几个尽咒 但在高考场上 他到处都束手束脚的 生怕被人看出端倪 毕竟擂台赛 可是实况直播 无数双眼睛盯着呢 要不然以罗军的实力 别说捅自己一枪了 一百个罗军绑在一起 都不够自己杀的 自己还是得尽快提升实力 等到哪天实力够强 不怕别人发现 自己的不死之身了 就不用再束手束脚的了 而且最后一场 是对战诸葛尼 这就更让叶玲头疼了 他肯定不能像对付罗军一样 直接一个竞咒甩过去 不然把诸葛尼劈成交谈 诸葛千辛肯定跟他没完 让我想想 有没有 哪个竞咒是能用的 叶玲头疼不已 他现在急需一个 又能击败诸葛尼 又不会把诸葛尼 伤得太狠的竞咒 什么面试狂为夜火焚天 这种的肯定不行 这种竞咒 连罗军那个战士职业 都扛不住 诸葛尼这种法师 肯定擦边就死 就在叶玲头疼的时候 第七轮 也就是最终的决赛 也来临了 不过对于这场决赛 在很多人眼底 都已经没了悬念 和罗军的战斗中 叶玲已经用行动 说明了竞咒式的可怕 诸葛尼只要挨上 一个竞咒就没了 擂台之上 诸葛尼站在夜灵对面 绝美的脸庞上 写满了复杂 他刚刚本来以为 夜灵就要死在 罗军的枪下了 却没想到 夜灵却突然又以一个竞咒 不死不灭扭转了局面 伴随着监考员一声令下 这场决定 清城状元归属的战斗 也正式宣告开始 可诡异的是 无论是夜灵和诸葛尼 都没有丝毫动弹的意思 两人都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 夜灵是怕一个竞咒 不小心把诸葛尼给挡死了 而诸葛尼却不知道在想什么 过了一会后 诸葛尼开口冷冷说道 夜灵 你若是需要休息的话 我可以等你休息够了再出手 我不想占你便宜 不用 你直接动手就行 夜灵摆了摆手 一脸的苦恼 他将自己目前会的 所有竞咒都想了一遍 愣是没有一个竞咒能用 竞咒要么就没有攻击力 比如瞬息之舞 燃烧轮回 死灵归界这种带有其他效果的 而拥有攻击力的竞咒 就没有一个威力小的 好 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因为 我有不得不赢的理由 诸葛尼的眸光中 闪过一抹坚定的神色 紧接着 他翻开了点击 直接施展技能 爆裂凤火 擂台之上 火焰瞬间腾起 化为一团又一团 带着恐怖高温的火球 向夜灵呼啸而去 竞咒 瞬息之舞 面对着这袭来的火球 夜灵当即献祭了一颗妖子 换来了五倍的敏捷增幅 既然打不了 那只能拖了 拖到诸葛尼的法力耗尽为止 他现在才140分 为了进入至尊书院 他必须拿到满分才行 这也意味着 他这场不能输 夜灵的身影 在火焰中快速闪动 仿佛一直在火海中穿梭的幽灵 他的动作快到了极致 每一刻都在变化着位置 那些呼啸而来的火球 每一次都只能擦着他的身体飞过 却无法触碰到他分后 敬咒师居然能有这么高的敏捷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可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夜灵怎么光躲不进攻啊 他把刚刚那个雷霆敬咒使出来 不就赢了吗 可能那雷霆敬咒消耗过于巨大 夜灵一时半会的 也无法用出第二次 应该是了 不然怎么解释 他光闪躲不进攻呢 要我猜啊 这夜灵肯定是看诸葛尼漂亮 起了怜香惜玉之心 这才不动手的 你们的消息太落后了 我听小道消息说 夜灵已经被诸葛先生收围了弟子 他这是想故意将状元让给诸葛尼 擂台上 看着直躲不攻的夜灵 诸葛尼咬紧了银牙 敲脸上满是屈辱的神色 夜灵 你只会躲吗 诸葛尼咬牙切齿 在他看来 夜灵这种直躲不攻击的行为 分明就是在故意羞辱他 就如同一尊强大的老马 拿着满口香椒盐 再戏弄一头弱小的绵羊一样 有规定不能躲 夜灵耸了耸肩 好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躲 赤炎火海 诸葛尼娇和一声 一头长发无风自动 刹那间 擂台之上的空气便变得灼热无比 温度快速攀升 诸葛尼全身火焰四射 展现出一种耀眼的赤金之色 令人震撼不已 赤金色的火焰形成了一片火海 朝着夜灵围剿而去 夜灵皱了皱眉 随后快速左右横跳躲闪 火海熊熊 但夜灵的身影在其中 却如行云流水般自如 她的动作快到极致 每一次闪避都准确无误 那些赤金色的火焰虽然恐怖 却始终无法触碰到她分后 刹那间 夜灵再次献祭半截肝脏 将敏捷提升到了七倍 突如其来的增幅 令得夜灵原本就极为恐怖的速度 再次暴增 化为一道流光 直奔朱葛尼而去 朱葛尼根本没有想到 夜灵的速度竟然还能更快 因此 根本就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动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响起 夜灵拎着星云天恒 用厚重的刀背 在朱葛尼的脑袋刮上敲了一下 发出一声脆响 朱葛尼捂着脑袋蹲在了地上 她从小娇生惯养 哪里受过这等委屈 一时之间 疼得眼泪都冒了出来 头顶更是鼓起一个大包 头角蒸容 你说了 夜灵平静开口 她和朱葛尼的实力差距 已经显而易见 若是她刚刚用的不是刀背 而是刀刃 以星云天恒的锋利程度 朱葛尼的脑袋 现在已经被劈成两半了 简单的三个字 瞬间击溃了朱葛尼的心理防线 羞辱 这是赤裸裸的羞辱 她情愿和罗军一样被抬下台 也不要接受这种屈辱的失败 谁告诉你 我输了 我没有弃拳 也没有失去战斗力 这场比赛还能继续 朱葛尼愤怒地站了起来 根本不肯认输 抬手之间 就又是竖刀火球 朝着夜灵砸来 夜灵皱起了眉头 她没想到 朱葛尼居然这么卷 既然如此 那下次就直接一脚 把她踢下台好了 为了防止不小心弄死朱葛尼 夜灵依旧没有使用其他静咒 只用了瞬息之舞 看着左闪右躲 如同泥丘一样滑流的夜灵 朱葛尼的心中 怒火更甚 我不能输 我不要输 我绝对不要 输给这个讨厌的家伙 心底的高 令得朱葛尼身上气息极速攀升 她的火焰力量达到了顶峰 她娇喝一声 双手在胸前迅速结印 一股比之前更加强大的火焰力量 从她的体内喷泊出 身前那本点集 更是急速翻动着 擂台之上 空气仿佛被这股力量扭曲 形成了一道道赤红色的纹路 仿佛古老的符咒 在空中浮现 夜灵 既然你这么会躲 那你再躲这招试试看 朱葛尼的声音中 带着汹涌的怒意 龙卷炎咒 朱葛尼一双玉手 猛地向前一推 只见那些赤红色的纹路 瞬间汇聚成 一道巨大的火焰龙卷 直朝夜灵呼啸而去 这火焰龙卷 不同于之前的火海 她仿佛有着自己的生命 在空中四翼舞动 每一次旋转 都释放出恐怖的高温 仿佛要将一切焚烧殆尽 施展完这个技能 朱葛尼的身体 已经被香焊打湿 脸色也是微微一白 显然施展这个技能 对于她来说 也有着极大的消耗 那本点集更是破损了不少 要知道 这可是一件史诗级装备 看着破损的点集 朱葛尼眼底 闪过一抹心疼的神色 但只要能赢 一切都是值得的 她坚信 这一招 夜灵绝对无处可躲 果不其然 这一次 不管夜灵如何躲闪 这道火焰龙卷 都如同复古之躯一样 死死地跟随在她的身后 拥有锁定追随能力的技能吗 夜灵眉头微皱 随后望见不远处的朱葛尼 她一下子就想到了解决的办法 拥有七倍敏捷的她 仅仅只是一个闪身 便出现在了朱葛尼的身后 一个法师 在没有队友保护的前提下 面对一个速度很快的对手 释放有锁定追随能力的技能 就等于自杀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上课没听吗 夜灵的声音 在朱葛尼耳边响起 而此刻 那道火焰龙卷 如同一条狂暴的火龙 正朝着这边急速袭来 按这个势头下去 火焰龙卷在击中夜灵之前 肯定会先击中朱葛尼 收手吧 夜灵平静开口 等朱葛尼收了这个技能 她就将它踢下台 直接结束这场闹剧 面对着袭来的火焰龙卷 朱葛尼脸色一白 随后眉毛里 闪过一抹屈辱的神色 你休想 朱葛尼非但没有取消 龙卷炎咒这个技能的释放 反而加大了精神力的输出 使得火焰龙卷更加狂暴 这眼看着 就是要跟夜灵同归于尽的节奏 你你 外界的朱葛千辛看到这一幕 立马吓得站了起来 她也没想到 自己的女儿 竟然会决绝到了这种程度 哪怕是死也要赢吗 林元他们几位考官 也被吓了一跳 准备救人 面对着疯狂的朱葛尼 夜灵微微醋眉 疯女人 朱葛尼不肯收手 她自然也不可能 真的拿朱葛尼来当挡箭牌 毕竟 这可是自己老师的女儿 纵使朱葛尼有千般不适 朱葛千辛对自己好 可都是实打实的 自己不可能眼睁睁看着 朱葛尼去死 夜灵伸手将朱葛尼拉到自己身后 随后一个抬手 一股恐怖的力量 自她掌心喷布而出 脚下的擂台瞬间震战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静咒 叹息之强 一堵石墙 在夜灵和火焰龙卷中间拔地而起 这石墙极为玄傲 仿佛不是由实体构成 这正是夜灵升级后 刚解锁的静咒之一 静咒 叹息之强 静咒师以自身生命力为代价 从冥界最深处召唤叹息之强 挡下正面袭来的攻击 若攻击者等级未超过静咒师20级以上 则该攻击无效 这个技能的效果 就像是她的名字一样直白 以夜灵现在18级的等级召唤出来的叹息之强 38级以下的转职者 根本打不破这面墙壁 只能望着这堵墙壁叹息 凶猛袭来的火焰龙卷 撞击在叹息之强上 并未引发任何的声响 黄暴的火焰被叹息之强一点一点吞噬 最终化为无形 叹息之强散去 夜灵的身影依旧稳健地站在那里 而诸葛尼则被她牢牢地护在身后 分毫未损 几位考官见火焰龙卷被夜灵解决 也默契地停下了自己的脚步 这究竟是什么力量 诸葛尼呆立在原地 美眸里满是难以置信 她明明已经做好了与夜灵同归于尽的准备 可夜灵却如此轻易地化解了她的权力一击 还将她护在身后 这一刻 诸葛尼终于清晰地意识到 她与夜灵之间有着多么恐怖的实力鸿沟 傻瓜 别发呆了 来转个身 夜灵轻易着揉着诸葛尼的头发 那笑容温柔又亲切 让诸葛尼一时之间都有些愣住了 她忽然觉得 眼前的夜灵 似乎也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么讨厌 突然感觉有点甜是怎么回事 我好像有点嗑她俩了 绝强高傲的公主 遇上强大温柔的骑士 妈呀 书无杂电 我看出来了 夜灵不是想把状元拱手相让 她只是害怕伤害到诸葛尼 因此才一直躲闪的 好甜啊 怎么会有这么温柔的男人 真的就舍不得诸葛尼 受到一丝伤害 正在观看实况直播的清晨众人 看着台上那温馨的一幕 嘴角忍不住露出了一丝一母笑 在众人的注视中 夜灵缓缓将诸葛尼的身子 调转了个方向 随后恶狠狠的一脚 踹在了诸葛尼的屁股上 滚吧你 跟有病似的 诸葛尼根本毫无防备 夜灵着全力一脚 踢得他整个人飞上了天空 郊区在空中 划出一道优美的抛物线 随后一头栽在了擂台外的地上 摔了个狗啃屎 狼狈不已 清晨众人 几位考官 诸葛千兴 夜灵着突如其来的一记大脚踹 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诸葛尼挺翘的屁股上 甚至还印上了一个43码的大鞋印 清晰可见 直播摄像头 甚至还给了的特写镜头 清诚众人 此刻忍不住张大的嘴巴 满脸的难以置信 上一秒还是甜甜的荷尔蒙气息 下一秒 怎么就变成暴力鞭吃了 一脚把美少女踹了个狗啃屎 这像话吗 这 夜 灵 呸呸呸 诸葛尼从地上爬起来 吐出嘴里的沙土 气得脸色通红 他原本对夜灵的印象 刚有一丝改观 而这一脚 踹肿了 两半屁股一边大一边小 大的那半甚至还引领作痛 这件事我和你没完 你给我等着 诸葛尼撂下狠话 转身就想走 可以抬腿 屁股上就传来一股剧痛 让他疼得直吸冷气 看着一蹶一拐离去的诸葛尼 擂台上的监考员 看向夜灵的表情也十分古怪 这么漂亮的美少女 这小子也真是下得去狠手 吐槽归吐槽 监考员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 当即宣布道 擂台赛最后一轮 考生夜灵获胜 分数加十 至此 夜灵的分数达到了150分 也获得了清城状元 这下应该够进入至尊书院了吧 夜灵难难自语 满分再加上一个状元 这已经是高考试炼 能够取得的最好的成绩了 一个穿着黑丝高跟鞋的主持人 快速走上擂台 拿着话筒对着镜头 一脸甜美笑容说道 正在观看实况直播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清城视线的主持人 魏本璐 经过一天精彩绝论的对决 第886节高考试炼的状元狼 已经诞生了 他便是正在我身边的夜灵同学 以往这个时候 清城里头肯定会响起热烈的欢呼声 可今年却是诡异的沉默 夜灵同学 身为本届的状元 你有什么话 想对镜头后方的观众们说的吗 魏本璐看向了夜灵询问道 没有 夜灵如实回答 没 没有 魏本璐愣了一下 随后身为专业主持人的他 立马恢复了甜美的笑容 夜灵同学真是高冷啊 那夜灵同学获得了状元 有什么感想 或者有什么人想感谢的吗 感谢考官吧 帮我轮空了两轮 夜灵如实回答 这 你不想感谢一下你的父母吗 魏本璐追问道 我是官 夜灵如实回答 魏本璐 魏本璐额头的冷汗已经流了下来 这采访还怎么做下去 这搞不好 要成为他职业生涯的一大黑点啊 他连忙转换话题 继续问道 那夜灵同学有什么愿望吗 我想进入至尊书院 夜灵如实回答 此话一出 不少观看着直播的人都是一脸的茫然 最好的学院 难道不是是大厦学院吗 这至尊书院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而主持人魏本璐则是松了一口大气 夜灵总算说了一句 他能继续接下去的话 那太巧了 今天 至尊书院青城地区的负责人 苏承星苏老师就在高考试炼的现场 让我们欢迎苏老师 魏本璐话音刚落 镜头便锁定在了苏承星的身上 身穿青色长裙的苏承星出现在了镜头前 令得不少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眼前一亮 感慨一声 好一个伴老徐娘 这种成熟有韵味的美妇 对于男人来说 几乎是老少通杀的 我为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至尊书院每年只招收高考试炼中最优秀的100人 你们可以将至尊书院理解为学院中的特种兵训练营 魏本璐解释道 苏老师 今年青城高考状元夜灵的愿望是进入至尊书院 至尊书院青城地区的招生工作是您负责的 请问一下 叶林同学这个愿望可否得到实现呢 魏本璐甜甜地询问道 苏承星文言秀眉微醋 随后摇了摇头 叶林同学 你别怪我说话直 你这个愿望 怕是要落空了 苏承星此话一出 无论是叶林这个当事人 还是魏本璐 亦或者是正在观看直播的所有人 全都愣在了当场 什么意思 虽然至尊书院听起来 确实牛逼轰轰的不得了 但是也不至于连一座城市的状元都看不上吧 就连诸葛千辛金丝眼睛下的眉头 也微微皱起 他隐约已经猜到了点什么 而林渊他们 几位考官的脸色 则没有丝毫震惊 显然是早就知道了 苏承星看不上叶林这件事 为什么 叶林忍不住开口问道 满分150分 加上青城状元 有这两个前提条件 至尊书院再怎么说 也不该拒绝他才对 你也知道的 你的职业 是静咒师 苏承星的语气十分冷淡 静咒师这个职业 自转职者存在以来 一共出现过11次 这11个人的平均寿命是22岁 其中最长寿的一个 活到了24岁零10个月 这也意味着 你根本没有被培养的价值 你现在的强大 是你透支未来和生命力换来的 在你身上倾注资源 就好比把钱丢进海里 产生不了任何价值 你别怪我说话直 但这是事实 苏承星话音刚落 不少正在观看直播的人都陷入了沉思 他们不得不承认 苏承星虽然说话不好听 但说的确实非常有道理 静咒师的短命人尽皆知 大学会培养一个转职者四年 叶琳现在18岁 毕业的时候恰好22岁 而静咒师的平均寿命也是22岁 这也意味着 叶琳很可能一毕业就当场归天了 那这四年 倾注在他身上培养他的资源 不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 想通了这一点后 众人也明白了 苏承星为什么会拒绝录取叶琳 一时之间 他们看向叶琳的目光中 也多出了一抹 怜悯多耀眼的一颗星星啊 只可惜璀璨不了多久 就要云灭了 我明白了 叶琳平静地点了点头 虽然有些失望 但也不是什么大事 他已经尽力去争取了 苏承星看不上他 他也没办法 总不能让他众目睽睽之下 直接告诉苏承星 自己其实是不死之身吧 那样的话 自己恐怕进的就不是至尊书院 而是某个实验室研究所了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出现在叶琳身侧 来人披着风衣 戴着金丝眼镜 气质儒雅 正是诸葛千兴 见到诸葛千兴 擅自闯入考场 凌云几位考官皱了皱眉 却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诸葛先生之名 他们如雷贯耳 此时高考试炼也已经结束 诸葛千兴闯进来 也不会影响什么 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倒是苏承星看到诸葛千兴的一瞬间 眼神变得无比复杂 诸葛千兴的表情也有些不自然 两人似乎是救食 苏老师 你所担忧的问题 或许我已经解决了 诸葛千兴推了推眼镜 温暖的大手 放在了叶琳的肩头之上 刹那间 一股星辰之力 涌入了叶琳的体内 在她体内大肆破坏着 叶琳默默瘦着 一声不吭 诸葛千兴即便要害她 也不会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动手 叶琳是我的弟子 我研究出了一种办法 可以大幅度地减少施展静咒 对静咒师本身的影响 若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带叶琳去检查一下身体就知道了 诸葛千兴说道 话音刚落 正在观看直播的不少人 都是脸色狂变 部分有女儿的青城大佬 看向诸葛千兴的目光 更是变得狂热起来 之前的确有传言说 诸葛先生收了个徒弟 如今诸葛千兴 在众目睽睽之下亲口承认 无疑是亲自坐视了 叶琳的弟子的身份 叶琳的心底 也是一阵感动 诸葛千兴这无疑是将注意力 都揽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随着时间推移 自己这个静咒师生龙活虎的 定然会引起有心之人的怀疑 诸葛千兴在众目睽睽之下 说出这番话 无疑是将他护在了身后 将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 别人怀疑 也只会怀疑到诸葛千兴的身上 灵源几人的目光 也变得火热起来 若是诸葛千兴 真的能减少施展静咒 对静咒师的影响 那夜灵可就真的变成一颗明日之星了 别的不说 只要他能活到三十岁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多出八年寿命的静咒师 足以让无数人为之忌惮 唯有苏承星的脸色依旧不变 目光更是冷了许多 诸葛先生 占星不挂你 确实在行 但说到对转制者的研究了解 你能有我至尊书院的教授们精通吗 就连至尊书院的教授 都未能研究出来的东西 你能研究出来 你觉得我会信吗 你空口白屏 就要我至尊书院去培养一个静咒师 万一他还是活不过二十五岁呢 损失的资源你来赔吗 面对着苏承星咄咄逼人的追问 诸葛千辛微微醋眉 随后叹了一口气 承星 你能不能不要带着个人情绪 我是很认真的在跟你讨论这件事 你只需要检查一下夜灵的身体 不就都知道了吗 他刚刚已经将夜灵的身体 破坏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程度 诸葛千辛有自信 忙过苏承星肯定是不成问题的 诸葛先生 我没有带着个人清楚 我也是很认真的在跟你说这件事 苏承星一脸的冷意 此时 无数人的目光中都闪烁着八卦的光芒 任他们再傻也能看得出 诸葛千辛和苏承星两个之间有故事 我们至尊书院 不会招受一个静咒师的 诸葛先生 还请你不要胡搅蛮缠了 苏承星冷冷开口 诸葛千辛无奈地皱起了眉头 他看出 苏承星现在是铁了心要拒收夜灵了 算了吧老师 至尊书院不去就不去了 我没所谓的 一个学院而已 叶玲不想看诸葛千辛为难 于是主动说道 这时 一个野鱼细血的声音骤然响起 好大的口气啊 一个学院而已 话音刚落 摄像师就十分敬业地 将镜头对准了声音的来源 只见一个身着白色衣袍的年轻人 缓步走来 脸上带讥讽的笑容 他的目光在叶玲身上扫过 带着一丝不屑 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随后猛的一步踏出 一股强大的气息 瞬间爆发出来 直接冲向叶玲 叶玲只感觉一股距离 瞬间冲撞到了自己的身上 整个人如遭雷击 体内气血翻腾 忍不住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眼前这个青年的实力 甚至不弱于肯森 哼 一个静咒师而已 不过是昙花一现 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得了个状元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能进入至尊书院的 哪个不是状元之姿 年轻人冷笑连连 记住 拜你之人 云观楼 至尊学院大义学生 哦 马上升大二了 寂静 无论是青石广场 还是正在观看着 实况直播的青城众人 此刻都是寂静无声 众人皆是目瞪口呆 眼底闪烁着惊讶的光芒 刚刚他们只是听主持人 为本路说 至尊书院有多强多强 他们还没有具体的概念 可当云观楼出手 一击便打得叶玲大口吐血的时候 他们终于明白了 至尊书院是一个 多么恐怖的地方 要知道 云观楼刚准备升大二 这也意味着 他只在至尊书院 学习了一年的时间 而叶玲呢 本届青城高考状元 整个青城最强之人 还是个尽咒师 即便如此 在云观楼的面前 叶玲还是一击 就被打得咳血 太可怕了 难怪诸葛千辛 不惜亲自出面 也要将叶玲 送入至尊书院 很多学院里 大三甚至大四的学生 都没有云观楼 这么恐怖的实力 一个好的学院 绝对能够奠定 一个转职者的未来 云观楼 你若再敢擅自出手伤人 回去我就要 罚你写检讨了 苏承兴装模作样地说道 知道了苏老师 我也没想伤害他 我就想跟他打个招呼 谁知道他那么弱呢 云观楼黑黑笑道 完全没将叶玲放在眼里 叶玲从地上爬了起来 擦去了嘴角的穴子 平静地望着云观楼 若是不管不顾全力出手 他和云观楼 谁能赢不好说 但就目前来说 他确实不是云观楼的对手 见叶玲还敢望着自己 云观楼眼神见了 嘴角轻轻一挑 怎么 不服气 不服气的话 随时欢迎你来挑战我 会的 今日之事 叶玲紧记于心 叶玲开口说道 哈哈哈哈 一个废物而已 敷衍你两句 你还真当真了 你这辈子 都不会有机会赢我 傻X 云观楼不屑地大笑起来 你的自信 难道就是那个诸葛千辛吗 你就是个坐井观天的癞蛤蟆 在清城有人尊敬他 就喊他诸葛先生 放眼整个大下 他算个屁 苏承星拒绝录取叶玲 这就代表不可能进入至尊书院 而无论叶玲去其他哪个学院 都不可能追得上 在至尊书院的他 身为至尊书院的学生 云观楼太清楚 至尊书院和那些普通学院 直接的差距了 无论是拥有的资源 还是师资力量 都不是普通学院能比的 既然你这么自信 那我们打个赌吧 怎么样 叶玲很平静地询问道 云观楼侮辱他 他不怎么在乎 但是云观楼侮辱诸葛千辛 这已经触及了叶玲的底线 哦 赌什么 云观楼来了兴趣 一年之后 我会去至尊书院挑战你 看看至尊书院的学生 是不是真的不可战胜 叶玲开口说道 你还真敢挑战我 哈哈哈哈 云观楼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看向叶玲的目光 就像是在看待一个小丑 是 继分高下 也决生死 叶玲认真开口 此话一出 不但云观楼一愣 其余人也是一片哗然 这可是生死状了 一个静咒师拼起命来 有多么恐怖 这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 叶玲 不要冲动 诸葛千辛连忙拉住了叶玲 云观楼虽然狂妄 但他确实有狂妄的资本 这家伙的等级 已经接近45级了 再过一年 突破50级 直逼60级 也不是不可能 放心吧老师 我没有冲动 叶玲给了诸葛千辛 一个放心的眼神 诸葛千辛皱了皱眉头 他倒不是担心叶玲会输 而是担心叶玲会不小心 暴露不死之身的秘密 积分高下 也决生死 云观楼咧了咧嘴 表情也认真了起来 好 这赌约 我云观楼接了 这一幕 也被实况直播记录了下来 青城的众人皆是一片震惊 他们都没想到 叶玲的胆子居然这么大 竟然敢和云观楼定下生死状 现在云观楼就能一击击败他 一年后 云观楼只会更加强大 他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 既然苏老师执意拒绝录取叶玲 那在下 也就不讨扰了 告辞 诸葛千辛不再多说什么 叫上诸葛尼和叶玲就准备离开 诸葛千辛 你没别的话要对我说吗 苏承星咬着牙说道 没有 诸葛千辛头也不回 面不改色 苏承星的脸色则是骤然一白 看着这一幕 叶玲默默跟在诸葛千辛身后 可心里就跟猫抓一样痒痒的 诸葛千辛和苏承星的关系 肯定不简单 这俩人究竟有啥关系 诸葛尼也罕见的 没有找叶玲的麻烦 一样默默地跟着诸葛千辛 因为他也想知道 女孩子对于八卦的好奇程度 显然是要超过男孩子的 回到清城 叶玲刚想问问怎么个事 一阵欢呼声便响起 他抬头看去 就看到高振宇 带着清城高中的诗生 朝着他冲了过来 脸上写满了兴奋 我们的状元狼回来了 我打小就看这小子行 贷款转值啊 寻常人哪敢这么干 我清城高中 终于也出了一个状元了 叶玲被人簇拥在中心 随后兴奋的诗生们 便将他抬起 抛向了空中 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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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氛围中 叶玲感觉极其不适应 他有点享受 又有点尴尬 就好像下水道里的老鼠 被拉出来 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一样 毕竟在这之前的十七年里 他都住在贫民窟 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第一次体验这种重心捧月的感觉 让他极其陌生 好不容易拜托了欢呼的人群 叶玲回到了诸葛千兴的小庭院里 诸葛尼看到来的人是他 皱起了眉头 随后冷冷哼了一声 不再去看他 叶玲没有理会他 而是静止 走到了诸葛千兴的面前坐下 他知道 既然至尊书院去不了 诸葛千兴肯定有别的话要嘱咐他 不过还没等诸葛千兴开口 叶玲就主动问道 老师 我知道你有话要说 但是你先让我问个问题 你和那个苏承星是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 已经让叶玲好奇了一路了 如果至尊书院 诸葛千兴摇头苦笑了一番 此时 诸葛尼也忍不住竖起了耳朵 悄悄听了起来 罢了 也没什么不能说的 苏承星 是我的初恋 初恋 诸葛千兴话音刚落 三个人同时惊呼出声 就连躲在暗处的郭琴 都忍不住跳了出来 想不到诸葛千兴 居然还和苏承星有这样的往事 叶玲的脸色也变得古怪 他就说 怎么感觉两人不太对劲 说仇人不像仇人的初恋案里来说 不应该是白月光吗 老师 我怎么看你俩的关系好像 叶玲欲言又止 诸葛千兴苦笑一声 摘下了眼镜 揉了揉自己的眉心 这是说来话长 当时的我也只是一个 刚刚进入大学的毛头小子 机缘巧合之下 认识了苏承星 我们两人互生情愫 没过多久 就确定关系在一起了 在那之后 我们度过了一段 还算幸福的热恋期 我也发现了苏承星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 有什么事都喜欢憋在心里 然后跟我冷战 我让他有事就说出来 他说真正的懂不需要说 然后就有一次 我们吵架了 他将我的联系方式全部删除 我去找他他也不理我 我以为我们两个已经分手了 结果过了差不多六年吧 还是七年 他突然发消息问我 冷战这么久了 知道错了没 要是哄哄他 他就跟我复合 我那时才知道 他一直都没有开始过新的感情 诸葛千兴的脸上 写满了无奈 就连诸葛尼 也是第一次 见到父亲露出这种神情 在他的记忆里 诸葛千兴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是一副宠辱不惊的模样 诸葛先生 那当时你在干嘛 郭琴忍不住八卦道 诸葛千兴脸色古怪 看向了诸葛尼说道 当时妮妮刚出事 我在抱孩子 叶玲 郭琴 诸葛尼 三人一时之间 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好 说苏承星做吧 他还真的为诸葛千兴 手身如玉了六七年 说诸葛千兴有问题吧 正常人谁能想到 有人能冷战六七年呢 后面的事情 即便诸葛千兴不说 他们也能大概猜到了 也难怪会闹成这样 苏承星本来就看不上 身为静咒师的叶玲 再加上诸葛千兴这层关系 他就更不能录取自己了 好了 不说这个了 诸葛千兴戴上眼镜 又恢复了那副淡然自若的模样 他先是看向了诸葛尼 妮妮 以你的实力和天赋 应该是可以进入至尊书院的 你没必要因为 我的缘故就拒绝 至尊书院的的确 是大夏最顶级的学院 好 诸葛尼乖巧地点了点头 至于叶玲 你最好的选择 就只剩下大夏学院了 诸葛千兴叹了口气说道 诸葛尼斜眼看向了叶玲 眼神中带着些许怜悯 虽然叶玲赢了他 还拿到了清澄的高考状元 但叶玲依旧无法和他相提并论 不过是透支未来换来的些许成绩罢了 进入了至尊书院后 他诸葛尼的未来 只会更加璀璨夺目 虽然败给了叶玲 但诸葛尼依旧没有改变对叶玲的看法 那天 叶玲抛下他一人面对龙血巨兽 自己转身救逃的懦夫行为 始终令他无法释怀 想到这里 诸葛尼又想起了灵叶 那个家伙 为什么没参加高考呢 难不成他去了其他城市吗 不过没关系 像灵叶那么优秀的人 肯定也会出现在至尊书院里面的 诸葛尼的美眸里闪过一抹火热 或许到了至尊书院 自己就可以见到灵叶了 没事的老师 大厦学院也不差 叶玲倒是看得很开 贫民窟自己都住了十几年 大厦学院再怎么样 也比清城的贫民窟强吧 那你们两个都去准备准备吧 招生办的人应该很快就来了 诸葛千兴话音刚落 小院的木门便被人敲响了 还未等诸葛千兴开口 门便被人推开 随后 苏承星带着云关楼走了进来 刚听完诸葛千兴说完 和苏承星的故事 就看到了当事人 叶玲三人的表情都有些精彩 苏承星倒是没发现什么不对劲 静止走向了朱葛尼 随后 他从精致的皮质文件夹中 取出了一张流经的录取通知书 递向了朱葛尼 录出了一个温和的笑容说道 朱葛尼同学 我代表至尊书院 正式向你发出邀请 希望你能成为我们至尊书院的一员 谢谢苏老师 朱葛尼接过录取通知书 看着上面的烫金大字 眼中闪过一丝明亮的光芒 至尊书院连他父亲都如此推崇 定然有过人之处 朱葛尼拿着至尊书院的录取通知书 似有似无地在夜灵的面前晃悠着 就像在炫耀一般 事实上 他也确实是这么想的 夜灵竭力争取都争取不到的东西 却被他得到了 这何尝不是一种胜利呢 好 那我就先走了 记得学院来报道 苏承星淡淡一笑 看到不看 朱葛千辛一眼 转身就走 云观楼走之前 朝着夜灵比划了个歌喉的首饰 随后才跟着苏承星离开 夜灵神色如常 微微眯起了眼睛 苏承星前脚刚走 后脚乌扬扬的一大帮人就过来了 为首的是一个龙行虎步 威严十足的男人 清城高中的校长高振宇 和一大堆的记者摄影 跟在这男人的身后 夜灵啊 快过来 这位是我们清城的城主 胡翁 高振宇连忙介绍起来 夜灵同学 你好 状元狼果然气质非凡啊 胡翁伸出了大手 身后的摄影师们 见状连忙给了个特写 夜灵没有动弹 而是有些疑惑地 皱起了眉头 校长 这是干什么 城主来给你颁发状元奖励的 光奖金都有五百万 高振宇低声说道 夜灵闻言 眉头瞬间舒展开来 喜笑颜开 连忙激动地握住了胡翁的手 哎呀 原来是胡城主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胡翁的嘴角微微一抽 他的直觉告诉他 要不是有奖励的话 恐怕夜灵都不准备搭理自己 两人握手的一瞬间 旁边的摄影师 连忙咔嚓咔嚓地拍起了照片 为本路再次出现 对着镜头 露出了甜美的笑容观众朋友 我们可以看到 胡城主正在和状元狼 进行着友好的交流 胡城主对于本届青城状元 寄予厚望 夜灵十分配合地对着镜头 露出了礼貌的笑容 顺便低声问道 对了城主 那五百万怎么给 打我卡上还是现金 我还没银行卡呢 胡翁哭笑不得 放心吧夜灵同学 这笔钱不会少你的 胡城主 你是不知道 我十几年都住在贫民窟里 穷怕了 夜灵诚恳地说道 钱拿不到手里 我不安心啊 胡翁 五百万虽然不是小树木 但他堂堂青城城主 难道还能欠五百万不给吗 小路啊 刘成走快点 直接到颁奖那块吧 胡翁无奈道 好的胡城主 为本路乖乖照办 前面的繁琐流程也都跳过了 直接到了颁奖环节 三个穿着旗袍的四衣小姐 端着三个托盘 款款来 第一项奖励 便是五百万元的现金 这是青城官方对你的鼓励 还望夜灵同学借交借造 再创辉煌 胡翁笑着 将一块写着五百万的大牌子 递给了夜灵 摄影师在旁边咔咔拍照 等照片 拍完胡翁 才将一张卡递给了夜灵 第二项奖励 是一捆史诗级的自选技能卷轴 此话一出 不少人的瞳孔都是猛的一锁 自选技能卷轴 还是史诗级的 这个奖励不可谓不丰厚 这也就意味着 无论你是什么职业 都可以自选一个 适合你的史诗级技能 可当胡翁将如此珍贵的 卷轴递给夜灵时 夜灵见状却嘴角一抽 身为静咒师 技能卷轴对他来说 一点用都没有 擦屁股都嫌太硬 但他还是伸手接了下来 他可不会傻到 在众目睽睽之下 给胡翁难堪 第三项奖励 是状元秘境的入场名额 胡翁将一块令牌递给了夜灵 随后开口解释道 状元秘境 只有各个城池的状元 才有机会进入 这个秘境极为特殊 每个进入秘境的人 都可以拥有不死之身 卧槽 一旁的郭秦文言惊呼一声 那在那个秘境里头 岂不是可以啥都不管 一心专注 一直刷怪了 是的 从状元秘境走出的人 等级都不会低于二十级 胡翁点了点头 那为啥不在里面一直刷 刷到九十九级再出来 反正不会死 郭秦疑惑道 因为状元秘境里的魔物 是有限的 经过一年的温养 才能开放一次 诸葛千辛开口解释 随后看向了叶玲 这个秘境倒是极其适合你 叶玲点了点头 眼底也闪过一抹炽热 可以全力出手 那他可就不客气了 胡翁也用力拍了拍叶玲的肩头 朗声道 叶玲 好好加油 争取帮我们清城 拿个全国状元的名头回来 还有全国状元的说法 叶玲问道 当然有 从状元秘境出来的时候 等级最高之人 就是全国状元 胡翁解释道 那全国状元有什么奖励 叶玲追问 这个才是他在乎的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毕竟我们清城 还从来没有出过全国状元呢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肯定比清城状元的奖励丰厚 胡翁耐心地解释着 有叶玲的存在 今年无疑是清城最有希望的一年 赤处 胡翁这么说 叶玲就感兴趣多了 胡翁走后 诸葛千辛单独将叶玲叫到了房间里 叶玲 你得记住一件事 别在状元秘境中 使用会耗费寿命的敬奏 是因为状元秘境中 虽然能让人拥有不死之身 却无法延缓人体的衰老 叶玲反问道 不错 你很聪明 还有 从状元秘境出来后 尽快回清城一趟 诸葛千辛望向窗外 一只绿色的大螳螂一跃而起 用钳子将猎物死死夹住 那些人 或许很快就要找到天气之门了 好的老师 叶玲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在那里 一把钥匙静静地躺在里面 第二天一早 胡翁便再次出现 他带着叶玲来到了 青城的核心之地 在那里 一座传颂镇静静地躺着 大厦境内的所有城池 都是由传颂镇互通的 毕竟城外到处都是恐怖的魔物 以前的高铁飞机啥的 根本就行不通 走到半路就会被魔物拦截 传颂镇每一次启动 都要耗费巨量的资源 因此 别说是普通人了 很多转职者 也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 自己出生的城市 若不是为了叶玲这个状元 胡翁也设不得启用传颂镇 叶玲同学 好好加油 在胡翁的鼓励声中 传颂镇亮起光芒 璀璨夺目 叶玲眼前的场景 如同拼图一般破碎开来 他整个人仿佛是在空中翱翔 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失重感 让他极其不舒服 待到眼前的场景 重新拼接到一起时 叶玲已经来到了一个 完全陌生的地方 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 这还是叶玲第一次离开青城 叶玲眨了眨眼睛 抬头望去 他的视线中 出现了一座巍峨的城墙 高耸入云 仿佛是一座巨大的山岳 横跟在天际 城墙之上 旗帜飘扬 上面绣着一条凶猛的巨龙 争鸣而霸气 城墙之外 是一片望不到边际的魔物群 他们嘶吼着 咆哮着 不断地撞击着城墙 但却无法逾越雷池一步 叶玲呆立在原地 他从未见过如此壮丽的景象 这是他在青城从未想象过的事件 大城市的繁华 魔物的恐怖 还有那种扑面而来的异样气息 都让他感到震撼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平复着不停涌动的心绪 就在这时 一个温柔的声音 在叶玲身后响起 你就是青城本届的状元叶玲吧 欢迎来到深城 过来这边做个登记吧 叶玲回头看去 一个戴着无矿眼镜 穿着白色衬衣黑色短裙和高跟鞋 看起来十分干练的女人 便朝着他走了过来 见叶玲盯着自己看 女人轻轻一笑 忘了自我介绍 十分配合地做好了登记 登记完成后 白玲带着叶玲来到了一栋高楼之中 在前台给他办理了入住手续后 将一张卡片递给了叶玲 好了 这是你的房卡 房间号是6099 这里的餐厅在一楼 24小时供应食物 你想出去吃也可以 等到状元秘境开启的时候 会有人通知你的 说完 白玲又将一张名片递给叶玲 有什么紧急的事情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联系我 好的 叶玲点了点头 白玲走后 叶玲找到了自己的房间 房间不是很大 但看起来十分干净整洁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薰味 从房间的窗户 刚好能看见整座深城 叶玲站在窗前 眺望着深城的夜景 高楼大厦 零次至比 每一座建筑都散发着 属于自己的光芒 璀璨夺目 街道上车水马龙 行人络绎不绝 一切的一切都和清城截然不同 远处 城墙上的巨龙旗帜 在风中烈烈作响 仿佛在诉说着 属于这座城市的荣耀与辉煌 叶玲升起了出去走走的欲望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去逛一逛 这座自己从没来过的城市 可就当叶玲准备起身时 门口却忽然传来了一阵响动 一个听起来十分悦耳的女孩声音传来 奇怪 这房卡怎么打不开门呢 给我开 砰的一声 叶玲的门锁被摧毁 叶玲人傻了 怎么还有人直接破门而入的呢 嘎吱 房门被推开 一个长相甜美的娇小女孩 出现在门口 她眨着大大的眼睛 一脸困惑地看着叶玲 她的头发是淡淡的粉色 扎着两个可爱的蝴蝶结 背着一个小熊书包 身穿一件粉色连衣裙 裙摆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摆动 看起来可爱无比 你是谁 你怎么在我的房间里 女孩插着腰问道 叶玲 她彻底沉默了 谁家好人房卡打不开门 第一反应是破门而入啊 见叶玲不开口 女孩恍然大悟 我懂了 你是色狼 好啊 打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 还在我房间里守着 看拳 女孩五指合拢 原本白皙的蕴臂 瞬间膨胀起来 充满了结实的剑子肉 青筋根根隆起 紧接着她一拳轰出 恐怖的拳风呼啸而来 就在女孩拳头 即将落在叶玲脸上的瞬间 叶玲反应迅速 开启瞬息之舞 一个侧身便躲过了 这恐怖的一击 她心中震惊不已 这个看起来娇滴滴 如同洋娃娃一样的 可爱女孩 竟然有着如此强大的力量 她急忙解释道 等等 我不是色狼 哼 哪个色狼会承认自己是色狼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 女孩说着 再次挥起拳头 朝着叶玲猛烈的攻击而来 见说不通 叶玲也只能选择出手 静咒 木届降临 狭小的房间里 瞬间冒出了无数绿色的植物 一道道绿色的藤腕窜起 犹如触手般 缠绕向了女孩的拳头 她想要以蛮力挣脱 但这些藤腕的任性极其恐怖 她根本就挣脱不开 没过一会 她整个人便被五花大绑 以一个屈辱的姿势 被吊在了空中 这是什么鬼东西 为什么会挣脱不开 女孩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叶玲 叶玲无奈地摇了摇头 现在 你可以相信 我不是色狼了吗 我要是色狼的话 你现在可就遭老罪了 木届降临 是一个以生情为主的敬奏 因此 叶玲几乎没有使用过 此刻面对着这个暴力狂 木届降临 刚好能够派上用场 女孩沉默了片刻 这才咬着牙说道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我叫米雪 是来这里参加状元秘境的 她好歹也是一城的状元 却没想到 刚来深城就吃了大亏 能成为状元的 果然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见米雪道歉 叶玲这才收起了静周问道 你是怎么跑到我房间来的 这明明就是 我的房间 女孩不满地 拿出了自己房卡 看 六楼 六千零九十九 叶玲伸出手 接过房卡 随后旋转了一百八十度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的房间号是六千六百零九呢 房卡打不开房门的时候 你就没有一丝疑惑吗 米雪哑口无言 意识到自己闹了个乌龙后 有些惭愧地低下了头 对不起啊 我是第一次出院门 真的很对不起 没事 一扇门而已 见对方道歉态度诚恳 叶玲也没有多计较 对了 你的职业是什么 见叶玲问起自己的职业 米雪骄傲地昂起了头 SSS级 蛮惑狂战 叶玲 挺好的 一米五的个子 背着小熊书包 穿着连衣裙 扎着蝴蝶结 染着粉红头发的可爱小萝莉 结果职业是蛮惑狂战 这也太吓人了 这你受得了吗 难不成 这就是传说中的 头发越粉打人越狠 米雪去到了六千六百零九的房间前一室 房门果然滴滴滴地应声而开 这让她脸上的表情越发尴尬起来 对不起啊 我真不是故意的 这样吧 我请你吃饭 就当拆门的赔罪 米雪连忙说道 也行 叶玲点了点头 她本来就想出门逛逛的 两人结伴出了门 路过前台的时候 叶玲顺便喊了对方找人修一下门 一路上和米雪的交谈中 叶玲也得知 米雪是海城的高考状元 对方已经被至尊书院给录取了 这时米雪也问起了她的情况 对了 你是哪个城市的 应该也是准备进入至尊书院的新生吧 在米雪看来 叶玲的实力这么可怕 一个技能就能制服她 肯定是来自大城市的状元 别看都是状元 状元之间亦有差距 就比如深城这种城市出来的状元 实力肯定比那些小城市出来的状元 要可怕得多 我是清城的 至尊书院 我倒是想去 人不要我 叶玲无奈地耸了耸肩 什么 米雪惊呼出声 将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 你这种实力 至尊书院怎么可能会不要你 清城又是什么地方 清城 在大厦应该算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城市 至于至尊书院为啥不要我 你知道有一个职业叫静咒师吗 叶玲说道 静咒师 难怪了 米雪水汪汪的大眼睛中 愧疚之色更为浓郁 静咒师本来就短命 自己还拆了她的门 还把她当成了色狼追着她一顿打 自己可真该死啊 走 不说这种令人伤心的事了 我带你去吃饭 米雪拉着叶玲就走进了一家餐厅 这里的食客还挺多的 两人在角落里才找到了一处位置 米雪将菜单递给了叶玲 你点 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 不用客气 你这话怎么说的我马上就要死了一样 叶玲无奈地摸了摸鼻子 当然 她也没跟米雪客气 直接点了一大桌菜 很快菜就上齐了 米雪找的这家店似乎还是个老字号 每一道菜都火候十足 正当两人享受着美食时 一个身穿黑色紧身衣 踩着高跟鞋的高条女人 啪哒啪哒地朝着两人走了过来 哟 这不是我们的大状元米雪吗 你这种暴力狂居然还能找到男人陪你吃饭 看来是年纪到了 开始发情了 米雪见状 小脸顿时一沉 宁依依 我今天不想和你翻脸 你给我走远点 她本就对叶玲心怀愧疚 自然不想再横生事端 可是她不想 不代表宁依依不想 看到米雪这个反应 宁依依更来劲了 主动朝着叶玲伸出手 帅哥 认识一下呀 我叫宁依依 叶玲没有理会她 而是看向米雪问道 她是谁 她 一个害怕输给我 跑去另一个城市高考的耸包 米雪昂起了小脑袋 先是被叶玲无视 又被米雪奚落 宁依依的脸色顿时阴沉了几分 随后她又展颜一笑 对着叶玲说道 帅哥 你说你涂米雪什么呢 她要傻没傻 整个就是一撮衣板 不如跟我走 我给你介绍几个漂亮闺蜜 宁依依微微低下身子 露出了半截雄厚的本钱 叶玲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点 你好 麻烦留我远点 你有口臭 噗 米雪没忍住 直接将刚吃进嘴里的面条给喷了出来 正好挂在了宁依依的脸上 她没想到 叶玲对起人来竟然这么狠 当众说 一个美女有口臭 这无疑是直接在对方的心窝子上 扎刀宁依依的脸色黑如锅底 她将脸上的面条抹去 冷冷地瞪着叶玲和米雪 宝贝 怎么了 正当宁依依准备发作的时候 餐厅门口突然走进了一个薛兽的男人 她身穿一身名贵的范丝折 步伐矫健 仿佛每一步都在散发着不容忽视的气场 走到宁依依后 她的手直接缓上了宁依依线细的腰间 宁依依看到男人 脸色顿时缓和了许多 她靠在了男人身上 指了指叶玲和米雪 告状道 这两个人欺负我 男人顺着宁依依手指的方向看去 她的目光在叶玲二人身上停留了片刻 然后微微一笑 道歉 与其平静 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道 见叶玲二人不为所动 男人眼神微眯 眼底透出危险的光芒 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道歉 话音刚落 男人主动展示出了自己的职业和等级 五少奇 天使圣奇 二十二级 这个等级令得米雪脸色凝重 就连夜灵的瞳孔也是微微一缩 二十二级 这个五少奇的等级确实吓人 想来这家伙应该是来自大厦排名靠前的城市 这些城市 无论是新手秘境还是野外 魔物的资源数量都要丰富得多 转职者的等级提升也会更快 说到底 清城不过就是一个异域之地 我知道 你们刚刚从你们那个小县城脱颖而出 夺得了状元 正是自命不凡的时候 你们或许是金子 但这里 遍地金必辉煌 我让你们道歉 是对于你们的宽容 你们若是不知好歹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五少奇冷冷开口 夜灵来了个战术后仰 整个人靠在了椅子上 能达到二十二级 这个五少奇确实有傲气的资本 但二十二级 说句实在的夜灵还不放在眼里 不分青红皂白 一上来就让自己道歉 他五少奇还不够资格 夜灵沉映了一番 随后十分和善地开口说道 到你妈的头 你说什么 五少奇的脸色瞬间一变 身上的气势猛然一凝 一股强大的威压 从他身上弥漫开来 瞬间冲斥了整个餐厅 紧接着 五少奇的背后 一道璀璨的天使虚影 缓缓凝聚成形 浑身沐浴在神圣的光芒之中 一股凛冽的圣洁气息 扑面而来 SSS即职业 天使圣奇 餐厅里的有人看到这一幕 顿时惊呼出声 夜灵微微抬手 银白色的雷弧 在其手中汇聚 雷霆闪电 如同灵蛇一般跃动 眼看着气氛剑拔弩张 下一秒 两人就要大胆出手 一个威严的声音 从餐厅门口传来 深城内 严禁转职者胡乱动手 围者罚款三万 拘留十天 一个男人冷声开口 从身上的服饰不难认出 这男人是调查局的人 五少奇和夜灵这才收手 状元秘境马上就要开启 在这个时候 我记住你了 你最好不要让我在 状元秘境里碰到你 状元秘境虽然杀不死人 但可是有很多能让人 生不如死的办法的 夜灵的脸色变得有些古怪 五少奇如果要在外面对付她 她还得喂手喂脚的 担心被有心人看出点什么 但要是在状元秘境里头 夜灵只能说 她这辈子没见过 这么奇怪的要求 状元秘境里头 可是所有人都拥有不死之身的 这也意味着 夜灵可以毫无顾忌地使用敬咒 说句谦虚点的话 在状元秘境里 所有状元绑在一起 都不一定够夜灵一个人打 眼看着五少奇撂下狠话后 转身离开 弥雪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 对夜灵说道 抱歉啊 是我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 这也不怪你 夜灵说完 忍不住问道 你怎么认识她的 怎么一上来就乱咬人 她是我的妹妹 弥雪叹了口气 当然 是同父异母的妹妹 她厚妈生的 从小到大 她哪哪都看我不顺眼 样样都要跟我比 比职业等级 比技能 比装备 比外貌 比身材 她害怕和我一个城市高口 会被我挤下去 就让我爸想办法 把她转到了一个小城市去高口 在那里 她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认识了五少奇 从那以后 就一直在我面前 趾高气扬了 弥雪无奈地说道 怎么 这五少奇很厉害吗 夜灵问道 很厉害 弥雪十分认真的点了点头 她不但本人是个天才 就连背后的家族势力 也是极其可怕的 五家在深城 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存在了 一顿饭吃完 弥雪的情绪显然有些低落 明明她是想请夜灵吃顿饭 给夜灵赔罪的 结果反而 让夜灵得罪了五少奇和宁依依 这让弥雪的心底更加愧疚 夜灵倒是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回到酒店后 门夜已经被修好了 她往床上一趟 直接呼呼大睡起来 结果第二天一早 她的房门就被人敲响了 夜灵还以为是白灵的人 来通知状元秘境开启了 结果打开门一看 是一堆各式各样的食物 堆在了夜灵的门口 五颜六色的包装和诱人的香气 立刻充满了整个走廊 夜灵眨了眨眼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有些茫然 这些食物是成精了吗 这年头 食物还会自己敲门啊 就在夜灵疑惑的时候 一个粉红色的小脑袋 从一堆食物中钻了出来 弥雪 你这是在干嘛 夜灵疑惑不已 嘿嘿 弥雪的小脸上 带着一丝尴尬和歉意 我们要在状元秘境内待上一个月 我寻思也没别的好送你的 就给你买了一堆吃的 让你在秘境里 不至于饿肚子 弥雪小声地说着 眼神中透露出一次期待 夜灵哑然失笑 不过她也没有拒绝弥雪的好意 而是将弥雪送来的食物 全部收下了 见夜灵没有拒绝 弥雪笑了起来 眼睛都眯成了月牙状 时间一晃而是 夜灵来到深城的第三天早上 白灵便踩着高跟鞋 再次出现了 不过这一次 白灵就不是主角了 她抱着登记表 十分恭敬地 跟在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身后 夜灵同学对吧 我是本次秘境的负责人 曾灿奇 状元秘境即将开启 请十分钟后到楼下集合 西装革履的男人 露出了一个礼貌的笑容 夜灵点了点头 随后简单收拾了一下 将弥雪买来的食物 都装进背包后 就离开了房间 刚下到楼下的广场上 弥雪就背着一个 和她的身材比例 极其不协调的大包 朝她跑了过来 引得不少男同胞 纷纷侧目 这广场上的人 恐怕不会有一个人 是低于十二级的 这时 夜灵忽然感觉到 有一道阴冷的目光盯着自己 她扭头一看 果然是武少奇 此时的武少奇众心捧月 朝着夜灵 做了一个挑衅的手势 嚣张无比 夜灵没有理会她 直接收回了目光 伴随着清晨懒洋洋的阳光 曾灿奇再次出现 脸上带着十分温和的笑容 各位状元郎们 早上好 我是本次状元秘境的负责人 针对本次即将开启的状元秘境 我有几点要和大家说一下 第一点 你们应该都清楚 状元秘境内 在规则的作用下 你们是拥有不死之身的 但是 这个不死之身 仅限于在秘境内有效 所以 如果你们遭受了致命伤 切记 切记不能离开秘境 我会在秘境出口处 安排五名五十级以上的牧师 职业转职者 你们若是遭受了致命伤事 必须先接受治疗 才能离开秘境 否则 曾灿奇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是在场的众人 都明白了他的意思 若是不接受治疗 就直接离开秘境 那就是真的要死人了 第二点 若是你们缺胳膊断腿了 切记 要尽可能将你们的断肢带上 断肢再生 可要断肢重建麻烦多了 而且再生出来的四肢 不一定有你原来的好用 第三点 曾灿奇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切记不要被魔物吞入腹中 若是你们被魔物吞入腹中 躯体全部被消化 哪怕拥有不死之身 那种感觉 也绝对不会好受 众人的脸色 都是微微一变 在魔物獠牙密布的 血盆大口中被嚼碎 然后又被吞入腹中 被堪比强流酸的胃液中 被消化 在经由肠道的蠕动 被排出体外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自己全程都是死不掉 保持清晰的 光是想想 都让人感觉不寒而栗 最后一点 我建议你们可以 简单地进行组队 因为状元秘境内 可能会出现高达35级的魔物 团队协作会更加安全 你们都是来自各个城市的状元 都是万里挑一的人才 是大侠未来的栋梁 所以 我衷心地希望 各位能够平安归来 曾灿奇朝着众人 深深地鞠了一躬 随后轻贺一声 开传送阵 曾灿奇话音刚落 一个巨大的传送阵 便在他身后开启 剧烈的空间波动 令得不少人眸光一鸣 很显然 这个传送阵 便是通往状元秘境的入口 现在 你们有20分钟的时间 去寻找合适的队友 当然 你们如果对自己足够自信 也可以选择单刷 曾灿奇看了一下 手表开口说道 状元秘境 是最奇特的秘境之一 进入其中 便拥有不死之身 可以安心地刷怪 快速提升等级 因此 状元秘境刚被发现的时候 所有转职者都欣喜若狂 疯狂地涌入其中 对魔物展开了疯狂的猎杀 过了没多久 状元秘境的魔物 就几乎要被猎杀的灭绝了 好在大厦官方插手 将状元秘境管控了起来 不再让转职者自由进入 让秘境的魔物修养生息 这才保住了这个秘境 随后这个秘境 也就成为了每一届的 状元狼们的福利 秘境内的魔物 就像是韭菜一样 每过一年 就会被收割一次 叶玲 我们组队吧 米雪看向叶玲问道 可以 那你跟着我就行 叶玲点了点头 没有拒绝 她对米雪的印象还行 而且 米雪在她看来 是一个很不错的拎包对象 毕竟蛮黄狂战这个职业 力气可是数一数二的大 叶玲顺手 将自己的心允天恒 和装满食物的背包 都给了米雪 米雪自然也是 乐呵呵的照单全收 毕竟这些重量在她眼里 可根本不算是 但米雪乐意 其他人可就不乐意了 米雪那娇小可爱的外表 早就引起了在场 不少男生的注意 见叶玲居然大大咧咧的 把东西都给了 身材娇小的米雪 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喂 你有没有一点绅士风度 怎么能把东西 都给女孩子拎呢 一个高瘦的男生 开口呵斥起叶玲 随后转头 对着米雪温柔说道 这位同学 你不如还是和我组队吧 我肯定不会让你 干这些粗重活的 滚圆点 米雪一钻拳 白袭的偶臂 瞬间肌肉隆起 如同白玉中裹着钢铁 透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感 高瘦男生被米雪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了一跳 他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地 看着米雪那瞬间 变得健瘦的臂膀 周围的空气 仿佛都因此凝固了 众人的目光 全都聚焦在 这对突如其来的冲突者身上 谁也没想到 染着粉头发扎着丸子头 看起来呆萌可爱的米雪 一盏臂居然如此雄伟 这种强烈的反差感 让不少人嘴角瞬间一抽 米雪一把抓起地上的 心韵天恒和背包 轻轻松松地背在了自己肩上 那高瘦男生 看着他那轻松自如的样子 也只能无奈地闭上了嘴 毕竟米雪看起来 像是一拳就能打死他的样子 二十分钟过去 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组队 毕竟状元秘境内 魔物等级甚至会高达三十几级 而且魔物的数量是有限的 除了防备魔物之外 状元们彼此之间也是竞争对手 若是只有一个人 遇上别人三五人组队的 基本上都只能是自认倒霉 甚至是被人绑起来丢到角落 直到秘境结束 也没提升半点经验值 这种事 往年也并非没有发生过 作为深城状元 五少奇自身等级更是高达二十二级 找他组队的人自然是络绎不绝 毕竟 深城作为大厦境内的最强大的城市之一 出生在这里的五少奇 从小便接受着最好的教育 享受着最优渥的条件 其实力自然远朝其他小城市的状元 没过多久 五少奇的队伍里 就足足有十几个人 其中就包括了 刚刚在米雪这里识别的高兽男 在曾灿其宣布 可以开始进入状元秘境后 五少奇就搂着宁依依 带着十几个人 浩浩荡荡地从叶灵面前经过 那十几个人 都是一座城市里 同届最顶尖的存在 可此刻却恭敬地 跟在了五少奇的身后 路过叶灵旁边时 五少奇的脚步微微一顿 我调查过你了 叶灵是吧 来自青城 一个 巴掌大的小县城 五少奇的笑容里 满是恶意 在那种小县城里 能有十八级 确实是天赋一禀了 但乡下人 始终是乡下人 尚不得台面的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跪下来 给我刻三个响头 说一声对不起 那天的事 就一笔结果 要不然的话 进了状元秘境 你后果自负 五少奇双手抱在胸前 微微昂起头 等着叶灵给他磕头 身后刚组的队友们 也都虎视眈眈地看着叶灵 很显然 若是叶灵不道歉 那在状元秘境中撞见的话 叶灵就要面对 这群人的围攻了 在五少奇看来 叶灵这样得罪自己 自己还愿意给他一个机会 自己简直就是太仁慈了 然而叶灵的反应 也极其简单 五少奇的双眼 变得深邃而冷冽 一股可怕的气势 缓缓从五少奇身上露出 带着压抑与恐怖 周围的空气 仿佛都在他的气势下颤抖 众人的心跳 也不由自主地加速 这就是大城市 走出的状元的含金亮马 不少人的脸色忍不住一变 他们在各自的城市 都是最顶尖的状元狼 可此刻在五少奇的气势下 他们却有一种 自己接不住五少奇一招的感觉 五少奇一步一步走向叶灵 每一步都仿佛带着千军之重 让人无法忽视 你很好 叶灵 进入了秘境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生不如死 五少奇整个人靠在了叶灵的身上 语气冰寒无比 这一刻 所有人都平住了呼吸 紧张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知道 五少奇是真的生气了 而叶灵 恐怕要遭殃了 果不其然 下一秒 叶灵就脸色一变 他捂着自己的肚子 痛苦地往后退去 看向五少奇时 脸上更是血满了惊恐 众人看去 这才发现 叶灵的肚子上 出现了一道争鸣的伤口 鲜血不停地涌出 透过那道伤口 甚至能够隐约看清 叶灵肚子里的脏气 萨日朗 萨日朗 快救人 曾灿奇脸色狂变 连忙带着三名牧师 就往叶灵旁边冲了过去 这三名牧师 本来是要在秘境出口处 帮状元们疗伤的 没想到 现在就派上了用场 直到其中一个年长的牧师 转过头 朝自己点了点头 曾灿奇悬着的心 这才放了下去 这代表 叶灵可以被治好 没有生命危险 要是还没进秘境 就死了一个状元 他曾灿奇的麻烦可就大了 想到这里 曾灿奇冷冷地看向武少奇 眸光冰寒无比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没人能想到 武少奇居然真的 直接对叶灵下手了 就连武少奇本人都没有想到 他此刻正处于一种 极端茫然的状态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嘛 他真的没有对叶灵动手 这点武少奇很确定 他再傻也不会傻到 在众目睽睽之下 对叶灵下杀手 一旦在众目睽睽之下 坐视杀害一位状元的罪名 哪怕他是武家的人 不死也得脱一层皮 武少奇还没有蠢到那种程度 可是这样的话 叶灵身上的伤口是怎么回事 难道 是他自己干的 为了嫁祸给自己 武少奇的脑海中灵光一闪 虽然这个说法很荒谬 但是这是唯一的可能性 你这个卑鄙小人 武少奇指着叶灵的鼻子 立刻出声 此时的叶灵 正在三名牧师的治疗下 缓步恢复着 听到武少奇指责自己的话 顿时眼眶一红 他扯了扯曾灿七的裤腿 一脸委屈地说道 曾老师 算了吧 我只是小县城来的 和武少奇这种大家族出来的孩子比不了 反正我也没死 这事就不要计较了吧 曾灿七心底微微一颤 看着叶灵那惩治的眼神 他感觉自己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似乎被触动了一下 原本他是在犹豫 要怎么处置武少奇的 按理来说 还没进入秘境 就对其他状元下杀手 这肯定是要取消 进入状元秘境的资格的 可毕竟武少奇背后站着的是武家 若是真的取消了武少奇的资格 他的麻烦一样 不会小在看见叶灵这副模样后 曾灿七顿时坚定了下来 虽然不能取消武少奇的资格 但是他也绝对不会让武少奇好过 看着叶灵这副绿茶的模样 武少奇更忍不了 他妈的 你这个阴险小人 你还装 你不是想死吗 本少爷这就成全你 我这就弄死你 武少奇直接亮出了自己的天使 圣奇职业 顿时金光大声 够了 曾灿七立刻出声 声音如同惊雷般 在众人耳边乍响 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心静 仿佛一只苏醒的猛虎 气势如虹 武少奇的脸色也是微微一白 曾老师 你听我说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是这个卑鄙阴险 武少奇话还没说完 就被曾灿七直接打断 武少奇 我说够了 这里不是武家 还轮不到你在这里撒野 曾灿七眸光森冷 事情是怎么样 在场的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 你还想狡辩吗 武少奇贴在了叶琳的身上 下一秒 叶琳的肚子上 就出现了深深的伤口 血如泉涌 事情是什么样的 这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 武少奇刚想解释 就又被人打断了 这次打断她的人是叶琳 在三名牧师的权力治疗下 叶琳的伤口已经愈合 只不过 脸色还是因为失血过多 有些惨白 曾老师 你别为难她了 要不然她会报复我的 其实就是 我自己划开了自己的肚子 你别为难她了 叶琳一脸惊恐地说道 曾灿七见状更加 更加心疼起叶琳来 比起敢做不敢当的武少奇 从小县城走出的叶琳 反而更让曾灿七认可 叶琳同学 你放心 真相该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曾灿七做出了自己的承诺 随后目光如电地 看向武少奇 武少奇 向叶琳同学道歉 草 武少奇此刻真的是憋屈得快要吐血 明明真的是叶琳自己 剖腹嫁祸她的 偏偏在场根本没有人信她 依依 你相信我吗 我真的没有动手 武少奇将目光转向了宁依依 少奇 要不还是给她道个歉吧 大事话小小事话了吗 宁依依忍不住劝道 武少奇捂住了自己的胸口 她感觉眼前都有些发黑 作为从小到大娇生惯养的武家少爷 她什么时候被人这么冤枉过 关键是真的没有一个人相信她 武少奇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道歉 否则 就别怪我取消 你进入状元秘境的资格了 曾灿奇见武少奇执迷不悟 此刻也是彻底动了真火 在这么多人的注视下 他已经给了武少奇这么多次机会 若是武少奇非要一条路走到黑 那他取消武少奇的资格 武家也没办法多说什么 武少奇紧紧攥着拳头 整个人浑身颤抖着 显然是心底极其不甘心 但想到被取消进入秘境的资格 武少奇还是咬着牙 从牙缝中挤出了三个字 对不起 武少奇的声音细弱闻纳 导致叶灵一脸茫然地问道 武少奇同学 你说啥 你他妈 武少奇再次暴怒 就要冲上去弄死叶灵 可当看到曾灿奇那冰寒的眸光时 他还是强行压下了心底的怒火 道歉这种事 就跟节操一样 第一次的时候会很难受 次数多了 也就慢慢不以为意了 武少奇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闭上眼大喊一声 叶灵同学 我武少奇向你道歉了 对不起 看到武少奇开口道歉 曾灿奇的脸色 也终于缓和了几分 既然你要愿意道歉 那此事就此结果 但是 你必须最后一个进入秘境 这是对你的惩罚 武少奇闻言 又是眼前一黑 以他的实力 完全可以第一个进入秘境 抢占先机的 但现在 就因为叶灵这个王八蛋 他从第一个进入 变成了最后一个进入 他忍不住将阴冷怨毒的目光 看向了叶灵 他发誓 进了秘境之后 他如果不让叶灵生不如死 他就不叫武少奇 这时 叶灵也注意到了 武少奇在看着自己 于是他在一个 别人看不到的角度 冲武少奇做了个鬼脸 顺便附赠了一根中指 武少奇本就压制着 一肚子的怒火 见叶灵还敢挑衅他 他再也忍不了了 双眼赤红 就直接冲了过来 口中还吐出 与刘海柱一模一样的 四字针眼 我信号你信号 看着叶灵的鬼脸 武少奇大怒不已 朝着叶灵 就再次冲了过来 可这次 曾灿奇早有防备 武少奇冲到一半 就被人按在了地上 动弹不得 武少奇 你还敢动手 你真的想被取消资格吗 曾灿奇立刻出声 他冲我做鬼脸啊 那家伙是装的 他全都装的呀 武少奇歇斯底里的怒吼出声 双目赤红 曾灿奇疑惑地转过头 看向叶灵 却只看到叶灵的脸上 写满了无辜和迷惘 让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个老实人 够了 武少奇 你还要无理取闹到什么时候 曾灿奇皱了眉头 紧接着对着那两个 按着武少奇的转职者说道 看着他 不要让他再闹出任何事情 是 两个转职者 严肃地点了点头 将武少奇拖到了一边 而这一切 都跟叶灵无关了 拖武少奇的福 他带着迷雪 第一个踏上了传送阵 对不起啊 是我拖累你了 迷雪心底更加愧疚 如果不是他 叶灵也不会得罪武少奇 也就不会在秘境开始前 受那么严重的伤 叶灵靠到迷雪耳边 低声说道 伤是我自己弄的 他是被我嫁祸的 迷雪文言 瞪大了水汪汪的大眼睛 眼底写满了震惊 原来武少奇是被冤枉的 难怪那家伙那么激动 他这才知道 眼前这个看着 老老实实的叶灵 实际上比他想象的还要浮黑 伴随着传送阵光芒一阵闪动 叶灵和迷雪两人 已经来到了一处全新的世界 状元秘境 位于一处森林之中 四周环绕着淡淡的雾气 仿佛每一步都踏在云朵之上 秘境之中 古树参天 鸟语花香 宛如人间仙境 但这份美好之下 显然隐藏着可怕的危机 只见前方的雾气 一阵翻滚涌动 一头巨大的魔雾 便从雾中冲出 猙獰的面目和锋利的爪牙 让人不寒而栗 魔雾的眼中 闪烁着饥饿的光芒 他朝着叶灵和迷雪猛扑过来 小心 是二十级的石像鬼 叶灵刚想释放静咒 就被迷雪推飞了出去 小姑娘力气大 下手又没轻没中的 叶灵感觉自己的肋骨 都差点被她推断 迷雪已经挡在叶灵的身前 浑身肌肉高高隆起 和那张萌昧的脸 产生了强烈的反差感 石像鬼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 但迷雪毫不畏惧 瞬间就赢了上去 和石像鬼击站在一起 二十级的石像鬼 在面对着迷雪时 丝毫讨不到好处 伴随着迷雪一拳拳轰出 石像鬼身上石屑飞剑 随着时间流逝 这头石像鬼被迷雪击杀 轰隆 一道粗壮的天雷劈下 犹如天神的怒剑 直接劈在了石像鬼的身上 等级高达二十级的石像鬼 直接就被这一道天雷 轰成了一地的石头碎屑 迷雪惊讶地捂住了嘴巴 眼底满是震惊 顺杀 顺杀二十级魔物 这恐怕得等级达到 二十五级以上的转职者 才能做到吧 与此同时 一个提示音在迷雪脑海中响起 组队击杀二十级石像鬼 奖励七十点经验值 她呆滞地转过头 看向了身后的叶灵 那头石像鬼 是你杀的 你为什么会雷系魔法 迷雪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我是静咒师啊 叶灵也没有藏着掖着 直接和迷雪说了实话 静咒师 我还以为你是木戏法师呢 迷雪喃喃自语 那天叶灵召唤出那么多触手藤腕 将她捆得严严实实 她还以为那就是叶灵擅长的能力 好了 别浪费时间了 快走吧 我们往深处去 叶灵拖着迷雪 就开始往状元秘境深处走 等等 越往深处的魔物就越强大 乱走的 我们会被杀的 迷雪大惊失色 一般人进了副本秘境 不都是先从外围解决了弱一点的魔物 提升一下实力 再往深处走吗 叶灵怎么一上来 就往最深处冲 果不其然 他们刚刚深入没多远 一道黑影便缓缓生起 那是一只巨大的魔物 浑身覆盖着坚不可摧的背甲 眼中闪烁着凶狠的红光 两只巨大的口前上 有着紫色的唾叶 滴落周围的地面 在这紫色唾叶的腐蚀下 冒着白烟滋滋作响 显然是有着剧毒 这魔物的出现 仿佛连天空的位置变色 阴暗的云层更低垂了 仿佛要压在这只魔物的背上 二十五级魔物 毒液剧无 迷雪咽了咽口水 忍不住退了几步 她知道 这只魔物 绝非他们之前遇到的十项鬼可比 这家伙极其危险 快跑 要不来不及了 迷雪拉着夜灵就想跑 而夜灵依旧是一副淡定自若的样子 只见她神色平静地抬起了手 静咒 灭尸狂雷 熟悉的雷霆怒龙再次出现 一道蓝紫色的雷霆轰下 只见那头在迷雪眼里 无比恐怖的毒液剧无 甚至都来不及做出任何反抗 便被劈成了一具枪尸 时不时还有银白色的雷狐冒出 空气中甚至弥漫着一股浓郁的 蛋白质烧焦的味道 这就 死了 迷雪感觉自己的脑细胞都不够用了 这是什么操作 她记得自己之前碰见了一头22级的魔物 自己和三个队友通力合作 默契配合 各种战术都用上了 才好不容易将其斩杀 而现在 一头25级的魔物 在夜灵面前只有被顺杀的份 别发呆了 快走 夜灵拉上了迷雪 而接下来的一幕幕 更是彻底让迷雪的小脑瓜子 失去了思考能力 22级的剧毒蝎子袭来 一道雷劈下来 死了 25级的骷髅刀盾手 来势汹汹 一道雷劈下来 死了 28级的深渊鼠人 想从地底下偷袭 夜灵抬手握住一把璀璨的金色长矛 往下一扎 死了 顺杀 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魔物 夜灵都只出一招 就能直接将其顺杀 这一幕惊呆的迷雪 她从来没有想过 刷副本刷怪 还能这么轻松 不用拉扯魔物 不用研究魔物身上的弱点 不用避开魔物的临死反扑 二话不说 一个静咒丢过去 走人 潇洒无比 她甚至连自己 从17级升到18级 都没反应过来 等一下 我懂了 在夜灵再次秒杀了一头 23级的地精后 迷雪恍然大悟 一脸的惊喜 仿佛是解开了 一道历史性难题 你是静咒师 状元秘境里是不死的 所以你可以把静咒的威力 拉到最大 每次都以必死的决心去释放 威力自然就强悍无比 夜灵 她还以为她说出 自己是静咒师的时候 迷雪就想到这一点了 这小牛肌肉虽然发达 但脑袋好像不是特别好使 当然 其实这也不怪迷雪 实在是夜灵的操作 太过惊世害俗了 遇到啥等级的魔物 都是一击秒杀 这就好比你打篮球的时候 在球场上看到个男的高喊着 蓝蝶滑云游身部 然后每次都是从半场 直接起跳灌篮 你也肯定会大脑当机会好了 走吧 别纠结这个了 夜灵拖上迷雪就走 她可记得 这状元秘境内的魔物是有限的 既然得到了第一个进入的机会 她必须赶在其他人前面 尽可能地击杀更多魔物才行 渐渐地 迷雪也开始麻木了 那些魔物 就像是来给夜灵送惊艳的一样 嘶吼着冲过来 然后又被夜灵一个静咒 直接砸死 无一例外 转眼间 五天的时间过去 这五天里 夜灵重现了在新手秘境时的辉煌 整个状元秘境里 不停地响起雷鸣声 外围等级较低的那些魔物 现在听到打雷 都会吓得大小便失禁 而在击杀了一头 二十四级的巨沟独卸后 夜灵的等级也来到了二十级 她此刻掌握的静咒 也达到了二十个 二十级对于所有转职者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 因为达到了二十级之后 转职者便会觉醒第二个职业天赋 夜灵此刻也迫不及待地查看了起来 姓名 夜灵 职业 静咒师 等级 二十 零 零一百分号 力量 二百 加三百 敏捷 三百 精神 六百 加七一零 职业天赋一 无尽法咒 静咒师每提升一级 便可解锁一个静咒 职业天赋二 即静升华 静咒师所使用的所有技能 皆会自动升华为静咒 技能 灭是狂雷 瞬息之舞 燃烧轮回 夜火焚天 不死不灭 永动之谋 死灵归界 杨兽刀法 永恒更金 叹息之强 目界降临 看了一眼自己的第二个职业天赋 夜灵瞳孔猛的一名 按原本来说 技能卷轴 它是使用不了的 普通 稀有 史诗 还是传说级的技能卷轴 它都使用不了 因为静咒师释放出来的技能 只能是静咒 这也意味着 它最多只能掌握一百个技能 这在后期是很大的短板 例如诸葛尼那种火系法师 等级高起来之后 掌握的火系魔法 甚至会高达几千个 用以应对不同的战况和敌人 而有了第二个职业天赋 夜灵就不会再有这个烦恼了 因为它使用的任何技能 都会被强化成静咒 快 把刚刚那本火球术给我 夜灵迫不及待地看向米雪说道 这一路上 打怪爆出来的技能卷轴夜灵 都一股脑地丢给了米雪 因为她觉得自己 根本用不上这玩意儿 啊 那火球术只是个普通技能 你确定要这个吗 米雪有些疑惑 对 夜灵毫不犹豫地 接过了火球术的技能卷轴 随后直接学习 紧接着便发动了火球术 职业天赋极尽升华发动 火球术已强化为阎神的叹息 静咒 阎神的叹息 静咒师燃烧自身的生命之火 召唤阎神降下 焚尽一切的生活 伴随着一阵耀眼的光芒 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 瞬间扩散开来 周围的空气 仿佛被这股能量点燃 温度急剧上升 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球 火球不断膨胀 散发出炽热的光芒和高温 仿佛要将周围的一切都吞噬殆尽 叶灵将自身的生命之火 注入到火球之中 火球瞬间变得更加耀眼 散发出了赤金色的光芒 仿佛一颗真正的太阳 在地面上燃烧 叶灵眼底闪过一抹惊喜 果然如此 有了极尽升华这个职业天赋 他根本不再需要为静咒担心 想要什么类型的静咒 直接找对应类型的 低级技能卷轴就行了 甚至史诗级的技能卷轴 和普通级别的技能卷轴 对他来说没有区别 反正都会被强化成静咒 他只要照着最普通的技能卷轴 去买就行了 普通技能卷轴也就几千块一个 赚大了呀 叶灵惊喜无比 若是其他静咒师 得到这个职业天赋 定然是锤足顿胸 毕竟本来命就不够用 给更多的静咒 不如多给一条命 但对于叶灵来说 可就不一样了 他没别的优点 就是命多 拥有更多的静咒 无疑能让叶灵 在面对比自己更强的对手时 拥有更多的应变能力和战术 走 刷几卷 心情大好的叶灵 拉上米雪 就要继续去提升等级 米雪这五天的任务 就是扛包 扛东西 扛战利品 给叶灵做饭 给叶灵打水 主打的就是一个奴婢附体 但米雪却乐在其中 甚至恨不得亲自 把范围到叶灵的嘴里去 毕竟有了叶灵这条大腿 米雪这五天来的等级提升 也是极快 已经达到了十九级 只比叶灵低一级 此刻叶灵喊他继续刷集 他更是屁颠屁颠地就跟了上来 可没跑两步 他就撞在了一个宽阔的背上 叶灵赶忙捂住了他红润的小嘴 嘘 你看 那是什么 叶灵眼底闪过一抹激动 在不远处 有着一汪清澈的泉水 流水宛如一个小型瀑布 不停地冲刷进泉水中 一只金色的蝉蝠 正蹲坐在泉水旁 一块巨大的黑色岩石上 他的皮肤在阳光下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仿佛是被镀上了 一层薄薄的金粉 这只蝉蝠的体型异常庞大 足足有四五米高 一双树铜炯炯有神 透露着一股神秘的气息 米雪凑过来看了一眼 美眸瞬间一缩 这是 多宝金蝉 多宝金蝉 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魔物 他的大名 对于每一个转制者来说 几乎都是如雷贯耳 多宝金蝉 会将宝贝全部吞入腹中 藏在他那巨大的肚子里 等级越高的多宝金蝉 肚子里藏着的宝贝 价值就越高 也不怪叶琳和米雪两个人激动 眼前的这头多宝金蝉 等级高达二十六级 若是能将其生情 一头多宝金蝉能爆出来的东西 甚至超过了一百头 其他魔物加起来的总和 悄悄靠过去 我控它 你抓它 明白 叶琳小声对着米雪说道 米雪粉红色的小脑袋 如同小鸡灼米一般 快速点着 贪婪 胆小 速度极快 这是多宝金蝉身上的标签 而且多宝金蝉只能生情活捉 不能猎杀 若是多宝金蝉察觉到了 必死的危机 会立马分泌腐蚀性极强的胃炎 将体内的宝物全部消化 让猎杀它的人什么都得不到 米雪匍匐在地 一点一点地朝着多宝金蝉挪了过去 多宝金蝉极其警觉 只要让他察觉到 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他就会立即逃跑 好在米雪也极其有耐心 他用了足足一个小时的时间 慢慢挪动到了多宝金蝉的眼皮子底下 米雪悄悄将手伸到背后 朝着夜灵比划了一个OK的手势 示意夜灵可以动手 夜灵见状 悄悄掐起了静咒 准备用木戒降临 先捆住这头多宝金蝉 然后再让米雪一个恶狗 扑石将其拿下 蛮黄狂战职业的力量属性 可是极为惊人的 一旦这多宝金蝉被木戒降临捆住 再被米雪保住 那他定然是叉翅南飞 就在夜灵与米雪两人准备动手的瞬间 一个阴狠的声音忽然从身后传来 夜灵 你果然在这 你可真是让我一等好找啊 夜灵脸色一变 大喝一声 动手 静咒 木戒降临 在丛林中发动这个静咒 威力无疑更加恐怖 无数坚韧的绿色藤腕 如同灵蛇一般朝着那头多宝金蝉缠绕了过去 米雪也不再潜伏 直接朝着那多宝金蝉就扑了过去 然而已经太迟 那个突如其来的声音 令得多宝金蝉察觉到了什么 呱的一声 他那庞大的身体瞬间消失在原地 只留下一道金色的残影 操 夜灵脸色一沉 扑了个空的米雪 也是银牙紧咬 盗嘴的鸭子居然就这么飞了 认谁的心情也不可能好 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传来 随后五少奇一行人 便从枝繁叶茂的灌木丛后钻了出来 还有不少人跟在五少奇一行人的后面 显然是想看热闹 无论何时何地 看热闹这件事 是刻在大下人骨子里的基因 你躲得可真深啊 可真让我一顿好找 外面的账 我一定要好好和你算一算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生不如死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五少奇阴狠地盯着夜灵 嘖嘖嘖 这小子惨了 被五少奇带人堵个正着 跑都没地方跑 五少奇在状元秘境内又提升了一级 此刻已经是二十三级了 单打独斗都没几个人是他的对手 更别说他还有这一群队友了 只能说他运气确实差 状元秘境这么大 竟然还能刚好和五少奇碰上 跟过来看热闹的人群议论纷纷 看向夜灵的目光中带着些许同情 他们知道 面对着暴怒的五少奇 夜灵肯定要遭老罪 而此时夜灵的脸色也极其冰冷 宛若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生不如死吗 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们所有人体验到的 多宝金蝉这么一跑 他再想抓到对方可就难上加难了 哈哈哈哈 你是得了失心疯吗 你的意思 你一个人想对付我们十几个人 之前邀请迷雪组队 被拒绝的高兽男 鸡笑出声 他早就看夜灵不顺眼了 此刻更是第一个站了出来 面对着他的挑衅 夜灵平静地从迷雪那里取来技能卷轴 随后一抬手 一阵能量涌动 火球术 高兽男健壮 笑得更不屑了 火球术可是最低级最普通的技能 是个转职者就能学会 这家伙居然想用一个火球术来对付自己 简直是异想天开 可很快 他的笑容就僵在了脸上 只见夜灵手指倾台 那看似平平无奇的火球忽然暴涨数倍 化作一轮直径数米的赤金色太阳 携带着恐怖的高温 以雷霆万军之势狠狠砸向高兽男 这一幕 宛如神火天降 令人震撼 隐隐地似乎还能听到一声悠悠的叹息声 不 这不可能 救我 高兽男惊恐地尖叫起来 他疯狂地想要躲避 但那火球的速度实在太快 他根本无处可逃 那轮太阳狠狠砸在他的身上 爆炸开来 高温和冲击波瞬间将他吞噬 他连惨叫声都没能发出 便化作一句交尸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看得所有的人皆是目瞪口呆 张大了嘴 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 这 这他娘的是火球术 他们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啊 那高兽男 好歹也是一个城市的状元 等级也有十八级 这样的人 被一个火球术给秒杀了 这就好比你才刚进去的头 对方就大喊到了到了 交尸如动了一下 露出一双血红的双眼 他的表情已经完全扭曲 显然是极为痛苦 虽然状元秘境的法则 能够庇护他不死 可是被烧伤的痛苦 却是实打实的 他应该也是第一个 烧伤面积百分之一百 却还能存活于世的人了 叶玲 大家都是大夏未来的动量 你居然下这种狠手 你还是不是人 五少奇旁边的宁依依 立马指责起叶玲来 放心 我这人心善 见不得偏心之举 主打一个人人平等 所以他体验过的东西 此刻忽然有了一种 背后生寒的感觉 就像是被一头 洪荒猛兽给盯上了一样 与火球术一样 冰旋咒也是非常普通的一个技能 具体的就是 凝聚出一根锋利的螺旋冰锥 旋转着朝敌人刺去 可在夜灵的手中施展出来 冰旋咒瞬间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见无数根百丈粗细的 尖锐冰棱在半空中形成 宛如一根根晶莹剔透的金柱 散发出刺骨的含义 他们在空中急速旋转 犹如一个巨大的冰色陀螺 携带着毁灭性的力量 向那些还在震惊中的 五少奇一行人呼啸而去 这怎么可能 冰旋咒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威力 这不合理 而且他为什么又会火系法术 又会冰系法术 五少奇此刻也是被惊掉了下巴 他当即动用了自己的职业天使圣旗 一面散发着金光的圣盾高高举起 想要抵挡冰棱的攻击 可是仅仅挡住了第一道冰棱 那金色盾牌上 便出现了无数蜘蛛网状的裂痕 第二道冰棱袭来的时候 那金色盾牌当场碎裂 金色石拳剑 五少奇脸色狂变 当即动用了压箱底的大招 只见五少奇的手中 凝结出一柄金色的长剑 呈十字形朝着漫天冰棱斩了过去 一起动手 我就不信 他能同时对付我们这么多人 五少奇一声力喝 宁仪他们十几人 才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共同出手 抵御着夜灵施展的冰玄咒 围过来看热闹的人 已经彻底傻眼了 一个人对战十几个状元 这种事情 说出去都不会有人相信 可是现在这一幕 就这么真实地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这家伙 难道是元素法师吗 为什么火系兵系的技能 他都能使用 不 元素法师的技能威力没有这么大 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职业 如果是那个职业的话 就完全有可能了 什么 禁咒师 这三个字一出 无数人皆是倒吸冷气 禁咒师是出了名的短命 多放几个技能就得缺胳膊少腿 可是如果是在状元秘境内 那一名禁咒师的发挥空间可就大了去了 毕竟状元秘境内 所有人都是不死的 这也意味着 禁咒师有很多禁咒 都不用再束手束脚了 果不其然 叶灵的第三次出手 直接印证了他们的猜想 落石树 只见叶灵手掌抬起 再次释放了一个 平平无奇的普通技能 落石树 就是召唤一颗大石头 从天而降朝着敌人砸去 而叶灵施展完落石树 从天际落下来的 不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而是一颗璀璨的天外星辰 那颗星辰在虚空中 划出一道耀眼的光轨 宛如一颗流星 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 直直地朝五少奇等人砸来 星辰所过之处 空间都仿佛被其撕裂 发出嘶嘶的声响 五少奇等人脸色苍白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技能 那星辰所带来的压迫感 让他们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这是个屁的落石树 这分明是禁咒天心坠雨 我的天 他真的是禁咒师 有围观的状元 认出了夜灵施展的禁咒 脸色瞬间惨白 五少奇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宁依等人也是面色惊恐 他们虽然实力不弱 但在面对着一个 身处状元秘境的禁咒师 却显得如此无力冰冷还没解决完 一颗更恐怖的星辰 就已经砸了过来 若是早知道夜灵是个禁咒师 他们根本就不会选择去招惹夜灵 他们试图抵挡 但是那颗星辰宛若有万军众 直接将他们压在了下方 夜灵 我可是五家的嫡妻 你确定要与我作对吗 五少奇立合出声 眼见打不过夜灵 五少奇只能搬出了自己的家世背景 放心 在这里你又不会死 只是痛一点罢了 五家 要是这都要为你出头 那我认了 夜灵一挥手 那颗星辰又往下压了几分 五少奇仗得脸色通红 夜灵 即便你不忌惮五家 那至尊书院呢 大家都是至尊书院的学生 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 你当真要把事情做绝吗 巧了 至尊书院不肯收我 你安心去吧 就在夜灵这句话落下的瞬间 那颗璀璨的星辰彻底砸下 哄 一声巨响 犹如天崩地裂 星辰砸在了五少奇等人的头顶 一时间 光芒四射 整个空间都仿佛被这颗星辰的光芒所充斥 耀眼到了极点 不 五少奇发出一声惨叫 当光芒散去 众人只见五少奇等人 已经被那颗星辰砸得深陷地面 周围的大地都出现了珠网般的裂缝 仿佛这颗星辰 真的从天际坠落 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 五少奇一行十几个人 全部被星辰砸成了一滩肉迷 可在状元秘境的规则作用下 他们依旧没有死 而是疯狂地蠕动着 十几滩肉迷 混杂着破碎的脏气和骨头 在那里不停地蠕动 光是看着都令人毛骨悚然 这就相当于 一滩烂肉 有了人类的思维和认知 看到自己撕裂的肌肉 爆开的眼球 折断的骨头 这一切 足以将意志不坚定的人的精神 都折磨得崩溃 此刻 全场一片寂静 那些跟过来看热闹的人 甚至已经开始后悔 自己为什么要过来了 他们凭住了呼吸 屁都不敢放一个 生怕夜灵会盯上他们 给他们也来一个落实术 那个 来几位好心人 送五少奇同学他们去治疗呗 夜灵十分和善地说道 事实上 他也分不清哪一坨肉 是五少奇了 围观的人群面面相去 谁都不敢动弹一下 直到夜灵友善地又抬起手 雷霆在掌心跳跃的时候 他们才吓得连忙冲了过来 没有合适的工具 他们就拿铲子铲 没有合适的容器 他们就把衣服脱下来包住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 带着十几摊烂肉和一具胶尸 冲向了状元秘境的出口处 呼 解决了这几只苍蝇 总算是清静了 夜灵松了一口气 五少奇他们虽然 还能被救活恢复原状 但这个时间肯定不会太短 走吧 我们去看看 还能不能追上那头多宝金蝉 夜灵朝着米雪招呼道 此时的米雪已经吓得小脸煞白 她二话不说 就把所有东西都抗在了自己身上 她现在回忆起来 才发现自己原来之前 已经在鬼门关前走了一走 她不敢想象 如果当时自己把夜灵 当成色狼的时候 夜灵给自己来这么一下 自己的下场 估计不会比五少奇他们好到哪去 美少女便史莱姆 这像话吗 状元秘境的出口处 曾灿奇带着三个牧师 和十几名专业的医护人员 在这里严阵以待 虽然今天才是状元秘境开启的第六天 距离结束还有二十多天 但是往年这个时候 就已经有人身受重伤了 他们不得不谨慎 今年这群状元狼挺厉害的啊 这都第六天了 还没有一个找过来的 曾灿奇含笑说道 牧师一 是啊 往年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忙碌了 看得出来 今年这一批状元的实力不同凡响 牧师二 希望他们都顺顺利利的吧 这样的话 我们也能轻松点 牧师三 确实 就在几人闲聊的时候 一大帮人风风火火地冲了过来 曾灿奇的心底瞬间一紧 这种情况的话 肯定是有人受伤了 怎么回事 谁受伤了 曾灿奇问道 这个 我们也说不上来 是谁受伤了 众人将那个被劈成交失的高寿男 放到了曾灿奇的面前 我靠 曾灿奇也吓了一跳 受伤这么严重 这是碰上了等级极高的火属性魔物吗 牧师 牧师快来 眼见着三位牧师齐心协力开始治疗 高寿男身上的烧伤也开始渐渐恢复 新长出的肌肤白嫩如婴儿 呼 还好 就一个 比起往年还是好多了 曾灿奇松了一口气 可是下一秒 十几团会蠕动的肉团 就被人抬到了曾灿奇的面前 这是什么 低级魔物史莱姆 曾灿奇皱眉道 不是 曾老师 这是五少奇他们 一个状元一脸后怕地说道 什么 曾灿奇瞪大了眼睛 差点把眼珠子都从眼眶里瞪了出来 你是说 这十几个肉团 都是人 在曾灿奇惊恶的目光中 眼前的几人缓缓点了点头 曾灿奇眼前一黑 差点直接就晕了过去 他刚才还说 今年的状元挺厉害的 结果一转眼 所谓的状元狼就成了一团肉球 那三个牧师也傻眼了 牧师一 什么情况 怎么撵成这副惨状了 牧师二 他们是被某头巨大的魔物给踩扁的吗 这也太可怜了 牧师三 确实 要将十几个肉团 复原成十几个大活人 这等工作量简直大的吓人 曾灿奇连忙又从深城 借掉了好几个高等级的牧师奶妈过来 他们看过那十几团肉团后 纷纷眼前一亮 这要是干好了 无疑是他们职业履历的一大亮点啊 很快 状元秘境的出口便忙活得热火朝天 而另一边 叶灵和弥雪两人也同样忙得热火朝天 两人沿着那头多宝金蝉逃走的方向 一路追了过去 却一无所谓 别说多宝金蝉了 连根金蝉毛都没有看到 还是太便宜 那群狗东西了 叶灵眉头紧簇 如果不是五少奇他们捣乱 那头多宝金蝉根本就不可能从他手里逃走 刚刚多宝金蝉已经被惊吓了一次 现在指不定在秘境内的哪个地方躲了起来 想要再找到他 可谓是难上加难 算了 不找了 先升级 无奈之下 叶灵也只能放弃了继续追寻多宝金蝉的想法 这状元秘境这么大 靠他们两个人想找到那头多宝金蝉 无异于大海捞针 叶灵带着迷雪 开始朝着状元秘境的深处 横推而去 觉醒了第二职业天赋后 叶灵就更喜欢用火球术这种小技能了 毕竟静咒需要吟唱 有一定的技能前摇 无论是人类还是魔物 都会有所防备 但直接使用火球术可是可以顺发的 顺发出去的火球术 又会在极尽升华的作用下达到静咒的威力 用来扮猪吃虎偷袭 确实极其好用 在迅速解决掉拦路的魔物后 叶灵二人继续往状元秘境深处探索 很快 他们又碰上了数匹可怕的魔物 越是靠近秘境中心 魔物数量就越多 实力也越发强大 慢慢的 三十级的魔物也开始出现 面对着三十级的魔物 叶灵的脸色也极其凝重 因为三十级的魔物 已经不是一个静咒 就能轻易秒杀的存在了 必须要两个静咒才行 好了 今天就先到这吧 眼看着明月高悬 叶灵停下了脚步 虽然法力值还没耗尽 但是她的精神已经开始疲惫了 虽然拥有不死之身 但叶灵也是需要正常的休息的 她点燃了篝火 随后便让明月替她守夜 这小妞跟在自己后面 白嫖了那么多经验值 替自己守个夜也是应该的 为了快速入睡 叶灵拿起心晕天恒 用刀背在脑袋上用力一敲 刹那间便拥有了 如同婴儿般纯净的睡眠质量 听着叶灵传来的均匀呼吸声 明月也忍不住嘀咕道 真是个怪人 从小到大 靠近她的男性 除了她爸 几乎都怀着不好的目的 十个人有九个是罗利空 可是叶灵和那些男的不一样 叶灵没把她当成女人看 甚至没有把她当成人看 米雪感觉自己在叶灵的眼里 就是一个还算好用的人形工具而已 想着想着 米雪的思绪放飞天外 她睁着眼睛 呆呆地望着叶灵的睡眠 然而 就在黑夜中 也有三双赤红色的眼睛 正在远远地盯着他们 米雪忽然打了个寒颤 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一样 猛然回过了头 却什么都没有看到奇怪 是我的错觉吗 米雪皱了皱眉 她当当明明觉得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窥视自己 下一秒 米雪忽然察觉到了一股 极其危险的感觉 叶灵小心 她来不及做出别的反应 下意识地抱起熟睡的叶灵 随后往旁边一扑 死了 米雪感觉有什么液体 落在了自己的背上 紧接着背上传来了一股 极其强烈的灼烧感 就像是被人泼了硫酸一样 米雪疼得倒吸了了一口冷气 叶灵此刻也被惊醒了 她看向米雪的后背 这才发现 米雪背部的衣物 已经被一股浓绿色的 恶臭液体腐蚀殆尽 就连原本白皙胶嫩的肌肤 也被深深腐蚀 叶灵皱起了眉头 看向黑暗中的那头怪物 她的眸光猛然一凝 脸色也凝重了许多 这是 高级魔物 地狱三头犬 卡尔百洛斯 夜色如墨 万类俱寂 突然 一阵低沉的咆哮声 打破了这宁静 像是来自地狱的恶鬼在怒吼 只见一头巨大的拳影 从黑暗中跃出 她身形魁梧 全身覆盖着黑色的火焰 赤红的眼睛 在夜色中闪烁着凶恶的光芒 口中不停地滴落着恶臭 且具有腐蚀性的咸水 獠牙外露 仿佛能撕裂一切 更令人胆寒的是 这头怪物 赫然有着三颗脑袋 六只赤红色的眼睛 正在打亮着夜灵和米雪两人 这正是传说中的 地狱三头犬克尔百洛斯 真正的高级魔物 低级魔物和高级魔物 可有着天壤之别 低级魔物 非但实力和智力都十分低下 等级最高 更是只能达到50级 50级便是低级魔物的极限 例如史莱姆 便是常见的低级魔物 但高级魔物不同 高级魔物不但实力更强 等级上限更高 更是拥有着极高的智慧 甚至会使用计谋和陷阱 一头高级魔物 可以轻而易举地 撕碎十几头同等级的低级魔物 而眼前这头地狱三头犬的等级 赫然高达36级 也难怪米雪一上来 就会被重创 实际上 如果不是为了救熟睡的夜灵 刚刚那一击她 应该是可以躲开的 你离远一点 这家伙很难缠 夜灵对着米雪说道 这头地狱三头犬 很可能是状元秘境中 最强大的一头魔物 地狱三头犬低吼着 围绕着篝火转了几圈 很显然 这家伙已经将夜灵和米雪 当成了自己的猎物 火球术 夜灵率先出击 直接使用了技能圈轴 火球术在极尽升华的作用下 直接升级成了阎神的叹息 巨大的赤金色火焰太阳 朝着地狱三头犬砸了过去 可这时 夜灵却从地狱三头犬 那六只巨大的眼睛中 读到了一种情绪 那种情绪名为轻面 只见地狱三头犬的第二颗透露张大了嘴 一口便朝着夜灵 释放的那颗赤金太阳咬了下去 面对高级魔物 没想到这怪物竟然这么恐怖 面对着自己释放的静咒 竟然能直接一口吞下 吞下了夜灵的静咒后 地狱三头犬的眼睛里 露出了一抹人性化的嘲讽 随后她的第三颗头颅张大了嘴 一股浓绿色的恶臭液体 便朝着夜灵喷吐而来 夜灵眉头一皱 直接陷进了两颗妖子 换来了十倍的敏捷 往旁边猛然一躲 这浓绿色液体 拥有极其恐怖的腐蚀性 刚刚迷雪已经亲身验证过了吗 她可不想沾染上这东西 那颗硕大的狗头 一路跟着夜灵喷吐浓绿色液体 沿途所到之处 所有花草树木全部被腐蚀 就连地面都无法幸免 在那股液体的腐蚀下 散发出阵阵白烟 夜灵刚避开了那腐蚀性 极强的绿色液体 就忽然感觉到 背后一阵进风袭来 她快速转身 只见一道锋利的黑色着影 朝着她狠狠劈来 她不敢应接 迅速一个横跳 堪堪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 此时 夜灵已经明白了 面对这样的高级魔物 她不能再有任何的保留和犹豫 静咒 燃烧轮回 璀璨的血色焰火 自夜灵身上升腾而起 那是夜灵的生命之火 在熊熊燃烧 没有燃烧轮回的双倍三维属性加成 夜灵不可能是这头地狱三头犬的对手 畜生 你不是喜欢吞吗 我让你吞个够 夜灵抬起了手 体内的金属元素 不停地涌出体外 点点金芒在她的手中汇聚 最终凝聚成了一把璀璨而耀眼的金色长枪 静咒 永恒庚金 夜灵手中的金色长枪 犹如一道流星滑坡夜空 带着势不可挡的威势 狠狠刺向地狱三头犬 那长枪之上 流转着永恒庚金的特有光泽 仿佛能洞穿一切阻碍 地狱三头犬眼中闪过一丝金句 但随即被争鸣所取代 她嘀吼一声 第二颗头颅张开了血盆大口 喷吐出滚滚黑焰 试图抵挡夜灵的攻击 然而永恒庚金这个静咒 最擅长的便是一点破面 破坏力可能不如蔑视狂雷 但攻击力绝对是顶尖的 长枪如龙出海 势不可挡 直接穿透了黑焰 刺入了地狱三头犬 那第二颗头颅的血盆大口中 深深灌入喉咙 一声淒厉的惨叫响起 地狱三头犬的身体剧烈颤抖起来 仿佛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 那第二颗头颅挣扎了一会 随后便软软地垂了下去 没了声息 有一颗头颅被夜灵击杀 地狱三头犬显然被彻底激怒了 一直没有动过手 哦不 一直没有动过口的 那第一颗头颅震怒无比 它张开血盆大口 喷吐出一股极其诡异的黑色气息 那气息带着一股浓郁的死迹 和枯萎的气息 仿佛是世间一切的重点 这股气息一出 沿途的一切全部被侵蚀 花朵凋零 绿叶枯萎 一直受到惊吓的小白兔 慌不择路 刚好被那黑色气息笼罩 刹那间 那只小白兔就倒地不起 快速成了兔肝 不难想象 若是有人被这股气息击中的话 肯定也会快速变成人肝 夜灵见状大怒 兔肚那么可爱 你怎么可以杀兔兔 火球术 虽然还是一样的技能 但现在的夜灵 可是拥有燃烧轮回的双倍加成的 这一次出现的赤金色太阳 比起刚刚不知道恐怖了多少倍 那黑色气息刚一靠近 就被恐怖的高温直接蒸发 随后赤金色太阳去势不减 直接朝着地狱三头犬砸去 地狱三头犬嘶吼一声 巨大的利爪 便朝着眼前的赤金太阳拍下 碰 赤金太阳直接被拍得崩灭开来 但地狱三头犬的爪子 也被烧得飘出了一股浓郁的焦香味 而这时 夜灵已经出现在了地狱三头犬的侧面 静咒永恒庚金再次施展开来 金色长枪出现在手中 面对着这种体型庞大的敌人 没有比永恒庚金更好用的静咒了 随后丢都不可能落空 这一次 夜灵瞄准的是会吐出 腐蚀性液体的第三颗头颅 就在金色长枪即将命中 第三颗头颅的时候 令夜灵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原本早应该死去的那第二颗头颅 活了过来 并且一口咬住了 及时而来的金色长枪 Vocal 炸尸 当 伴随着一声金铁交鸣之声 在夜灵震惊的目光中 那突然复活的第二颗头颅 精准地咬中了永恒庚金 凝聚成的金色长枪 夜灵明明记得 这颗头颅 刚刚已经被永恒庚金贯穿了脑袋 死得不能再死了 可就是这么一回的功夫 这第二颗头颅上面的伤势 就已经全部恢复 并且就跟没事狗一样 难不成这玩意儿 也有不死之身 夜灵精仪不定地望着眼前 这头地狱三头犬 此时 地狱三头犬身上的伤势 已经完全恢复 三颗头颅一起发出恐怖的咆哮声 第二颗头颅死死地盯着夜灵 眼底满是凶利与仇恨 随后体型庞大的地狱三头犬 猛地一跃而起 朝着夜灵扑来 夜灵一边躲闪 一边对着躲在一旁的米雪 大声喊道 我记得你背的包里 有很多巧克力 快把巧克力丢给我 啊 你饿了吗 米雪愣住了 不是正在对付高级魔物地狱三头犬吗 夜灵这个时候 想吃巧克力 别管了 丢过来 夜灵催促道 哦 米雪手忙脚乱地打开背包 将里头的几十块巧克力 一股脑地丢给了夜灵 巧克力这玩意儿体积小 热量贼高 最适合野外露营越野的时候食用 能够快速补充体力 因此 米雪准备了不少 夜灵接过巧克力后 抬手就是一个火球术 往地狱三头犬身上招呼 地狱三头犬被激怒 瞬间更加疯狂地 朝着夜灵撕咬而来 那三张血盆大口极其显眼 甚至透过月光 都能看清地狱三头犬的嗓子眼 这可给夜灵省下了很多麻烦 她捏住手中的巧克力 随后就像投掷飞镖一样 不停地将巧克力 投进地狱三头犬的肚子里 为了雨露均沾 每一颗投入夜灵都没有放过 鬼知道这三颗脑袋 是共用一套消化系统 还是有三套消化系统 地狱三头犬也十分配合 来者不拒 全部吞入了腹中 仿佛这世界的一切 她都能吞噬殆尽 很快所有巧克力 就都被夜灵 丢进了地狱三头犬 科尔百洛斯的肚子里 米雪都被夜灵的操作看傻了 她压根没有看懂夜灵 究竟在干嘛 她这是在投喂地狱三头犬吗 可很快 地狱三头犬身上 就发生了惊变 只见那头体型庞大的地狱三头犬 忽然瘫倒在地 浑身的肌肉 都开始发生了强烈的痉弯 三颗脑袋同时开始口吐白沫 下半身更是大小便失禁 恶丑难闻 啊 啊 米雪张大了红润的小嘴 白皙的小脸上 写满了疑惑 她想不明白 明明一直是地狱三头犬 科尔百洛斯在追杀夜灵 怎么追杀着追杀着 地狱三头犬自己先倒下了 夜灵看了呆滞的米雪一眼 开口解释道 你不知道吗 狗吃巧克力是会中毒的 巧克力中的可可碱等物质 能够让狗狗发生肌肉痉弯 狗吃了后会出现呕吐 腹泻流口水等中毒现象 严重的还会引起死亡 这个我知道 可这个是高级魔物地狱三头犬 科尔百洛斯啊 米雪喃喃自语开口说道 夜灵不解释还好 这一解释 米雪反而更傻眼了 地狱三头犬也是狗 所以巧克力一样 能让地狱三头犬中毒 谁能想到 令人闻风丧胆的高级魔物 地狱三头犬 克星竟然会是巧克力呢 夜灵走到了 还在抽搐的地狱三头犬面前 随后开启燃烧轮回 直接一个面试狂雷就砸了下来 站了起来 六只眼睛同时盯着夜灵 发出了一声低哑的咆哮 随后 地狱三头犬身上的黑焰 就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 朝着夜灵和米雪 同时汹涌而来 那火焰充斥着高温 仿佛能焚烧一切 带着地狱三头犬 临死前的怨念和疯狂 一旦触及 后果不堪设想 夜灵将米雪拉到自己身后 随后一抬手 一堵后视的墙壁 便挡在了两人的身前 静咒 叹息之墙 叹息之墙对夜灵发动进攻 地狱三头犬临死前的反扑 虽然极其恐怖 但在面对叹息之墙的时候 也只能摇头叹息 那黑焰撞在叹息之墙上 直接被淹灭 连一丝裂痕都没有在叹息之墙上留下 而这时 夜灵召来的雷霆也已经落下 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那地狱三头犬 直接被雷劈成了一具焦黑的尸体 击杀36级高级魔物地狱三头犬 奖励720点经验值 高级魔物就是高级魔物 提供的经验值都是低级魔物的两倍 夜灵也在这笔经验值的加持下 升到了21级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 夜灵就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地狱三头犬临死前释放的黑焰 在叹息之墙的阻挡下 虽微对夜灵和米雪造成直接伤害 但却在四周迅速蔓延开来 形成了一场毁灭性的火灾 四周的景象瞬间变得混乱而危险 树木 草丛和周围的灌木丛 都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 快溜 夜灵迅速反应 拉起米雪的手 就朝着远离黑焰的方向冲出 可刚一动弹 米雪就疼得直吸冷气 夜灵这才想起来 米雪刚刚为了扛走熟睡的她 被地狱三头犬的唾液腐蚀了背部 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夜灵不顾米雪的拒绝 直接将米雪打横抱起 随后朝着秘境外围冲了出去 米雪此刻的脸颊已经泛红 身下是滚烫的地面 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味道和浓烟 可这一刻 她却有点希望 时间在这一刹那暂停下来 呱 就在米雪沉浸在这种氛围中时 一声清亮的哇鸣声传来 夜灵扭头看去 便看到 一只金色的巨大蝉蝠 慌不择路 屁股上还燃烧着黑色的焰火 这是 上次那只多宝金蝉 夜灵大喜过望 她没想到 斩杀了地狱三头犬后 竟然还有意外窒息 地狱三头犬 灵死反扑释放出来的黑焰 居然把那头多宝金蝉给烧出来了 静咒 燃烧轮回 静咒 木戒降临 夜灵没有丝毫犹豫 抬手便是两发静咒 在燃烧轮回的状态下 木戒降临出现的藤腕 会变得更加坚韧 难以挣脱 并且 这里是森林 在这里施展木戒降临 能得到最大的加持效果 很明显 夜灵这一次 一点都没有打算放过这头多宝金蝉 绿色的藤腕 犹如一条条灵蛇 朝着多宝金蝉缠绕而去 多宝金蝉的树桶中流露出惊恐之色 他显然没料到 自己今天居然如此倒霉 先是莫名其妙被火烧 然后还碰上了夜灵 多宝金蝉四肢乱灯 试图挣脱那束缚住他的藤腕 然而那些藤腕仿佛具有生命一般 紧紧地缠绕着他 无论他如何挣扎都无法挣脱 反而越挣扎 捆得越紧 多宝金蝉张开大嘴 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身躯膨胀了起来 躯体上更是分泌出透明的黏液 呱 凭着黏液的润滑 多宝金蝉瞬间挣脱了 目界降临藤腕的束缚 想要逃跑 本来不想伤害你 但你执迷不悟 那就别怪我了 夜灵眸光一明 目界降临所释放出的藤腕 再次朝着多宝金蝉缠绕 而去而这一次的藤腕 表面不但闪烁着淡淡的金光 而且藤腕上 还长出无数根尖锐的短刺 藤腕朝着多宝金蝉暴掠而去 如同追逐猎物的蟒蛇 很快便将多宝金蝉紧紧缠绕 藤腕逐渐收紧 让多宝金蝉的动作 变得越来越缓慢 多宝金蝉发出焦急的鸣叫声 他的身体被藤腕越缠越紧 仿佛要被挤压成一团 然而 这一次无论他如何挣扎 如何分泌粘液 都无法挣脱着束缚他的藤腕 相反的 由于他挣扎太过剧烈 藤腕上的短刺 已经深深扎进了他的皮肤 疼得多宝金蝉不停地发出鸣叫声 叶玲一个闪身 便来到了多宝金蝉面前 对于这头失而复得的猎物 叶玲显然极其开心 他将星云天 横架在了多宝金蝉的头上 我知道你能听得懂我说话 把东西都吐出来 我不杀你 叶玲开口说道 多宝金蝉 同样是高级魔物 智慧一点都不低 那多宝金蝉犹豫了一阵 随后从嘴里吐出了一块 约有拳头大小古怪石头 这石头表面 流转着淡淡的金色光泽 仿佛蕴含着无穷的魔力 它一出现 周围的空气都仿佛未知凝固 散发出一种 令人心悸的压迫感 叶玲捡起那块石头 只感觉手心传来一股冰凉 而沉重的感觉 这块小小的石头 压得叶玲的手掌 都有些发麻 石头上 还有像是龙灵一样的奇特纹路 这是 龙纹矿金 叶玲眼底闪过一抹喜色 还好高中上帝里课的时候 它没有走神 龙纹矿金可是极其珍贵的锻造材料 若是交到一名锻造宗师的手里 绝对可以打造出一件史诗级的装备 这多宝金蝉 果然是百文不如一件 居然连龙纹矿金都能吐出来 就这个 没了 叶玲似笑非笑地 看向了多宝金蝉 多宝金蝉连连点头 我不信 叶玲坚信 这多宝金蝉的肚子里 肯定有比龙纹矿金更珍贵的东西 否则这头多宝金蝉 不会这么轻易 就将龙纹矿金吐出来 高级魔物虽然智慧不比人类低 但和真正的人类比起来 还是少了一分阴险狡诈 稍微一猜 就能猜中他们的心思 叶玲没有放开多宝金蝉 而是拎着多宝金蝉和米雪 先逃到了一个远离黑夜的地方 随后 叶玲将多宝金蝉丢在一旁 将自己的阴阳双生镯取了下来 戴在了米雪的手上 为其恢复背上的伤势 在阴阳双生镯的作用下 米雪那被地狱三头拳俯视的后背 开始缓缓恢复 只不过那疤痕看起来依旧有些猙獰 这个就只能等出了状元秘境 再找美容师之类的职业帮她修复了 治愈了米雪后 叶玲就将多宝金蝉道挂在了一颗参天巨木上 并交给了米雪一个任务 每隔三分钟 就在多宝金蝉白花花的肚子上打一拳 打到她吐东西了 就让她休息五分钟 不吐就继续打听到叶玲的话 多宝金蝉呱呱呱地叫了起来 显然是在抗议 但叶玲又怎么可能会理会一只蝉处的抗议呢 她哼着歌 直接去准备吃的东西了 采蘑菇的小姑娘 背着一个大竹筐 清晨光着小脚丫 走遍森林和山岗 一路上 无论看到什么颜色的骏子 叶玲都毫无顾忌地全部捡走了 叶玲滴起来就跟破铜烂铁差不多 叶玲料定这头多宝金蝉肯定还在藏桌 于是她没有放开多宝金蝉 而是跑到了一旁开始生火做饭 准备来个宵夜 静晝 木戒降临 静晝 夜火焚天 静晝 永恒庚金 一连三个静晝释放而出 木柴有了 火源有了 铁锅也有了 还是以永恒庚金打造的锅 这一操作将米雪和多宝金蝉都看傻了 他们打死也没有想到 静晝还她娘能这么用 拿静晝来点火也就算了 居然还有人拿静晝来造锅 这合理吗 看着锅里的水开始沸腾 夜灵满意地点了点头 将那堆花花绿绿的菌子 全部切片丢了进去 有的菌子本来是白的 一切就变成了青色 咕咚咕咚的沸水 将菌子翻过来覆过去的 看得夜灵直流口水 哥 这个不能吃吧 他们看起来 就有毒啊 米雪忍不住说道 你懂什么 我一个采云之男的朋友告诉我 越是鲜艳的菌子 毒性就越强 但是 毒性越强的菌子 也就愈加美味 夜灵煞有其事地说道 趁着现在在状元秘境 我们有不死之身 不吃以后 可就没机会吃了 真的吗 米雪眨了眨大眼睛 显然是有些怀疑 但很快 锅里毒属于菌子的 那股清新的香气扩散开来 让米雪也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你就吃吧 一吃一个不知声 煮了五分钟 夜灵便迫不及待地 将菌子咬了上来 她和米雪一人一碗 连汤带军 直接吞入了腹中 鲜甜的菌子 沿着蛇根滑入胃中 只有体验过的人 才能阐述其中的美妙 米雪小脸 都被热汤给熏得红扑扑的 煞是可爱 怎么样 好吃吧 夜灵擦了擦嘴 又给自己和米雪 各咬了一碗 好吃 不过 为什么你头顶 有两个小人在打架 米雪疑惑地说道 没事 小问题 毒发了而已 话音刚落 夜灵扑通一声倒地 一头扎进了 还在沸腾的菌汤锅里 脑袋被煮的咕咚作响 哦 原来是毒发了 我还以为是君子没熟呢 米雪黑黑傻笑一声 美眸一翻白 也晕了过去 多宝金蝉 咕咚咕咚咕咚 夜灵醒来的时候 菌汤锅不停地沸腾着 烹煮着她的脑袋瓜子 整个脑袋的肉都已经熟透了 如同老马摆在桌子上的羊头一般 只差一声浇给 便可以开动 由于神经都已经被煮熟 因此 夜灵根本感觉不到疼痛 她伸手在米雪身上摸了摸 确定米雪还处于中毒状态 没有醒来后 心念一动 不死之身恐怖的修复能力开始崭露 直接那些已经熟透的肉纷纷脱落 直到脱落出一个新鲜的骷髅头 随后 骷髅头上长出了新的肌肉纤维血管和皮肤 就连已经脱落的眼珠子也重新长出 菌子确实好吃 就是下次得找个离锅远点的地方 夜灵苦笑道 她又不是受虐狂 自然没有喜欢把头放锅里煮的爱好 而这惊悚的一幕 全部清晰地落在了 被倒掉了一晚上的多宝金蝉眼里 多宝金蝉 那本就圆溜溜的树桶 此刻更是差点直接从眼眶里瞪了出来 人类 有这么恐怖的恢复能力吗 哪怕是魔物 脑袋被煮熟了 也肯定死透了吧 见米雪还没醒 夜灵走向了多宝金蝉 在她白花花的肚皮上弹了弹 我说 你这都被掉了一晚上了 你还是不肯把宝贝吐出来 你非得掉死在这才满意吗 多宝金蝉沉默不语 显然是不愿意交出来 见状 夜灵也懒得再去强迫 这只倔强的蛤蟆 将米雪叫醒后 夜灵便将多宝金蝉和行李都交给了她 随后便再次踏上刷怪之旅 距离状元秘境关闭 还有24天 她就不信 多宝金蝉 真能承受住24的严刑拷打 接下来的路程里 夜灵和米雪 两人分工配合 十分默契 夜灵负责丢尽咒杀魔物 米雪负责虐待多宝金蝉 让她吐东西 两人就这么在状元秘境中肆虐 经验值也在快速提升着 转眼间 大半个月的时间转瞬而视 距离状元秘境关闭 只剩下了最后五天 此时的状元秘境出口处 三个牧师顶着大大的黑眼圈 一脸疲惫地从手术室走了出来 牧师一松了口气 对着曾灿奇说道 性不辱命 手术很成功 五少奇他们的样子 都已经恢复得和以前差不多了 曾灿奇闻言脸色一喜 辛苦三位了 你们放心 这段时间你们的功劳 我曾某肯定会如实上报的 就在这时 五少奇他们一行人 也被医护人员 从手术室里推了出来 曾老师 我感觉脸型好像有点不太对 我的脸好像有点方 有个状元开口说道 方点好 国字脸稳重 曾灿奇摆了白手说道 可是 这会不会太方了点 那个状元坐了起来 只见他的脸 是一个标准的正方形 有棱有角 曾灿奇吓了一跳 连忙抓住一个牧师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牧师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老大 他们被压成了肉饼 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恢复成人形就不错了 脸型的问题 只能让他后续去找整容师了 这倒也是 曾灿奇点了点头 曾老师 那我这个怎么办 我长短手 另一个状元开口说道 每个人的手 都不可能一样长的 习惯就好了 曾灿奇安慰道 那也不能长短得这么离谱吧 那状元愤怒地抬起了手 只见他一只手是正常的 另一只手 只有十几厘米长 曾灿奇的瞳孔缓缓放大 随后 他揪起了一个牧师的衣领 你耍我呀 搞成这样 你也敢说手术成功 老大 半个月拼接十几个人 平均一天要拼一个人出来 眼花缭乱出点问题也很正常 我帮他把手弄回去就是了 你先冷静 牧师连忙说道 随后 其他人身上也或多或少 出现了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症状 有的是大肠多出了胃蕾 有的是掌心多出个肛门 有的是嘎吱窝多了根舌头 一时之间 手术室门口怨声倒在 五少奇见状直冒冷汗 他连忙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发现自己 没有和其他人一样 出现那些乱七八糟的症状后 他才松了一口大气 随后他眼底闪过一抹怨毒 一掀被子 就要下床找叶玲的麻烦 他没有忘记 是谁让自己遭受这种重铸身体之苦的 可刚一下床站在地上 他就发现了不太对劲的地方 因为五少奇发现 自己有两只左脚 叶玲 我跟你没完 五少奇咬牙切齿 眼底直冒火光 他叶玲在状元秘境内能 无限使用尽咒 那么出了状元秘境呢 没了状元秘境的不死法则 他不还是会变成 那个任人宰割的羔羊 到那时 他一定要让叶玲付出代价 让他知道 得罪了他五少奇 会是个什么下场 此时的状元秘境中 叶玲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五少奇给盯上了 他正在费力地寻找着魔物 可找了两个小时 他除了找到两个活人之外 一头魔物都没有找到 最后 叶玲也只能认清现实 那就是状元秘境里头的魔物 似乎已经被他杀光了 此时的叶玲 等级已经来到了25集 迷雪也达到了23集 值得一提的是 那头多宝金蝉 还是不愿意吐 他白花花的肚皮 已经被迷雪 捶得轻一块紫一块的 但这头多宝金蝉 依旧是嘴硬的厉害 叶玲再次将多宝金蝉 倒掉了起来 随后一脸平静地 摸了摸他的肚皮 小金蝉 今天我们就要走了 多宝金蝉文言 圆溜溜的眼睛瞬间一亮 自己的苦日子 总算是熬到头了 既然你不愿意 把你的肚子里的宝贝吐给我 那我也不勉强你 可能是有缘无分吧 叶玲悠悠地叹了口气 大家相识一场 折磨了你这么久 今天我就给你一个痛快的 让你彻底解脱 叶玲抬起了手 天空瞬间乌云汇聚 银白色的雷霆 在乌云中穿梭 随后一刀怒雷 如同蔑视巨龙一般 急速俯冲而来 和叶玲的手掌连接在一起 敬咒 蔑视狂雷 呱 多宝金蝉的树桶 映出那狂暴的雷蛇 眼底满是惊恐 好消息 他的苦日子到头了 坏消息 他的日子也到头了 他以为叶玲要放他走 却没想到 叶玲是要送他走 呱呱 呱呱呱呱呱呱 多宝金蝉连练摆手 像是在求饶一样 怎么了 你还有话要说吗 叶玲笑眯眯地问道 多宝金蝉沉默了一阵 随后似乎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这段时间 他已经看透了 眼前这个人类 就是两个神经病 惹不起 他还躲不起吗 刘德青山再不怕煤柴烧 智慧越高的生物 就越是怕死 只见多宝金蝉巨大的嘴巴 开始缓慢地蠕动 仿佛在咀嚼着什么 然后 伴随着一阵低沉的冥想 从他的口中 竟然吐出了一把闪烁着冷光的武器 那武器在空中 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 最后斜着插进了 叶玲面前的地面 这是一把法杖 法杖上流转着淡淡的金色光泽 仿佛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杖身上雕刻着精致的图案 仿佛有着火焰在燃烧 每一个细节 都透露着神秘与高贵 叶玲愣住了 他没想到 多宝金蝉藏了这么久的宝贝 居然是一把法杖 他连忙查看起 这法杖的属性 赤岩法杖 等级 史诗 属性 精神力增幅50% 可洗炼 技能 赤岩坟天 赤岩坟天 手持赤岩法杖 施展火系法术时 降低30%的法力消耗 提高50%的威力 叶玲瞬间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法杖 竟然还是一件史诗级装备 难怪这多宝金蝉 会藏得这么紧 不过这史诗级装备的加成 确实让人心惊 仅仅一件史诗级装备的加成 便抵得上三件高级装备的总和 你说你早点配合 不就不用试着多么苦了吗 叶玲拿起赤岩法杖 随后猛的一挥 施展了一个普通技能 火焰之刃 职业天赋极尽升华发动 火焰之刃 以强化为炎神怒焰斩 叶玲挥舞着赤岩法杖 一股狂暴的力量 在法杖尖端汇聚 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焰漩涡 伴随着法杖往前一指 火焰漩涡瞬间爆发 化为一道炽热的火焰巨刃 以雷霆万军之势 斩向前方 空气仿佛被这道火焰之刃劈开 发出尖锐的破风声 火焰之刃所过之处 地面瞬间被高温融化 形成一条长长的焦黑痕迹 炎神怒焰 斩本就是静咒 又被赤岩法杖 强化了50%的威力 配合上叶玲的等级 这一斩足以轻松秒杀 任何35级以下的魔物和转职者 多宝金蝉见状 眼中闪过一丝惊恐 他没想到 叶玲居然不守承诺 自己已经将宝贝都吐出来了 对方还是要杀自己 这一刀根本不是他能抵挡的 多宝金蝉本就不擅长战斗 他只能闭上眼睛等死 可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火焰之刃恰好停在了他的身前 多宝金蝉甚至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从火焰之刃上面传来的高温 看来你肚子里是真没东西了 叶玲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解开束缚 将多宝金蝉放了下来 他记得 多宝金蝉如果遇到致命危险 是会带着肚子里的宝贝一起自爆的 让猎杀他的人什么都得不到 这头多宝金蝉都快死了 还没自爆 显然是已经被他榨干 肚子里彻底没东西了 死里逃生的多宝金蝉呆愣在了原地 以他的脑瓜子 自然想不明白 为什么叶玲上一秒 还一副要弄死他的样子 下一秒就放过他了 但他知道 自己解脱了 多宝金蝉喜极而泣 嗖的一声就窜了出去 不过由于这段时间 在叶玲和米雪两个人 遭受了太多的折磨 她的速度显然大不如前 走吧 我们直接出去 不再这浪费时间了 叶玲带着米雪 来到了状元秘境的出口处 妈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有五天才关秘境吗 可是 秘境里头 好像一个魔物都没有了 对 我也想说这个事 我们那个小队在外围猎杀了十天 等级提升后 才进入那围深处 可是那里只有一片火烧的痕迹 毛都没一根 是吧 我也发现了 外围的魔物 居然比那围深处还要多 这合理吗 等等五少奇他们吧 他们恢复伤势后 也进去刷集了 他们或许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众人聚在一起议论纷纷 讨论状元秘境内的惊变 可当看到叶玲和米雪 他们两个人的时候 周围的人都吓得连连后退 就像是看到了恶鬼一样 他们已经打听到 把五少奇十几个人 全部碾成肉饼的 就是眼前这个看起来 清清秀秀的少年 他们可不想体验那种 全身都被碾碎 然后又重新被拼接成人形的感觉 叶玲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静止走向了出口处 叶玲同学 从这里走出去的话 就代表 你结束了这次状元秘境的试炼 还有五天呢 你确定要现在出去吗 曾灿奇好心提醒道 确定 叶玲点了点头 状元秘境内的魔物 几乎都被他杀完了 还留在里头干嘛 好 那这边登记一下等级 曾灿奇开口说道 叶玲直接将自己的等级亮了出来 叶玲 静咒诗 二十五集 曾灿奇瞬间倒吸了一口冷气 二 二十五集 他记得 叶玲进入状元秘境的时候 才十八集吧 这家画在状元秘境里头 足足升了七集 往年从状元秘境走出的人 最高的也只有二十四集 叶玲这已经打破了 状元秘境的最高纪录了 这里的动静 也很快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他们看向叶玲的眼神里 写满了震惊 看着叶玲的等级 他们好像知道 为什么那位深处 没有魔物了那位深处的魔物 不会全都让这个家伙杀光了吧 与此同时 伤势恢复后 想趁着状元秘境还没关闭 赶紧提升一下等级的武少奇 再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咆哮 他骂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一头魔物都没了 曾老师 我可以走了吗 叶玲问道 啊 哦 可以可以 叶玲的声音 将曾灿奇从震惊中换了回来 太恐怖了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居然能连升七集 这简直是害人听闻 他都难以想象 叶玲在秘境中 击杀魔物的效率会有多快 难怪静咒师这个职业 都活不过25岁 上帝给你打开一扇窗 就会关上门 再用门家你的脑袋 若是静咒师 能和其他职业拥有一样的寿命 那其他职业都不用混了 直接找个三六亿一头撞死算了 哎不对 等等 你不能走 看着叶玲从面前走过 曾灿奇骤然反应了过来 你这个等级 是目前为止最高的 你很有可能是今年这一届的全国状元 所以 你得留到秘境关闭的时候 全国状元有什么奖励吗 叶玲直接问道 当然有 曾灿奇点了点头 除了荣誉加深 全国状元大厦官方 还会直接给予封后的嘉奖 有多封后 叶玲的眼睛顿时一亮 大概 三四层楼那么厚吧 听了曾灿奇的解释 叶玲当机立断地留了下来 原本他还打算第一时间返回青城的 毕竟他已经彻底得罪了武少奇 武少奇是深沉的地头蛇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既然有奖励 那就另当别论了 叶玲安心地等待了起来 很快 五天的时间一闪而逝 状元秘境里的状元们 陆陆续续走了出来 只不过此时此刻 他们的脸色都极其难看 就跟吃了好几斤那什么一样 这五天的时间里 他们有的整个小队五个人 加起来才杀了四头魔物 平均一人都没有一头 有的甚至一头魔物都没遇到 纯粹在状元秘境里面 闲逛了五天 整个状元秘境的魔物 仿佛都因为某种不可抗力 诡异地消失了 就比如五少奇和宁一一他们 一行十几个人 在五天的时间里 只遇到了两头魔物 一头被他们杀了 而另一头是一头多宝金蝉 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一路围追堵截 才终于将这头多宝金蝉成功活捉 可是 更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那头多宝金蝉的肚子里 居然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这完全不符合多宝金蝉的习性 多宝金蝉是宝如命 看到宝贝肯定会吞进肚子里的 唯一的解释 就是有人在他们之前截足仙灯 将多宝金蝉肚子里的宝贝 全给取走了 五少奇一张脸拉得老长 整个人就跟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一样 令人不寒而栗 他进状元秘境的时候 是二十二级 出来的时候 也是二十二级 相当于他在状元秘境中 什么都没有捞到 就白挨了一顿毒打 疗伤疗了半个多月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显然就是夜灵 当五少奇一出来 看到一脸淡然的夜灵的时候 差点就直接冲了上去 如果不是夜灵 他冷冷地看了夜灵一眼 随后收回了目光 在状元秘境中动手的话 他肯定不是夜灵的对手 他不会傻到 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但这件事 显然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伴随着所有人都离开了状元秘境 所有人的等级 也都统计得一清二楚 而等级最高的人 显然就是夜灵无疑 毕竟秘境里的魔物 都被他给涂光了 恭喜你夜灵 你是这次状元秘境中 等级最高之人 曾灿奇夸赞道 看到这个结果 即便早有预料 曾灿奇的眼底 依旧难掩震惊 毕竟一直以来 全国状元这个名头 都是被那些顶尖的 大城市的学子给包揽的 大城市诞生的状元 还没进入状元秘境 等即便能达到二十几级 根本不是那些小县城 走出来的十几级的状元能比的 可夜灵无疑是打破了这个规则 因为清城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小城 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 肯定会惊掉无数人的下巴 什么 二十五级 五少奇再也无法淡定 所剩无几 也就是说 夜灵不但把他烘成了肉饼 让他光养伤就养了大半个月 还在他养伤期间 将所有魔物涂入一空 夜灵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这件事 我绝不会这么算了的 五少奇咬牙切齿 其他城市的状元 看向夜灵的表情 也变得不善起来 隐隐有着敌意 他们现在也知道 导致他们后面五天 几乎一头魔物都看不到的元凶 显然就是夜灵 草 一个活不了多久的静咒师 还要抢惯 真恶险 就是 恶心死了 以前的全国状元 那个不是二十六 甚至二十七级 都是因为他 拉低了全国状元的含金量 妈的 为什么静咒师 还能参加高考啊 这种职业 没一个活得过二十五岁 培养静咒师 有什么意义 白白影响我们这些 大侠未来的动量 众人议论纷纷 显然是对夜灵极其不满 夜灵倒是无所谓 但明雪很快就听不去了 主动插着腰 跟那些人吵了起来 可他一个人 又怎么可能 吵得过那么多人呢 就他们争论之时 状元秘境的天空 忽然阴沉了下来 仿佛所有的光明 都被吞噬 众人心头一紧 莫名的恐惧弥漫开来 就在这时 秘境的中心 传来一声震耳欲聋轰鸣 仿佛有什么东西 在地下苏醒紧接着 整个秘境开始剧烈震动 晃得让人头晕脑胀 大家不要慌乱 就地蹲下 增探其脸色狂变 因为他发现 状元秘境的出口 实质般压迫着 每个人的心灵 突然 一道星红的光芒 从秘境深处冲天起 划破了黑暗的束缚 映照在了每个人的脸上 那光芒中 隐约可见 一头头身形庞大的怪物 他们身形各异 有的长着犄角 有的伸着羽翼 有的则全身覆盖着灵甲 散发着强烈的邪恶气息 增探其瞳孔猛缩 再也无法维持镇定 就连声音都带上了些许颤抖 这是 魔族 魔物 魔族从何而来 唯一知道的 便是每一个魔族 都恐怖到了极致 他们不仅拥有 不弱于人类的智慧 甚至能口吐人言 每一次的魔族现世 都是一次无与伦比的危机 而如今 增探其亲眼看到 有魔族出现在了状元秘境之中 这让增探其 怎么能不惊许 魔族 竟敢入侵我人族的地界 你们好大的胆子 增探其立何出生 然而 那些魔族并没有理会增探其 他们纷纷攻身跪倒在地 仿佛在迎接着什么大人物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一个身材高挑 皮肤白得不像话的男人 缓步走出 唯一与正常人类不同的是 这个男人的瞳孔 赫然是诡异的深紫色 深酸而冷练 增探其已经被震惊的 说不出话了 魔族 而且 是长得和人类一模一样的魔族 他此刻更希望 这个家伙是人类的叛徒 但看着其他魔族 对他毕恭毕敬的模样 显然是没有这种可能 男人抬起深紫色的眸子 朝着周围打量了一圈 你们人族 不过是我魔族的食材 现在竟敢反过来 圈养我族的低等奴仆 供你们猎杀 你们当真是 不知死活 男人缓缓开口 声音冷冽 一股无形的恐惧 深深地渗透进了 在场每一个人的骨髓里 增探其心底 已经生起了深深的恐惧 他不怕死 但是他怕 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 这些人都是从全国各地 通过高考选拔上来的状元狼 都是年轻一代 最顶尖的转职者 若是全部死在这 即便对整个大厦来说 也绝对是伤筋动骨的 都躲到我身后 放心 这里的异常 肯定会很快被深层的人察觉到 说不定 他们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 增探其开口安慰着考生 随后缓步上前 直面着眼前的这些魔族 一股可怕的气势 从增探其身上升腾而起 他赫然是一名 等级高达七十级的转职者 然而 那名长得像人类一样 魔族男人脸上 却没有丝毫慌乱 他略带不屑地 瞥了增探其一眼 卢塔 他交给你了 我要跟这些人类好好玩玩 是 大人 一个如同铁塔一般的身影 嗡声嗡气地开口硬核道 他一步踏出 整个地面都在阵战 身高足有三米 头顶上顶着两个肌脚 全身上下 更是布满了金属光泽的红色铠甲 随后那男人便想越过增探其 直接朝着夜灵他们袭来 增探其往前跨了一步 一把大刀 直接朝着前方劈出 想要拦下这男人 可这时 卢塔却直接朝着增探其 一头撞了过来 你可不要打扰大人的雅兴啊 卢塔的体型虽然庞大 可速度却快到了极致 一头就将增探其撞飞了出去 不许你动他们 增探其拼命想冲过阻拦那个男人 可是卢塔就仿佛一道 无法逾越的天谦 无论增探其如何努力 都会被卢塔挡下 他手中的刀劈在卢塔身上 只能带起一连串的火花 却无法伤到卢塔分后 别担心 我只是和他们玩玩 男人缓步走到了所有状元的面前 低声笑道 你们便是人族今年 从各地选拔出来 最厉害的人类吗 来 跟我打一场 只要有一人能赢我 我便放你们所有人离开 魔族男人摊开了双手 一脸的期待 别担心 按照你们境界划分体系 我最多只有二十级 众人面面相去 有人凝神看去 发现这个魔族男人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息 确实和二十级的魔物相差不远 这下子 众人纷纷来了胆气 他们本以为 对方是什么强大到无可战胜的恐怖敌人 可只有二十级 他们怕个毛 要知道 他们可是各地的状元 本就是万里挑一的人物 一个身材高挑的男生 率先从人群中走出 他留着一头短发 皮肤因为 常年在外训练 而显得健康而有黑 身穿一件紧身的战斗服 肌肉线条分明 显得力量感十足 他走到了众人前面 目光直视着那个魔族男人 我来和你打 他淡淡开口 声音中透着一股坚定与自信 是曹城的状元 林子安 有他出马 肯定能行 他可是神奇事职业 而且等级也已经有二十一级了 不错 二十一级打二十级 优势肯定在我们 最后一人话还没说完 林子安的身影 就犹如一颗炮弹般 撞入了人群 就跟打宝灵球一样 撞倒了七八个人才看看停下 所有人都愣住了 林子安 居然一个照面 就被眼前的魔族男人 直接秒杀了 咳 咳咳咳咳 林子安剧烈地咳嗽起来 嘴里咳出的鲜血里头 甚至还带有内脏的碎块 若不是状元秘境的法则之力 掉着他的性命 恐怕他早就已经死了 而林子安的胸口处 有着一个清晰的脚印状元 可笑 弱得如同蝼蚁 魔族男人不屑地冷笑一声 下一个是谁 这一次 却无人敢开口硬和他 这家伙看起来只有二十级 但是展现出来的实力 却让人骇然 甚至很多人根本没看清 魔族男人是如何出手的 林子安就已经重伤垂死了 怎么 你们害怕的 没人赶上来吗 人族果然都是没中的懦夫 魔族男人冷笑一声 众人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此话一出 顿时激怒了不少人 不断地有人对着魔族男人出手 随后又被其一招 打成了冰死状态 所谓的状元 在这魔族男人的面前 竟是显得不堪一击 五少奇咽了口唾沫 颤抖着双腿 缓缓往后退 他是为数不多 能看出魔族男人出手诡计的 但也正应能看清 他才更加明白 眼前这魔族男人的恐怖 别看他只有二十级 恐怕三十级 甚至三十五级的转职者来了 也不会是眼前 这个魔族男人的对手 突然间 五少奇像是想起了什么 脚步骤然一顿 紧接着正气凛然 扭头看向了叶灵的方向 大声喝道 叶灵 你还在等什么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这里你等级最高战力最强 你还不赶紧出手 五少奇的大喝声 让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转移到了叶灵的身上 他们顿时大喜过望 对啊 他们这边 还有一个静咒师 在状元秘境内 有法则的庇护 是不会死的 一个不会死的静咒师 哪怕只有二十五级 都可以正面应当三十五级 甚至四十级的转职者了吧 叶灵 你怎么还不出手 你还在等什么 状元秘境内的魔物 几乎都被你一个杀完了 你现在还好意思 躲在后面不吱声 现在只有你能对付那个魔族 你当什么缩头乌龟 有了五少奇带头 五少奇队伍里的其他人 也纷纷开口 道德绑架起叶灵来 弥雪差点气得冒烟 她愤怒地指着这群人骂道 你们刚刚说叶灵恶陷 说她影响你们这些大下的栋梁 现在又要来让叶灵救你们 你们好意思吗 我看你们才是真的恶陷 那些人被弥雪说得有些心虚 随后又皱起眉头喝倒 你懂什么 要不是叶灵把我们打伤 又把魔物屠入一空 让我们没得升级 我们又怎么会打不过那个魔族 说到底 这不还是叶灵害的 你他妈 这种话 你都说得出口 无耻 弥雪被气得忍不住抱了粗口 直接炸毛了 她实在想不通 这些人怎么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算了吧 你跟这些人生什么气 他们拉不出屎 都要怪大的引力不够 叶灵开口安慰着弥雪 随后对着五少奇说道 我出手可以 但我不能免费打工吧 这样吧 你们小队里所有人 一人掏一件高级以上的装备给我 就当是报酬了 如何 一人一件高级装备 叶灵 你可真会世子大开口 五少奇怒骂出声 怎么 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 去对付魔族 你们几个居然连一件高级装备 都不愿意拿出来 一件高级装备 在你们眼里的价值 比在场所有人的命 都要重要是吗 叶灵不嫌不淡地开口讽刺着 不就是道德绑架吗 搞得好像谁不会一样 此话一出 其他状元看向五少奇几人的眼神 瞬间就变了 隐隐还犯出敌意 五少奇的脸一下子就绿了 众怒难犯 他咬了咬牙 恶狠狠地瞪了叶灵一眼 他从手上取下一个戒指 塞进了叶灵手里 小子 你小心有命拿 没命使 这个就不劳你操心了 叶灵含笑收下 见五少奇都交出了一件装备 跟着五少奇的那帮人 虽然心里一万个不情愿 但也只能黑着脸 乖乖从身上取下一件装备 交给叶灵 看着眼前的十几件高级装备 叶灵嘴角都快裂到耳根了 十几件高级装备转手一卖 叶灵 东西你也拿了 你还不出手 叶灵没有理会他 而是将十几件装备 都递给了迷雪 帮我保管一下 你小心 迷雪的美眸里满是担忧 叶灵点了点头 走向了那名魔族男子 那名魔族男子 此刻也是饶有兴趣地 打量着叶灵 你们人类当真是有趣 即便是这种时候 也不忘内讧 叶灵没有理会这个魔族男子 而是举起了赤眼法杖 精神力与法杖顶端凝聚 火球术 叶灵释放法术的一瞬间 所有人都绷不住了 他搞什么啊 放精咒啊 放个最低级的火球术干嘛 那魔族这么强大 他心里没点数吗 就连那魔族男子的嘴角 也忍不住一抽 拿火球术来对付本大人 你当真是异想天开啊 他抬起手 就想将那小小的火球捏爆 可就在这时 原本的小火球 瞬间剧烈地膨胀起来 几乎是刹那间 就形成了一轮赤金色的太阳 轰隆 赤金色太阳砸落 直接将那魔族男子淹没 周围的温度急速攀升 汹涌的热浪扑面来 众人都愣住了 叶灵的火球术 为什么和他们的火球术不太一样 可无论是吟唱的咒语 还是施法的波动 他们都能确定 叶灵是真的释放了一个火球术啊 这年头的火球术 威力这么大了吗 只有五少奇他们一行人 脸色阴沉 毕竟他们可是 真实见证过叶灵的恐怖的 火球术还算合理的 一个落石树 能落下来一颗小行星 那才叫离谱 片刻的愣神过后 众人便是一阵惊喜得救了 赢了 我们赢了 静咒诗虽然短命 但战力真的没得说啊 正当众人沉浸在得胜的喜悦中时候 那熊熊燃烧的火光 在刹那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像是被一个黑洞 瞬间吞噬了一般 而那个魔族男主 也出现在了原地 他脸色平静 右手手臂上出现了 被严重烧伤的痕迹 我能感觉到 你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我很欣赏你 你认我当爹 等我当皇帝了 你就是太子 如何 叶灵反问道 看来是没得谈了 那我也只能杀掉你了 魔族男子略显遗憾地摇了摇头 随后 他那几乎被烧成焦炭的手臂上 血肉竟在这一刻 开始疯狂再生 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 他的右手便恢复如初 叶灵的眸光也不由得微微一宁 魔族的恢复力当真可怕 这么快的恢复速度 比起他的不死之身 也只是略须一筹而已 只不过 不知道这魔族的恢复能力 是不是也能无限恢复呢 叶灵再次举起赤眼法杖 周围的空气仿佛都被点燃 形成了一道炽热的火焰漩涡 照明术 叶灵嘀吓一声 法杖顶端的光芒 瞬间变得耀眼夺目 照明术是火系的一个实用小技能 可以释放出一团明亮的火焰 用以照明 可是从叶灵手里释放出来的照明术 显然有些不大对劲 在众人震撼惊恐的目光中 一股比刚才更加狂暴的火焰能量 从法杖中喷涌而出 化为一头巨大的火龙 向着魔族男子呼啸而去 火龙在空中翻腾 所过之处 空气仿佛都被燃烧殆尽 形成了一道长长的火焰轨迹 所有人都愣住了 谁家好人拿这玩意儿照明 眼见着火龙呼啸而来 魔族男子这次也学聪明了 和叶灵对战 不能看他的施法动作 更不能看他的施法咒语 那些全是假的 得看技能的实际威力才行 他周身魔力涌动 在面前凝聚成了一堵 黑色的魔力巨盾 火龙撞上了魔力巨盾 顿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火焰与魔力的碰撞 激起一阵狂风 周围的空气 仿佛都被这股力量扭曲了 火龙在黑色巨盾上挣扎 试图冲破这道防线 但无论他如何翻腾路后 那黑色巨盾都窥然不动 仿佛一座永恒不变的山岳 而魔族男子则站在巨盾之后 脸上露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 就在这时 一点只有针尖大小的金色光芒 落在了黑色巨盾之上 等到魔族男子反应过来的时候 璀璨的金色长枪 已经贯穿了他的心脏 他垂下头 看着那贯穿自己胸膛的金色长枪 眼底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紫色的鲜血 沿着枪间啪哒啪哒地低落 我输给了一个人足 这怎么可能 魔族男子缓缓抬起头 脸上已经没有了 一开始风轻云淡 有的只是争獰与愤怒 你惹火我了 我要把你的头砍下来 当作战利品挂在我的书房里 他咆哮一声 魔力一震 璀璨的金色长枪瞬间被震碎 永恒更经长枪擅长破防 杀伤力反而没有其他静咒那么恐怖 因此虽然被贯穿了心脏 但这魔族男子依旧没有失去战斗力 他怒吼着朝叶玲冲来 但叶玲可不会傻到去和一个 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的魔族 贴身搏斗 静咒 瞬息之舞 叶玲的速度瞬间暴增 如同鬼魅一般辗转藤魔 那魔族男子根本碰都不碰不到叶玲一下 随后叶玲再次抬起赤岩法杖 有了赤岩法杖那50%的火系魔法加成 叶玲就十分偏爱火系魔法 赤岩法杖上 赤热的火焰元素开始跳动 仿佛要将周围的空气都全部点燃 这一次 叶玲没有再留守 静咒 燃烧轮回 赵明朔 叶玲口中念念有词 一道比先前更加庞大的火龙 在他的法杖上咆哮而出 直奔魔族男子而去 魔族男子眼中闪过一丝惊恐 他急忙催动魔力 试图再次凝聚出那堵坚不可摧的魔力巨盾 然而 这次火龙的力量似乎超出了他的预料 静咒的威力本就可怕 在燃烧轮回和赤岩法杖的双重加成下 这个静咒的威力 此刻已经足以威胁到50级的转职者 黑色的巨盾 在火龙的冲击下开始剧烈颤抖 紧接着 魔力巨盾上出现了一条又一条的裂痕 伴随着火龙的又一次撞击 魔力巨盾轰然破碎 随着一声轰鸣 魔族男子如同被重锤击中一般 整个人飞了出去 接连撞断了数根参天巨木 才堪堪停下 他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可刚起身就再次跪倒在地 张嘴磕出一口紫色的鲜血 眼底满是不甘 他居然 败给了一个人类 这怎么可能 区区人类 怎么可能有这么强大的战斗力 叶灵眼睛微眯 看来魔族的恢复能力虽然强 但也是有极限的 那他就不担心了 大人 见这名魔族男子受伤 其他的魔族瞬间就坐不住了 他们纷纷动身 便要冲杀过来 一时之间魔气冲天 叶灵眸光一宁 这些魔族可不比那名魔族男子 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极其恐怖 根本不是只有25级的他能够对付的 给我站住 一道立合声响起 奔灿起煮着刀 勉强站了起来 亮亮呛呛地挡在了所有魔物的面前 他浑身伤势 鲜血染红了衣物 一条左臂无力地耸拉在一旁 显然是已经断了 这家伙怎么还被死 卢塔 你在搞什么 有魔族不耐烦地怒喝出声 被称呼为卢塔的那个魔族 站在原地 犹如一座铁塔 可下一秒 卢塔那高大的身子 就犹如推金山倒玉柱一般 轰然倒地 一颗长着鸡脚的脑袋 滚出去数十米远 才看看停下 博耿出的切口光滑如镜 显然是被戾气斩断卢塔 众多魔族皆是目露震惊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卢塔居然会死在曾灿奇的刀下 曾灿奇举起了刀 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 来吧 你们这些魔族砸碎 我倒要看看 我死之前 能拉几个魔族垫背 此时的曾灿奇 明明已经重伤垂死 可是他的身上 却涌现出一股极其恐怖的煞气 一时之间 净震的所有魔族不敢上前 但很快 就有魔族反应过来了过来 一个被生双翼面容猙獰的魔族 直接朝着曾灿奇袭来 一个人类还敢口出狂言 我要一口一口 吃下你身上的所有血肉 为卢塔报仇 这魔族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刹那间便来到了曾灿奇的面前 曾灿奇的眼底 涌现出一股绝望 能击杀卢塔 已经是他拼尽全力的结果了 他已经没有力气 再对付第二个魔族 但也好 至少自己死在了所有状元的面前 也算是不如使命了 曾灿奇闭上了眼睛 可想象中的剧痛 却迟迟没有出现在身上 当他睁开眼的时候 才发现一道挺拔的身影 不知道什么时候 挡在了他的面前 那身影仅仅伸出了一根手指 便将那被生双翼的魔族 按在了原地动弹不得 曾灿奇脸色一喜 因为他已经认出了来人是谁 身成城主 贺云峰 贺城主 见到贺云峰出现 曾灿奇瞬间一喜 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得救了 作为顶尖城市的城主 贺云峰的实力 放眼整个大厦 也是能排得上好的 你这次做得不错 贺云峰微微点点头 目光如炬地扫向了那群魔族 眸光中满是寒意 魔族竟然敢潜入我人族的地盘闹事 那今天就都别走了 留下来吃顿好的 我们大厦有句古话 既来之子安之 既然来了 那就都安葬在此吧 贺云峰话音刚落 指尖光芒大胜 那名被生双翼的魔族 那颗脑袋瞬间被强光吞噬 待到强光消失 这被生双翼的魔族 已经变成了一具无头尸体 其余魔族见状 都被吓得忍不住倒退了几步 一击秒杀一名魔族 这等恐怖的实力 看得所有的状元都心潮澎湃 他们也不由地幻想 自己未来也会有像贺云峰一样 做出独身一人 吓退无数魔族的壮举 大人 该走了 人族的强者 应该很快就赶到了 一名魔族闪身到那名魔族男子旁边 将其扶起 魔族男子的眼底满是不甘 死死地盯着夜灵 你叫夜灵是吧 本大人记住你了 我叫加拉赫 总有一天 我会扒下你的皮 砍下你的脑袋 当成我的战利品 自身难保 还敢威胁人 贺云峰冷喝一声 再次出手 一道璀璨的光芒 瞬间从他的指尖迸发出来 那光芒犹如夜空中的流星 划破周围的虚空 带着无尽的威能 光芒所过之处 空气仿佛被瞬间点燃 发出噼啪的声响 大人小心 加拉赫旁边的魔族 连忙为他挡下这一击 他被那璀璨的光芒正面击中 胸口瞬间被融化出一个大洞 走 加拉赫咬紧了牙 冷喝出声 他根本没想 人类里头居然有人能击败他 因此耽搁了太多时间 如今贺云峰已经赶到 再拖下去 更多人类强者赶来 他们可就要损失惨重了 毕竟这里是人类的地盘 几名魔族迅速聚集在贺云峰周围 魔气升腾 他们显然是 准备为其他魔族 争取撤退的时间 其中一名魔族挥舞着利爪 朝着贺云峰冲了过去 利爪滑破空气 发出尖锐的呼啸声 贺云峰眸光 璀璨的光芒再次闪耀起来 他轻轻一弹 一道光芒便静止飞出 瞬间穿透了那名魔族的身体 那名魔族的身影 在空中僵硬了一下 然后轰然倒下 化作一团黑烟消散在空气中 其余魔族见状 并没有丝毫恐惧 而是继续朝着贺云峰围拢而去 与此同时 加拉赫已经快撤到了出口处 都给我滚开 见加拉赫要逃 贺云峰瞬间不乐意了 他全身光芒大胜 宛如一颗小太阳 直接朝着面前的魔族 一头撞了过去 那些魔族 根本挡不住贺云峰 被撞得倒飞而出 贺云峰今天显然是 铁了心要留下加拉赫 加拉赫脸色巨变 显然是低估了贺云峰的实力与决心 就在这时 状元秘境的那道裂缝中 一只惨白的大手忽然探出 和化为流光直冲而来的贺云峰撞在一起 砰 猛烈的撞击掀起了可怕的能量余波 将周围的参天古墓全部拦腰斩断 而乘此机会 加拉赫与众多魔族也直接钻入了裂缝中 回到了魔族的地界 阎尘散去 贺云峰的身影重新显露出来 脸色十分难看 你们魔族别的不行 逃跑的速度确实一绝啊 贺云峰冷嘲道 多说无意 你若有意见 大可以追杀过来 黑色的裂缝里头 一个苍老沙哑的声音缓缓响起 会的 总有一天 大夏的战士会脚踏魔界 途径所有的魔族 贺云峰冷声开口 随后回头在所有状元的脸上扫了一眼 你们 有没有信心 有 状元秘境内 响起了排山倒海般歇斯底里的呐喊声 大家都是血气方刚的少年 又刚刚夺的状元 仙衣怒马 在贺云峰的鼓舞下 自然是热血沸腾 贺云峰转过身 朝着所有人 深深居了一躬 各位从大夏各地远道而来的状元狼们 在这里 我代表深城 向你们所有人道个歉 对不起 是我们疏于防备 这才让魔族有机可衬 差点酿成大祸 你们放心 我们深城必然会对你们做出补偿 看着朝自己鞠躬的贺云峰 众人心底都是震撼不已 这可是大夏排得上号的强大转直转 居然愿意屈尊降贵 向他们一群二十来计的学生鞠躬 贺云峰主 你别自责 都是那群魔族的错 没错 是那群魔族太卑鄙了 对 总有一天 我们要将所有的魔物和魔族 都驱逐出大夏的土地 听着众人的安危 贺云峰含笑点了点头 会的 会有那么一天的 你们先回去好好休息 状元秘境的试炼结果 稍后会公布出来 很快 深城的工作人员便出现 将曾灿奇扶下去疗伤 被加拉赫打成重伤的考生 也一并开始接受治疗 而没有受伤的考生 则被带回了 他们一开始居住的酒店休息 叶灵回到了酒店后 刚打开门 就发现自己房间里 多出了一个人 他瞬间警惕起来 第一反应就是 武少奇找来报复他的人 已经到了 可看清楚那人的身影后 叶灵吃了一惊 因为这人 赫然就是贺云峰 贺成主 叶灵礼貌地喊道 嗯 状元秘境内的情况我都知道了 你很不错 居然能正面无伤 击败一名魔族王级血脉的拥有者 多谢贺成主夸奖 叶灵一时之间 也摸不清贺云峰存的是什么心思 只能礼貌地敷衍着对方 魔族是血脉质 分为三六九等 王级以上的魔族 长得与人类相差不大 不但能号令其他魔族 实力更是恐怖无比 堪称同皆无敌 贺云峰解释着魔族的来历 淡淡一笑 随后话锋一转问道 叶灵 你可有兴趣 为我生成效力 我 叶灵疑惑地指了指自己的脸 您确定吗 我知道你是禁咒师 培养一名禁咒师 确实是一件劳民伤财 而且很亏本的事情 但如今魔族蠢蠢欲动 生成确实需要一个 能够震慑住魔族的恐怖存在 听完贺云峰的话 叶灵沉默无言 组队刷怪是有限制的 首先就是 队伍内等级最高者 和最低者的差距不能超过十几 其次 就是魔物死亡后 经验值是按照出力的情况来分配的 最低是一点经验值 想将一名禁咒师培养起来 就要在不让他释放禁咒的前提下 带着他刷集 不能释放禁咒 那禁咒师就只能拿把刀 或者拿把剑在旁边划了 这种情况下 禁咒师分道的经验值极其有限 想要将一名禁咒师 培养到九十级所耗费的财力人力物力 足以培养出上百名同等级的转职者 这也是为什么 基本上没人愿意去培养禁咒师的原因 大势力瞧不上 不想做亏本买卖 小势力眼馋 却养不起贺云峰的意思很明显了 就是他为生成效力 生成会将他培养起来 当作战略武器使用 他就相当于一颗核弹头 若哪天魔族大肆攻城 便是他豁出性命 报效生成之事 财大气粗的生成愿意出资培养 如果叶林真的只是一名禁咒师 他肯定会满腔欢喜地答应下来 但只可惜 他还拥有不死之身 留在生成升级的速度 肯定不如他自己去刷怪来得快 贺成主 虽然我很想答应 但是我得先问过我老师的意见才行 为了避免引起贺云峰的怀疑 叶林只得搬出了自己的便宜师傅 你老师 你老师是谁 贺云峰大为诧异 居然有人说个敬咒师当徒弟 诸葛千兴 哦 原来是诸葛先生 贺云峰眼睛微微一眯 眼底金芒一闪 难不成诸葛先生已经占卜出什么来了 行 你放心 你回清城的时候 我跟你一起回去 这件事 我会亲自去和诸葛先生说的 贺云峰悠悠叹了口气 上一次击退魔族的大举进攻后 不想说什么 可下一秒 她的目光骤然变得凌厉了起来 看向了叶林的房门口 叶林也看了过去 门口似乎来了什么人 咚咚咚 房门被敲响 叶林先生 您好 我是酒店的服务员 来给您送点水果压压惊 门外 一个十分甜美的女生开口说道 在贺云峰的眼神示意下 叶林走过去 打开了门 门外站着的是一个穿着女仆装 带着猫儿 穿着黑丝的可爱女人 手里确实还端着一个果盘 您好 叶林先生 我可以进来吗 女人吐气如蓝 眼神都快拉丝了 叶林丝毫不怀疑 女人现在必然处于回南天状态 但鉴于多年生活在贫民窟的经验 叶林立马就猜到了 女人要干什么 如果她敢让这女人进来 那下一秒 就有仙人就要问她 你猜猜 我能跳多高 不过 房间里还有个贺云峰 所以叶林丝毫不带怕的 她直接测开了身子 可以 进来吧 谢谢你 女人踩着细高跟鞋 咔哒咔哒地走了进来 还贴心地勾起脚将门关上 擦身而过的时候 淡淡的幽香 钻进了叶林的鼻腔 她弯下腰 将果盘放在了桌子上 弯腰的瞬间 那短短的女仆裙 瞬间就遮不住满园春色 乍泻而出 可她却浑然不觉 甚至还故意摆弄起果盘 似乎是要让叶林多看一会似的 叶林对这种行为极为反感 于是她怀着批判性的目光 死死地瞪着 好了 还请叶林先生过来享用果盘 女人十分温柔地说道 叶林没有拒绝 而是走过去坐下 她本来还想吃的 但是这果盘的下毒手段 实在是太低端了解 你这果盘要为刺鼻就算了 更过分的是 上面的药粉还没有搅拌均匀 你好意思吗 哪怕是蠢的像头猪 看了这个果盘也不会吃吧 女人脸色微微一变 叶林先生 您瞎说什么呢 这水果上面撒的明明是甘霉粉了 她甜腻腻地还住了叶林的脖梗 如两座大山一般的压力 顿时压在了叶林的肩头上 既然叶林先生不想享用果盘 那就享用我吧 不了 你身上有死余味 丑剧了啊 叶林推开了女人 关键是 静看着女人脸上还有点卡粉 女人娇好的面容 再也维持不住 那副甜美的模样 变得有些猙獰了起来 我本来看你 长得还不错 打算在弄死你之前送你一次 在你会当灵绝顶的时候死 也算个风流鬼 但既然你不解风情 那你就直接去死吧 女人立刻一声 一把灵力的匕首 瞬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着叶林心口刺来 那匕首上 泛着淡淡的紫色幽光 显然是脆了剧毒 而这女人动手的瞬间 叶林才发现 这女人竟然是一个 等级高达五十级以上的 刺客系职业转职者 为了杀她 五少奇也确实舍得下血本 如果只有她自己的话 基本能胜 也得和这女人打得翻天覆地 但可惜 今天肯定轮不到她出手了 女人的匕首还未碰到叶林 一只大手 就如同铁钳一般 钳制住了她的手腕 脸色冰寒的贺云峰 缓缓走出 谁派你来的 贺云峰的语气森寒无比 显然是动了真怒 贺 贺成主 女人一开始还一脸不耐烦 可当回过头 看清来人的容貌后 她瞬间下的脸色苍白 贺云峰 身成战立天花板的男人 这个人怎么会在叶林的房间里 原本五少奇让她来刺杀一名状元的时候 女人是不乐意的 毕竟风险太大了 但无奈五少奇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让她愿意铤而走险一次 可若是知道 贺云峰就在叶林房间里 别说给的多了 五少奇就是跪下磕头管 她叫妈 她也不能答应啊 女人面如死灰 她很清楚 被贺云峰抓到现行 自己这次要么必死无疑 要么就是生不如死 别让我再问第三遍 谁派你来的 贺云峰语气越发冷力 女人的脸上满是挣扎 说得罪武家 不说得罪身成城主 横竖都是一条死路 女人眼底发狠 随后猛地扭转身体 以一个诡异的角度 撞上了那把脆了毒的匕首 贺云峰是个好人 得罪贺云峰 他的家人不会有事 但得罪武家 他可能就要一家人整整齐齐了 所以 现在的情况 最好的选择 就是他死在贺云峰面前 人死再消 至于贺云峰能不能调查到 他背后之人 那就是贺云峰的事情了 没办法 好人就该被拿枪指着